明明一心想把国家搞崩溃当亡国之君 但我治理的国家法而蒸蒸日赏 哪怕我每天抛在后宫中不理朝政 甚至将国家大事全权交给奸臣 可结果却让即将覆灭的国家 一步步走向第一帝国的道路 一气之下我竟把国库的银子全送给了贪官 怎料收到银子的宰相却吓出一身冷汗 立马送回之前贪污的大量银子 此刻他终于明白了皇帝为何会有这番动作 这是对他的最后一次警告 凡然醒悟的宰相深深看向皇宫方向 陛下一直已成相待 老臣惭愧 从今日起老臣定当全力辅佐陛下 第二日我刚醒来 就收到宰相送来的九千万两银子 顿时吓得坐不住了 难道这就是古代的礼尚往来不成 可我要的是王国呀 因为只有王国系统才会让我死掉返回蓝星 迫于无奈之下 我只好通知大臣赶来太极殿 我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王国方案 没过多久一群大臣眼巴巴地看着我 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突然叫他们 可宰相却是一副早就料到的表情 他就知道我收到他的银子 必然会有所动作 聪明人的交流从不需要语言 不过我却不知道他的想法 只是淡淡道 朕要从国库之书银两重修都城 顺带帮助百姓们重修房屋 我这是想将国库给败光了 然而话音刚落一名大臣当即跳了出来 陛下万万不可 重修都城可以 但城中百姓房屋根本不必重修 我看了一眼这大臣 他是先帝提拔的公布尚书 是先帝口中的忠臣 臣不敢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我静猛的一灰衣袖 从今日起把这人的公布尚书之位贬去 朕不需要这种无法无天之备 陛下息怒啊 众多大臣全都惶恐跪地 公布尚书更是脸色苍白如指 唯独宰相占了出来 此人的公布尚书之位可以贬 但重修都城需要公布执行 还请陛下再挑选出公布新任尚书 我眼中一喜 这宰相不愧是帝国超级蛀虫 想借机提拔奸臣上来 到时候再弄个豆腐渣工程 这样国力总该下降吧 于是我扫尸了一拳 最后只向最末尾的老臣黄培身上 从今日秦里便是公布尚书 记忆之中黄培之前是因为贪污 被先帝撸下来的前任公布尚书 我要的就是这种奸臣 众臣子脸色古怪 原先的公布尚书更是大喊道 陛下不可 这人乃是先帝贬下来的奸臣 我一白手冷声道 想用先帝来压阵 阵才是如今大唐的皇帝 宰相深深看了我一眼 这黄培可是当时大财 因为被奸人诬陷才被贬官 而诬陷之人正是现在的公布尚书 宰相本以为没多少人知道 没想到我久居皇宫 却能洞悉此事 皇帝不得了啊 宰相是这样想的 而黄培又何尝不是呢 陛下要完成修建工程 臣要的花费是普通工程的十倍 敢问陛下还会让老臣担任公布尚书吗 没想到我眼中竟赏过笑语 这是想要贪污吧 我就喜欢这样的奸臣 于是我不动声色道 如何花费是你的事情 朕只求结果 另外宰相可多帮助一下公布尚书 一个奸臣再加一个大蛛虫宰相 这下晚了吧 片刻后随着大臣们倒退 我坐在大殿上乐呵笑着 按照这种程度 最多几个星期我就能回去继续当富二代了吧 与此同时黄培没有返回府邸 而是来到了宰相府 他搞不明白为何皇帝会突然对他如此厚白 而当他与宰相聊过之后 他彻底明白了皇帝的圣名 激动地对着皇宫行为一礼 对了宰相大人 陛下重修都城和民居的目的是什么 皇培微微拱手 宰相大人道以我的见解 陛下目的有两个 其一是向朝堂众臣发出信号 陛下要收拢皇权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收拢民心 皇培恍然大悟 宰相大人当真是当事大财 那接下来我该如何配合陛下 宰相皇宽道 我知道你研究的新型建筑材料 不仅能快速凝固而且牢固无比 陛下既然无事花费只求结果 那必然是想要快速完成 我们用上这种材料 再去调动羽林军帮忙 尽量在一周之内完成 不久后我在得知皇培想要调动羽林军后 不由诧异了一下 这个皇培也太吸血鬼了吧 这是要准备压榨百姓又害怕百姓叛乱 所以调动羽林军镇压 好手柄我就喜欢这样的奸臣 直接把羽林军通通掉了过去 皇培感动得不行 差点没扑在我脚下大哭起来 瞅见对方这个模样 恶心的连忙离开 就这样整个朝安城军民一新 开始修建起了房屋城墙 大哥这大唐皇帝是什么意思 为何无端端的全城修建房屋 在一处民宅内 几名来自东一国的密探商谈着 大哥巴鲁也在苦苦思索 大唐皇帝的用意究竟在哪里 突然巴鲁好像明白了 是因为大唐在东一国有密探 知道他们想侵略大唐 所以皇帝才会修建城池和民居 该死东一国到底哪里出了内奸 知道这件事的全都是东一国高层 巴鲁苦思着 并且把猜测告诉了几位心腹 一名胖子忍不住到大哥 会不会是你搞错了 或许是大唐皇帝昏庸 想要败国呢 巴鲁瞪了对方一眼换你是昏君 你会昏庸到花无数钱财 修建城池和民居吗 其余几人对视一眼 点点头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阿鲁深吸一口气 倒赶紧返回东一谷 调动麾下军队 将那些可疑的高层先杀了 三天后我待在寝殿 表情激动 今天是系统结算国力的日子 我只剩12年寿命 只要败掉120点国 就会扣完12年寿命返回蓝星了 正当我幻想着富二代的生活时 系统却突然告知 大唐国力值提升10点 奖励宿主寿命10年 我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我都这样败国了 为什么还会提升 当看到国力具体提升的方面时 我一连猛圈 科技国防经济明星都提升了 这都怎么回事 还有震慑敌国又怎么来的 我揉了揉太阳血 试图冷静下来 这打击实在太大了 不行明日早朝 必须调查清楚 若查出哪个忠臣在坏我好事 那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第二日早朝 我正要询问国力上升的事情 宰相却突然站出来 陈有一事要起揍 我看到是他 心里好受了点 希望这位超级蛀虫 能说出什么败国的消息吧 怎料宰相竟说都城已经修建完工 并夸赞皇上书的种种举措 我整个人跌坐在龙椅上 终于明白了国力为什么会提升 可宰相和黄培看着我呆滞的模样 却是相视一笑 陛下恐怕很开心 可下一秒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竟死死盯着黄培皇上书年事已老 赐良天师母 衣锦还乡 以养天年 这坏我好事的黄培 赶紧回家种田吧 黄培愣在了原地 他这才四十多岁 还可以多干几年的 然而当他看向宰相时 却见宰相微微点头 黄培当即跪下戒指 见状我松了口气 旋即又悠悠开口正要对外打仗 你们以为如何 我想过了 想要短时间内将大唐败下来 只有用狠一点的手段 比如消耗巨大的打仗 谁知我的话 竟瞬间令朝堂沸腾 无数臣子纷纷相劝陛下万万不可 大唐如今支撑不起兵士 殊不知我听着这些言语 心里却无比舒适 你们说不行 那就肯定行了 突然宰相站了出来 陈有一件事 斗胆请教陛下 百官都安静下来 希望宰相能劝住陛下 然而我心里却有些想笑 自己这个王国占有 是想问打仗有多少油水捞吗 陈玉问陛下 此次对哪个国家起兵士理由为何 我这没思索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算了随便挑一个吧 郑狱对东一国起兵士 至于理由 郑记得去年东一国来访 使者是左脚先踏入大殿 此为不尊重镇 大唐向来以诱 为尊百官七七看向自己的脚 努力回忆先前是哪只脚先踏入大殿 宰相也有点无奈 但他还是选择支持 就在百官跟着附和时 将军牛磊突然拱手到陈燕挂帅出征 可奇怪的是 我却白手拒绝 开玩笑我要的是战士失利 怎么可能让酒精沙场的将军去 我目光扫尸一圈 突然指向大殿门口处 那守门的将士 速速进殿 那名普通士兵一脸错 硬着头皮走入殿内 属下寒雨参见陛下 我点点头 朕欲起兵讨伐东尼 不由你捅兵挂帅出征 这下稳了吧 用一名普通士兵挂帅出征 这要是还能赢 我当场倒立拉戏 百官顿时哑然 他们劝不住 下决心的皇帝啊 能将目光放到了宰相身上 其料宰相非但不劝 反而询问一些细节 陛下不知此次讨伐派兵多少 我怎么知道有多少兵力 于是白首到多多益善 就这样百官郁闷地度过了一场早朝 但我却是非常舒服 坐等国力衰退 然后回家继续当我的富二代 不久后的宰相府 急了眼的皇陪连声问道宰相 陛下为什么无端端泄了我的官职 谁知宰相却一脸的云淡风轻 陛下要你回家种田 你可真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皇陪一愣 官职被泄 回家种田还能有什么意思 宰相迷眼道 我记得你家乡在关中地区吧 而关中地区又有国之粮仓的别称 皇陪双眼猛地瞪大 难道宰相点头 笑道陛下是让你经营关中地区 作为陛下将来争讨他国的基石 能得到陛下如此信任 我都有些羡慕你了 皇陪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 但随即又想到了什么 那为何陛下不明着说 宰相摇头道 哪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会没底牌 陛下是将你布置为暗面的底牌了 皇陪激动地浑身颤动 这是帝王的无上信任了 可他还有一事不解 那陛下为何让一名普通士兵挂帅 谁知宰相听后却是神秘一笑 这就是陛下眼力的厉害之处 历史上的汉国有一位兵法大将 名为韩冰仙 而那韩宇便是韩冰仙的后代 陛下一眼便将其看出 老臣佩服 与此同时 韩宇心情激动地回到家 他终于可以大展手脚 陛下肯定一开始就知道了他的存在 否则怎么可能将兵事交给普通士兵呢 就是昏军败国都不可能这样败的 突然他对着屋里喊道夫人 帮我把那些兵书全部抬出来 我要一本本再看一遍 这场战争我要打得漂漂亮亮的 另一边的皇宫中 许公公攻进地上一本奏折 这是宰相先前送来的 微微挑眉好战友送来的 那就看看吧 然而我打开一看 顿时被密密麻麻的一堆文字秀到 上面是出征的各种需求 我揉了揉太阳学你和宰相说一声 一切按他意思来就行 这个好战友真的是咱俩谁跟谁 不就是贪污吗 至于弄这么多字来秀我一脸吗 很快一周时间过去 我如愿以偿 因为军事调动 导致全国国力下降了十点 而我的寿命也被扣了一年 这让我无比激动 只要战事开启 我相信自己立马就能被扣完寿命 就在我幻想着回去的日子时 许公公却突然提醒到今天 是东征大军出征的日子 陛下需要去鼓舞将士们 我立马起身鼓舞 那是肯定要去的 等鼓舞完 军队就能出发了 此时的军营内 十万士兵东倒西歪的站着 甚至有些武器都拿不稳 韩将军有必要这么快就出征吗 以现在的军容 恐怕很难取得胜利 宰相皱着眉头说道 但韩宇却摇摇头 我见不得陛下被世人误解 必须赶紧打了胜仗 才能证明陛下的选择是正确的 至于军容 我记得一路上有不少匪患 以战养兵 等到了东一国 边境也差不多了 宰相深深看了眼韩宇 不愧是韩兵先后人 论军是自己根本不如他 韩宇还想说什么 我却突然从后方走来 可当我刚一进入军营 就看到稀松混乱的军容 但奇怪的是 我的脸色却忍不住一喜 混乱的军容 普通的士兵挂帅 这次战士要是还能胜利 我当场倒立拉系 并且全部吃回去 陛下这军容 韩宇正要解释 没想到我却是一白手 强忍着笑意说道韩将军 军队全权由你负责 朕绝不会插手 韩宇忍不住眼眶一红 没想到皇帝竟对他如此信任 但我并不知道他的想法 而是走到高台上将士们 你们对这次东征可有信心 不料十万士兵闻言 却是大眼瞪小眼 谁也没开口 我白手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说实话证述你们无罪 谁知十万士兵再次对视一眼 近期刷刷的大喊没有信心 他们正要聆听我的教诲 没想到我接下来话却风格突变 没有就对了 要的就是你们没有信心 说完我转头就走 看都不再看一眼 只留下十万士兵在风中凌乱 韩宇瞪大了眼睛 这是鼓舞吗 真的不是来打击士气的吗 然而 宰相却慢悠悠到 你是普通士兵出身 这些将士不会轻易服了你 陛下这是彻底打碎他们的士气 破而后立 让你重新凝聚士气 方便你领军 韩宇闻言 眼眶一红 没想到陛下对他如此关心 他暗自握紧拳头 这一战他定要为陛下打出威名 与此同时的东一国内 巴鲁双眼血红 望着眼前数十人 快说 你们谁才是大唐皇帝派来的密砍 别比我动手 这数十人全都一脸蒙圈 忍不住开口 我们都是东一国高层 你可别胡言乱语 巴鲁恶狠狠地瞪着 那你们告诉我 为何我们刚决定对大唐起兵 大唐皇帝就立马下令修建城池 难不成这是大唐皇帝闲得无聊 想要败国吗 谁知一人竟开口到说不定只是巧合呢 兴许大唐皇帝在弄什么政务呢 巴鲁仔细想了想 自己是不是太过冲动了 他正想说些什么 不曾想一名士兵却突然赶来 将军前线急报 巴鲁接过书信一看 脸色瞬间大变 你们还说没内奸 大唐皇帝起兵十万 进攻我东一国 说完 巴鲁气愤看着高层们京剧的反应 没想到大唐皇帝这么狠 找个密探的演技都如此强 既然如此 别怪他狠心了 突然巴鲁一百手来人 动手话音刚落 殿内顿时涌入一群刀俯首 高层们都回过神来 出声怒骂 以巴鲁明明就是想要谋取 还扯这么多有的没的 下一秒 原本清静的宫殿瞬间充斥着 刺杀 一旁的士兵忍不住问到巴鲁将军 边境的城池我们该怎么守 可令人诧异的是 巴鲁竟果断招手传我军令 让边境士兵全部撤退 说完他望向大唐方向 如今的边境城池 肯定有密探里应外合 可惜东一国有我巴鲁这等名将在 大唐皇帝的计策绝不会成功 不久后 在大唐帝国与东一国的交界处 有一座雄关屹立于此 韩玉骑着马 看着周围斗志满满的士 眼里闪过满意之色 通过一路剿匪 他已将这支军队整顿完毕 然而望着面前的巍峨城关 士兵们都忍不住吞了口唾沫 就连韩玉的目光也是有些凝重 可奇怪的是 前方事后却突然来报 这天鹰关内境毫无防备力量 谁知韩玉的眉头却皱得更深了 名将巴鲁不可能不知道 天鹰关的重要性 怎么可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们 必然有诈 然而很快 先锋队就抓到了明洛丹的敌军 竟得知巴鲁传令说大唐大军将至 而关内有大唐皇帝派来的密探 所以直接撤军 韩玉双眼猛地瞪大 陛下远在皇宫 居然能布局到这里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 原来陛下早就布置好了一切 以密探助他拿下玄关 目的是要他保存有声战利 拿下整个东一国 与此同时 皇宫内的我正观看这周的薄力检测 可当看到国力指标时 我却瞬间面如死灰 大唐国力提升15点 奖励宿主寿命15年 当前宿主寿命36年 我气愤不已 开疆阔土加武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东征大军胜利了 不可能就那群歪刮裂藻海 能开疆阔土 我能把这张龙床给吃了 既然不可能是东征大军 那就只能是镇守边境的大军了 我猛然起身 许公公现在边境都是游水 同理 许公公连忙到陛下 是由镇西王镇守的 镇的好大哥呀 可真是长本事了 我一想到莫名增加了15年寿命 就感到心痛不已 此时的大唐西方边境正 西王李明看着眼前的谋士 倒隐忍了这么久 不如我们现在就起兵造反 谁知谋士只是达到如今 要等东征大军战败 那皇帝必然威信扫地 到时候再起兵 才是明正言顺为了皇室继承而战 镇西王点点头 刚想夸赞 一名士兵就飞快跑来 王爷东征战事已经有初步结果了 镇西王眉头一洗 难不成天都在助我 他立马接过战报一看 竟差点气晕过去 韩宇不费一兵一族拿下天音关 等同于攻克东一国国门 另一边的皇宫内 心情不好的我正在接见将军牛垒 陛下臣得到消息 镇西王可能有起兵造反之一 没想到我文言却是脸上一洗 自己那混蛋大哥居然想要谋反 难不成他开疆阔土 就是为了豢养兵族 起兵造反好啊 我就喜欢这种大哥 这大哥也真的是 早点说你要起兵谋反不就好了 不过我很快又皱紧了眉头 这位大哥不肯现在起兵 难道是觉得他还太弱小了 不行我需要帮帮大哥 先把调兵虎服给大哥吧 大哥那边人才也有点凋零 必须调那些忠臣过去 随后在一阵查找后 我找出了近五十位忠臣 这都是记忆中先帝告诉前身的 难怪我这么败国 国家还能蒸蒸日上 就是这五十个憨屁在捣蛋 不一会宫内的消息很快传出 瞬间震惊到了无数人 被调走的五十人完全蒙了 无端端被调到荒芜之地 另一边的宰相府内 一群德才兼备的大臣聚在一起 宰相开口到接下来 就是你们表现的时候 如今可知道陛下的真正用心 三十多名官员都兴奋点头 他们本以为皇帝雍鹿无为 没想到一切都是假的 否则这次朝堂调任 怎么可能将那些真正的奸臣全部调走 那些被调走官员 都是先帝在位十七上满下 被先帝称呼为忠臣的 另一边宜良地区 在快马加鞭之下 很快虎符就送到了 正希王李明的手上 当李明看到调兵虎符 时满脸都是猛逼的 这皇帝是什么意思 想要我造反 还把调兵虎符都拿给我了 他当即换来宜良第一谋事 也就是先前那如是 如是在看到调兵虎符的时候 也是掀起了惊天波兰 王爷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上 调兵虎符的重要性不可言喻 凭借虎符可以调动 天底下任何一处的军队 这东西怎么可能会落到 这位王爷手上 李明很是怪异的 和如是讲述的来源 如是郭许顿时满脸错愕 这是在开什么玩笑 皇帝无端端将调兵虎符快马加鞭 送到了这位欲要谋反的王爷手上 什么意思 李明眼中闪过贪婪之色 望着手中虎符道 郭许 你说我们能不能凭借这虎符 直接起兵推翻皇帝 郭许诧异的道 王爷 皇帝亲自把虎符送到王爷你手上 难道王爷觉得皇帝会怕你起兵吗 李明文言顿时感到身子一凉 浑身衣裳都被汗水打湿 是啊 皇帝敢把虎符送过来 难道就不怕自己调兵起事 推翻对方的统治吗 既然皇帝敢把虎符送过来 那恐怕早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若是他敢起兵 会不会一下子就人手分离呢 毕竟皇帝可是曾经无声无息间 安排了密探进天英关 令东一国战斗不敢战 就让出了天英关的 说不准他身边也有皇帝的密探 此刻他的一举一动 都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 又或者他的势力中 其实早已经布满了皇帝的眼线 细思极恐 李明吓了一身冷汗连忙问道 郭许你说皇帝到底是什么意思 郭许目光一直盯着那吊兵虎符 看了许久后悠悠开口 王爷 我觉得这是皇帝的一种警告 皇帝在警告王爷 他不想收拾不想对付王爷 让王爷别想着谋反的事情了 同样这也是皇帝给王爷你的一种选择 是选择直接起事还是选择放弃 他说话的同时胸口也是忍不住的上下起伏 他都震惊于皇帝的手段 是不是太激进了 李明也是被吓得一愣一愣的 问道若是我们现在起事 有这虎符能有多少成把握 这王爷还想着起事 郭许常常叹息了一声 一成也没有 皇帝竟然敢把国之重器虎符都拿出来 肯定是准备好了一切的 说不定王爷现在早已经被架空了 架空 李明浑身都是一颤 脸色浮现一抹苍白 王爷 王爷 王府管事快速地跑了过来 李明转头死死盯着那管事咬牙道 什么事 王府管事连声道 有天使到了 一般皇帝下达旨意 由太监前去传达 就会被人称为天使 李明忍不住心底发凉 不知道这个时候天使来干什么 但他没有过多的时间思考 因为很快天使就到了 在听完圣旨之后 他整个人都是猛的 五十名朝堂众臣调任 他这个宜良地区由他分配 皇帝这是想要架空他 将他的整个宜良地区 都牢牢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上 呼 郑熙王一下子就跌坐在了地上 面若死灰 他这些年的布局都要完了吗 凭什么 他才是大皇子 本来应该继位的是他 而不是那个李成 为什么到头来会变成李成是皇帝 难道就凭李成的这些手段吗 郑熙王李明嘴角泛着苦涩 他不得不承认 皇帝的手段比他高超太多了 或许这就是先帝传位给李成的原因吧 传我命令把一切都散了吧 其实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李明突然摆了摆手 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在他说出这句话的同时 整个人如同泄气的皮球般 瘫痪在地上 次日早朝 我看着下方变得有些空荡的殿堂 心里乐得不行 终于 朝堂之上只剩下了奸臣 那些忠臣全都被赶走了 叔叔啊 我颇为舒适地靠在笼椅上 这种帝王威仪全无的姿势 换作以前肯定有人说这个那个的 但这次却无人开口 众多大臣心里 也只是以为陛下这是很开心 才会做出这种姿势的 许公公见这情况 微微咳嗽了两声站出来道 有本起奏 无本退朝 此话一出 原本寂静的朝堂瞬间 犹如炸开了国斑 一位为大臣全都跨步走出 陛下 臣有本起奏 陛下 臣这里也有本起奏 臣这样也有 我看着激动的这些大臣 嘴角翘起了一抹笑容 这些人看到那些忠臣全都被调走了 全都跳出来想要贪污了 众倾家莫及 一个一个说阵都准奏 我笑着摆手 在我的吊动下 很快秩序就重新恢复了 众多大臣一个接着一个说 这些人说的意思都差不多 都是说那些被调任的官员们闹事 被他们平定的事情 忠臣闹事被你们镇压 这是好事啊 我一听 大手一挥直接让百官的月俸禄 全都提升了一倍 就在这种喜庆的时候 咚咚咚 宫内的钟鼓声被敲动 八百里加急 军情重爆 军情重爆 百官和我心头都浮现了一道念头 东征前线已经有战过了 不比百官心中的忐忑 我却是双眼一亮 来了 最重要的一环 只要东征大军败了 那差不多大唐帝国将再无任何生计可言 到时候我那大哥在起兵 那大唐国力绝对要完蛋 我就能回去了 宿宣使者敬见 我当即大声喝倒 不到一会儿 前线使者梅宇带着喜瑟走进寒天殿 属下恭贺陛下 听到这个词我心凉了半截 但还有一丝侥幸 咬牙问道 将战报读出来 满天神佛 耶稣保佑这个战报是打败仗 使者面带喜瑟的拿起战报读起来 到 承德利两年 末将奉陛下之令 亲率十万大军出征 讨伐东夷国 其战因缘自承德利一年期间 东夷国使者入使寒天殿 先踏左脚 侍卫不尊陛下 这个出兵理由令文武百官都嘴角抽搐着 就是因为这个大唐以又为尊 他们这些日子进殿都是先踏右脚的 生怕被皇帝逮住 那以后皇帝万一对自己动手 那就有理由了 说不定十年后 自己突然犯了皇帝的什么忌讳 皇帝来一句 亲十年前入寒天殿时 乃是左脚先入 侍卫不尊政 真要砍了你 使者继续宣赌 末将讨伐东夷国 信德陛下布局 无伤亡攻克天殿关 后连下东夷国十五座城池 如今兵临东夷国都 还请陛下示意 接下来该如何动作 哐当 我感到浑身冰凉 啥玩意 东征大军还真打胜仗了 那群歪瓜裂枣都能打胜仗 这个东夷国该是有多废 该不会全都一群野人吧 这么不挨打 不对 现在想的不应该是这些 我深吸了一口气 连下敌国十五座城池 等下周国力检测时 国力指标肯定会暴涨的 不行 我绝不能看着国力疯狂增长 直接下令退军 并且将所有城池都放弃 可以行 我正想宣布这命令 系统却忽然警告了我 这是非法败国行为 我顿时愣住了 这还非法败国呀 不过想想也对 那十五座城池 现在算是大唐国土 我现在撤军宇哥让国土无益 系统又怎么可能不警告我呢 不行 要找个理由才行 我开始苦思起理由 下方诸多大臣 却是齐齐拜扶 臣等恭贺陛下 这些大臣怎么可能不心惊 他们可是完全不看好东征的 一个与邻军士兵挂帅能赢 别开玩笑了 可是现实却狠狠打了他们的脸 这次东征胜了 而且还不是小胜 而是大胜 兵临敌国国都 若接下来继续打下去 会不会直接吞并整个东夷国 东夷国一直以来 都是大唐东面对外的一道障碍 阻碍着大唐敌国对外的认知 若是吞并东夷国 那大唐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片新的天地 我看着下方众臣跪地咬了咬牙 无论怎么样 现在绝不能让战国继续扩大 我白手道 传阵旨意 令韩宇不得再继续进攻东夷国城池 东征到此为止 有宰相处理后续 东征大军班师回朝 停止进攻 为什么 现在可是很好的机会 只要倾尽全国之力 那么东夷国几乎必灭的 众多大臣不解地看着我 似乎想要听我解释理由 我却目光悠悠看着殿外面路悲叹 诸葛无明原先也是不明白 皇帝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班师回朝的 可当他看到皇帝的脸色时 一下子就明白了所有 脑海浮现了许多想法 他常常叹息一声站出来道 陈锦尊陛下圣旨 众多大臣不解地看着诸葛无明 诸葛无明却是朝他们挥了挥手 是一回去再谈 退朝吧 我心累得到 说完我直接起身向着外边走去 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尘等恭送皇上 百官跪拜 直到我稍微走远了才站起身 文武百官左右看了一眼 从寒天殿内缓缓而出 他们都围绕着诸葛无明 想要诸葛无明给他们解释陛下的意思 诸葛无明站在寒天殿前 望着那远去的黄袍身影 他叹息了一声 陛下真是个演员 陛下是演员 什么意思 寒天殿前诸多大臣皆是不解地看着诸葛无明 诸葛无明摇了摇头 你们可注意到 刚刚上朝时 陛下是笑意连连的 而听到捷报后 却是变得心事重重的模样 诸多大臣都是点了点头 的确 刚刚上朝时 陛下明明很高兴的 为何听到捷报时 却满脸悲叹 这没道理啊 诸葛无明瞇了瞇眼 所以我说陛下是演员 可能陛下因为东征的事情 一直都是心事重重的 只不过在我们面前 必须装作高兴的模样而已 因为陛下乃是皇帝 绝不能露出悲叹的模样 如今东征胜利 陛下才控制不住露出了心里的真实面目爱 亏你们之前 还一直用东征的事情 给陛下示威 说完他大步离开 似乎没脸去看那些大臣 那些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听完诸葛无明解释 他们心里都莫名漏了愧疚志胆 从东征开始 他们这些大臣便不相信陛下的选择 别说他们 就是全天下人 又有谁相信这场东征能赢的 陛下一个人扛着全天下的压力 还要在他们面前露出笑语 这得要有多困难 要不我们去陛下那请罪吧 一名大臣忍不住倒 其他大臣却是摇头叹息 纷纷开口 与其去陛下那请罪 倒不如接下来 投入更多的精力进管理上 替陛下好好管理国家 将大唐打造得更强 说得不错 既然陛下之前都一直都隐藏着 必然是不想让我们看到的 你们这说的 我都愧疚得不行 老黄 今天不是春风阁了 我要赶着回去改公文 嗯 今天春风阁刚刚来了一批新的姑娘 本来还想今天去的算了算了 回家改公文 不对 诸葛宰相怎么跑吗 还没问他 陛下为什么撤军的事情呢 两天后 东一国一座城池内 坐在城主府内的韩宇 正接到两份通知 其中是皇帝的圣旨 另一份是诸葛无名的信封 他看完之后不禁一笑 诸葛宰相居然担心 他会抗旨不尊 刻意写亲笔书信而来 他的一切都是陛下赏赐给他的 他怎么可能会抗旨不尊 真的是 韩宇将圣旨和信封 都放到了面前的桌案上 喃喃自语 继续打下去 的确能把东一国灭了 但大唐的国力也会彻底陷入瘫痪 我现在大军在外的每一天 都会形成巨大的消耗 他觉得他非常清楚皇帝的想法 大唐帝国早已经支撑不起战争 这次的出征 也是因为皇帝的坚定 才促使而成的 如今战争已经算是胜利 虽然能继续扩大战果 但是代价也是很大的 各种物资的消耗士兵的伤亡 都会让大唐百姓的生活 变得更加困难 他觉得陛下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才勒令班师回朝的 最让他感到心生佩服的 他们也不用再忍受 各类物资疯狂涨价的痛苦 东征大军班师回朝 一路锁过城池的百姓 无不夹道相迎 特别是回到朝安城时 百姓更是无比热闹 三军进入朝安城中军处 韩宇骑着黑马 望着周遭百姓那火热的眼神 心里感到无比舒适 不久之前 他还只是一个与邻军的普通士兵 如今归来却是一方大将了 以他的战绩 在大唐帝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了 这一切都多亏了陛下 想到这 韩宇加快了速度想要去面见陛下 韩天殿 我面无表情高坐在龙椅上 韩宇缓缓从外面走进韩天殿 来到殿中央跪下道 陈韩宇叩见陛下 韩将军可真是好本事 我咬牙切齿的道 语气强行维持住平淡 这个王八蛋 老子让你打败仗去的 你和我说打赢了 趁现在把靴子拖了丢到这家伙脸上 应该没人会说什么吧 韩将军 你可真是长本事了 这句阴阳怪气话落到了韩宇耳中 却以为赞赏 韩宇连声道 接赖陛下布局之功 臣不敢当 我脸色努力维持着平淡 深吸一口气 懒得再继续废话白手道 韩将军过谦了 即刻起封韩宇为 征东将军官之二品 其麾下有功之士 进阶官升一击 其余者有宰相处理 将军班师回朝君王封傻 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文武百官见状相互看了一眼 以韩宇的战功 担任这个征东将军绰绰有余 他们也不想跳出来说什么 韩宇叩首大声地道 臣扣谢陛下 我微微点头 若是无事便全都退下了 我话音落下正准备离开寒天殿 诸葛无名却忽然站出来 陛下 韩将军东征获得如此大的战果 臣觉得应当开一场庆功宴 以庆祝此次东征之大胜 庆功宴 我都不知道下次国力检测 会增加多少寿命 还庆功 信不信我撸了你乌纱帽 我咬牙切齿 转念一想不对啊 庆功宴弄了豪华点 那增加的银子消耗肯定会变多 估计不能使国力下降多少 但好歹也是下降了一些 这个宰相不愧是我的好战友 我看向诸葛无名的眼神都温柔了不少 还是我这个战友懂我 我一回衣袖岛 那就今晚百庆功宴 在光禄四百 文武百官都来 可带上家属 另外在军营犒赏三军 一切支出都有国库来 众臣再次跪地谢恩 我跨步走出 众臣却是感到激动 他们多久没在光禄四复宴过了 先帝十七先帝抠门的要死 压根不肯宴请群臣 更别说在光禄四宴请群臣了 另一边 诸葛无名和韩宇一起走出了宫内 两人在对话交谈着 恭喜韩将军了 年纪轻轻便官至二品 前途无限啊 诸葛无名一边行走一边笑着说道 韩宇摇头一笑 跟在对方身后道 宰相说笑了 比起宰相我可是不知道那么多少 诸葛无名淡淡一笑 你的心性倒是稳当 别谦虚 假以时日你定然是大唐军方第一人 军方第一人 面对这个评价 韩宇却没有再谦虚 而是笑了笑承认了下来 凭借现在大唐的军方势力 他的确很有自信 只要给他几年时间沉淀 那么他将是大唐军方第一人 诸葛无名看韩宇不说话也不在意 笑着摇头 这次东征着实有点可惜 若是大唐国力再充裕一点点 就能将东一国全吞了 到时候就能看看 我大唐东面到底还有什么国家了 他语气中也带着浓浓的叹息 宰相 其实这次我东征占领那十五座城池 其中一座便是接触到了 另一国家的国界 韩宇忽然拱手说道 诸葛无名一条没问道 你为何不告知陛下 韩宇咧嘴一笑 我不知道陛下想法怎么样 所以不好光明正大说出来 我已经写了一封奏折给陛下 相信陛下应该能看到的 诸葛无名微微汗手 停住脚步询问道 你对那国家的所知有多少 国土相接 这可不是好事 主要他们还不知道 那个国家是什么情况 若是和善还好 若是好战难免又是一场战事 韩宇摇了摇头 走得太急 还没派人与他们沟通 一无所知 诸葛无名脸上露出了凝重 看向皇宫方向道 那只能看陛下怎么吩咐了 真是不知道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了 你也先回去吧 待会一起赴宴 韩宇点头 那宰相我先告辞了 说完他起身离开 诸葛无名在原地驻足 骗响后叹息了一声 迈开脚步离开 很快 夜晚来临 光禄寺内许多臣子纷纷赶来 韩宇也带着妻子孙牧扬来了光禄寺 还没坐下多久 外方一道尖锐声音便传了进来 陛下驾到 我快步走入 坐到了内殿最上方 等我坐稳了才面向诸多跪地的大臣白手 众倾家免礼 今日乃是宴会 不必拘束于礼仪 叩谢陛下 众臣文言重新回到各自座位上 此次宴会虽然是为韩将军而召开 但韩将军此次东征 也离不开众臣的后勤之缘 所以这次宴会既是为韩将军而开 也是为了众倾家而开 我站起身面无表情的举起酒杯 即便心里再苦再想哭 我也憋住了 陛下万岁 众臣全都站了起来 举起酒杯过头顶口中大声呼喊着 众倾家喝了这杯酒宴会就算开始了 切莫注意礼节 今日可不必在意 我一口喝了杯中酒 便有气无力地坐了下来 陛下万岁 众臣再次呼喊 既然皇帝说了 那他们也罕见地放开了礼 开始吃喝 与同僚聊天打屁起来 这场宴会是为韩羽而召开 自然有很多大臣都向韩羽敬酒 一时间韩羽连喝了十几杯酒 整张脸都红了 至于我 压根没人敢向皇帝敬酒 没见皇帝手举着酒杯 一动不动眉头紧皱着在思考问题吗 要是打扰到了皇帝那就是罪了 哪怕皇帝说不用在乎礼 可这也仅仅是臣子之间不用在乎而已 面对皇帝 本来怎么样 现在还得怎么样 诸葛无明坐在下方位置上 抬头看着我 他的眉头同样皱着 陛下 这是在思考什么 连庆功宴都没心思 一直在思考 是最新发现的那个国家让陛下担忧吗 帝王者便是如此 想世间最繁华也受世间最大的压力 可能常人深夜睡觉时陛下在看奏折 常人在玩乐时陛下在布局天下稳定国家 陛下呀陛下 你真是太难了 诸葛无明对坐在上方的我 生出了一种无比的敬佩之心 他心里燃烧起了莫名的斗志 看着陛下如此用心为国家操劳 他们却在这开心的赋宴吃喝完了 过意不去啊 这么一想 诸葛无明顿时感觉面前的吃事索然无味了 坐在最上方的我的确在思考着事情 我一直在想着败国的事情 特么的 韩宇这一次打了个天大的胜长 接下来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恐怕下周国力检测 我的国力值至少要增加一百以上 也就说 我的寿命下周开始就有一百多了 这可真是长命百岁啊 可是我不想啊 我想的是回去啊 败国败国 我真的搞不懂怎么败国了 难道我这些日子做错了什么事 大肆消耗国库 将忠臣全部调走朝堂只留兼臣 官员俸禄全部提高 就连打仗都是随意点一名小兵挂帅 我哪点做错了 再找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玩着玩着我真的要长生不死了 可是我不想长生不死啊 我心里咆哮着 要不是顾忌这么多臣子在 我恨不得把面前的桌子都给拍翻了 光禄寺一场宴会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众多臣子才相继离开皇宫 我也离开了光禄寺 只不过我并未返回寝殿 而是前往了太极殿 我觉得一直以来 我的想法都错了 我不该不看这些奏折 这些奏折大多数都是官员反映各地情况的 若是我能清晰各地灾火 那就能准确地落井下石 让国力下降了 我坐在桌案前 靠着烛光看着手上的奏折 大概过了一会儿 许公公的声音从外边传进 我头也不抬声音略微沙哑的道 进来吧 许公公手持一碗 类似于汤的东西进来轻声道 陛下 太后听闻陛下深夜还在批阅奏折 特命人送来的人参汤 已经试过 无毒 温度尚渴 我微微挑眉 太后居然会关注我 我也不在意 将奏折放下慢悠悠地喝了起来 许公公就站在一旁低头沉默不语 我很快就喝完了 看向许公公 心头一动问道 许公公呀 正问你一个问题你可要老实回答 许公公浑身一颤 想到上次的沈大师连声道 陛下请问 老奴定然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拿出奏折悠哉悠哉地问道 你觉得怎么样的君王才能算败国之君 许公公仔细思考了一下子 陛下 老奴觉得 败国之君无外乎是青小人远贤臣 不明局势非要乱点江山 将偌大的国家败完 这和我一模一样啊 为什么我败不掉国力 我顿时郁闷了 我又问道 那你觉得正怎么样 许公公抬头看了一眼我 陛下乃是治国之君 更是开疆阔土之君 功比太足 但陛下的样貌实在不怎么样 前些日子宫里进了一批新的小太监 样貌都比陛下好看了很多 嘿 这个许公公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这都第几次骂我丑吗 我饱含杀义的眼神盯着许公公咬牙切齿的刀 许公公呀 这的刀难道不利弧 许公公却是一脸猛逼 陛下 您的配刀是哪柄 是先帝赏赐的那柄配刀吗 不是早就被陛下扔了吗 老奴还记得陛下当初拿到刀石 想要试试刀锋不锋利 去杀一只鸭子 结果割了半天脖子没把鸭子杀死 那鸭子还哈哈哈哈叫着像是在嘲笑陛下 陛下一怒之下不是将刀丢了吗 他说着脸上露出回忆 浑然没有看到我那阴沉至极的脸 许公公 你这个鸭子叫模仿的挺像呀 我目光不善地看着许公公 一摆手向着店外走去 我一边走一边说着 传阵旨意 即日起把宫内机名全部取消 让许公公用鸭子叫充当机名 若是影响到了什么 一切都有许公公负责 很快便到达了国力结算的一天 不出意外国力上升了 并且不是上升一星半点 而是直接上升了两百多点 我欲哭无泪地看着面前的湛蓝色荧幕 这两百多年的寿命 要败到什么时候才能败完 不行 一定要振作 还有机会的 两百多点国力值 我相信我一定能败掉的 接下来一定要制定好策划方案 绝不能像之前那样 无头无脑地败国了 可能我以为的败国 到这里会变成增强国力的方式 我站起身来回肚骨 眉头紧紧皱着 败国方案必须制定一下 首先第一个方案肯定是扩充后宫 往民间搜刮民女纳入我后宫 这样不仅仅会形成巨大的经济消耗 还能让我在民间落个昏君无道的形象 损失民心 可谓一举两得 第二个方案便是挑衅敌国 我先前在奏折里看到 大唐东面接触到了新的国家 可以从这里入手 挑衅敌国 让敌国派遣军队进攻 到时候我强行拦住那些想要支援的军队 让敌国打进来 这样损失国力比较大 暂时就先以这两个当作大致方针 进行败国 事不宜迟 现在就可以宣布了 我走出殿外 看了一眼外方晴朗的天空 转头看着一名长相俊秀的小太监 嘴角微微一抽问道 许公公呢 小太监连忙攻身道 许公公说去找鸭子 练一下鸭子叫了 他不是挺精通的吗 还练什么 我满脑门黑线 让他马里点滚回来 另外传阵旨意 让大臣全都到太极殿来 朕有事宣布 像扩充后宫这种事情 现在就可以进行了 倒是挑衅敌国这种 必须找机会才行 谨遵陛下圣旨 小太监惶恐地硬下来 他还是第一次服侍皇帝 自然感到恐惧 特别是皇帝身上那种无形的威压 让他感到喘不过气 毕竟他可不是许公公那种 久陪陛下的贴身太监 我微微点头 迈步走向太极殿 一般早朝才是在寒天殿 向皇帝号召群臣的 都是在太极殿进行 太极殿内 在皇帝召唤下 很快群臣便匆匆赶来了太极殿 他们都在好奇 陛下究竟想要干嘛 东征大圣才过去不久 不可能又出什么事情吧 群臣在太极殿会见皇帝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臣当即跪下行李 我坐着淡淡的摆手 让他们全都免礼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感觉群臣看向我的目光 有些怪怪的 像是钦佩 钦佩我什么 昨天请你们吃了顿饭 所以你们就钦佩我了 众倾家 朕今日来是想要宣布一件事的 朕准备进行一场选秀 挑选一些合格的女子冲纳后宫 清等以为如何 我刚刚说完就直勾勾的盯着群臣看 我觉得群臣必然会反对我 我也做好了反驳的准备 就等群臣反驳我了 谁料群臣非但没有反驳 还琪琪跪拜口中大呼着 谨遵陛下旨意 这下把我看猛了 这群人居然不反驳我这种做法 我愣了一下又补充道 朕打算让各个城池都挑选出50名女子 进宫进行选秀 清等可有意义 晨等无意义 群臣再次大呼 我彻底郁闷了 这群臣子 难不成真的不想阻拦我 不对 这些臣子都是剩下来的奸臣 估摸着都在想能不能从这次选秀贪污吧 哪里会拒绝 这么一想我就想通了 大大松了口气 我不知道的是群臣之所以不阻止 原自我昨晚深夜批阅奏折 皇帝深夜不眠批阅奏折 这件事传了出去 导致如今朝安城内人人皆知 这也让群臣感到深深的愧疚 皇帝在批阅奏折 我们却在睡觉 如今皇帝想要开后宫 他们有什么心思去阻止呢 而且自从我即位以来 后宫一直无后 群臣巴不得我扩充后宫呢 自然无意义 那就都下去吧 今日便可以进行挑选了 这件事由宰相的手 我随手将事情交给我的大唐好战友 希望能贪污的厉害点 而后便下令群臣离开了 臣等告退 群臣行礼告退 只不过他们一个个眼中都闪烁着一色 群臣从太极殿内离开 谁也没开口说话 而是很有默契地朝着宰相府走去 诸葛无名见状 露出了一抹神秘笑容 也没说什么 陪着群臣一起返回自己府中 上百人涌入宰相府大唐 瞬间就将大唐挤得满满的 这些大臣并未说什么 心照不宣地等诸葛无名先开口 诸葛无名摇头一笑 你们都是为了那朝安城50个选秀名额来的 他怎么可能看不出群臣的想法 都是想要将自己的亲戚之类的 进宫选秀 如今后宫无主 说不定群臣的亲戚就成了后宫之主了呢 可能陛下早就知道了群臣的想法 所以才会将这种事情交给他来办的 否则这种事一般都是交给李布来办的 陛下当真是慧眼如炬 听完诸葛无名说的话 群臣都露出了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 那啥宰相 我觉得我可以要一个名额 韩宇率先走出来咧嘴笑道 群臣一下子目光全部汇聚到了韩宇身上 官至二匹 征东将军 这次东征的领导者的确承受得起这一个名额 群臣都暗自点头 诸葛无名却是脸色怪异的看着韩宇问道 你有女儿或者是亲戚之类的 韩宇打了个哈哈 今晚回去就早 大概明年就有了 名额可以先站着 群臣脸色瞬间发黑 这个憨批是在逗他们吗 诸葛无名也是够无语的 一挥一袖 韩将军 老老实实做好 别发言 旋即他面向群臣 这个五十名额 也不能全都落到我们的手上 本相是这样想的 二十个名额归朝安城百姓富商所有 剩下二十九个名额 由你们分配 二十个名额归朝安城百姓和富商 二十九个归群臣 这样的分配倒是不错 恰到好处 应该不会犯了陛下的忌讳 等等二十九个 那剩下一个呢 群臣目光悠悠看向了诸葛无名 诸葛无名咳嗽两声 缓缓地道 本相有一米 年方二八 倾国倾城 所以那一个名额 本相要了 群臣再一次脑门布满了黑线 但他们也无话可说 以宰相的资历 他们又能说什么呢 敢问宰相 那剩下二十九个名额 该如何分配 一名大臣亲身问道 诸葛无名眼中闪过金光 当然是竞价了 驾高者得 其余地方也是这样子 反正他已经拿到了一个名额 不介意坑一下这群货 所得到的白银又可能送进国库 补充大唐经济 简直是一举两得 陛下知道了 也一定会夸本相的 群臣目光闪烁着 彼此对视 似乎将对方都看成了仇敌 宰相 你说该怎么竞价 一名大臣深吸一口气询问道 诸葛无名双眼闪烁着金光 低价一千两 有一件吗 一千两 群臣都被吓了一条 一千两这可不是小数目 一般官员一个月俸禄不过几十两 这一年下来都没有一千两 这次拍卖名额 低价居然是一千两 诸葛无名却是没有降价的意思 反而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眼前这群臣虽然不是贪官 但是在朝堂这么久 多多少少都有些积蓄 一千两顶多算九牛一毛而已 群臣一阵低语 片刻后一名大臣走了出来 我出一千五百两 第一个名额各位同僚就让给我吧 你再想屁吃 另一名大臣跨步走出 老夫出一千六百两 一千七百两 老臣你不是天天说自己是清官吗 你告诉我你哪来这么多银子 你管我 远在大唐帝国东面 东夷国之上 有一座国土面积 不亚于大唐的帝国毅力 这座帝国名唤大洲帝国 其皇室 传闻乃是当初西州之后 战乱是西州皇室逃窜过去的 再次起兵后 占领了这个帝国 更名为大洲 此刻大洲皇宫内 大洲皇帝姬武正在看着手上 一封兽皮制作成的信件 他的面容只有二十多岁 很是年轻 身上那种帝王威压 比之我还要弱了许多 他继位至今不到一年 对朝堂掌控力极差 所以他迫切想要证明自己 好方便他掌控朝堂 如今听闻国土 与那传说中的大唐相接 他当然感到兴趣浓浓了 甚至想要起兵去讨伐大唐 但在街道潜入 大唐的密探传回来的消息后 他的脸色就变了 当今大唐皇帝雄才大略 在民间拥有极高的威望 对朝堂的掌控力 更是强大无比 大唐当真如此强大 这位大洲皇帝 感到了浓浓的震惊 看信封上说 当今的大唐皇帝 也是二十多岁 与他算是同龄 最为主要的是 这位大唐皇帝的手段 极其神秘 对于对方朝堂的信息 密探传来的很少 但是大唐帝国 对付东一国的战斗情况 却被记录了下来 大唐皇帝派遣密探 无形中瓦解了东一国内部 隐秘的密探 逼得东一国让开国门 后来大军连下十五座城池 本来能直接灭东一国的 大唐皇帝 却在最后时刻收手 停住战争 将天下明星进阶收拢 这这便是帝王的手段吗 一环扣着一环 看来朕还是太弱了 大唐皇帝 姬武感到浓浓的震惊 也越发对那位大唐的皇帝 感到敬佩 这便是皇帝 掌控全局 哪怕身在皇宫 依旧能布局整个天下 这才是真正的帝王啊 看看他 算什么东西 之前他居然还想要入侵大唐 人家不入侵他的大唐就好了 万一大唐真的想要入侵大唐 他抵挡得住大唐皇帝 那神鬼莫测的手段吗 大唐皇帝莫名打了个寒战 不行 一定要稳住这大唐皇帝 他连忙摆手道 来人 传阵旨意 外边的太监走了进来 参加陛下 大唐皇帝姬武连声道 传阵旨意 派遣使者 携带礼品 前往最新发现的那大唐帝国去 替大唐与大唐打造一条友好的桥梁 务必友好 若是引得大唐皇帝圣母 那那你就完了 太监吓得一身冷汗 关我什么事 这是要是皇了不应该怪使者吗 为啥怪他了 在太监猛逼之中 匆匆皆知离开 反正皇帝说啥那就啥呗 他又不敢违背 大唐朝安城皇宫 我并不知道我无形中 让一位皇帝对我产生畏惧 我正在向着太后所居住的永乐宫走去 先前本来在钓鱼 无端端有人来说 太后想要请我去一趟 我闲着也闲着 自然没有拒绝 前往永乐宫 永乐宫 我刚刚跨步走路 鼻尖便传来了一缕缕檀香之味 让我心旷神宁 皇帝 前方太后缓步走来轻声说道 我回神 看向面前的雍容妇人微微点头 还是母后这里舒服 太后笑了笑 既然皇帝喜欢这里 以后就多来哀家这永乐宫 小时候 皇帝你可是最喜欢哀家这里的 好 以后朕一定多来母后这 我笑着答应下来 旋即问道 母后派人来叫朕 是有事情吗 两人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了一张桌子面前坐下 太后看着在包橘子的我淡淡笑道 这不是听闻皇帝 你想要扩充后宫了吗 所以哀家这才找皇帝过来的 这和太后有啥关系吗 我疑惑地看着太后 太后接着道 皇帝 哀家本家那边 有一女子 年方二九 容颜绝美 哀家看皇帝既然想要全天下选秀 不妨将此女直接收入后宫先 这是走后门 我倒是不介意 只是感到怪异 太后的本家 我是太后的儿子 这是什么关系 真的不算近亲吗 太后似乎意识到这一点 放心 那孩子是哀家本家那边收养的一女 你们没有血缘关系的 我文言点了点头 那就以母后所言 将她收入后宫就行 反正我只是想要用后宫 去消耗伯库银俩 后宫的妃嫔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太后露出一抹笑容 既然皇帝你不介意 那就没问题了 哀家这就让人出来见见皇帝 也算是让皇帝过过眼 我浑身一僵 诧异地看向太后 那人现在就在永乐宫 这太后是吃定了我会答应啊 不错 就在哀家这里 亲 还不快出来见见皇帝 太后笑了笑 一挥衣袖 不一会儿 一名身穿鹅黄色衣裙 五官精致 妇如宁知的女孩缓缓走来 我抬头看了一眼 闪过丝丝惊艳 我的确被这个女孩的容颜吸引住了 不得不说 这个女孩的五官 比之我前世那些明星啥的 都要好看很多 但我好歹眼界不低 只是诧异了一下 便回神了 女孩缓不走来 念朝我行礼道 名女参见陛下 我随意地道 免礼 谢陛下 女孩站在太后身边低着头 也不敢抬头看我 太后点头 这就是了 名幻林轻一 皇帝你觉得如何 我并未回答 目光直勾勾盯着那女孩林轻一 抬起头 让朕看看 林轻一眸中闪过丝丝一丝光芒 假装羞涩抬头 脸颊露出红玉 与皇帝对视 我很直白地盯着林轻一的那双眉眸 双方视线对碰 林轻一顿时低下了头 我嘴角微微上扬 这个女孩有点意思 我能看得出来 这个林轻一内心有很多想法的 恐怕是个很喜欢玩弄一谋诡计的 这样的女孩 收入后宫正好 最好整出一场宫斗 让大唐帝国内部产生混乱 就算不能让大唐帝国混乱 那至少也能加重消耗 而且这个林轻一背靠太后 正好可以当后宫SS和其他妃子对抗 宫斗的标配啊 我想到这内心舒服了一下 林轻一对吧 从今日起你便是贵妃 入住 嗨嗨 让许公公挑的宫殿给你住 我对后宫一无所知 也不知道有什么宫殿 干脆把这些都推给许公公就完事了 林轻一听到皇帝所说激动跪地 名女叩谢陛下 我微微点头转头看向太后 母后 不介意正在此多坐一会儿吧 回去也是闲着 倒不如在这里多陪陪这个便宜母后 当然不介意了 皇帝想要留在哀家这永乐宫 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太后笑呵呵地说道 我还想说些什么 忽然外方的许公公走了进来 低声道 陛下 外方有边关加急送来的信件 据说是那个最新发现的国家送来的 最新发现的国家 难道想要进宫大唐 我眼中闪过金光 转头向着太后道 母后 看来正不能待在这里了 要先离开了 等改天正在来向母后请安 太后连忙摆手道 皇帝有事就去忙着 轻一这里 哀家会替你解决的 我扭头看了一眼林轻一 摇了摇头 跨步朝着太极殿方向走去 皇帝离开 殿内的空气都好像变得流动了一些 林轻一也是松了口气 轻一你要多适应一下 在皇帝身边的这种感觉 不然你得宠就难了 太后望着林轻一 缓缓说道 林轻一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美眸望着皇帝离开的方向 不知道在想什么 太极殿 我望着面前的兽皮信卷 眉头一挑 那个最新的国家叫大洲帝国 派遣使者 携带各种礼品来拜访大唐 这个大洲倒是挺友善的 只不过我可不想这个大洲友善 我要的是这个大洲帝国对大唐用兵 我细细思索 等这个什么使者来了 我往私里羞辱 相信这个使者回去了 那个大洲皇帝再怎么好脾气 也会暴怒的 不错 就是这样弄 到时候大洲帝国出兵攻打大唐 我就拖住朝堂这边 让大唐损失城池 国力值肯定会蹭蹭蹭地往下掉 我的回家之路不远了呀 我想到这 整个人都兴奋了 对着一旁的许公公道 传阵口语 让各地城池时刻注意大洲使者的位置 等大洲使者到了 让群臣都过来太极殿 是 陛下 许公公硬了下来 李承依旧看着下方的兽皮信卷 等这个大洲使者到了 当众在群臣面前羞辱 他就不信 这个大洲使者忍得了 大洲使者代表的 是大洲皇帝 等大洲使者返回 必然引得大洲皇帝 对大唐起兵似的吧 李承悠哉悠哉想象着 第25章 被玩坏的大洲使者 数日之后 朝安城门处 一名样貌与大唐百姓略微不同的男子 带着一支装满礼品的车队 缓缓来 这便是大唐朝安城吗 还真是繁华 看起来城墙都很崭新 男子便是大洲使者 抬头仰望着朝安城那巍峨的城墙 发出一声声惊叹 他在惊叹之后 便大步向前 走到城门处 将大洲国书帝给城门士兵观看 你好 我们是大洲帝国来的使者 大洲使者和城门士兵交谈了起来 可惜大洲使者忘记了 两国语言压根不相通 谁都听不懂谁在说话 那城门士兵一脸猛逼 听着面前的人在机里咕噜说鸟语 他又看了看大洲国书 他大字都不认识一个 更别说看得懂了 城门士兵拍了拍同僚的肩膀 问道 你看得懂这个东西吗 大字你都不认识几个 让我来吧 同僚转身 盯着大洲国书看了半天 其实他也是看不太懂 但看着身边士兵的眼神 不好意思说自己也看不懂 他咳嗽了几声 道 这个这个说的是 嗯 这是聘叔 对 聘叔 这个什么人的 再向你吓聘 后面那些东西看到没有 那就是聘礼 聘叔 城门士兵一脸猛逼 这个鸟人想要娶他 他可是男的 莫非这个吊人 喜欢玩那种花样 城门士兵顿时气恼了 提起武器就消了过去 大洲使者看到这一幕 吓得连忙往后躲 心里无穷的疑惑 这城门士兵想要干什么 难道大唐豪武到了这种程度 连入个城都要动手 那些在推着礼品车队的护卫健壮 连忙冲上前 保护起了大洲使者 一名懂得大唐语言的护卫连忙向前 大声道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这是吴大洲的使者 大洲使者 城门士兵一愣 开口道 他不是在下评书 什么玩意 双方心头都是浮现这个念头 那同僚健壮 咳嗽了几声 偷偷溜进了城里 双方在沟通后 那城门士兵脸色一下子 就变得非常难看了 再扫尸了一圈后 发现那同僚不在 只能吸了报仇的心思 大洲使者以及车队 也被放入城内 这一波下来 可是 把大洲使者吓得够呛的 没事吧 使者大人 护卫上前安慰大洲使者 大洲使者摇头 摆了摆手 到 没事 只是没想到大唐 居然如此毫无 刚刚那士兵 说的聘书是什么东西 护卫摇了摇头 他也不太明白 大洲是没有聘书 这个词义说的 他们不知道 也正常 大洲使者闻言 摇了摇头 到 那行吧 先去驿站 今天太累了 先休息一番 面见大唐皇帝的事情 晚点再说 护卫们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就在他们准备前往驿站时 一匹快马奔来 一名黑甲将军 冷眼望着大洲车队 到 你们就是大洲来的使者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大洲使者一脸猛逼 那护卫快步向前 用一口不流利的大唐语言道 尊敬的大唐将军 我们便是大洲来的使者 请问有何贵干 黑甲将军一挥马鞭 到 你们谁是主事人 跟本江走一趟 陛下要见你们 护卫和大洲使者详细说了一番 大洲使者有些意外 没想到大唐皇帝会直接召见他们 在整理了一番衣裳之后 他便带着那个会大唐语言的护卫 前往皇宫 太极殿 五百官都被召集到了这里 里程坐在高位上 努力装出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 见到皇帝这副样子 五百官都有些疑惑 不知道皇帝想要干什么 其中一名大臣 缓步走出来 左翼问道 陛下 臣有事起奏 里程淡淡嘟了一眼那大臣 白手道 现在不是早朝 可直言 谢陛下 大臣谢过之后 这才道 陛下 臣想问 对待最新发现的大洲 我大唐 该以何等姿势去面对 什么姿势 当然是撅起屁股挨打了 嗨嗨 里程想归想 表面上却是道 大唐帝国 自然要以强者之姿去面对了 待会众倾家记住 要多给大洲使者下马威 众多大臣 虽然疑惑 但也没说什么 纷纷作一 谨遵陛下旨意 还有大臣 想要说什么 但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忽然 太极殿外 有太监的声音传来 启禀陛下 大洲使者道 里程身形 微微作证 淡淡开口 轩 他身边的许公公听到 扯着嗓子大喊道 轩大洲使者敬见 轩大洲使者敬见 轩大洲使者 声音传了很远 很快 大洲使者带着那名护卫 缓步走入太极殿 大洲使者看着周围五百官 心里有些惊悚 但他代表的 是大洲脸面 这种时刻 他绝不能怂了 他走到殿中央 还没行礼 只见皇帝 里程突然开口 来人 把这两人拖下去砍了 赶左脚先踏进殿 这是在挑衅我大唐 拖下去砍头 然后 把尸体挂在朝安城城头 问 大洲使者 还听不懂皇帝的话 一脸猛逼 那护卫 却听懂吗 吓得差点跪下 连忙翻译给大洲使者听 大洲使者一脑门迷雾 他刚刚左脚踏进殿的 还是右脚先踏进殿的 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皇帝一言下 五百官愣住归愣住 可殿外语 邻军士兵可没愣住 上来就拖着两人 准备拉出去砍了 大洲使者浑身一颤 连忙用大洲语言道 大唐皇帝 大唐皇帝 我是大洲派来的使者 不能砍我 护卫翻译出来 礼成当即 把一封奏折丢了下去 似乎很是愤怒的道 你以为你是谁 大洲使者正砍不得 莫非 你觉得 大洲比朕的大唐要强 所以朕不敢砍你 那名护卫 继续充当翻译官 大洲使者 还想说话 背后的羽林军 直接用刀鞘砸晕了大洲使者 准备拉出去砍了 礼成有些傻眼 不是 你别打晕啊 我就吓唬一下而已啊 第26章 就凭你大洲也配 礼成看着羽林军士兵 拖着大洲使者 准备下去砍了 他愣在了原地 想要喊住手 可这是他亲自下的命令 也不知道用什么理由阻止 这五百官就不知道出口 阻止一下吗 干看着有啥用 吃瓜群众吗 在礼成的注视下 诸葛无名算是 回过神了 连忙站出来道 还请陛下三思 两国交战 尚且不展来时 更何况 两国未交战 关键时刻 还是战友靠谱 礼成心里 松了口气 装模作样 白手道 战友嗨嗨 宰相说得有礼 那就把人放了 暂且饶恕 若是还犯 定战不饶 宇林军士兵闻言 将大洲使者 丢在了地上 那名护卫 也是吓得够呛的 看了看昏过去的 大洲使者 连忙上去将人拍醒 大洲使者悠悠醒来 看到高位上 坐着的皇帝 吓得跪地 不断磕头道 尊贵贵的大唐皇帝 请恕罪 请恕 我不懂大唐之法 他激里咕噜说了一对话 把里成头 都搞得有些晕 只能把目光 放到那个 翻译官护卫身上 这个大洲皇帝 也真是的 难道就不知道 派个回大唐语言的使者来 非要派出这种 不会大唐语言的 麻烦得要死 护卫被皇帝一看 连忙将大洲使者的话 翻译出来 朕恕你这次无罪 若有下次 无论你是不是大洲使者 都要斩了你 里成冰冷冷地说道 护卫日常翻译 大洲使者 擦着额头的大汗 点头说是 玄机将大洲国书弟 给一名太监 太监接过 又将那瘦皮卷子 送到了皇帝面前 里成望着面前 一大堆字 大部分都是大洲的那位皇帝 想要修两国永久和睦 以及两国通商等等的字眼 这大洲皇帝 还真是够和善的 要是换做其他正常的皇帝 那肯定二话不说 就答应了 可惜 他想的是败国 而不是强国 里成思索着 抬手就把面前的 瘦皮信卷大洲国书 丢到了地上 咒没到 就凭你大洲 也配与朕的大堂 修和睦 互通商 滚回去告诉你们那皇帝 想修和睦 互通商 可以 朕很是支持 但前提是 让你们大洲的公主 嫁过来大堂 否则 想都别想 逼迫大洲公主 嫁到大堂来 这算是赤裸裸的羞辱了吧 他就不信 这个大洲皇帝 这么贵孙子 这都能忍 这样子双方战士 肯定要起的吧 到时候 国力肯定要下降 简直完美 护卫被皇帝的话 吓了一跳 深吸一口气 将皇帝说的话 全都翻译 给大洲使者听 大洲使者完全猛了下来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哼 话便到此为止 散了吧 里程摆手 向着太极殿外走去 五百官 连忙拱手作医 恭送陛下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五百官离开皇宫 大洲使者 以及翻译官护卫 自然也都离开了皇宫 前往驿站 与此同时 在宰相府内 诸葛无名换来了韩宇 两人坐在一张桌子前 品着茶 不知宰相换我来 有何事 韩宇一边喝茶 一边笑着问道 诸葛无名淡淡一笑 道 你应该看出来了吧 陛下今天在太极殿的意图 嗯 韩宇微微挑眉 道 宰相 我还真看不出陛下的意思 我只能看出 陛下 似乎想要羞辱那大洲使者 其他的 根本看不出来 还请宰相赐教 他心里 也在叹息于自己的资质愚钝 居然理解不了 陛下其中隐藏的意思 同时 也佩服宰相毒辣的眼光 居然一下子 就能猜得出陛下的意思 恐怕就是因为宰相 拥有这份毒辣眼光 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宰相之位吧 诸葛无名眯眼 看向了驿站方向 道 韩将军 解荣在下先问的问题 先前东征十万军队 如今应该还有将近八九万 在韩将军手上吧 韩瑜点了点头 道 不错 还有八万余东征军 此刻正在朝安城外的迎寨中 陛下也没下什么命令 所以军队掌控权一直在我手上 说实话 他也有些疑惑 为什么陛下不收回兵权呢 他是在朝武将 又不是镇守一方的武将 根本没必要掌控兵权 相反 兵权在他手上 还会对陛下 形成一种无形的威胁 他若策反八万东征军 那陛下就危险了 所以他很好奇 陛下是这么想的 总不会是陛下忘记了吧 以陛下的雄才大略 自然是不可能忘记的 诸葛无名相事 看出了韩瑜的想法 但笑道 我倒是觉得 这是陛下 对韩将军 你的一种信任 如今天下间的兵权 大多数都不在陛下手上 处于听调不听宣的程度 而陛下 要你掌控八万东征军 正是制衡天下间那些将军的一种方式 同时 你的存在 也是护卫朝安城的一道防线 陛下这是将他的安危权都交到了你手上 他摇着头 四在感慨 陛下对臣子的 这种莫大信任 古往今来 能对臣子如此信任的 恐怕也就当今陛下而已了吧 韩羽猛地一呆滞 眼眶控制不住地发红 之前他并没有想这么多 如今 被诸葛无名义提醒 整个人都恍然大悟 是啊 陛下这是将自身安危权 都交托到了他手上 古往今来 有多少皇帝能做到 哪怕是他的先祖 都在汉国成立后 因为触犯到汉王忌讳 被杀死了 可如今的大唐皇帝呢 直接将兵权 与自身安危 交托到了他的手上 皇帝 此生 韩羽永不背叛 韩羽心里默默许下了誓言 诸葛无名摆手 说道 好了 不说这些了 这次说的 是大洲使者的事情 如今大洲意图不明 不知道他们到底 打着什么算盘 陛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太极殿上 已经表现得非常明白了 想要威压大洲帝国 如今的大唐 已经不足以支撑起一场战事了 陛下估计也想到了 所以陛下已尽为退 用各种方式恐吓大洲使者 想要摆出一副大唐帝国 有意图入侵大洲的意思 但如今还欠缺些火候 我们身为臣子 自然要替陛下补足 你明日带那大洲使者 去参观东征军 展现我大唐的强大军力 记住 务必让大洲使者 感到大唐不可惹 第27章 大唐军威 四日一早 朝安城外 郊外东征军迎寨门口 韩宇带着大洲使者来到这里 随行的还有几名士兵 与那翻译官护卫 大洲使者 很是疑惑地道 大唐将军 你带我来军营干什么 说实话 他心底 还是有些耸耸 自从进了大唐国界后 他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 特别是到了朝安城 在城门 被士兵拔刀相向 见了皇帝 更是差点脑袋不保 要不是这个大唐将军 要带他来军营 他肯定今天就立马启程返回大洲了 韩宇齐移地看向大洲使者 他实在听不懂这语言 翻译官护卫见状 向前一步翻译了出来 韩宇闻言 眼中闪过一道冷色 不动声色地笑道 本将很是好奇 你大洲的军队 与我大唐的军队 相差有多大 所以这次请你观摩一番 我大唐的军队 翻译官持续翻译中 大洲使者连忙摇头 道 那肯定是尊贵的 大唐军队更强了 不用看了 开玩笑 在人家领土 能说人家差吗 这要是玩大发的话 头都要没了的 在听完翻译之后 韩宇咧嘴一笑 道 来都来了 怎么能就这么走了 肯定要看看的呀 说着 他拉着大洲使者 就往营寨里面走去 大洲使者压根拒绝不了 但在进营寨大门的前一刻 他生生止住了脚步 韩宇回头 看着大洲使者 不知道这个家伙又搞什么拐 大洲使者望着自己的脚 确定了自己是先踏的右脚 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韩宇看着大洲使者的模样 似乎也联想到了什么 不禁一笑 道 我要是告诉你 面见陛下时 是要先踏右脚进殿 进军营时 是要先踏左脚进来 你会不会很惊喜 翻译官浑身一颤 连忙翻译了一番 大洲使者脸色都是一白 颤抖着道 大唐将军你 你不要吓我 他是真的对这个大唐的礼法 感到恐惧了 这特么是人力的礼法吗 开玩笑 开玩笑 本将有点无聊 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韩宇似乎玩得很开心 大笑着向营寨内走进去 翻译官深吸了一口气 冷静下来 将话语翻译出来 大洲使者被吓得够呛的 面对韩宇的玩笑 他丝毫不敢有任何愤怒之心 他现在想的 只有一个念头 什么时候能回去 我想要回去 我再也不来大唐了 使者 我们还是赶快跟上吧 翻译官护卫 硬着头皮说道 大洲使者 也只能点头 跟着韩宇 走进营寨了 他们刚刚跨步走路 便感受到了 营寨内 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氛 怎么说呢 很安静 安静到了 有点诡异的程度 一个有军队居住营寨 能如此安静 也算是非常恐怖的了 韩宇头也不回 淡淡地道 大洲使者 你是否好奇 为何营寨内很安静 不妨看一看正前方 他手指一指前方 翻译官将话语翻译出来 大洲使者 顺着韩宇手指方向望去 在远方 一队对黑甲士兵 整齐站立着 前方士兵举盾 盾后士兵举兵戈 最后 方一明明弓箭手立着 这些士兵 全都一动不动 犹如雕塑 但一股无形的肃杀之气 却弥漫了出来 精兵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大洲使者 看到这些士兵的一下子 心里便有一个定位了 这支军队 绝对是全是精兵 那眼中的杀气 不是能装出来的 此人便是大洲使者 将士们 可要好好展示 我大唐的风采 韩宇笑着说了一句 在他话音落下的刹那间 面前犹如雕塑的军队 猛地动了起来 前排举顿冲锋 后排紧紧跟着 哒哒哒 不过几个眨眼的时间 韩宇 以及大洲使者等人 都被军队层层包围 盾兵不断用武器 敲打着盾牌 发出叮叮当当声 扰人心神 盾兵身后的士兵 来回跑动 兵歌相交 让人眼花缭乱 这些士兵 隐隐约约形成阵型 杀 杀 杀 一道道怒喝声 从阵中发出 大洲使者 根本没见过这种场面 脸色 一下子变得惨白 登登登 退后了好几步 差点站不稳 那翻一关护卫 也是感到恐惧 只有韩宇云淡风轻 似乎完全感受不到 来自周围的压迫力 尊贵的大唐将军 能能否停止 我已经见过 大唐军队的风采了 不必再继续演练了 大洲使者 颤抖着声音说道 翻译官继续翻译 韩宇见状 笑了笑 抬起手 在他抬手的下一刻 原本继续运转阵型的军队 顿时停住动作 重新汇聚在一起 言行令旨 大洲使者是深深感受到了 这支军队的强大了 好了 此次演练到此结束 将士们可继续自行操练 韩宇嘱咐了一句 旋即带着大洲使者等人 离开营寨 在离开了营寨后 大洲使者的脸色 才好看了一点 但那样子 似乎随时要呕吐一样 没事吧 韩宇似非似笑地道 东征郡 可是从战场上下来 不久的军队 那股杀气可不会弱了 像大洲使者 这种没见过杀气的 第一次碰到杀气 能站稳脚跟 已经算很不错了 没事 我没事 大洲使者摇晃着脑袋 问道 敢问大唐将军 像这种军队 在大唐 当属地级 翻译官苦逼翻译中 韩宇 沉吟了一下 说道 这支军队 训练至今不到一个月 你觉得呢 大洲使者倒吸了一口凉气 训练至今不到一个月 便有如此阵容 这就是浩武的大唐真正实力吗 韩宇见其模样 笑了笑 表示先送大洲使者 回朝安城 大洲使者却拒绝了 言明了 自己能回去 并且 让韩宇向大唐皇帝 转述他准备返回大洲的消息 他是真的怕了 大唐帝国 真是个魔鬼般的国家 不仅浩武至极 连军力都如此强盛 最为恐怖的 当属那大唐礼法了 若是可以 此生他都不愿意再来大唐 不 就算不可以 他也不来大唐了 就算是死 死在大洲帝国 死在东一国国界 也不再踏入大唐半部 第28章 被淘汰的秀女 关于大洲使者返航 回去大洲的事情 自然有人告诉李承 李承知道了 自然感到高兴 这次回去 这个大洲 应该会立马调兵攻打大唐了吧 快了 马上国力就下降了 他离回去的路也不远了 李承开始想象自己回去后的事情了 陛下 陛下 耳边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李承回神 抬头望去 入目便是站在他旁边的许公公 他板着脸问道 何事 这个许公公 什么都好 就是不太懂事 简单地说 就是太实诚了 什么都喜欢实话实说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许公公将手上捧着的一碗 类似于面条的东西 放到了皇帝的桌案上 低声道 陛下 贵妃娘娘听闻陛下 还未用午膳 所以 亲自煮了面条 派人送过来 贵妃娘娘 哪位 李承皱眉问了一句 许公公也是一愣 回答道 陛下 是林贵妃娘娘 林贵妃 差点忘记了 那个林轻衣啊 她想要制造的 公斗大报下 李承眯眼笑了笑 看着面前的面条 倒是不在意地吃了起来 心里暗自嘀咕 这么快就想争宠 不错不错 有那么几分公斗的模样 就是现在妃嫔还是太少了 这也提醒了她 该快点扩充后宫了 不到一会儿 她就将面条吃完了 许公公正想将碗端下去 李承喊住了对方 询问道 关于选秀的事情 怎么样了 许公公一拍脑袋 笑道 瞧瞧老奴这机型 差点忘记了 陛下 先前宰相已经来过 说朝安城的五十名女子 已经挑选完 只待陛下进行选秀了 大唐城池何其多 选秀的女子数不胜数 当然是一座城池 一座城池来了 李承轻轻点头 到 那就现在吧 进行选秀 谨遵陛下圣意 许公公连忙点头 向着外边喊道 陛下有旨 百嫁于花园 李承跨步走出 雨林卫士兵立即跟上 许公公将那个碗 丢给一个小太监 也匆匆忙跟上了李承 皇帝百嫁于花园 进行选秀 这一消息传开 在宫外等待的那五十名秀女 顿时感到兴奋与紧张 他们原本以为 至少需要等个十天半个月 才能让皇上抽空来选秀 结果没想到这么快 皇帝就决定选秀了 御花园 一片空地处 李承坐到了一张 刻画五爪金龙的椅子上 身旁两名宫女手持黄楼伞 替她遮挡着太阳 陛下 这是这次朝安城选秀的名单 许公公跨步向前 将一份奏折递给李承 李承接过扫尸了一眼 上面述说的 全都是秀女的名字 以及秀女的特长 来历等等 她也只是扫了一眼而已 压根没认真看 她要的是后宫庞大 消耗国库经济 最好再弄个宫豆 当然 要是能影响到国家安危 那就再好不过了 这些秀女 当然是全盘接收了 人越多 越容易混乱 朕已悦 此次选秀 可以开始了 李承将奏折放到身边的桌子上 吩咐了一句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许公公点了点头 退了下去 传达皇帝的命令 不一会儿 在一名太监的带领下 一名身穿蓝色衣裙的女子 走到了空地中央 这名女子开口道 名女参见陛下 名女名唤诸葛英 家父乃是诸葛 他话还没说完 一道淡然的声音 缓缓传来 过了 可进宫 周围两名太监顿时上前 准备带人下场先 诸葛英愣在了原地 这就过了 他什么都没表演呢 各种才艺都没展现出来呢 难道皇帝只看样貌 他愣住归愣住 身体还是跟着太监下场了 皇帝说 已经过了 你总不能硬是和皇帝说 我还不想过 我还想在台上秀两下吧 诸葛英下去后 又是一名女子进来 李承只是抬头看了看女子样貌 就点头 说了一句过了 旁边的两名 持着黄罗伞的宫女 看得眼皮子 一跳一跳的 他们很想问皇帝一句 他们能不能一起参加选秀 一个下午的时间 匆匆过去 很快 就到了最后一个选秀的秀女 李承百无聊赖地坐着 单手撑着下额 连连打哈欠 简直无聊到了极点 他都没想到过 选秀会这么无聊 下次绝不能自己来了 随便派个人 来糊弄一下就行了 还有多少个 李承扭头询问身边的许公公 许公公低声道 陛下 马上就是最后一个了 李承微微点头 总算快结束了 一名太监 带着最后一名秀女上场 这名秀女眼中 透着阴影冷光 但表面装得很好 来到场上后 他当即跪地 口中大呼着 名女参见陛下 愿陛下长命百岁 过等一下 你说什么 李承眉头一皱 猛地站起了身 目光冷冷望着这秀女 又是一个骤她长命百岁的 特么 她现在两百多岁寿命 还不够闹心是吧 她已经尽力忘记她 还有两百多年寿命了 这个女人 还要提起 接她的伤疤 飘了是吧 那秀女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你被淘汰了 李承冷冷留下一句话 转身离去 来人 将这秀女逐出宫内 与林军士兵 快跟上 保护好陛下安全 许公公站在原地 指挥着全场 那秀女直到被逐出宫中 都是一脸猛逼的 她不明白 自己到底哪点做错了 事业 在朝安城内 一间院子中 那被逐出的秀女 来到了这里 与几名男子会合 小姐 您被淘汰了 一名男子问道 嗯 这个皇帝 不知道她发了什么神经 秀女咬牙说道 她完全是很猛逼的 她是被调去 宜梁地区诸多大臣中 其中一名大臣的女儿 因为自家父亲 病死在前往 宜梁地区的路上 所以 她想要找皇帝报仇 弄个霍乱后宫 通过自家父亲 留下的一些人脉渠道 参加了选秀 没想到 一下子就被淘汰了 那男子护卫苦笑道 小姐 老爷生前说过 当今陛下 雄才大略 眼光毒辣 让我们不要报仇的 可能皇帝 早就看出 小姐您的身份了 念在老爷的份上 所以 有意放您一马呢 第29章 大洲皇帝的效仿 秀女听到护卫这么说 那张俏丽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不甘 紧咬银牙道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就这么错失这个机会 说不定皇帝 只是单纯看我其他方面 不适合而已 并不是看出了我的打算 皇帝也不是神 没看出来 护卫苦笑着道 小姐 大唐东征之战 便是当今陛下 以神鬼莫测之手段 将密探安排到天鹰关内 并且 无形中瓦解了东夷国 才有东征之胜利的 当今陛下 真的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对这场报仇 根本没有任何信心 皇帝的威名 让他生不起一丝 反抗的心思 特别是近些日子 皇帝的手笔 每一次都无不证明了 当今皇帝的才能 皇帝乃是当代明君的形象 早已经深入明星 包括他 都对皇帝 有一种敬畏感 秀女却依旧坚持着 道 不 无论如何 我都要再尝试 几名护卫 对视一眼 皆是无奈 其中一人道 那小姐 接下来你想要怎么办 你已经在选秀被淘汰了 秀女围情美眸中 闪烁着阴逸冷光 缓缓地道 秀女在过了选秀之后 都会先返回家中 我想要用钱财 将一名秀女替代了 我记得秀女中 有一部分 是民间出身的 几名护卫 皆是感到心惊 小姐的打算 本来就是杀头的大罪了 但那个只是打算 还没真正实现 想要霍乱后宫 没点实力可不行 如今取代秀女 这可是真正的犯罪 一旦被发现 绝对会被视为 挑衅皇室威严 桌连九族的 大洲帝国 在大洲使者 回到大洲后 便被大洲皇帝 姬武立即召见了 当大洲使者 将在大唐发生的全部事情 都告诉大洲皇帝后 大洲皇帝 整个人 犹如化为雕塑 一动不动 两国互通商 修和睦的代价 就是要大洲公主 嫁到大唐去 这不是赤伯国的羞辱吗 身边一名太监健壮 连忙跪下道 陛下 大唐如此弱大洲 陛下怎能忍 他觉得大洲皇帝心里 肯定有无穷慕火 他需要做的 就是顺势提出 让皇帝爆发怒火 这样一来 说不定以后皇帝 念及他懂事 会将他的身份地位 提升一二 事实也是如此 大洲皇帝 几乎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内心压抑着一股滔天怒意 质问使者 说道 莫非大唐皇帝 想要挑起两国战争不成 那大洲使者 颤颤巍巍地道 陛下臣 臣觉得 那大唐 就是想要挑起 两国战争臣 这些日子观看 大唐毫无至极 一言不合便是拔刀相向 并且大唐的军队 无比强大 臣曾经见过大唐 一直训练不足粤鱼的军队 实力之强 恐怕我大洲 根本无军队能敌 依臣看 大唐皇帝 恐怕是对大洲有歹心 只是师出无名 所以想要我大洲 先行进攻 大唐皇帝 激武瞳孔猛的一说 他莫名联想到了 先前大唐皇帝 所做的一切 大唐皇帝最擅长 布局天下了 莫非 这次同样大唐皇帝的布局 十有八九世了 而他却连对异者都不算 只能算身献棋局的棋子 任由大唐皇帝戏弄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细思极恐 激武下的一身冷汗 胸口上下起伏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就差那么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 他就真的要陷入 大唐皇帝的布局了 大唐皇帝当真是可怕 可能早就算准了 他会因为愤怒而起兵 索性他在最后关头醒悟了 看来 他和大唐皇帝 虽有差距 但也不是不可逾越的 激武想到这 心中又是一阵舒适 陛下是否需要奴才 去通知五百官聚集 商讨战事 那太监自以为是的道 激武表情一将 玄机满是愤怒的将一件 茶具丢到太监身上 暴怒吼道 我大周就是因为 你这种愚蠢的人太多了 才会变成这样 来人 把这个狗奴才 拖出去砍了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太监精恐磕头大喊 殿外走来的士兵 可不管这些 走进来 就直接将太监拖了下去 那大周使者 看着这一切 感到内心冰凉 该不会皇帝暴怒之下 要将他们杀了些分吧 正在大周使者低着头 努力降低存在感时 激武忽然道 你起来吧 大周使者闻言 浑身一僵 略微诧异 皇帝居然真的没想杀他 他颤抖着身子站起来 激武坐稳了身子 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发出咚咚声 他皱了皱眉头 道 朕准备让你护送我大周公主 前往大唐 你意下如何 大唐皇帝 既然想要他们 大周先发起攻击 那他偏偏就不如 大唐皇帝所愿 反其道而行之 直接顺着大唐皇帝的意思 将公主嫁过去 两国修和睦 互通商 这位激武皇帝 看向了大唐方向 他嘴角含笑 好像看到了大唐皇帝 惊讶的样子 大唐皇帝 想不到吧 大周还有一位 能看透你心思的皇帝作证 那大周使者犹豫地道 陛下臣 在离开大唐前 曾经向天帝发过誓言 绝不再踏入 大唐一步 否则 便是天打雷劈 敢问陛下 能否派其他人去大唐 激武狠狠瞪着大周使者 咬牙道 那你是想要被朕现在砍了 还是想要未来天打雷劈 大周使者身躯一阵 连忙跪地 义正言辞地道 陛下乃是天子 既然是陛下 让臣去的 想必天帝 必然会行个方便 让臣去一趟大唐 另外 臣最喜欢去大唐了 大唐那可好玩了 那就你去了 激武点了点头 道 朕官大唐皇帝 免费替百姓修建屋子 收拢民心的手段不错 朕也欲效仿之 朕书写一道圣旨 你将圣旨传出去吧 大周使者自然应命 激武不知道的是 他这一道命令传出去 引格无数贪官都露出了头 在压迫百姓修建的同时 还执行各种贪污 使得大周首都的百姓 变得更加怨恨朝堂 第三十章 微服出巡朝安城 朝安城 皇宫内 李承躺在龙床上 望着面前的湛蓝色荧幕 今天又是检测国力值的一天 比起以往的惊心动魄 现在的李承 却是淡然无比了 悠哉悠哉躺在床上 静静看着面前的湛蓝色荧幕 开始检测本周国力值 检测当前大唐帝国国力值为 1479 奖励宿主受命9年 当前宿主受命 230年 国力提升具体来源 请宿主自行查看 这才提升了9点而已啊 李承有恃无恐 反而带着浓浓的笑意 淡定 继续增加吧 反正等大洲打进大唐 那国力肯定疯狂掉 增加再多也没用 到时候一波调完 系统 你就慢慢增加吧 等调完国力 老老实实带我回去 他懒洋洋地点开了具体查看 面前湛蓝色光幕的字体 发生了变化 国力提升具体如下 武镇射敌国 一军事 一明星 二经济 这又是些什么鬼 李承有些发愣 震慑敌国 东一国被打怕之后的后遗症吗 那军事 明星 经济又是怎么回事 他想不明白 真的 每次无端端 就突然增加国力 他看不懂 不过 通过这么久的国力增加 他心里隐隐约约 也有些猜测了 估计这都是大唐 其他地方的努力 毕竟大唐这么大 很多地方 他都管不到 但是他能非常有胆气地说一句 朝安城 以及附建城池 绝对不会贡献任何国力提升 在他的败国政策之下 也不可能有机会 贡献国力提升 要是朝安城 以及附建城池这样 都能帮助国力提升 那他能立马把底下这张龙床给吃 李承摇了摇头 将这些想法 都打消掉 管他那么多 反正 他很快就要回去了 国力值再高 最后还是要掉光 李承想到这 不禁一笑 从龙床上起身 伸了个懒腰 陛下 陛下 门外 徐公公的声音传了进来 何事 李承望向门外 平淡地问了一句 陛下 第二次选秀已经准备齐全了 是由宁阳城送来的秀女 如今已全在宫外等候 陛下看何事 可再进行选秀 徐公公声音很轻 似乎怕惊扰到了皇帝的休息 李承听到这句话 嘴角狠狠一抽 打死他都不想要再去玩什么选秀了 太特么无聊了 最主要 他只是想要扩充后宫 又不是真的想要选秀 徐公公 你吩咐人去一趟永乐宫 请太后去玉花园 替朕选秀 就说朕事务繁忙 无法前去 李承果断将选秀这种事情 交给自己那便宜母妃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说什么 他也不想再去玩那什么选秀了 记忆之中 也的确可以 让太后代替皇帝 进行选秀 先帝时期 似乎就有这么干过 是 陛下 徐公公当即想要去执行皇帝的命令 李承思索了一下 又叫住了徐公公 说道 等会儿 随朕出宫一趟 朕欲要去朝安城内逛逛 来这个大堂这么久 他一直都待在皇宫 还从来都没有出去过呢 反正闲着也是无事 正好可以出去逛逛朝安城 被他的败国政策 毁坏成什么样子了 徐公公听到陛下 想要出宫 整个人都紧绷了 连忙到 还请陛下稍等 荣老奴 去调动羽林军 另外城内防卫军队 还有城外的东征郡 都先调进城内 以守卫陛下之安危 我出个宫而已 你弄得和打仗似的干嘛 李承翻了个白眼 白首道 朕要微服出巡 不必弄那么大阵仗 微服出巡 徐公公愣在原地 没想到皇帝 居然无端端想要微服出巡 陛下 就算你想要微服出巡 也要带上一些护卫 另外暗中守卫的力量 也要加强 他十分关心得到 皇帝的安危 乃是一国之罪 特别是如今的皇帝 李承的安危 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因为李承 没有任何子嗣 一旦李承 出了任何差错 那对大唐 将是滔天之灾祸 如今 大唐皇室 除了皇帝之外 就剩下一个镇西王 再无其他 可以说 如果皇帝出了差池 镇西王 绝对压不住场面 大唐避乱 行 别太招摇就行 李承皱眉 也是有些无奈 他只是出去逛逛的 这么麻烦 反而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 许公公立马下去准备了 原本早晨李承 便准备出去的 足足拖到了下午 才完成了一切布置 李承坐在了一辆马车上 有许公公 与另外一名高手 互为驾车 一路畅通无阻地 出了皇宫 开玩笑 皇帝要出宫 谁敢来 那些雨林军士兵 也早早接到了通知 放马车畅行 出了皇宫 马车继续奔行 李承拉开车帘 向着外边看去 入目所见 便是一座座 被翻新过的民宅 民宅高低不一 有的宅子很宽高 有的宅子 是一座院子 有的宅子 仅仅是一间小房子 有不少身穿不一的人 坐在自家门蹲前 手里 拿着碗 再吃着一些东西 脸上一出幸福的笑容 就是这么不雅的一幕 却形成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 坐在马车上的里程 皱了皱眉头 嘀咕道 不应该啊 我都这么败国了 为什么这里的百姓 还活得这么自在 而且 朝安城住着这么多奸臣 还有我那大唐好战友在 朝安城的百姓 不可能还这么舒服的 他心底生起了一抹疑惑 他有种感觉 朝安城内 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在 所以 朝安城才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李承仔细思索着 可惜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许公公 进来一下 他开口说道 在驾车的许公公 当即将缰绳丢给了一旁的高手护卫 转身探头进车 问道 陛下 老奴在呢 李承正想开口问问 许公公知不知道 朝安城的事情 忽然 外方一道大喊声响起 抢劫啊 抢劫 抢劫好啊 李承双眼猛地一亮 朝安城 还是没那么安稳的吗 第31章 人才行不上书 李承从马车上望去 在他视线下 一名跑得飞快的男子 抢夺了一名妇女的包袱 快速逃离 那妇女只能站在原地 焦急地喊着 沿途路人想要帮助 但那男子跑得却很快 根本不给路人拦截的机会 陛下 要不要拦截 许公公轻声问道 李承却摇了摇头 表示不用拦截 开玩笑 这种抢劫事件 他拦截干嘛 朝安城那有抢劫事件 还不是说明 治安不怎么定 这种事情 可是败国之事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出手去拦截 对了 管理朝安城治安的是谁 可真是个人才 李承双眼放光 他就喜欢这种 会败国的人 虽然只要等大洲帝国打进来 那国力基本上完完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多提拔一下这种人才的好 李承目送着那盗贼离开 悠悠地问道 朝安城治安是归谁管的 人才 必须提拔一二 可这话落到许公公耳中 却是身躯一凉 觉得皇帝愤怒了 他连忙说道 陛下 朝安城的治安是归朝安城令管的 朝安城令又是归刑部管的 归根结底 是刑部尚书罗阳管理这一切的 刑部尚书罗阳 李承心里默默给对方点了个赞 他缺的就是这种人才 去刑部尚书府邸 他白手道 他觉得 需要去亲自鼓励一下 这位刑部尚书 务必贯彻败国政策 多贪污 少管事 六字真言 是 陛下 许公公应了一句 驾车前往刑部尚书府邸 他心里默默为刑部尚书感叹悲哀 这都能被皇帝撞见抢劫事件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刑部尚书府邸 此刻刑部尚书正在为自家儿子满月举办酒宴 其酒宴上宴请了各方大臣 聚在一起喝酒 刑部尚书罗阳也是面带喜色 自从刑部的那些蛀虫被陛下调走之后 整个刑部就落到了他的掌控之中 全力得到统一 而且有天了一子 由不得他不开心 在开心之下 罗阳便频频向着诸多同僚敬酒 脸上全是笑意 诸多同僚也笑着回敬 真是羡慕罗尚书呀 如今执掌整个刑部 又喜天贵子 双喜临门啊 是啊 是啊 最主要当今陛下雄才大略 罗尚书可谓前途无量啊 罗尚书的女儿也是入了宫的 则则 这福建 面对诸多同僚的拍马屁和调侃 罗阳都是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他心情也是颇为愉快的 没有谁不喜欢别人的 拍马屁 当然了 在他们心中 也只有当今陛下不喜欢拍马屁而已 当初那个沈大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老爷 老爷 突然 一名下人快步走来 脸上带着惊慌之色 罗阳醉意熏熏地问道 什么是这么急 今天是我儿子满月的大喜日子 就是陛下来了 也不用这么着急的 那下人闻言 脚步顿时放慢了一些 走到罗阳身边 呼吸了一番空气 将情绪稳住 一点都不着急述说事情 罗阳也是愣了一会儿 哈哈笑道 对 就是这样子 不要着急 有什么事情 我替你扛着 慢慢来 下人点了点头 变得有些悠哉的道 嗯 老爷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陛下来了 在府门外 让奴才来通知老爷您一声 罗阳醉熏熏地摆手道 这算什么事啊 不就是陛下来了 他说着说着 声音戛然而止 双眼猛然瞪大 醉意一下子就散去七成 陛下来了 罗阳立马跳了起来 狠狠拍了拍下人的脑袋 怒声呵斥 该死的玩意 陛下来了 还敢这么慢禀告 下人 不是你说陛下来了 也不用这么着急的吗 怎么就怪我了 罗阳连忙站起身 朝着府门外跑去 同时还招呼着同僚们 一同过去 刑部尚书府邸大门处 李承望着门口那两只石狮子 心情颇为愉快地观看着 旁边的许公公 很是不爽的道 陛下 您乃大唐皇帝 何必等他一个尚书 过来再进去 李承却丝毫不在意 轻笑道 罗爱卿乃是功臣 朕等等也无妨 他这句话 并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单纯夸罗阳 这位败国之才而已 可落到许公公耳中 却变了味道 今日陛下亲眼目睹了 朝安城内的治安 如今 必然是来找刑部尚书算账的 越是怪异 就越能感受到 陛下心中的怒火 刑部尚书 怕是要完蛋了 修修修 远处 一名身穿百姓衣上的护卫几个 跳跃之间赶来 走到皇帝面前 丹西贵地 低声道 启禀陛下 边关那边传来的大洲的消息 此刻消息已经抵达皇宫 大洲的消息 莫非大洲对大唐起兵事了 李承内心感到的腹底 他没空等这位人才了 许公公你留下 等罗爱卿出来 你替朕转告他 多鼓励一下他 记住 是鼓励 李承特意在鼓励两个字上 加重了语气 希望许公公能多表扬 一下这个刑部尚书 他说完 不带许公公答应 起身返回了马车 有两名护卫驾车 快速朝着皇宫返回 许公公站在原地 愣了一下 刚刚陛下那个语气 是让他多警告 一下刑部尚书 还好 也亏陛下很忙 不然这个刑部尚书 可就遭殃了 许公公叹息了一声 拍了拍衣袖上的陈辉 静静等待刑部尚书 过了一会儿 罗阳才带着一大帮子 朝堂成员出来 罗阳快步走出来 只看到站在原地的许公公 连忙上去 问道 许公公 陛下呢 许公公没有给对方好脸色 冷哼一声道 陛下有大事在身 早就走了 你也索性陛下有事 否则你人头都要不保 问 罗阳剩下的那些罪意 瞬间消失的一干二净 冷汗打湿了他的衣裳 他低声询问道 许公公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到底犯了什么错 谁能告诉他 第三十二章 大洲皇帝属乌龟的 新年快乐 许公公离开了 留下了一脸绝望的罗阳 许公公在离开前 还是私自和他述说了皇帝 今天的遭遇 其中包含了一些 皇帝的想法 嗯 当然了 这些想法都是 许公公自己的猜测 不明所以的罗阳知道了之后 顿时便感到了人生黯淡 被皇帝记上 他现在不死 早晚也得死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罗阳生无可恋 旁边一名同僚健壮 不忍得道 罗尚说 你或许可以去找找诸葛宰相 他是最了解陛下的人 说不定宰相 有什么办法挽救一二 对 他还有的救 诸葛宰相 罗阳瞬间双眼 充满了光彩 拱手道 大恩不言谢 诸位同僚 容我先去宰相府一趟 诸多同僚都是环礼 罗阳当即骑着一匹马 前往宰相府 等罗阳来到宰相府时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这丝毫影响不到他的求生欲 很快 他来到了宰相府门前 快速下马 冲进宰相府 宰相府门前的护卫连忙拦住 大声喝道 挨者何人 胆敢擅闯宰相府 找死不成 罗阳这才回过神 自己实在太失态了 自己好歹也是堂堂刑部尚书 他收拾了一下衣裳 取出一块身份令牌 这才到 在下乃是刑部尚书 特来拜访宰相 看守大门的两名护卫左右 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人接过令牌 进去通报了 另一人站在原地说道 还请您稍等 他已经进去通报 宰相老爷了 罗阳点了点头 脸上的焦急 始终未曾散去 过了好一会儿 那名护卫 终于回来了 将身份令牌递回去 道 还请罗尚书进内 宰相有请 罗阳匆忙 结果身份令牌 连忙走入宰相府内 当他走到大堂时 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椅子上喝茶的诸葛无名 罗阳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宰相面前 大喊道 宰相救我 诸葛无名皱眉 将茶杯放下 问道 什么事 好歹你也是朝廷重臣 注意一下身份 事关性命 我也不想这么狼狈 罗阳气喘吁吁地道 诸葛无名彻底疑惑了 罗阳好歹 也是朝廷重臣 什么事情 能够威胁到对方的性命 在他疑惑之中 罗阳将发生的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糊涂 诸葛无名听完之后 忍不住怒骂了一句 早就让你多注意一下治安问题了 你偏偏不听 现在好了吧 被陛下看到了 陛下之所以 没把你们调走 便是认为 你们乃是忠臣 而非国之蛀虫 如今 你居然管理成这样 岂不是自己找死 他语气中 也是带着浓浓的无奈 罗阳闻言 激动地道 宰相 你一定要救我呀 诸葛无名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道 亡羊补牢 为时未婉陛下 既然没直接向你动手 便证明你 还有补救的机会 罗阳一脸猛逼 很是迷茫 看罗阳的样子 诸葛无名 又是忍不住皱眉 唉 陛下恐怕也是 一时心有不忍 才放过了这个家伙 否则 怎么可能让这个家伙 来见他呢 可惜 这个家伙 居然看不透陛下 给予他的一线生机 还是那句老话 陛下之志 除他之外 再无人能看懂 诸葛无名眯了眯眼 道 你是因为治安问题 被陛下记上的 当然要从治安抓起 以陛下的眼力 你的一举一动 自然会被关注 只要让陛下看到你的才能 你才能在接下来得到重用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治安 罗阳浑身一颤 眼中闪过明雾 左一道 我懂了 多谢宰相赐教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回去 着手整理整个朝安城的治安 说着 他便准备走出去 罗尚说 等等 诸葛无名喊住了罗阳 淡淡地道 陛下乃是真正的明君 立志做那千古一地 若是我们能辅佐陛下 整治大唐 并且开疆阔土 未来 说不定能名传千古 罗阳身躯一颤 站在原地驻足了几秒 深深吸了一口气 头也不回得到 我明白了 他心中莫名燃烧起了一股斗志 那是他曾经逝去的斗志 即为臣子 当尽力辅助君主 以前先帝昏庸 那他就默默于过去 那也就算了 可如今的皇帝 雄才大略 他没道理继续沉寂 诸葛无名 看着罗阳离开 摇头一笑 自言自语道 陛下呀陛下 你想要的目点 是不是这样呢 他是越来佩服皇帝了 以皇陪为暗面底牌 暗中收拢关中地区 这种国之粮仓 右点韩宇为军方将军 等同于东征军 进阶为皇帝所用 如今右点罗阳 必然想要令整个天下 治安平定 布局天下 一步一骑 陛下想要的 很多呀 此生能亲眼见到 陛下这等明君出世 无名死而无憾 诸葛无名目光闪烁着 喃喃自语 皇宫内 太极殿中 李承瞪大了眼睛 望着他面前的信卷 没逗他完 大周皇帝妥协 将大周最美的女子 也是一名公主 嫁给他这个大唐皇帝 两国从此修和睦 互通商 这个大周皇帝 这么归孙 叫他送公主 他还真的送 李承真的是脑袋有点转不开 这个大周皇帝 属无归的吗 这消息没出错 李承望向下方 一个送信使者 质问道 那个送信使者恭敬道 陛下 此消息 是大周那边 亲自传来的 我们经过 翻译后得到的 如果大周那边 无误的话 那么 就没有出错 这个大周皇帝 也太狗了吧 李承抓狂 不行 不能这么想 万一只是他想多了呢 大周皇帝 说不定想要 来一出名修遣道 暗渡陈仓呢 让大周公主嫁过来 然后背后 派兵骑大唐 说不定那公主 也是假的 对 一定是这样的 李承心里安慰着自己 努力稳住情绪 大周帝国 入侵大唐 他拖住大唐的支援部队 这是他败国的主要方针 可千万不能出错呀 出错那他就淡疼了 这还有两百多年寿命呢 可不是开玩笑的 李承默默祈祷着 第三十三章 乌归国 三日之后 咚咚咚 皇宫的钟鼓声敲动 低沉的鼓声震动人心 五百官接到皇帝旨意 都赶到了宫内 因为大周的队伍 已经到了朝安城 随行的 还有大周的公主 为了表示大唐的欢迎之意 五百官自然要前来 太极殿内 李承坐在最高位上 望着下方的五百官 目光微微闪烁 到了现在都没有发现 大周有名修潜道 暗度陈仓的意思 难不成那个大周皇帝 真的属乌龟的 不惜把公主送过来 也不肯起兵戈 我倒是要看看 大周皇帝 这个乌龟能有多人 李承心底暗自思索着 等这个大周公主来了 找个机会 直接打入冷宫 可以行 大周公主便像可以说是 大周帝国 大周皇帝的颜面 他这样打大周皇帝的脸 他就不信大周皇帝 还能忍得了 启禀陛下 大周公主 以及大周使者 已到宫门外 许公公走进皇帝身边说道 宣 李承回神 嘴唇轻起 吐出了一个字 许公公点了点头 站在上面 扯着嗓子喊道 奉陛下旨意 宣大周队伍觐见 奉陛下旨意 宣大周 他的声音传了很远 过了一会儿 两个人在雨林军士兵的带领下 来到太极殿外 这两个人 其中一人是之前的大周使者 另一人是一名穿着白色衣装 面带青纱 身形恶娜的妙龄女子 当两人跨步准备走入太极殿时 原本老神在在的五百官忽然一转目光 全都望向着两人的脚 当两人跨步进殿后 五百官才一开了目光 互相对侍着 是右脚先进殿的吧 是右脚 两人走到殿中央 大周使者一如既往的跪地 然后说了一堆几里咕噜的鸟 倒是那女子 也就是大周公主 很是标准地行了一礼 口中说着不太流利的大唐语言 大周公主机宁见过尊贵的大唐皇帝 她的声音非常好听 犹如天爱之音 让五百官都不禁 微微失神 李承却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那双深邃的眼眸 冰冷冷地落到了大周公主身上 倒 起来吧 大周公主微微汗手 站起身 轻声道 臣妾奉我大周皇兄之命 嫁与尊贵的大唐皇帝 希望大唐皇帝 你能信守承诺 与我大周互通商 永修和睦 她的语气不卑不亢 引得五百官 皆是暗自点头 这个女子 倒是很有气度 面对五百官以及帝王 居然还能保持这种气度 李承却浑然不在意 她眯了眯眼 道 你们大周的皇帝 是不是和乌龟有点像 她要当众羞辱 这大周使者和大周公主 本来她也不想的 可这个大周皇帝 实在太能忍了 她要拜国力 绝不能让这个大周皇帝忍下去 大周公主 微微一愣 问道 敢问尊贵的大唐皇帝 乌龟是何物 李承忽然笑了 说道 一种很窝囊的动物 挨打指挥缩头 你觉得和你皇兄像不像 这 五百官 全都愣了一下 皇帝这意思 不就是讽刺大周皇帝吗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他们都搞不明白 皇帝的意思 最后很有默契地 将视线转移到了宰相 诸葛无明身上 诸葛无明摇了摇头 一个眼神示意过去 陛下自有深意 五百官 收到 不仅仅是五百官愣住 大周公主 同样呆滞了一下 她的那双眉眸中 划过丝丝震惊 她在来之前 她的皇兄 曾经与她说过 大唐皇帝的想法 那时候 她还执着地劝她的皇兄 那都是大唐皇帝部下的遗证 只要出兵 必能让大唐显出原形 这都是她根据 大唐如今国力 以及大唐 刚刚经历过 东征之战 得到的结果 大唐 根本无力在打仗 可她的皇兄不信 一意觉得 这都是大唐皇帝的布局 她最后只好 嫁到大唐来 但是现在 她自己都有些梦了 难道真的是 她看错了 大唐 其实有很多 隐藏力量 不然 为啥大唐皇帝 会这么狂妄 这位大周公主 学过观察眼神的本事 她看得出来 大唐皇帝的眼神中 有着灵动 明显一由所指 绝非是狂妄 大唐真的 在逼大周用兵先 然后师出有名 再出兵 顺势攻打大周 一瞬间 大周公主 下出了一身冷汗 幸亏皇兄 没有听她的 否则 她就是千古罪人了 等有空了 一定要写封信给皇兄 告知对方 千万默起刀兵 怎么 难道你觉得你皇兄不像吗 李承淡淡笑着道 既然大唐皇帝 想要打大周的脸面 让大周发兵攻打 那她就绝不能中计了 大周公主 机宁摇了摇头 倒 的确像 尊贵的大唐皇帝 真是豪彩 能想到如此绝妙的动物 挨打就缩头 只有去 李承 五百官再次对视 皆是暗自点头 宰相说的果然是对的 陛下 自有深意 李承心里疯狂吐血着 谁能告诉她 这特么怎么回事 大周帝国 难不成是个乌龟国不成 皇帝能忍 公主更能忍 我特么星号星号 你个大星号星号 李承就差拍桌起 当面质问了 大周公主 看到李承的眼神后 更坚定了 这个眼神 是失望 大唐皇帝失望她 没有愤怒 果然 大唐皇帝的索图是 整个大周 她愣了一下后 取出一封信件 到 尊贵的大唐皇帝 这是我皇兄 让臣妾带给您的信 郁闷的李承 摆了白手 让许公公将信拿了上来 李承将信拆开 细细阅读了起来 信上内容 大唐皇兄 嗯 且容赈称一身皇兄 毕竟有能者为常 此次大唐皇兄 所有表达的意思 偶然间 被余帝知晓了 但无奈余帝 无力与皇兄对弈 只能选择 放弃此次对弈机会 待来日 余帝在与皇兄 好好切磋一番 余帝败上 嗯 李承看完之后 双眼微微一瞪 这个大周皇帝 知道他的意思 难不成是大周 没有力量对抗大唐 所以不敢打 又或者是物资不够 他觉得 他该干点什么了 第34章 朕更喜欢他们攻斗 李承细细思索着 既然对方没能力攻打 那就直接送过去 就完事了 莫军想 没事 我给你送白银 莫甲昼 没事 我给你送过去 怕我们大唐的军力 没事 我把大唐各地军事部署 全都画给你看 你只需要使劲打就行 他越想越激动 看向大周公主 和大周使者的眼神 也温柔了不少 使者先下去吧 大周公主 便留在后宫吧 诸多大臣 也可以散了 李承摆手 让群臣都散去 让大周公主 留在后宫 意思再清晰不过 收入后宫 他也稍微改变了 一下想法 不必把这个机宁 打入冷宫 收入后宫就行 只要大周皇帝 肯出兵攻打 一切都好说 吴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吴百官缓缓告退 大周公主机宁 也在太监的带领下 前往后宫 一下子 场面就空荡了 只剩下李承 一个人坐在高位上 许公公 陪伴在他身边 看到皇帝 在出神思考 也不敢打扰 静静站在一旁 低头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 李承才忽然开口 到 许公公 陛下 老奴在呢 许公公连忙回应 李承悠悠地到 传阵旨意 赐大周皇帝 白银一千万两 甲咒一万件 战马一万匹 他一连说了一大堆东西 全是赏赐给大周皇帝的 以赏赐之名给东西 这样不仅仅 能壮大大周帝国 还能激怒大周皇帝 陛下 这这是不是不适合 许公公低声问道 先不说赏赐之名的事情 就说这些东西 是不是太多了 许公公 你可记住了 朕的决定 你只需要执行 不需要反驳 李承回头 邓为严许公公 何斥道 上次骂他丑的事情 还没算账呢 现在还敢质疑他 他就是光明正大败国了 怎么爹 谁叫他是皇帝 更何况 如今朝堂只剩下奸臣 谁敢拦他 是 是 还请陛下恕罪 老奴知错了 许公公连忙低头 李承微微点头 将传国玉玺 交给许公公 让对方去通知各部门 配合他 毕竟调动这么庞大的物资 用口语 是肯定不行的 必须用到玉玺 在许公公离开后 李承便起身 走出了太极殿 陪伴在他身边的 是几名小太监 在外围 还有一队羽林军士兵 皇帝出行 无论在宫内宫外 都是一等一的大事 李承既觉得这有些麻烦 但却很享受这种感觉 陛下 我们去哪里 一名长相俊秀的小太监 轻声问道 李承旦淡读了一言 到 去玉花园 另外 你觉得朕长相如何 自从被许公公说 他颜值比不上 这些小太监后 每次看到这些小太监 他都觉得怪怪的 有种淡淡的隔音 那小太监文言 不敢抬头 心里反复纠结 许公公曾经暗自教导他们 说碰到陛下 一定要实话实说 可直觉告诉他 他要是敢实话实说 一定会死得很惨的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感受到皇帝的眼神 小太监 犹豫了一下 闭上眼睛大声说道 陛下英俊潇洒 非我等能别 还望陛下 下次千万莫问我等 用我等下人之嘴 描述陛下之容 简直是玷污了陛下之龙年 李承顿时乐了 还是这个人时尚啊 尽说些大实话 是个人才 比许公公那憨批好多了 下去领赏 你很有前途 不错 但是 下次千万不要说这些大实话 懂了吗 李承脸上带笑 拍了拍小太监的肩膀 旋即迈开脚步 向前走去 那小太监脸色一喜 连声道 多谢陛下赏赐 你们几个 快跟上 百嫁御花园 被皇帝夸有前途 那不是人人都有这待遇的 瞬间就让他那颗小心脏 变得飘飘然了 御花园 李承走来 那些雨林军士兵 很有默契地分成两队 隔三四名留下一个人站岗 这些士兵都习惯了 皇帝每次来御花园 基本上都要玩个半天 他们只需要做好护卫工作就行 事实也是如此 李承刚刚来到御花园 便打算去亭子处 晒会太阳仙 他刚刚准备去亭子 还没走到 便听到了亭子处 嘻嘻嘻嘻的一些声音 李承微微挑眉 能到御花园 来得闲玩的 除了他 便只有太后 可太后那久居 深宫的性格 压根不会出来 是后宫的那些秀女吗 有趣 他倒是想要看看 后宫这些秀女平常 是不是在勾心斗角了 要是不在勾心斗角 那要他们有何用 全部踢出去 换一批机会号前 又会宫斗地过来 李承走近 通过一处花丛 望向前方一座大亭子 隐隐约约 他能看得到 那座亭子内 许多女子 坐在上面聊天 因为距离太远 他听不清这些女子 到底在聊什么 不过 光看场面 倒是挺和睦的 李承皱了皱眉 退后了几步 抬手 把刚才那名 喜欢说实话的太监 叫了过来 陛下 奴才在呢 小太监连忙过来 说道 为何这群秀女选世 会在这里 去打听打听去 李承摆了摆手 秀女进后宫 便不再称呼为秀女了 而是选世 除非得到封赏 否则只有等到事情之后 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好嘞 陛下稍等 小太监立马跑了出去 李承站在原地 一边观望亭子内 一边思索着 说实话 只要大洲帝国攻打大唐 那基本上 他的寿命会被扣光的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做两手准备 让大唐内部乱起来先 然后再遇到大洲攻打 雪上加霜的情况下 别说败那点国力了 就是亡国都有可能 过了好一会儿 小太监才重新跑了回来 气喘吁吁地道 陛下 奴才找几个选世的奴婢 打听了一下 诸位选世 是打听到了陛下 经常会来御花园 所以才经常聚在这里的 这些选世想 要争陛下的宠爱吧 争宠 李承双眼一亮 这么说 还是有一点宫斗的模样啊 小太渐渐撞 眼珠子一转 问道 陛下 您是不喜欢选世们争宠吗 李承摇了摇头 你一眼道 争宠可还不够 朕更喜欢他们宫斗 走了 今天不去御花园了 回去 说完 他跨步朝着御花园外面走去 小太渐目光闪动一二 他好像得到了什么情报 第35章 诸葛课堂开课了 是夜 冷风吹过略显寂静的皇宫 一队队与邻军士兵手持火把 巡逻着皇宫 在一间宫殿内 大周公主姬宁坐 在一张桌子前 手里捧着一本大堂的传记 看得津津有味 偶尔看到一些他不懂的字眼 也会细细查看 实在不懂才问身边一些奴婢 公主 一名小太尖撬了敲电门 轻声说道 基宁将传记放下来 美眸淡淡望向那小太监 道 不必称呼我为公主 我是大唐皇帝的后宫家里之一罢了 大唐皇帝未给我名分 便以选室称呼就行 那小太监连忙点头 道 是 基选室 基宁微微汗手 轻声道 我让你送去给大周使者的信 你送过去了吗 他一定要提醒一下自家皇兄 千万莫对大唐用兵 他到现在为止 多多少少听说了一些大唐皇帝的事迹 加上在太极殿时 观察皇帝的眼神 他已经认定了 大唐皇帝就是想要对大周用兵 从这些奴婢口中都能得知 当今皇帝立志成为千古一帝 曾经在朝堂 言出连唐太祖都不放眼里 这样的一位雄才大略之帝王 怎么可能会对大周没想法呢 但只要师出无名 他相信看中名誉的大唐帝国 不会无端端出兵的 太监回答道 已经送过去了 选侍娘娘 奴才在回来的路上 打听到了一个和陛下有关的消息 不知选侍娘娘有没有兴趣听听 和大唐皇帝有关 机灵美眸一闪 抛开阵营问题 他对这个年纪轻轻 却如此雄才大略的帝王 还是很好奇的 他当即道 说吧 太监低声道 奴才回来的路上 碰到今天伺候陛下的那名公公了 听说那名公公得到了陛下亲口说的消息 陛下不喜欢平淡的后宫 陛下更喜欢宫斗 其他选侍得之后 好像商量了一番 准备表面上演一出宫斗 让陛下开心 暗面上在维持姐妹关系 如果奴才所料不差 很快也会有人来通知选侍娘娘您 皇帝喜欢看宫斗 这是什么癖好 机灵诧异了一下 难道这就是人无完人 皇帝年纪轻轻 便雄才大略 有开疆拓土之心 更是有千古一帝的姿态 可以说是近乎完美了 人无完人 所以 皇帝喜欢看到宫斗 他着实大开眼界了一把 没想到皇帝 居然喜欢这个 嗯 我知道了 若是有其他选事来通知的话 你就说 我已经知道了就行 机灵点了点头 既然这些后宫妃子 这么想要配合皇帝 那他当然不介意 一起配合一下了 是 太监回应道 与此同时 宰相府内 数名朝堂重要大臣 都聚集在了一堂 宰相诸葛无名 悠哉悠哉地 坐在高堂上 手持一柄雨扇 轻轻煽动 别说 还真有那几分样子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你们几个来的目点 都是想要询问一下陛下 为何今日 在太极殿上 公然羞辱大舟吧 诸葛无名慢悠悠地说道 几名大臣 对视一眼 都点了点头 诸葛无名眯眼一笑 道 不是我说你们 你们想要跟随陛下的步伐 那就要学会去猜 或者说 要学会揣测陛下的意图 揣测陛下的意图 几名大臣 都是疑惑地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人低声道 敢问宰相 如何揣测陛下的意图 诸葛无名站起身 轻摇与善 道 要学会换位思考 如果你是一位帝王 站在帝王的角度上 你会怎么做 再结合陛下的所作所为 进行揣测 懂了吧 换位思考 几名大臣 都陷入了沉思 眉头紧紧皱着 过了大概片刻 一名比较年轻的大臣 忽然开口道 我懂了 宰相 比如上次陛下重修朝安城 表面上像是毫无厘头 实际上却是想要收拢明星 收拢皇权 又比如陛下点小兵挂帅的事情 实际上那小兵 韩宇 却是韩宾先后人 我们看的是表面 但是陛下看的 却是根本 我们只有跨过表面 再去猜测陛下的意图 才能得出陛下 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然后才能配合陛下 这大臣说的时候 双眼光芒闪烁 像是顿悟了什么 其他几名大臣 这么一听 像是明白了什么 诸葛无名微微点头 笑道 如此可教 他心里也在感慨 看来 他又替陛下教育出了 几名良才 相信未来 这些臣子 也能学会去明白 陛下意图的 那名大臣又问道 敢问宰相 那这次陛下 羞辱大周 适合用途 原谅我资质愚钝 想不明白这个 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陛下此举 到底是为了干什么 回去自己好好猜猜 你只需要知道 陛下 再布局天下就行了 诸葛无名淡淡笑道 他又重新坐回椅子上 一切都显得那般 云淡风轻 一名大臣 忍不住问道 陛下会不会玩脱了 那样羞辱大周 万一大周举兵挨饭呢 诸葛无名 狠狠瞪了那人一眼 问道 换你是皇帝 你会这么傻 王死里逼大周出兵来犯 都说了 要学会换位思考 你们到底懂不懂 那大臣 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 其他大臣 也是一脸迷茫 他们也不好意思 再问了 老是询问 他们自己 都感到尴尬 明明人家能懂的事情 他们愣是 还搞不懂 诸葛无名语重 心长地道 陛下此举 意在 他刚准备细细说一番 还没说完 外面一名下人轻轻敲门 老爷 老爷 有宫里面的消息了 宫里的消息 诸葛无名摆手道 说 下人连声道 宫里有消息 陛下赏赐大周皇帝白银 甲咒 马匹 他一连说了一大堆东西 几位大臣都目瞪口呆 不约而同看向宰相 诸葛无名咳嗽了几声 道 陛下自有深意 你们要知道 陛下不可能将物资赐给大周的 陛下此举 必然有深意 你们要往根本思考 他绞尽脑汁思考着 他发现陛下的意图 是越来越难揣测了 第36章 大周皇帝的感动 大周帝国 皇宫内 大周皇帝 几乎一脸凝重地 看着面前的一封风奏折 他额头冒出了许多汗珠 最近大周的事情 让他感到焦头烂额 他命令全城重建之后 非但没有任何明星向着他 相反还令百姓更加怨恨他 根据他的了解 有些贪官在贪污了银子之后 为了给他一个交代 便逼迫百姓自己掏钱买材料 自己翻修房子 若不翻修 视为谋反 在这种情况下 百姓几乎被逼到绝路 恰好大周首都外的一处城池内 居然有百姓反叛 反叛军的出现 引得无数百姓都加入 并且反叛军攻势凶猛 令好几座城池都沦陷了 甚至首都都在上一次战斗中 差点沦陷 因为首都百姓全都齐心将城门打开 放反叛军进来了 要不是镇守北方的一支军团 及时回军护驾 可能现在他头都没了 之后北方军团平定了反叛军 虽然反军被平定了 但是大周的国力也开始疯狂下降 最让姬武感到头疼的是 北方军团因为下来驰援 导致他国开始入侵大周 如今战事四起 各类资源都开始呈现 供应不上的趋势 由不得他不感到焦头烂啊 陛下 陛下 我们派去大唐的使者回来了 一名太监走进宫殿 笛声说道 回来了 让他进来 大周皇帝将额头的汗水擦去 把奏折放下 气喘吁吁地道 他只能希望大唐 这个时候不要出手吧 要是那位雄才大略 眼光极度毒辣的大唐皇帝出手 他真的没把握能守住大周 是 陛下 太监离开殿内 过了一会儿 大周使者被带进了宫殿 大周使者再见到皇帝激舞的一瞬间 惶恐跪地道 参见陛下 由不得他不惶恐 大唐皇帝居然赏赐他们的陛下 而且圣旨还在他的手上 他怕他拿出来会被皇帝一箭戳死 此次前往大唐 都发生了什么 细细说来 激舞呼了口气 白首说道 大周使者犹豫了一下 将在大唐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皇帝 其中包括大唐皇帝当众羞辱激舞的事情 原本大周使者以为皇帝听完之后 会感到愤怒 没想到皇帝激舞却一脸淡然 丝毫没有动怒的样子 的确也是如此 激舞非但没有任何任何怒意 相反还有一阵庆幸 大唐皇帝这是感到愤怒了吗 因为他看破了大唐皇帝的布局 所以大唐皇帝恼羞成怒 当众羞辱他 就这些吗 激舞露出一抹笑容说道 大周使者看到皇帝的笑容 愣了一下 玄疾道 大唐皇帝还送来了一份圣旨 另外公主也是送了一封信回来 圣旨 信 激舞微微挑眉 抬起手道 把公主的信先拿给我看看吧 他对这位公主还是非常上心的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因为这位公主太聪慧了 得亏是女而身 若是男而身 这个地位是不是他的还是两说呢 大周使者从腰间拿出一封信件 激舞拆开信件 细细观看了起来 等他看完之后 也是忍不住松了口气 果然 大唐皇帝真的是想要想要入侵大周 只是师出无名 幸亏他察觉到了 否则大周就真正走向末路了 如果说 他对先前自己的猜测 只是感觉有99%有可能性是真的 那么看完这封信后 他百分百确定了 想来 大唐皇帝接下来 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对大周期歹心了吧 激舞那颗悬着的心 终于放松了下来 他白手道 你再将大唐皇帝 给予朕的圣旨读给朕听听吧 读圣旨 大周使者脸上的表情顿时精彩了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要是读出来 他还有狗命在 陛下这份圣旨的内容不太好 要不就不用读了吧 他声音颤抖的道 内容不太好 难道是大唐皇帝羞辱他的 激舞却是摇了摇头 道 放心 无论什么内容 朕都恕你无罪 他可没有任何愤怒的心思 相反还有种淡淡的舒适 能被这种雄才大略的皇帝辱骂 那也是证明他实力的呀 大周使者闻言 只能咬着牙 举出圣旨打开 看着上面的内容 颤抖着声音道 成的历年 皇帝赵约 他刚刚读完这个剧 好像整个人脱离了一般 无论 怎么样都读不出口 激舞健壮 微微皱眉 呵斥道 废物 把圣旨拿过来吧 朕倒是要看看 写的到底是什么 让你这么不敢读 大周使者如临大赦 连忙把圣旨递给皇帝 激舞打开圣旨 观看了一遍 再看完后 他整个人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圣旨上的内容 都是翻译过来大周字的 意思差不多都是说他窝囊啥的 这都不是关键 让他感到震撼的事 大唐皇帝居然以赏赐之名 送来白银一千万两 甲州战马粮草等等无数 这是大唐皇帝 察觉到了他大周的情况 借赏赐之名压住百官 强行给他大周的援助吗 大唐皇兄 煞费苦心 几乎眼眶都红了 内心划过暖流 最是无情帝王家 他坐上帝王之位 注定一身无情 比如他现在情况 平日那些大臣 谁愿意帮他 一个个都低着头 屁主意都没蹦出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 反倒是大唐皇帝 居然给予了他援助 或许帝王最懂帝王吧 陛下 这是大唐皇帝私自给您的 并且派人嘱咐过我 只能给您看 大周使者咬牙 又取出了一封信件 纪武打开信件观看 信件内地 是一封地图 地图上画着大唐各地的军事部署 大唐皇兄这是担心 我会敌不过 到时候可以靠着这份地图 逃入大唐 避开各大军事部署地 好好生活 大唐皇兄 真的是 纪武内心闪过一道道想法 他没想到 这位雄才大略的大唐皇兄 会对他如此关心 莫不是因为他看穿 大唐皇兄布局的原因 大唐皇兄觉得他很聪明 英雄惜英雄 所以不忍看着他 未来有可能殒命 留下这份地图 第37章 立下祖训 大周皇帝纪武握着这份地图 内心感动不已 但他心里也有另外一个疑惑 大唐皇帝直接将军事部署地图都给他 难道不怕自己攻打对方吗 他这个念头只是刚刚浮现 便消失了 以大唐皇兄那等心胸手段 敢把这种地图给他 难道会没有想到有这种可能 估计一是信任他 英雄惜英雄 二是早就布置好后手了 一旦他敢有任何动作 绝对会引起大唐皇兄的反扑 大唐皇兄 这你倒是想多了 我姬武虽才能比不上你 但我也是知恩图报之人 姬武笑着摇了摇头 他忽然开口道 传阵旨意 立下规矩 从即日起 只要姬氏皇室 掌控大洲帝国一天 大洲便不得兵犯大唐国界半部 将此条规矩 立入祖训中 也让未来的大洲皇室之人所知 他心里默默着闪过一道念头 大唐皇兄 你放心 我大洲绝不会做了忘恩负义之北 若有朝一日 我大洲后辈皇帝 违背此规矩 便让我大洲皇室 彻底泯灭于历史 一旁的太监闻言 愣了一下 随即点头道 谨遵陛下旨意 姬武点头 摆了摆手道 行了 你下去吧 顺便将朕拿大唐皇兄送来的物资 补充进国库 支援前线 是 太监点了点头 缓缓退下 等到太监离开 姬武才望向大洲使者 双眼闪烁一种另类的光芒 问道 朕让你去大唐办的事 你办得如何了 大洲使者从袖子中拿出一本小书籍 低声道 陛下 这就是陈在大唐收集的 是由一名说书人亲自编写的大唐皇帝传记 陈已经命人改成了大洲字 干得好 姬武夸赞了一句 随即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到大洲使者面前 接过那小书籍 翻开便观看了起来 不过这一看 他顿时感到脑袋有黑线冒起 大唐皇帝东征战前 三头六臂天将韩宇挂帅 天鹰关前 韩宇一头撞开关门 朝安城西城北门接到 第三探位 有售卖韩将军画像 贴之门前 可辟邪 只要酒前 姬武感觉自己智商被侮辱了 他要的是观摩并模仿一下大唐皇帝的手段 这本书跟特么讲神话一样 与此同时 李承正悠哉悠哉 坐在一张椅子上 沐浴着阳光 先前一次结算国力 毫无疑问 大唐国力又提升了十点 他寿命也增加了十年 但这些对他来说 都无关紧要了 只要大洲发兵攻打 无论怎么样 他都能把寿命扣完了 也不知道 那位大洲皇帝什么时候 才出兵攻打大唐 李承坐在椅子上 脑海思索着 陛下 陛下 外方 许公公忽然走来 嗯 难道是大洲发兵了 李承双眼顿时放光 他站起来 问道 边关那边怎么样了 许公公愣住 使劲摇头 说道 陛下放心 我大唐天威浩荡 有陛下在 何人胆敢犯边关半步 李承一听 整个人都没精神了 重新坐回了椅子 面无表情 许公公怪异地看了看皇帝 为啥皇帝听到边关无碍 会感到 失望 莫非 真如其他人所说 陛下立志做那千古一地 那颗开疆阔土的心 又按捺不住了 想要继继续增加大唐版图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他自己想着 李承倒是没注意到 许公公的表情 叹息一阵过后 询问道 你来 是什么事 许公公这才回神 说道 太后想要 请陛下去一趟 陛下是要去看看 还是回绝了 太后 又有什么事 李承挑眉 道 那就去看看吧 闲着也是闲着 他倒是想要看看 这个便宜母后 想要干什么 该不会 又是塞人进后宫吗 是 百驾永安宫 许公公当即 扯着嗓子大喊 周围与林军士兵 迅速集合 会成两队 护卫着皇帝 李承悠哉哉 站起来 向着永安宫方向走去 永安宫内 贵妃林轻衣 在帮太后捶背 表现得很是温顺 好了好了 哀家已经派人去通知皇帝了 待会皇帝来了 哀家 会好好跟他说说的 倒是你 长得也好看 怎么没把握 得到皇帝恩宠呢 太后抬了抬手 轻声说道 林轻衣促了促穷鼻 哼声道 姑母 陛下一直都没来过后宫 我再厉害 也得不到恩宠啊 太后摇了摇头 说道 说到底 就是你们没那个实力 要是和哀家当年那样 皇帝怎么可能不动心 啊 林轻衣表情有些怪异 别人不知道 她还能不知道不成 太后这个位置 更多是苟上来的 苟到皇帝挂了 都差点没忘记这个妃子 后来 皇子里成继位 才变成太后的 但她可不敢说出来 表面还是说道 姑母说得对 太后微微点头 说道 记住了 哀家若是劝皇帝宠爱你 你得试了 可千万不能弄个公斗什么的 哀家 曾经已经见识过了 不想再见识了 姑母 我知道了 林轻衣低头说道 太后又点头道 知道了 那你就下去吧 等皇帝来了 看到你也不好 嗯呢 那姑母 我就走了 林轻衣说完 这才离开 在林轻衣离开后不久 里成便赶到了 皇上驾到 皇帝降临的气派可大多了 殿外太监大喊 与林军士兵守卫整个宫殿 几名高手随皇帝走入内 在门外贴身守护 里成跨步走入殿内 皇帝 来了 坐吧 太后抬头看着自己这位皇 说道 里成坐到了椅子上 很自然地笑道 母后 怎么忽然有心思叫朕过来了 她鼻子轻轻抽动 闻得到空气中 残留着一种淡淡的香味 这种香味与永安宫的檀香 有很大差距 有其他妃子来过太后者 争宠 是那个林轻衣吗 太后轻声道 哀家听闻皇帝 完全没有去过后宫 难道皇帝不想快点 但下次四了 先帝在皇帝 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早就有子嗣了 里成文言 瞇了瞇眼 果然 后宫的序幕终于要拉开了吗 不过她更期待大舟 能打进来呢 第三十八章 顿悟的贵妃 里成想着 开口问道 母后的意思 朕都明白了 朕今日起 就会多去后宫 太后点头 露出一谋笑容 道 皇帝 你能想得明白就好 不过 林贵妃毕竟是贵妃 目前后宫算是位分最高的 皇帝若要宠幸 最好先宠幸她 果然是林轻衣来的 里成眼中闪过了然 表面不动声色地笑道 母后 朕自有分寸 若无事 那朕先行告退了 毕竟国事繁忙 等朕有空了 再来看望一下母后 太后自然不能说什么 只能点头答应 目送皇帝离开永安宫 她微微出神 没想到 皇帝居然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太后很敏锐地感觉到了 最近朝堂的变化 以及皇帝的改变 原本她以前 自家皇儿的一生 会和先帝那样 昏庸无为 就过去一生了 没想到 自家皇儿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收拢明星 挤拢皇权 东征开疆阔土 逼迫大洲嫁与公主 这每一件事 都是她根本无法想象的 或许 这才皇帝的真正面目吧 太后颇为欣慰地道 有这种雄才大略的皇儿 她也是感到自豪 走在返回寝殿的路上 里成瞇了瞇眼 忽然停住脚步 望向身旁跟着的许公公 道 去通知一下 晚上 朕去大洲公主那边 许公公愣了一下 问道 陛下 不先去林贵妃那里吗 毕竟身份地位摆在那里 林卿一是贵妃 若是按照规矩 先宠幸的话 肯定是林贵妃吧 朕先去哪里 还用不着你管 做好分内饰 李成瞪了一眼许公公 有些气恼 这个许公公 是越来越飘了 还是那个小太监好 竟会说些大实话 是 陛下 老奴会处理好一切的 许公公连忙说道 李成点了点头 继续朝前走去 她内心不断闪过念头 先宠幸姬宁 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 林轻衣这个女人 一看心机就很重 要是自己先宠幸的是姬宁 那林轻衣的脸面 绝对不好看 皇帝绕开贵妃 先宠幸一个选事 这不摆明了打贵妃的脸吗 但林轻衣这个贵妃 又奈何不了自己 只能对姬宁下手 到时候 姬宁得到她 这个皇帝的宠幸 拉拢一批选事 林轻衣又背靠太后 拉拢一批选事 妥妥的宫斗吗 皇帝将入后宫 打算前往姬宁那边的消息 也不知是和原因传开了 无数选事都感到懊恼 懊恼于这些天的 功夫全都白做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但更多的是震惊 他们都知道 林轻衣这位贵妃的存在 也知道皇帝没有宠幸过贵妃 如今居然绕开贵妃 想要宠幸一名选事 哪怕那名选事 是大州公主 但这也足以让他们震惊啊 紫婉宫 这是贵妃林轻衣的住处 此刻 林轻衣正坐在一处 类似于荡秋千的东西上面 她目光也是微微暗淡 旁边一名奴婢忍不住到 娘娘 您就不着急吗 陛下可是绕过了您 想要直接宠幸一名选事的 着急 林轻衣摇了摇头 道 有什么好着急的 那选事 是大州公主 奴婢怒声道 可娘娘您是贵妃 那什么公主 就算来了 也是一名选事而已 凭什么能越过娘娘 先得到陛下的恩宠 林轻衣深吸了一口气 道 你不懂大州公主代表的 是大州的颜面 陛下此番选择 先宠幸大州公主 也是向大州释放的一个信号 说不定陛下想要 与大州联合也说不准 若能为陛下大事出奋力 绕过本宫 先宠幸大州公主 那又有何错 本宫甘愿受嘲讽 只要陛下大事 可成就行 她声音很轻 但言语中 却义正言辞 有种舍己为人的味道 那奴婢听完 顿时跪地 娘娘高义 是奴婢以前看错娘娘了 哦 看错本宫 林轻衣忽然饶有兴趣的道 那你以为本宫 是什么样子的 娘娘 奴婢欲言又止 不敢说出口 说吧 本宫恕你无罪 林轻衣美眸笑得像月牙一般 很是美丽 奴婢这才感到 原先奴婢以为 娘娘 您会是喜欢争宠 玩弄各种心机的人 因为奴婢感觉 娘娘您太聪明了 林轻衣摇了摇头 轻笑道 这你就不懂了 本宫聪明 是聪明 但是 谁说聪明 就一定要玩弄宫斗 聪明可以放在很多地方 比如整顿后宫 防止宫斗真的发生 陛下想来当初 也是知道本宫的智慧的 本宫依稀记得 陛下当初 和本宫第一次见面时 陛下那种眼神 像看穿了本宫一般 从那时候起 本宫便确信 陛下是知道本宫智慧的 或许此次 便是陛下无声 向本宫发出的信号 想要本宫 以大局为重 他越说 心里便越惊吓 原先他根本想不到这么多 还是奴婢提问之下 他才想到的 原来如此 这便是陛下的深意吗 那奴婢 也是被这一番言论唬住了 连忙跪地 娘娘 是奴婢先前 没想那么多 随口胡言 还请娘娘恕罪 林轻衣摆手 说道 你无罪 本宫还要多谢你的提问呢 多谢娘娘 多谢娘娘 奴婢不断磕头 林轻衣扶起奴婢 醋没到 本宫都说了 恕你无罪 不必如此 要是磕坏了脑袋 本宫还要请太医过来 到时候 又是浪费银两 本宫如今 继位后宫 唯一一位贵妃 自然要身先士卒 替陛下节约 国库消耗 奴婢高声道 娘娘高明 林轻衣笑骂道 好了 别拍马屁了 进去 替本宫把房四宝拿出来 既然陛下 是在将后宫 交给本宫打理 那本宫就不能 辜负了陛下的期望 是时候整治一番 那些选事了 是 娘娘 奴婢回了一句话 连忙跑进店内拿东西 林轻衣站在原地 柳眉紧簇 似在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好 第39章 缠她身子 日落西山 弯月东升 夜幕悄然而至 里程如约地来到了 大洲公主 姬宁所在的静月宫 她刚到 便看到了 站在宫殿外的宫女太监 想来消息早就 传到这里来了 所以这些宫女太监 并不差于她的到来 参见陛下 宫女太监 揭示行礼 里程 只是摆了白手 大步走进静月宫内 许公公等贴身太监 与护卫 也不再跟上 而是替换了那些 宫女太监 继继续守卫着皇帝的安全 里程走入静月宫内 视线中 一名身穿白色衣裙的女子 静静坐在一张桌子前 双手抓着裙脚 显得局促不安 她看得一阵好笑 就这个女人 敢在五百官面前直面她 现在 居然这么局促 她的跨步走路 自然让姬宁看到了 姬宁连忙站起身 行了一礼 用一口不太标准的 大唐语言说道 臣妾参见陛下 免礼 坐吧 不用这么局促 里程很自然地 坐到了刚刚姬宁坐位的旁边 陛下坐就行 臣妾站着就好 姬宁低声说道 她语气还是有些不舒适 这和面见各种大场面不同 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情 本就是第一次 由不得她不紧张 既然喜欢站着 那就站着吧 里程说着 微微抬头顿了一眼姬宁 这一眼看过去 她话都还没说完 便戛然而止了 姬宁的面貌 她还是第一次见 先前在太极殿时 有青纱这面 她看不清 只是感觉 对方声音很好听 现在才算是 她第一次见姬宁 顿时被对方的容颜惊艳到了 该怎么形容呢 她也想不出什么词去形容 若说林轻一 是一流美女了 那姬宁便 是真正的爵士美女 李承连忙摇了摇头 将诸多想法消掉 回过神来 陛下怎么了 姬宁轻声问道 李承抬了抬手 道 无碍 你用过晚膳没有 姬宁文言愣了一下 没想到皇帝的话题 会转得这么快 摇头回答道 还没有 这么晚还没用晚膳 成何体统 让人准备晚膳吧 朕陪你一起用晚膳 李承挑眉 对着外面说道 许公公 命运善防 准备晚膳 送到静月宫来 是 陛下 门外 许公公连忙回应 陛下 不必这么麻烦的 姬宁连声想要拒绝 李承却淡淡地道 听朕的 陛下 姬宁也无话可说 静静站着 李承没再开口说话 皇帝不说话 姬宁自然也没再说话 殿内陷入了一种 诡异的气氛 很安静 李承时不时看向姬宁的面容 嗯 他只是想要 引起宫斗 绝不是缠姬宁身子 不对 要是他不缠姬宁身子 岂不是 和许公公一样了 他是既想要 引起宫斗 又缠姬宁身子 不错 就是这样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承自个心里瞎捉摸 姬宁当然也注意到了 李承的目光 原本略微局促的心 也变得有些轻松 是他把这位帝王 想得太威严神圣了 看来 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在儿女情长方面 也和他差不多 不然 怎么会一直偷看他 陛下 晚膳已经备好 许公公的声音 从外边传来 稍微缓解了 场上的尴尬 走吧 朕陪你用晚膳 李承轻声说道 姬宁点头 又是一番叩谢陛下之类的话 李承陪着姬宁到侧殿用过晚膳 之后便回到正殿 不用说也知道 接下来是什么 许公公等人 也很熟练地退后了一段距离 没有去窥探宫殿内的春色 今晚的夜色 注定有很多色彩 凌晨三更天 李承还搂着姬宁在熟睡 许公公的声音 忽然从外传来 语气很轻 也不知道是怕吵醒谁 陛下 陛下 李承微微皱眉 睁开双眼 看了一眼 还在熟睡的姬宁 不动声色起身 将衣裳全都穿好 这才打开门走出去 许公公见皇帝出来 连忙低头道 参见陛下 李承脸色有些阴沉 说道 许公公压许公公 你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 朕今天要试试 你这个鸭子 将能叫多大声 许公公有些猛逼的道 陛下您忘记了 今天是要上早朝的呀 早朝 李承 顿时感到头疼了 抬头看了一眼 还漆黑一片的天空 早朝就是这么麻烦 早早不要起床 然后一直和群臣商议国事 到将近中午 不过 他还不得不去 只有上早朝 他才能得知大唐各地的消息 从而指定败国计划 进行败国 靠大洲 他还不知道大洲那个乌龟皇帝 到底什么时候 发兵攻打大唐呢 或许改天可以试试不上朝 让我那个大唐好战友 带领朝堂 凭着满唐奸臣 说不定不上朝 更容易败国力 李承暗自思索 微微点了点头 改天可以试试 大唐好战友 诸葛无名 那可是大唐的吸血虫 如果有这家伙带头 带领群臣贪污 指不定败国更快 他不上朝 不现身 最好弄个迷恋后宫的样子 这样将威慑力降到最低 也方便这些奸臣们贪污 不错 下次就可以试试了 李承双眼一亮 话是这样说 今天的早朝 还是要先去看看的 他摆手道 准备一下吧 上朝 是 陛下 许公公点头回应道 五更天 宫门大开 臣子们狠手实地走进了宫内 准备上早朝 一切都毫无益处 毕竟这些臣子都上过早朝了 自然不会犯什么错误 寒天殿内 五百官分成两排 三贵九寇上朝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震耳玉龙的声音在李承耳边响起 年里 李承摆手 让五百官平身 接下来便是五百官起奏 他听着就好 和往常一样 只不过 皇帝稍微花费了心思 想要听听 有没有什么败国消息 只是听了一上午 愣是 没有一条败国消息 嗯 其中最败国的 就是某个地区天灾 需要银两资助 就在马上要退朝时 一条消息 终于让李承稍微感兴趣了 第四十章 取消祭祀 李承望着下方一名大臣 是李部尚书廖云 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头 李部尚书作一道 陛下 臣由本起奏 准奏 李承摆手 很是随意的道 廖云当即拱手道 陛下 按照流程 还有几日 便是一年一次的祭祀了 今年祭祀 陛下是亲自主持 还是由臣等代替 祭祀 在大唐帝国中 也算是比较正式的仪式了 一年最少需要举行一次 由皇帝向天帝祭拜 祈求今年风调雨顺 无灾无祸 但由于先帝时期 根本无心搭理祭祀 所以便有由臣子代替 进行祭祀的方法 李部尚书也不知道 皇帝会怎么选择 只能眼巴巴看着皇帝 等待回答 李承摸了摸下巴 微微皱眉思索 问道 朕问你 若是不举行祭祀 会怎么样 祭祀什么的 他记忆中有过记载 很麻烦 仪式什么的太多 一下来就是一天 如果一定要举行 他也只能选择 让这臣去举办了 也好贪污一二 消耗大唐国库 李部尚书不加思索的道 陛下 若是不举行祭祀 不说惹得天怒 就说天下百姓 怕是会责怪陛下 明心尽失 到时候 要是有什么天灾 那天下百姓 岂不是全都怪罪到陛下头上 就算陛下不想参加 那也可以由臣等代替 进行举办祭祀的 他双手作一 说得很诚恳 李承 却压根不在意这些 他听到天下百姓 这四个字时 双眼就亮了 他问道 你说 不举行祭祀 会引得天下百姓明心尽失 礼部尚书 也听不出皇帝 弦外之意 点头道 是啊 陛下 祭祀 是一等一的大事 要是引得明愿 那就不好办了 明愿 惹得明愿那才好啊 这在能让整个大唐天下 掉明心的事情 可遇不可求 李承迷眼 说道 嗯 天下百姓那传阵的命令 今年的祭祀取消 礼部尚书还没反应过来 左一道 谨遵陛下之 他话语戛然而止 他瞪大了双眼 有些反应不过来 刚刚皇帝说的是什么 今年祭祀取消 这还是皇帝知道 祭祀取消的代价 然后 还坚持取消的 还请陛下三思啊 礼部尚书跪地磕头 大声喊道 他刚刚跪下 发觉身边那些 同僚们没一个有动静 心底顿时郁闷了 换以前这种时候 不应该五百官都出来 劝陛下三思的吗 他低着头 看向旁边五百官 发现五百官一个个 彼此对视着 都皱紧了眉头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墨一个人站出来 陪同他劝祖皇帝 礼部尚书 你们卖我 李承看着跪地的礼部尚书 微微挑眉 道 正义一决 无需多言 他可懒得和这个脑袋 抽筋的礼部尚书 多说些什么 不就是取消了祭祀 你少贪污点银子吗 至于喊得这么 大声阻止他吗 他转头 看了一眼许公公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该下潮了 许公公点头 明白皇帝的意思 扯着嗓子喊道 退朝 这一场 早朝虽然有些久 但是里程 还蛮满意的 取消今年祭祀 天下百姓会责骂他 明星降低 干得漂亮 宰相府 那几名 被诸葛无名调教的大臣 不约而同来到了这里 诸葛无名 坐在大堂椅子上 但笑着问道 本相今早看五百官 都在思考 你们将本相所教你们的 都交给五百官了 几名大臣 对视一眼 其中一人走出 咬牙道 宰相 我觉得这种 应该交给五百官 让五百官都明白 陛下的意思 免得天天给陛下形成阻扰 如果宰相觉得 有什么不对的 我愿意受罪 果然如此 早上看到那么多 五百官都在思索 他就感到不对劲了 诸葛无名 摇头笑了笑 自顾自倒了一杯茶 边喝边说道 这有什么怪罪的 只是本相很好奇 为什么 礼部廖尚书那边 什么都不懂 此言一出 场上诛人 都有些尴尬 其中一名大臣 咳嗽了几声 道 廖尚书太顽固了 天天注重礼仪 我不太想去 而且 我以为你们几个会去的 所以就没去了 另外几人 都瞪大了眼睛 我还以你们会有人去的 老陈 你和廖尚书 不是挺熟的吗 怎么你没去 我还以为你会去 嗨嗨 我和廖尚书混熟 只是怕他叨叨我礼仪什么的 混熟点 他就不好意思 说我什么了 好了好了 搞了半天 大家都没去 诸葛无名 也是哭笑不得 看着这几人的谈话 没想到 居然这么戏剧性 好了好了 廖尚书的事情 先单个一下 倒是陛下这次的决策 对我们而言 是一场不小的挑战 你们应该已经猜出陛下的意思了吧 他语气变得有些凝重的道 几名大臣对视一眼 其中一名较为年轻的大臣说道 我也不知道 我猜的对不对 还请宰相赐教 我感觉 陛下取消祭祀 是想要对全天下那掌控各地兵权的将领出手了 这些年来 这些将领一直听掉不听宣 也是陛下心底的一根刺 如今腾出手来 自然要向那些将领出手 取消祭祀便是想要天下明星降低 好让那些将领野心暴露 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这样陛下才有收拾他们的理由 这臣子说话间 十分傲然 似乎在为自己能揣测出陛下的意思而自豪 诸葛无名闻言 双眼一亮 欣慰地点了点头 道 真是清出于兰儿胜于兰 你所猜的 没错 陛下必然是这样想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的任务有点大了 几位大臣脸色也是露出凝重 这些将领长年在外 早就养出了野心 此番陛下要动手 必然会引起一些反弹 他们这些身为臣子的 自然要为陛下分担一二 一名大臣询问道 敢问宰相 如今陛下还没说什么 我们要是有所动作 是不是不太好 诸葛无名站起身 瞇了瞇眼 道 你想的还是太死板了 若是正常情况 陛下怎么可能没有吩咐 如今没有吩咐 正是想要我们自由发挥 也是在考量我们的能力 究竟能达到哪一步 几名大臣 都是一脸佩服地看向诸葛无名 果然 将还是老的辣 诸葛宰相就是诸葛宰相 最了解陛下的人 没有之一 第41章 交权力还是反了 关中地区 这片地区覆盖了20多座城池 土地肥沃 盛产粮食 素有国之粮仓的美称 特别是最近以来 在一位神秘人的带领下 发展了许多新颖的种地方法 比之往前更轻松不说 粮食的产量也变得更高了 无数百姓都对这位神秘人感恩戴德 因为不知道这位神秘人姓名的原因 当地百姓都称呼其为道神 有时候百姓因为田地的丰收 激动之下 都会大喊道神保佑 可见道神在关中地区百姓心中 有多么高的威望 百姓们不知道的是 这位神秘的道神 正是当初被皇帝遣令 回家养老的黄培 此刻 关中地区某座城池内 有一座府邸 黄培正坐在大堂中 手里拿着一封诸葛无名寄来的信件 陛下真的是千古名隽 黄培看得一阵满意 他效忠的皇帝如此雄才大略 他自己也感到自豪 这位陛下 当真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从登基开始 便毫无动作 弄得五百关 都有些绝望了 没想到 当陛下准备好之后 便动作平平 先是全城修建 收拢明星 挤拢皇权 又是慧眼时大将 东征大胜 再是将那些真正的奸臣一个 不胜全部踢出局 后来 更是震慑的大舟 不敢动弹 宋公主以求 两国和睦 如今 终于要对天下 各个地区动手了吗 怕是陛下先前向天下 进行选秀 就是对那些将领的一种试探吧 如今 要正式出手了 也不知道 会有多少人下台 黄培将信件收回 看向了朝安城方向 起身作异道 得主如此 臣虽死无憾 在行完一礼后 他才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目光看着手上的信件 虽然他很想帮助陛下分忧 但是他现在根本无法动弹 他身在关中地区 替陛下将这个国之粮 仓发斩起来 一旦陛下需要 那他将倾尽整个关中地区之力 帮助陛下 不对 我们关中地区那位秦将军 可不是反将 要是陛下错误 将他以为是反将 一起除了 那岂不是冤枉了 黄培皱着眉头说道 关中地区总兵 秦末 这位可算不上什么 有野心的将领 而是一位未明的将军 一直维持着关中地区的治安 当初黄培初到关中地区 虽然有宰相守令 但还是多亏了对方的帮助 才能让他大展手脚 不行 不能做看秦将军被冤枉 黄培皱眉思索了一番 派人去换来了关中地区 总兵秦末 过了好一会儿 秦末才赶到了 黄培府邸 这位关中地区 是一名中年人 皮肤略微有黑 一身甲皱在身 看起来微风凛凛 虎不生风 秦末才刚刚走进大堂 便大大咧咧地道 老黄 又有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找我 我刚准备带人去剿灭 东边山那块的匪患呢 黄培健壮 也没从椅子上站起来 而是冷冷笑道 事关你性命 你要是不耐烦 大可以不听 事关性命 秦末文言 愣了愣 旋即脸色大变 连声问道 这是朝堂那边 发生了什么事 天下各地 谁能奈何得了他 这个关中总兵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只有朝安城 只有那位神秘莫测的皇帝 才能让他感到忌惮 甚至威胁到他性命 自从各种事情发生之后 皇帝的身上 早就被蒙上了一层迷雾 没有人能看得透 皇帝的动作背后 到底代表着什么 恰恰是这层迷雾 令天下各个地区的 总兵将领 无比忌惮 其中一些 比较放肆的将领 都开始收敛手脚了 就是因为害怕了皇帝 皇陪你演道 陛下取消了祭祀 取消祭祀 秦莫咒没道 取消祭祀 难道陛下 不怕明星降低 毕竟祭祀 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你能想得到 难道陛下会想不到 皇陪冷冷地笑道 要不是看在他们 关系不错的分子上 他才懒得提点 这个秦莫 秦莫恍然 的确 这种事情 有点眼力的人 都能看得出来 陛下本身便是眼光 极具毒辣的存在 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 难道陛下 闲得无聊 想要降低明星 这不是扯淡吗 看看这个吧 皇陪将信件 递给秦莫 秦莫接过看完 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连忙道 老皇 你可要救救我 我可是对陛下 忠贞不二的 绝无任何反应 皇陪笑了 笑得很诡异 说道 这话谁信 当初在陛下登基之时 你们选择保留权力 在陛下心里 你们怕就是被 打下反将的烙印了 如今陛下腾出手 自然要对你们出手 而且 无论你有没有反应 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 会放任天下 有能反抗他的力量出现吗 我倒是听闻 驻扎在朝安城外的 东征军 越野操练 恐怕就是陛下 暗自下令的了 若你们敢有任何动作 怕是东征军 就会以迅雷不掩之势 将你们镇压 越听秦莫越害怕 他心里 也是暗自发苦 当初他保留权力 只是感觉 这位皇帝 又会是先帝一样的存在 那自然选择保留权力 毕竟好 谁能想到这位皇帝 居然如此有能力 如今皇帝 铁了心要动手 那他们的选择 只有两个 一个便是彻底反了 一个便是将权力 还给皇帝 从此任由 皇帝支配 所以 你的选择 是什么 黄培也看得出这些 目光悠悠地看着秦莫 秦莫咬牙道 我秦莫至始至终 都没有反心 愿意将权力 还给陛下 黄培闻言 露出轻松的神色 他就怕秦莫想不开 到时候就麻烦了 秦莫叹息一声 又和黄培聊了一会儿 这才离开 去想一下 怎么无声 将权力还给陛下 秦莫能从黄培这里 得知皇帝用意的事情 天下各地的总兵将领 自然也能知道 于是 各地总兵将领 都脸色复杂了 权力 反了 两条路 若是他们反了 最多也只是割据一方 而且还要面临皇帝的怒火 若是交出权力 这伴随 他们许久的权力 他们不愿意交啊 第四十二章 反了 御花园 一处亭子内 李承坐在一张石椅上 悠哉悠哉神游着 在他身边 机宁身穿一袭白色衣裙 手里捧着一本大堂的传记 经过某种关系 他们的关系 缓和得很快 至少现在 他们相处 不会显得尴尬 而是很自然地待在一块 李承虽然在神游 但还是时不时看向他身边的 这位绝美女子 嗯 他只是想要装出宠爱机宁的样子 引起攻斗 绝不是看机宁太好看了 缠人家身子 爱飞 最近一段日子 待在大堂 还习惯吧 李承很随意地询问道 机宁放下手上的传记 微笑着回答道 挺好的 大堂的风土人情 和大洲有些相似的 但却本质上又不同 感觉更有趣了 李承点了点头 道 挺好的就行 还怕你不习惯呢 和机宁有一茬没一茬聊着 聊着聊着 李承莫名想到了 大洲帝国 这都过去多久了 为啥那个大洲皇帝 还不出手 白拿他物资 又拿了他大唐的军事战略部署地图 难不成这样 都不敢出手不成 该说太谨慎 还是太傻叉了 他还等着大洲出兵 让大唐国力刷刷刷地往下掉呢 李承思索了一会儿 还是忍不住问道 爱妃 朕倒是挺好奇 大洲皇帝 是个怎么样的皇帝 机宁愣了一下 没想到皇帝会无端端问这个 内心莫名感到好笑 是皇帝在诧异他皇兄能看出皇帝自己的布局 所以感到诧异 才询问的吗 他笑着道 陛下放心吧 臣妾那皇兄 比之陛下 三分之一都比不了 啥玩意 李承陷入了沉思 连他三分之一都比不了 连他这个一心败国的人 三分之一都比不了的那大洲皇帝 该有多蠢 可就算是一头猪 得到了那么多物资 又得到敌国情报 还被不断羞辱 也该愤怒进宫了吧 这个大洲皇帝到底在想些什么 脑瓜子嗡嗡的了吧 你就算再谨慎 随便点支小型点的军队 来也行啊 怕就怕这个大洲皇帝 动都不肯动一下 李承还在思考 这个大洲皇帝到底在想什么 距离李承和姬宁 这座亭子的不远处 一名长相颇为俏丽的选室站着 眺望着皇帝与大洲公主姬宁 这名选室便是先前取代其他秀女进宫 欲要霍乱后宫的围情 围情望着 在交谈的皇帝和姬宁 美眸闪烁着英译的冷光 暗自道 狗皇帝 你害死我爹 我一定要让你的后宫鸡犬不宁 在他身边 一名身穿太监服装的男子 欲哭无泪地道 小姐 我们又要弄些什么 他牺牲已经够大了 因为要护卫好围情的安全 他甘愿进宫进宫 后来又买通宫里人 让他成为围情的太监 若不是老爷生前 对他太好了 他绝不会牺牲这么大的 可是他看围情小姐这模样 就不像是想要安分的人 围情冷冷地注视着 远处的皇帝 到 我待会要跳进那边的湖泊 洋庄落水 你可以先走开了 等我落水喊救命 你再大声喊出来 我要吸引皇帝的注意 那太监男子 只能点头 围情看了看皇帝方向 又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咬牙跳进旁边的湖泊内 扑通 刚刚跳入 围情便放声大喊了 救命 救命 那太监男子健壮 连忙大声喊着 选事落水了 快来人啊 亭子内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承当然也听到这声音了 微微皱了皱眉头 扭头看了一眼湖泊那边 机宁也看向了那边 怎么回事 李承直接问 站在亭子外的许公公 陛下稍等 让老奴去问问 许公公也是挑了挑眉 不知道谁这么大胆子 赶紧扰了陛下 他走过一会儿 很快便回来禀告皇帝了 陛下 那是一名选事 好像不慎落水了 许公公恭敬地说道 选事 无缘无故 在他身边拾落水 是想要 吸引他的注意力 李承眯眼 笑了笑 可惜 这种手段 实在太低级了 能用出这种 幼稚手段的 怕是心智也不怎么高 不必提拔成功斗重要角色 你们去处理一下吧 李承摆手 压根没有想要过去的意思 是 陛下 许公公文言 对几个羽林军士兵 使了个眼色 那几个羽林军士兵 对视眼 向着湖泊方向走去 基宁看着那几名士兵 离开的身影 好奇地问道 陛下 你不去看看吗 李承却淡然摇头 道 没那个必要 机宁健壮 笑了笑 也不再多说什么 继续看着手上那本传记 李承也没再开口 而是继续思索着 败国策略 大周皇帝这一关 是他败国 最重要的一关 必然要让对方出兵 并且 让大唐损失疆土 这样才能大幅度掉国力 可这个憋孙 压根不知道啥时候 才肯出兵攻打 过了一会儿 湖泊边的声音也消失了 似乎都被许公公搞定了 大概过了半个多时辰 李承还在思考 这些有的没的 机宁将传记看完 却发现皇帝还在思索 不由微微动容 美眸看着皇帝 这便是皇帝的真正面目吗 表面上看着 好像很轻松 在休闲 恐怕内心 一直在思考着天下大事吧 布局天下 这样的男人 才配得上他 机宁看着看着 美眸泛起一阵异彩 自己被送到大堂来 或许是一件好事 毕竟皇室女子 多数都是会被皇帝 嫁给臣子 用以拉拢 或是与他国联姻 如今联姻到大堂 碰到这么一个 雄才大略的皇帝 比其他选择 都要好多了 陛下 陛下 大事不妙 忽然 亭子的许公公声 应略带焦急地说道 在思索的里程 瞬间回神 望向许公公 机宁也连忙收回目光 低下头 生怕被李承发现 他刚才的眼神 怎么了 李承微微皱眉说道 许公公看了一眼机宁 脸色略带匆忙 将手上一封信件递给李承 李承接过一看 信上只有一句话 河中地区总兵反了 他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旋即一股欣喜充斥了心头 第43章 不为人知的力量 咚咚咚 宫内中鼓声不断敲动 震龙玉耳的中鼓声响动着 五百官皆是匆忙赶入宫内 一个个脸色都有些凝重 河中地区总兵反了 太极殿内 李承坐在高位上 脸上带着淡淡笑意 到 震文河中地区总兵草统 已经彻底反了 重倾家可知 他语气中带着压抑不住的笑意 终于 终于他的大唐有人反了 他本来还觉得他那大哥会反 或者大洲会出兵攻打的 没想到 居然是一个地区的总兵先反了 反得好 他一定要保护好 这颗反叛的幼苗 绝不能让朝安城这边出手灭了 陈等已知 五百官皆是作一大声喊着 只不过 他们看着皇帝那略微高兴的样子 互相对视一眼 皆是心照不宣 嗯 皇帝很高兴 这是在等着有人反叛吗 莫非 皇帝早就料到 有人会反叛了 有人反叛皇帝 才能施展下一步动作吗 细思恐急 自从诸葛无名教授了 揣测皇帝用意的方法后 群臣的思想早就发生了蜕变 他们会用尽全力地 去思考皇帝的真正用意 再也不想以前那般 站出来就说反对了 清等已为 该如何面对这个反军草统 李承淡笑着问道 五百官对视一眼 默认站出来说话 只有礼部尚书 傻傻地站出来 左翼说道 陛下 臣觉得 我朝安城必须以迅雷不掩之势 镇压反叛 否则若是朝安城 久久未出手 怕是会引得其他地区 也觉得大唐皇室无力镇压 纷纷造反 到时候就麻烦了 李承一听 顿时眼睛都亮了 他只要不出手 就能让全天下都造反 如果全天下都造反 想要推翻他这个皇帝 那国力值会掉得有多快 他敢肯定 只要今天全天下都叛乱了 下周结算 他绝对能回去了 他还是第一次感觉 自己离回去之路 是这般的劲 内心不由变得有些激动 镇字有决策 暂时不必动手 并且 江镇没有动手的意思 传给各个地区的总兵 李承白手 吩咐道 他绝不允许这次 全天下叛乱的机会 被搅和了 李部尚书文言 当即瞪念 想要阻止 轰隆 却没想到身后五百关 齐齐踏出一步 拱手作一 谨遵陛下旨意 李部尚书 你们又卖我 李承微微诧异地 看着五百关 他原本觉得 这臣 就算再蠢 在这种国家兴亡的事情上 也会阻止他的 没想到 除了这个李部尚书 其他人都没阻止 反而全都支持 不错 不错 他就喜欢这种配合的臣子 嗯 退下吧 有人反叛的消息 在朝安城里 也不用刻意压着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承换退五百关 他的想法很简单 在朝安城内 要是有叛乱消息流传 明星多多少少 会下降一些吧 其他的他不在意 国力能降一点 是一点 很快 五百关接连离开 李承也悠哉悠哉 离开台积殿 接下来 坐等国力值 下降就行了吧 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嗯 绝不会有意外 要是这次 还能有什么意外 那他当场倒立拉西 有点不太对劲 上几次也是这么说的吧 算了 如果有意外 许公共倒立拉西 我说的 河中地区 前总兵曹统反叛 割地河中 判出大唐 这一道消息 从朝堂发出 瞬间席卷了整个天下 无数世人百姓 都在感到震惊 其中 朝安城的百姓 感受是最深的 无数百姓 都在辱骂河中地区 前总兵曹统 恨不得将曹统活包 朝安城明星所向的 是皇帝 如今有人敢光明正大 背叛朝堂 背叛皇帝 朝安城百姓自然愤怒 甚至其中一部分百姓 天天堵在东征军军营门口 想要参军讨伐草统 还是韩宇亲自出面 才稳住了场地 这也引得无数大臣 连连感慨 难怪陛下会说 不用压制消息的传播 想来陛下 早就料到了一切 宰相府 宰相诸葛无名正 在会见一名熟人 正是偷偷从关中 地区返回的皇陪 皇上叔 怎么你回来了 就这么放下关中地区了 诸葛无名轻笑着说道 一边说着 还一边摆弄茶具 替对方倒茶 皇陪脸上带着着急 倒 我这不是着急吗 没想到 真的有地区总兵敢反 陛下那边是怎么说的 诸葛无名异常淡定的道 陛下呀 陛下说 什么也不用管 什么也不用管 皇陪急道 这可是一个地区反叛 陛下怎么能这么淡定 诸葛无名笑了 轻笑道 为什么不淡定 陛下自出手以来 哪次不淡定 而且 区区一个草统而已 能翻得起什么大浪 河中地区 前后左右全是其他地区 想要出手 必然要与其他地区开战 可其他地区实力不弱 又怎么可能让河中地区战胜了 河中地区敢反叛 完全是找死 他摇头叹息 似乎在为草统的愚蠢感到无奈 黄培还是有些急 问道 万一河中地区联合其他地区呢 要是形成大事 那大唐岂不是威仪 诸葛无名依旧淡然无比 笑了笑道 你都能猜得到 陛下会想不到 实话实说 今天朝会上 陛下得知 曹统反叛 你知道 陛下是什么表情吗 陛下的表情 我不在朝堂上 我怎么知道 黄培微微郁闷 旋即问道 什么表情啊 陛下在笑 诸葛无名双眼闪烁着睿智 淡淡地道 陛下很开心 因为陛下 怕是早就布置好了一切 等的就是有人反叛 而且 陛下下令 将朝堂毫无动作的消息 传给各大地区听 恐怕就是想要测试一下 各大地区的总兵 到底有多少还是忠诚的 如果毫无忠诚 选择反叛 必然会被陛下扫平的 最重要的一点 陛下想要借机 将整个天下 彻底收回手中 从此大堂 只有一个人的声音 那就是陛下 黄培闻言 整个人都愣在原地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道 难道陛下 还有什么隐藏的力量 那是自然有的 就比如皇上书你 不就是陛下隐藏的力量 如果我猜得不错 陛下手上掌握着一只 不为人知的力量 比如先前的天音观 便是陛下动用了暗面底牌 诸葛无名说着说着 自己都对陛下 越发敬佩了 而且 他似乎明白了 为什么陛下会前后转变那么快了 从一名雍鹿无为的皇帝 变成一代雄才大略之帝王 恐怕那段时间 陛下便是装作雍鹿无为 然后掌控这只 不为人知的力量马 恐怖如斯 第四十四章 皇帝不及太剑籍 大唐 关中地区 总兵府邸 秦末望着手上的两封信件 脸色异常复杂 其中一封 是黄培寄来的 给他阐述了一些事情 劝告他不要轻举妄动 现在一旦跳出来 将会被皇帝视为谋逆 一棒子打死 另一封 是河中地区 总兵曹统寄来的 想要 让他加入谋反大军 与其他地区联手 推翻皇帝统治 然后共分天下 重新回到 曾经多国争霸的状态 曹统 这是不要命了 居然还想拉我下水 秦末深吸了一口气 共分天下 这是个多么诱人的条件 如果换作先帝时期 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因为先帝昏庸无能 腹中无半点墨水 但今时不同往日 当今皇帝 可不是先帝 而是李承 这位雄才大略 又要做千古一帝的皇帝 在这种皇帝面前造反 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打死他也不能这样做 秦末握紧了拳头 从椅子上站起来 准备将这封草筒寄来的信件烧掉 以免这种事情 牵扯到他身上来 他还没走几步 一名肚子圆鼓鼓的管家 小跑着过来 老爷 等等老爷 这里还有信 秦末闻言 停住脚步 等着管家跑过来 管家跑到秦末面前 额头满是大汗 气喘吁吁 将手上的信件 递给自家老爷 断断续续地道 老 老爷 这个是 是岭南地区总兵齐燕送来的 岭南地区总兵齐燕 秦末皱紧了眉头 看草筒的样子 应该会给其他地区的总兵也发出这种信的 难不成还真有人答应了 想要一起反叛 这些总兵应该都知道当今陛下的能力吧 不应该会这么做死的 他接过信 直接拆开来看 再看完后 他目光闪烁了几下 岭南地区总兵齐燕 想要邀请众多地区的总兵 假装答应草筒 组成联盟一起反叛 然后到朝安城下 再联手将草筒卖了 算是替皇帝平息叛乱 再之后 顺势将兵权全部交回给皇帝 有平息叛乱之功 想来之后的待遇 应该也不会太差了 这个齐燕 倒是个人精 能想到这种还兵权的办法不错 那倒是可以试试 秦末暗自点头 觉得可以行 只要他们联手 区区一个草筒 算不得什么 至于陛下会不会误会 以为他们真的谋反 这一点 他觉得 所有总兵都是有共识的 陛下眼光毒辣 必然能看得出来的 况且 陛下通过朝堂传向天下的消息 朝堂没打算出手 镇压叛乱 这消息会不会就是陛下 在暗示他们这些总兵 想活命 就动手解决叛乱 否则会在陛下心里 被打上叛逆的烙印 越想情觉得 越有可能 管家 过来 我写封信 你派人快马加鞭 送到岭南地区去 秦末当机立断 向着书房走去 便打算写信 次日 各大地区同时传出了一道消息 反了 各大地区总兵将会在一处 名为天雀城的地方会蒙 起兵三十万反叛 这一消息传出 各大地区的民心变得动荡不安 对百姓来说 大唐皇室始终是大唐的主人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如今各大地区总兵反了 由不得百姓不动荡 但各个地区的总兵完全不顾 一心起兵反叛 朝安城 皇宫内 李承坐在太极殿内 翘着二郎腿 手里拿着奏折 他这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要是换作以前 落到那些御史的眼中 肯定又要挨对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但如今的他 压根没有哪个御史感对 他也乐得清闲 很悠闲地看着奏折 嗯 就差来个女生 在他身边给他揉揉肩了 机宁似乎不错 叫机宁过来帮他揉揉肩 李承双眼一亮 把奏折放下 那颗心悸动了 他不是缠机宁身子 真的 不骗人 他只是肩膀有点酸 李承刚准备站起来吩咐人 去把机宁喊过来 许公公突然很慌乱地 走进殿内 大声道 陛下 大势不妙 他的声音本来就很尖锐 加上大声说话 搞得李承耳朵都嗡嗡作响 什么事 这么匆忙 天大的事情 不还有阵替你扛着吗 慌个屁 李承白手呵斥道 许公公连忙跪地 道 陛下恕罪 实在大事不好 有消息传来 大唐所有地区 都返了 起兵三十万 在天鹊城惠蒙 约要进攻京都地区 问 李承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瞳孔猛地一说 心底有些不敢相信 大唐所有地区 都返了 起兵三十万 惠蒙进攻京都 他真的没做梦 李承实在有些不敢相信 深吸了一口气 这些日子 他一心败国 却令国力蹭蹭地往上升 给他养成了一种 无力败国的感觉 如今 他的败国大业 终于要完成了 为啥有种不现实的感觉 是他的错觉吗 嗯 一定是错觉 李承强压住心里那种狂喜 眼神望向许公公 淡淡地道 朕 已经知道了 他就是在压制欣喜 多多少少 语气中还是带着喜 说完 他转身走回桌案 许公公愣在原地 表情还很猛逼 为啥陛下得知有人反叛 还有些开心的样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 皇帝不急太见急 李承倒是没注意到 许公公的表情 在桌案前坐下 手指轻敲桌面 微微眯了眯眼 这些人准备会蒙 会不会缺物资 到时候别像大洲那样 缺物资就不打了 他应该送点东西过去 让这些人早点打进来京都的 送点什么呢 粮食 战马 甲州 这些东西 在其他地区 全都有的呀 根本不缺 不然就写一道圣旨 招案一下 试一下弱 让这些人觉得他好欺负 然后快点发兵攻打 可以哦 李承双眼一亮 取出一道圣旨 开始书写了起来 在写完之后 让许公公取来传国玉洗盖上 许公公 你派人去一趟 将这圣旨送到天鹊城 交给义军嗨嗨 叛军 李承咳嗽了几声 将圣旨递给许公公 他眼中闪烁着期待 这次 应该不会有意外了 第四十五章 劝你们杀自己部下 天鹊城 咚咚咚 城外 一座极为宽广的军营内 一面面战鼓被敲响 令人热血沸腾的战鼓之声 在整座军营内响彻 这座大军迎分成了一座座迎寨 每一座迎寨上 都插着一杆颜色不同的旗帜 有的旗帜上 书写着情字 有的写着旗字 还有的写着曹字 字各不相同 共有二十多座迎寨 毫无疑问 这便是反军会盟之地了 在其最中央的一座营帐内 一名名地区总兵带着各自 几名部下 来到这里 与各个地区的总兵碰一下面 门口的卫兵 看到每一名总兵走进去 便会大声喊一下 对方的来路与信誓 岭南地区 其总兵道 隆西地区将总兵道 关中地区请总兵道 江南地区 卫兵的口几乎没有停过 足足念了近二十个名字 才停了下来 大唐共划分为二十三个地区 去除京都地区外 其余二十二个地区总兵 皆到于此 众多总兵见面 自然是一阵寒暄 不过当这些总兵 看到真正的反贼曹统时 一个个脸色都变得有些怪异了 因为曹统脸上有一道刀疤 家都还没脱落 显得有些猙獰恐怖 而且众多总兵 都是带着各自的布下来的 就曹统孤零零一个人 身边没有任何布下 关中地区的总兵秦末 忍不住道 曹总兵 你脸上的刀疤 是怎么回事 还有 你的布下呢 其余总兵闻言 纷纷附和 询问了起来 是啊 这不是还没开战吗 你脸上的刀疤 是怎么回事 我一路走来 竟然都没看到 曹总兵你的布下 你的布下 都去哪里了 早就听闻 曹总兵麾下河中 三江极其骁勇 一直都想见见 怎么 曹总兵 这是怕我们挖墙脚 所以 把人都藏起来了吗 听着众多总兵你 一句我一句 曹统脸色有些阴沉 但这些人身份 和他一样 他也不好发作 只能说道 我听闻皇帝 前些日子东征 曾派遣密探 进天英关和东尼国 瓦解对方高层 众多总兵 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是他们谁不知 谁不晓 吴端端说这个干什么 秦末眯眼问道 曹总兵 这和你脸上的刀疤有什么事 曹统一摆手 阴沉的道 我怀疑我麾下有皇帝的密谈 但我不确定是谁 一怒之下 就把所有部下都杀了 现在兵权 就掌控在我一人手上 脸上的刀疤 是那些人反抗时 被伤到的 秦末 众多总兵 秀啊 曹老殿 曹统看众多总兵那怪异的眼神 哼了一声 道 别看了 我怀疑 你们麾下也有皇帝的密谈 建议你们多查查 众多总兵都是笑而不语 他们麾下有皇帝的密谈 有可能吗 还真有可能 但是他们是假装的反贼 而这个曹统是真的反贼 陛下总不可能用密探来攻击他们 毕竟都是一个阵营的 话说 曹总兵 你是怎么觉得 皇帝派遣密探到你的部下的 一名面容看起来二十七八 面容的男子 跨步走出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这人便是岭南地区的总兵 齐燕 也是这次假装联盟的策划者 曹统多了一眼齐燕 沉生道 皇帝一直以来都没有动作 实在太奇怪了 我感觉 皇帝明面上没动作 必然会暗面上有所动作 而暗面上的动作 皇帝便以派遣密探的招数为最强 齐燕又忍不住问道 可就算皇帝派遣密探 你也不用把所有部下都杀了呀 曹统抬眼 说道 难道你不知道 皇帝身边有千面人 千面人 什么玩意 众多总兵都一阵迷茫 曹统冷哼一声 将一本传记拿出来 翻开了几页 递给众总兵 总兵们都互相看了一眼 嗯 这是一本 上面写皇帝身边能人无数 有三头六臂的韩语 有执弃天下的宰相 还有一名暗面的能人 千面人 先前东征之战 便是千面人变成密探 让整个东一国瓦解的 不错 剧情相当不错 可这特么是一本传记 这种军事重地 你拿本传记 和我们说是 是不是过分了 众多总兵看向曹统的目光 都变得不善 其中 秦末更是控制不住地说出声 道 曹总兵 你这是耍我们 曹统皱眉 说道 传记 必然是源自于现实 多多少少有些联系的 可能没传记里这么夸张 但是肯定也是存在的 除非编写这本传记的人 这么无德 居然浮空编写 为了以防万一 哪怕有一点可能 也要杜绝 我们做的事情 要是失败了 那可是万劫不复 所以我劝你们 把自己部下全都杀了吧 叮 场面一度寂静 那些总兵带来的部下 全都不约而同 看向了曹统 目光隐隐含着杀意 一名总兵摆手道 不必了 我们还是相信我们部下的 又有一名总兵 跨步走出 说道 不错 我们还是好好商量一下 这次起义的事情吧 别忘记我们会蒙的意义 曹统文言 也只能冷哼一声 不再说话了 众多总兵 当即便准备商量一下出兵政策 他们采取的 是投票制 有想法的 可以说出来 得到支持的人多 就按照那人说的做 曹统当即说道 我建议我们兵分三路 从西南北三面 逼近京都地区 他侃侃而谈 说得有模有样 足足讲了数十分钟才说完 众多总兵都是点了点头 虽然感到赞同 但是他们并没有人站出来支持 好了 还有没有其他人有想法的 齐燕站出来说道 秦末跨步而出 淡淡地说道 我觉得 我们直接往京都地区前进就好 三十万军队一起 曹统皱眉 问道 以什么阵型前进 秦末回答道 没有阵型 随便走 他的话一出 二十多名总兵齐齐站出 纷纷附和 秦总兵好计策 以三十万军队之气势 直线压迫京都地区 不愧是秦总兵 能想出这种计策 随便走 则则 这三个字 内涵深意 二十多人 全都选择支持秦末 曹统 你们在糊弄我 第四十六章 你看我信吗 在众多总兵的一致决定下 采用了秦末的方法 直接领兵前往京都 不用什么任何兵法什么的 当然了 曹统是反对 但一个人反对 压根起不来什么作用 就在众多总兵笑呵呵 准备做做样子 发兵京都时 一名士兵忽然走进了营帐内 启禀曹总兵 各位总兵 潮安城有天使传来了圣旨 圣旨 皇帝在这个紧张时刻 下圣旨了 什么意思 众多总兵都把目光望向了那士兵 曹统更是站起来 立声问道 天使呢 还不给我押进来 那士兵摸了摸脑袋 到 那天使把圣旨留下 就走了 嗯 你们就这样放天使走了 曹统微微皱眉 但没发作 而是说道 圣旨呢 士兵从腰间将圣旨拿出 递给曹统 曹统结果打开一看 下一刻 他大笑了起来 哈哈 皇帝果然是怕了 居然写赵安书 你们看看 皇帝怕了 我们这次起一吻了 他心情很是愉快 似乎已经想到了 自己未来成为一国之主的样子了 将圣旨递给其他总兵 其他总兵接过 相继看了看 的确是一封示弱的赵安书 这些总兵却没感到什么愉快 相反一个个脸色都变得有些怪异 看向曹统的眼神带着丝丝奇怪 曹统丝毫没察觉到这些眼神 大笑着走出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我先回去准备发兵的事情了 你们也别拖着了 尽量加快发兵速度吧 带到他离开 其他总兵才回过神来 一个个都表情怪异 陛下这封圣旨 一名总兵忍不住说了出声 齐艳眯了眯眼 走到一张椅子前坐下 开口道 或许你们不知 不久前朝堂中 诸葛宰相教导过朝堂内的几名大臣 那时候 诸葛宰相曾经说过 陛下之至 非常人能衡量 并且 诸葛宰相提出了换位思考这一说法 假设你是一位 雄才大略的皇帝 用这个视角 去观察陛下的动作 再揣测出陛下的意图 你就能明白陛下的意思 然后再配合陛下 而现在 这封圣旨陛下 总不可能无端端发一封 招安书过来吧 他语气带着淡淡的自豪 一看这群总兵 再朝安城的眼线 就不怎么样 哪里和他一样 能得到诸葛宰相 传授的换位思考大法 众多总兵文言 都陷入了沉思 一个个眉头紧皱 像是在琢磨 换位思考这四个字 一名总兵深吸一口气 道 老齐 你现在和我们说这个 我们一时半会 也搞不懂 倒不如直接说出来好 反正我就看出了 陛下在势敌已弱 其他的 我都看不出来 齐燕笑眯眯的道 不错 势敌已弱是一方面 但我感觉 这封招安书 更是陛下 给我们的一个信号 毕竟陛下 不可能真的闲得无 疗发一封招安书 鼓励我们真的反叛吧 陛下 想必是在通知我们 他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意思了 有总兵诧异的道 可是陛下 怎么这么快 知道我们的动作的 总有一种陛下 什么都看得到的感觉 其余总兵赞同地点了点头 他们的确也有这种感觉 好像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在皇帝的眼中 完全没有隐私可言 或许 真如曹童所说 我们身边 有陛下的密探 齐燕意味深长的道 其他总兵闻言 心头都是一惊 不约而同地 看向那些部下们 那些部下 被看得背后一凉 这和我们无关啊 草统 我你个大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皇宫内 李承再次来到了 金宁的请殿进月宫 嗯 他只是想要表现的 宠爱金宁一点 好引起宫斗 没其他的意思 此刻 李承正陪着金宁 在用晚膳 他到进月宫用晚膳 一切规模自然 以最繁华的来办 金宁望着满桌的膳食 也是微微诧异 他自然听闻了 大唐二十二个地区 进阶反叛的事情 这种天大的事情发生了 皇帝为什么 还能有这么好的胃口 而且 看皇帝的模样 非但没有任何压力的样子 相反 还带着嘶嘶笑意 好像很开心 金宁一边吃着膳食 一边轻声问道 陛下 叛军的事情 真的没问题吗 李承心情很愉快地吃着东西 听到这位妃子的提问 笑着回答道 放心吧 一切都在镇掌控之中 嗯 都在掌控之中 不久后 他就可以回去了 混吃等死的小日子 他很快就回来了 这句话落到机宁耳中 却变成了不一样的味道 让他心头泛起丝丝连依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这便是陛下的实力吗 哪怕二十二个地区反叛 三十万大军向着京都攻来 依旧风轻云淡 是他多虑了 像陛下这等千古一地 怎么能用平常心去对待呢 只是不知道陛下 会以何等手段 将三十万叛军击败 真是好奇呢 机宁美眸闪烁着异彩 看着在吃饭 毫无帝王威仪的李承 李承吃着吃着 看到机宁在注视着他 不由停住动作 好奇问道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机宁连忙低头 脸蛋上浮现两团红韵 美丽至极 李承看得一愣一愣的 也跟着低头 继续吃着 这是在逼他 不 他不是那种人 下一刻 许公公 今晚在静约宫住下了 李承对着外方的许公公喊道 是 陛下 许公公连忙答应 然后不止与邻军士兵 做好防卫工作 陛下 你一直留在臣妾着 不太合适吧 机宁突然说道 他虽然不太清楚 后宫形势 但是也知道 后宫有个贵妃比他大 而且还没被皇帝宠信过 按理来说 应该先宠信贵妃的 但皇帝近些日子 一直待在他这 他自己都感觉不太合适了 李承却是白手道 朕这不是缠你海海 朕官最近朝安城内 治安不太好 朕陪在你身边 也能多照顾你安慰 机宁 你看我信吗 第47章 万民写书 天际已经渐渐露出雨堵白 静月宫内 李承还抱着家人在熟睡 突然 他睁开了双眼 脑海中一道机械女声传来 国力检测时间道 这道声音刚刚响起 在李承的面前变谈 射出了一道 湛蓝色荧幕 上面浮现着一段段字 检测当前 大唐帝国国力职位 1487 奖励宿主受命7年 当前宿主受命 238年 国力提升具体来源 请宿主自行查看 啥玩意 这不是大唐22个地区 全都反了吗 国力值又怎么增加了 李承瞪大了双眼 但担心 吵醒身边的机名 他并没有什么动作 意念一动 点击了查看按钮 国力提升具体如下 七明星 明星 什么鬼 他都快把整个大唐玩完了 所有地区都反叛 又乃来的明星提升 南部城王国 有助于提升明星 李承嘴唇 微微颤抖了一二 心里强行安慰自己 不管现在提升多少 等到叛军打进朝安城 都要掉下来 不要在意眼前的提升 嗯 不要在意 李承深吸了一口气 关掉面前的荧幕 望着靠在他怀里的美人 便打算继续睡觉 忽然 耳边传来一道道细微的声音 这些声音很小声 像是从远处的地方传来的 李承本来就睡不着 被这声音一吵 更加睡不着了 他动作很轻地从床上爬起来 虽然他动作很轻 但还是不可避免地 惊醒了姬宁 陛下 臣妾帮你更衣吧 姬宁当即便想要站起来 李承却摇了摇头 将对方重新按回被窝 低声道 不用 你继续休息就好 朕自己更衣就好 说完 也不带姬宁答应 将衣服穿好 便起身离开了 完全不再看姬宁一眼 开玩笑 他现在可是闲者 怎么可能会喜欢 这些红粉窟窿 李承跨步走出静岳宫内 在门外守着的许公公 连忙上来 道 陛下 外面风大 先进屋 朕还没这么脆弱 李承摆了摆手 目光望向那些声音 传来的方向 是宫外 不由道 外面那是什么声音 许公公低着头 说道 老奴也不知 已经派人去问了 想必不久后 就有结果了 他话音落下 远处一名羽林军士兵 小跑而来 看到皇帝 拱手抱拳道 参见陛下 属下假咒在身 无法行大礼 还请陛下恕罪 朕恕你无罪 李承皱了皱眉 问道 外面是什么情况 外面那么闹 难道是叛军打进来了 不大可能呀 要是叛军 真打进来 宫里 应该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平静才对啊 而且那些大臣也不是吃素的吧 不可能让叛军这么容易打进来了 他收回上一句话 那些大臣都是奸臣 貌似的确没什么作用 与林军士兵这才道 启禀陛下 宫外大门处 有万民跪拜 想要求见陛下 我们已经尽力驱逐那些百姓 但百姓始终不肯退下 而且 还有越来越多的百姓跑到宫门处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万民跪拜求见他 李承莫名心底一凉 该不会明星 无端端增加七点 就是因为这事吧 走 去宫外看看 他当即吩咐 陛下有旨 百驾宫门 许公公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 一队与林军士兵顿时集合 汇聚成一队 围绕着皇帝 李承朝着宫门处 快速走去 不到一会儿 便来到了宫门处 此时 宫门外一队对宇林军 已经在场上 维持秩序 可庞大的人群 根本不是说维持 就能维持的 这些士兵们 也只能把守着宫门 防止有百姓进去 李承带着人走来 沿途锁过的宇林军 纷纷让到行李 很快 李承就来到了宫门前 他抬头看去 入目锁过 黑压压的一片人海 一眼看不到边际 这 李承错愕了一下 不明白这么多人 跪在这里干什么 陛下 一名宇林军将军走来 恭敬地拱手 这是怎么回事 李承忍不住问道 说实话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场面 数不清的百姓 齐齐跪在地上 那将军恭敬地回答道 陛下 这是朝安城的百姓 自主而来的 他们想要参军 帮助陛下 共同抵御叛军 这些百姓 还写下了万民写书 想要请求陛下 让他们参军 抵御叛军 万民写书 李承眉头皱起 心底了然 他之所以 会增加民心 恐怕就是 诸如朝安城百姓 这样的存在吧 一心想要抵御叛军 所以民心 才会大涨 可惜 这一切都是屠楼 需要震出面吗 李承眯了眯眼 问道 那将军 连忙摇头说道 陛下还是不要现身了 这些百姓 没见到陛下 都如此了 若是见到陛下 怕是会暴动 为了陛下安危着想 陛下还是不要现身了 李承闻言 微微点了点头 目光深邃地 看着宫门外 跪地的无数百姓 为什么这些百姓 无缘无故 会来皇宫 请求参军呢 万民写书 一般的百姓 就算因为太过激动 前来请求参军 但是 也不可能写下万民血书吧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李承有种这背后 有人在推动的感觉 在宫门外远处 宰相诸葛无名 坐在一家客栈内 但笑看着宫门处的场景 在他桌子对面 黄培也坐着 宰相 你这一招 有必要吗 黄培喝着茶水 轻声问道 诸葛无名风轻云淡地摇头道 有背无话而已 我用些小手段 调动全城明星 若是真的出现什么意外 有全城百姓在 多多少少也能起到作用 而且就算没用 那朝安城内明星的凝聚力 也会上升一个层次 何乐而不为 黄培忍不住说道 宰相你又是帮助那些大臣 去学习揣测陛下的意思 又是帮助陛下凝聚明星 陛下若是知道了 肯定会很感谢宰相你的 陛下早就知道了 诸葛无名却淡淡地说道 君子之交 但如水 他与皇帝的交情 他心里知道就好 嗯 这是聪明人的交流方式 第四十八章 开眼 京都地区 虽说是地区 但是这个地区的城池 远不如其他地区的多 合起来不过三四座城池 只是因为 有护卫朝安城的任务 才有资格称为京都地区 此刻 各大地区的三十万联军 已经来到了 京都地区之外的万山关 只需要攻破万山关 便可直面朝安城 曹统骑着一匹黑马 走在最前方 眺望着前方的巍峨雄关 目光透露着凝重 这座雄关 怕是很难攻克 不过 朝安城就在前方了 无论如何 他都要攻破了这座雄关 去和其他总兵商量一下 扎营休息先吧 等一下 那些总兵人呢 曹统刚想吩咐扎营 忽然转头看向他们后方 脸色表情瞬间难看了 后面的士兵 全都零零碎碎的 一个个跟要死要活一样 毫无阵形可言 这也就算了 五十里开外 那个棋子大棋 是怎么回事 你特么掉队掉这么远 等一下 那个百里开外 都看不见旗帜写的什么的 又是谁 这特么还算掉队 你怕是走迷糊了 派人去后面 通知各大总兵加快速度 曹统咬牙 蹦出这么一句话 那些总兵不归他管 他也不能说些什么 只是 你们特么怕 都是演员吧 距离曹统军队的五十里之外 数十名总兵骑着马 悠哉悠哉前进 速度很慢 而且 一边赶路 一边聊天 好不乐哉 喂喂 不是我说 我们这么悠闲赶路 真的没问题吗 一名总兵咧嘴 笑着问道 这种演员的感觉 实在太舒服了 应该没问题 反正投票决定一切 咱们人多 咱们说了算 哈哈 曹统就一个人 有什么话语权 不错 曹统可是反贼 我们可不是 管他干什么 等晚些 在陛下面前 直接拿下他就完事了 众多总兵都笑着交谈 一切显得很和平 压根没有要打仗的模样 齐眼眯眼 淡淡地道 咱们悠闲归悠闲 可也不能太过了 防止什么突发事件 五十里就够了 把你们的部队 都喊近一点吧 被他这么一句话 那些总兵都骤然间愣住 他们都回头望去 只顾着聊天打屁 都忘记照看自己的军队了 当他们看到白里 开外那大片军队 一个个神色都变得异常尴尬 他们的军队啥时候 掉到白里开外去了 他们怎么都不知道 我 我军队 那 你们谁看到我军队了 一名总兵慌乱神 擦着双眼 往前看去 可压根找不到自家的军队 心里是猛逼的 他不就是聊了回天吗 自家军队去哪了 哒哒哒 一匹快马突然奔来 爆 赤后招着手 快速说道 齐眼看了一眼赤后 白手道 讲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赤后拱手道 起兵总兵大人 我军后方八百里处 发现一支五万人的军队 齐浩为江 好像是 他欲言又止 小心翼翼 看了一眼一名总兵 接着道 好像是将总兵的部队 所有总兵文言 一个个全愣住了 他们从天阙城进兵 京都地区才多少里 不到五百里 你他妈是怎么做到行军到 后方八百里处的 反方向行军 还是急行军 其他总兵都脸色怪异地 看向那名江总兵 江总兵也是尴尬得不行 拱手道 诸位 改天再聊 我这边要快马加鞭 去把那群混账都喊回来了 在众多总兵怪异的眼神下 将总兵驾马离开 其余总兵再尬聊了几句后 也纷纷离开 去将自己的部队都喊回来 齐彦和秦末对视了一眼 都是叹息了一声 这群人 不是故意再演 而是真的本色出眼 听闻朝唐征东将军 韩宇麾下东征军 战力恐怖 擅长布置各种战争 特别是 在韩宇的指挥下 如有神助 齐彦望着朝安城方向 悠悠地道 恐怕就算陛下 没有布局 靠着正面战役 我们也未必敌得过 那将近十万的东征军吧 秦末也是感慨不已 道 这便是陛下的意图吧 明面实力展露 背面实力隐藏 我想 陛下 也是不想大动干戈 所以才暗中透露 让我们出手的消息吧 两人都是一阵唏嘘 内心对皇帝的敬佩 又升了一个等级 整整花费了四天时间 所有军队 才在万山关下整合 中军大营 再次立起 众多总兵 都风尘仆仆地汇聚在一起 一个个神色 都有些憔悴 长期当总兵 他们可不比秦末 那种未明的 而是在享受荣华富贵 如今又统兵 身体多多少少 有些吃不消了 多打起精神吧 只要攻破万山关 朝安城 就全在眼中了 曹统试图鼓舞士气 但一切都没什么用 相反 众多总兵 看向曹统的眼神 都带着思思怜悯 这憨批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想着皇帝梦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齐艳看场面 有些尴尬 出声道 好了 我们接下来的目标 是攻克万山关 谁愿请命攻关 他一边说着 一边给诸多总兵识眼色 这个差事 可不能让曹统拿了 他们是假装进攻 人家那是真的进攻 诸多总兵 明显都没观察到 齐艳的眼色 就在曹统以为 无人请命攻关 准备亲自上阵时 秦末反应快了一点 率先走出 陈生道 我去吧 我关中地区的军队 经常攻打匪患 多多少少 有些惊艳 曹统健壮 已经站起来的身体 只能重新做了回去 关中地区 不仅仅是国之粮仓 其好战之风 也是大唐数一数二的地区 加上近些年秦末 一直带兵剿匪 战力应该不错 让关中之兵 进攻万山关 他老曹放心得很 这回应该不会赢我了 那就由秦总兵去了 秦总兵切记 多努力攻关 多努力 齐艳点了点头 把努力两个字 咬得很重 目光落到秦末身上 一个眼神递了过去 开眼 秦末 收到 第49章 全都是演员 皇宫内 李承原本坐在太极殿内 摸鱼神游 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忽然收到消息 叛军已经兵临万山关下 一旦万山关破 朝安城将展露在叛军的视线之下 听到这个消息 他立马就激动了起来 但表情仍旧维持着平淡 李承看着身旁的许公公 眼中透露着火热 询问道 依照这个进度 叛军大概多久可以攻下万山关 许公公猛了一下 多久才能攻下万山关 陛下为啥这么问 他不敢问 只能老实回答道 陛下 万山关乃是巍峨雄关 周围地势险峻 当年太祖便是凭借万山关 一次又一次抵御 他国来犯 如今镇守万山关的 乃是京都地区总兵沈威 沈威此人 还是颇为精通兵法的 有他在 万山关便无忧 若是叛军人数 再翻一倍 日夜不停强攻 或许能破关 可就三十万叛军 远远还不够破关的 啥玩意 叛军攻不破万山关 这怎么行 叛军不攻破万山关 怎么兵犯朝安城 不行 这绝对不行 他得想办法 这些叛军可都是他的战友 必须想办法帮一下 李承皱紧了眉头 细细思索着 要不然 直接下旨 让守军全都撤了 把万山关交出去 不行的 李承否决了 自己这个念头 这些叛军 全都是玩兵法的 万一觉得 有诈什么的 打死不肯进关呢 或许 可以尝试着 派个人 去换下那个什么省卫 并且勒令那人演一场 等敌军攻关 就装作不敌 然后 徐徐而退 可以行 李承双眼一亮 白手道 传阵旨意 让韩宇速速进攻 他稍加思索 便有了决定 派韩宇过去演一场 毕竟韩宇是他亲手提拔上来的 应该最听话 叫韩宇去演 应该会服从的 是 陛下 许公公点头答应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 韩宇匆匆从宫外赶来 来到太极殿 他甚至还没来得及行礼 李承便开口道 韩将军 朕欲让你去万山关一趟 嗯 韩宇呆滞了一下 玄机脸上露出了狂喜的神色 陛下这是派他去击破叛军 不是他吹 就那三十万叛军 只要他带上东征郡 一月之内便能击败 他当即丹西下跪 便准备立下军令状 可皇帝下一句话 却让纳闷了 只见李承淡淡地道 朕要你替代沈威 成为万山关的守将 并且在两军交战时 装作不敌 将万山关交给叛军 引叛军来朝安城 韩宇猛逼了 这是什么操作 装作不敌 将万山关交给叛军 他刚想询问 抬头却碰到了皇帝那 陷入思索的眼神 这是陛下的布局吗 陛下一直在思考这些东西 恐怕这也是陛下布局的一环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算了 感觉询问会惊扰到陛下 倒不如出宫去询问宰相 想到这 韩宇作一道 陈 领命 嗯 下去吧 李承摆了摆手 收回心思 看向韩宇的眼神 倒是满意了不少 还是这人听话 比许公公那个 天天问东问西的好多了 是 陛下 陈仙告退了 韩宇缓缓退了下去 李承望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满意点了点头 这下 应该万无一失了吧 连雄光我都亲自下令丢了 还能用什么理由 让我不败国礼 哼 开玩笑 这次要是还能稳住 我李承 当场把这张桌子上的 奏折给吃了 说到做到 出宫的韩宇 没有返回自己府邸 也是急匆匆地 来到了宰相府 将宫内的一切都告这宰相 询问宰相的理解 当诸葛无名 得知皇帝打算放弃万山关时 也是微微诧异了一下 宰相 你说 陛下这是什么意思 直接下令 让我带领东征郡 征讨这些叛逆不就行了 韩宇皱着眉头 他实在想不出陛下的意图 通过日常的判断 他多多少少也知道 陛下肯定有深意 可这是什么深意 他就不知道了 诸葛无名轻轻摇头 说道 正面起战役 死的再多也都是 我大唐的子民 你可懂 陛下想来 也是这样想的 至于陛下 放弃万山关想来 是想要在朝安城外 将叛军击溃 这样也能令天下萧小 感到惶恐 可能你有所不知 陛下背地里 是有许多隐藏的力量的 对付这些叛军 陛下早就不好局了 我所知的 也只是陛下 隐藏力量的一心半点而已 总之 你先按照陛下说的做吧 尽量别死伤太多士兵 毕竟那都是大唐士兵 陛下 当真是爱兵 爱民如此 哪怕各地反叛 还能先想到大唐百姓 大唐士兵 而不是想着 先用手段 镇压反叛 韩宇心里 暗自感慨 对陛下的敬佩 再次提升了一个等级 换作是他 恐怕根本无暇顾及这么多 陛下不愧是拥有 千古遗地之资的皇帝 他不由想到未来 跟随这么一位千古遗地 自己的未来 会不会名流轻视 想想就有些小激动 转念一想 他忽然问道 宰相 我若是要让叛军 毫无疑问地相信 我是败退的 恐怕要死伤不少士兵 这样有为陛下之意 敢问宰相 可有何妙计 诸葛无名缓缓坐在椅子上 喝了口茶 眯眼道 无他 唯有眼之一字 一眼 韩宇双眼闪烁着光芒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与此同时 万山关外 联军大营 关中军的营寨内 什么 爹你说 其实 你们是联盟的 只等在皇帝面前 将唯一的反贼草统拿下 献给皇帝 一名年轻将领望着秦末 吃惊地说着 混账 秦末狠狠拍了一下将领的头盔 怒声道 喊这么大声干嘛 找死啊 那年轻将领忍不住道 那爹你怎么不早点说 我还以为你老糊涂了 真的反了 秦末瞪了一眼这将领 说道 我秦末深受国恩 怎么能做出这种 不仁不义的事情 至于早点说 要是知道的人太多 那岂不是 容易被曹童所知 嗯 皇帝牛逼了 那肯定是深受国恩 皇帝昏庸了 那就说不准了 那年轻将领 没想太多 扶正了一下头盔 低声问道 那爹你和我说干什么 秦末望向万山关方向 道 我准备 让你去攻打万山关 当然了 不是真的攻 我要你去演 第五十章 到底是你在演 还是我在演 第三个 一眼 那年轻将领 秦月表情 有些猛逼 询问道 怎么演 秦末挑眉 来回走了几步 说道 明日你带兵攻关 到时候 你假装敌不过就行 记住了 千万不要和官内 守军起冲突 不然 被视为真正的叛党 你爹我也就不了你 这还不能和官内 守军起冲突 他带人攻关 嗯 假装的攻关 可假装攻关 只有他们知道而已啊 官内守军 可不知道 那么到时候 一个万箭齐发 有可能挂掉不止 还要被算成叛党 这也太冤了 秦月当即不干了 连连摇头道 爹 打死我也不干 你还是去找别人去吧 打死你都不干 行 那我就打死你 秦末闻言 抽出配件 就朝着面前的混小子砍去 秦月连连躲闪 惊慌地大喊 爹 停停停 我去还不行吗 秦末看对方答应 这才收回件 冷哼了一声 呼 秦月松了口气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忧怨地道 爹 你要我演 那具体要怎么演 秦末却是转身走出营帐 一边走一边说道 随便你怎么玩 我只需要看到我军功不下万山关 要是明日你出错了 以后就不用再喊我爹了 我也没你这个儿子 说完 他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原地秦月愁眉苦脸 攻不下万山关的正常 要是攻下了 那才有鬼呢 可是不与关内士兵起冲突 还要装作进攻 这可怎么玩 另一边 韩宇接手了万山关的一切防务工作 此刻韩宇正在和京都地区 总兵沈威见面 两人坐在大堂上谈话 什么 陛下想要放弃万山关 让叛军长驱直入 沈威错愕不已地看着韩宇 要不是因为 韩宇这个争东将军的名头在 他都要怀疑 韩宇在骗他了 放弃万山关 那么 朝安城将无处可守 故障难鸣 早晚会被破成的 韩宇却是很淡定 像是宰相附体了一样 淡淡地道 陛下自有深意 已经在朝安城外部下一切 只等叛军过去 你就放心吧 况且朝安城外 有东征军在 更有诸葛宰相 最等其人在 不可能会出事的 你当前的任务 是返回朝安城 去找陛下报道 晚点只要叛军来攻城 我会洋装努力一番 然后撤军的 沈威皱眉 还想问些什么 但看了看淡定无比的韩宇 念头落下 还是没有选择问出口 他叹息了一声 起身道 无论如何 我都会与陛下共存亡 万山关这边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当今陛下的能力 远非你我所能想象 韩宇安慰了一句 但愿如此吧 沈威似乎还是有些不相信 起身离开了大唐 准备返回朝安城 韩宇望着对方离开的背影 看了许久 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道 来人 将军 外方 一名清兵走来 传我将练 若是有敌军攻关 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 韩宇白首吩咐道 是 将军 清兵点头 走出去传令 韩宇自己一个人 坐在大堂内 你一着眼 他在思考该怎么演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虽然他读过无数兵法 但是 守城之战哪来演 这还是第一次 压根没什么经验都没有 唉 想这么多也没用 战阵之时 一瞬千里 风云莫测 谁知道 会发生什么 看着办吧 韩宇叹息了一声 四日一早 咚咚咚 万山关的战鼓 被敲响 一名名士兵 争先走上城楼 准备抵御来犯的叛军 韩宇也迅速登上了城楼 观看着关外的场景 只见远处风沙漫天 战鼓之声 敲动不止 一支军队 在缓慢靠近 就是 嗯 就是这支军队 毫无阵型可言 像是在散步般走来 大概一千多人而已 以 嗯 这是什么阵 算了 已无阵型走来 韩宇粗略观察了一眼敌军 说实话 就这种散兵游勇 只要给他一百骑兵 他有把握直接击溃 可惜 他现在是要演 而不是击败敌人 传我军令 放箭抵御 韩宇沉吟了一番 对着旁边的清兵道 那清兵一脸猛逼 问道 将军 敌军距离 我们五百米开外 射怎么射 弓箭的射程 才多远 一百米左右 这五百米开外放箭 是什么操作 消灭敌军前方的空气 企图让敌军窒息而死 军令你就服从 问这么多干什么 韩宇走过去 踢了那清兵屁股一脚 那清兵 只能嘀咕着传达军令 将军有令 放箭 守城士兵全都是一愣 可因为服从命令的因素 一个个全都弯弓搭箭 咻咻咻 顿时 万箭齐发 场面很是恐怖 箭头上的寒芒闪烁着 令人感到眼睛生疼 一轮箭雨落下 没有损伤到任何一条生命 与箭全都插在地面上 毫无任何效果 不过 倒是把那支千人敌军吓得够呛的 一个个差点没后退 不行 这支队伍士气太弱了 五百米开外的箭雨 都能下成这样 不能再放箭了 嗯 等敌军云梯架上来 就吩咐撤军 韩宇看着这支军队 暗自想着 到 传我军令 全军将弓全部丢下城去 大喊我军没箭了 清兵又迷茫了 这是什么计谋 可他不也不敢问什么了 只能传令下去 城楼内的士兵 纷纷将自己的弓丢下城 还在大喊着 我军已无箭 我军已无箭 城下 秦月带领的上千人 自然也听到了这句话 那些士兵 原本还在畏惧先前的箭雨 但是听到这句话 一个个眼神都亮了 将军 敌军没箭了 我们快冲 对 冲 只要架住云梯 后续支援 马上就到了 将军 事不宜迟 赶紧下令吧 秦月看得一阵猛逼 一座大型城关 还是护卫朝安城的 放一轮箭就说没箭了 你蒙谁呢 而且没箭就没箭 你还说出来作甚 真当我是白痴 到底是你在演 还是我在演 第五十一章 马上要回去了 秦月望着面前遍地的雨剑 沉默了下来 她有种感觉 这座雄关的镇守将领 也想要演 算了 直接撤军吧 我就不信 我撤军你还能怎么个演法 不过 撤军也要弄个理由 不然 他那个父亲 非要砍死他不成 于是 秦月走到了一支雨剑前 拔出雨剑 一咬牙 狠狠扎进直接大腿处 痛苦地嘶吼 救我 有人放案件 原本正准备冲锋的士兵 齐齐愣住 哪来的案件 可他们看到自家将军 腿部的血迹 来不及多疑 全都冲了上去 护住了秦月 撤 快撤军 秦月瘸着腿 大声地喊着 可还莫等那些士兵们 反应过来 轰隆隆 远方万山关的关门 突然打开 厚重的大门 摩擦过地面 发出沉重的轰隆声 一道声音 从关内传出 敌军杀进来了 快逃 顿时 一支支旗帜 被散乱丢下 无数士兵散乱地逃离 向着朝安城方向逃去 秦月 他满脸猛逼地看着面前 关门大开的万山关 这是 什么鬼 他正想强行站起来查看 在他背后的曹统锁部 却抓住了时机 只见曹统一声大喊 万山关关门已破 杀 杀进关内 把万山关占领了 他大声喊着 还不忘快马加鞭 冲进万山关内 在他命令下 数万军队疯狂涌入万山关 瞬间将万山关占领了 前一秒 还是巍峨雄关的 下一秒 却已经被打下来了 而秦月还站在原地 傻愣愣的 不知所措 万山关内 一座大堂 除了草统外 其余总兵 进阶汇聚在这 这些总兵 看向秦末的表情 都似非似小 真没想到秦总兵之子 如此骁勇 仅仅千人 便破了万山关 而且用时还极短 这场战役怕事 可以登入史册了 嗯 让我想想 这该怎么描述 则则 秦总兵 你明知道 你儿子骁勇 还让他来攻关 这不是天赌吗 原本只是想着 静静等陛下过来就行 现在好了 万山关都被你儿子攻破了 要是陛下怪罪 这我们 可不担当 众多总兵 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 语气里 大多数都是一种嫉妒 为何你儿子会这么骁勇 而他们儿子 都是草包 难道造娃时 大家姿势都不一样 而秦末脸色 也满是蒙圈 我儿子什么样 我自己还能不知道 妥妥的 就是一草包 我都打算练小号了 现在大号突然觉醒 骁勇无比 好了 大家都散去吧 免得曹筒起疑 相信陛下不会在意这件事的 相反 等镇压曹筒了 说不定会重用秦月这等人杰 齐燕这时候站出来说道 也算是打了个圆场 其余总兵都羡慕极度地看了一眼秦末 随即便接连离开了 只剩下秦末一个人站在原地 难难自语 怎么可能这个混账 怎么可能一下子变得这么骁勇 这没道理啊 难道是祖坟冒清烟了 哎哟 大堂外 秦月瘸着腿 一拐一拐地走了进来 你的腿没事吧 秦末眼神复杂地 看向自己这位儿子 难道真的是他看错了 其实他的大号没有废 秦月拱了拱手 刚想说话 突然想到什么 低着头道 兄长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嗯 秦末瞪大了眼睛 问道 你喊我什么 兄长 这混账 该不会被伤到脑袋了吧 秦月摸了摸头 道 先前不是你说的吗 要是出了什么差错 就没我这个儿子 苦于无奈 我想着 只能喊你兄长了 要是你不喜欢 喊你爷爷行了 秦末 他默默把放在旁边的配剑 拔了出来 这把剑 跟在他身边数十载 只饮过敌人之血 还从没饮过老秦家的血 今天正好尝尝先 万山关之外 返回潮安城的关道上 韩宇带着数千名士兵 正在返回潮安城 他骑着一匹黑马 扭头看向堂子旗帜 已经不在的万山关 目光悠悠 心里有些莫名的后爬 刚刚那名叛军将领 明显想要飙息 也亏他视线比较好 看得到那名将领的动作 居然特么直接蹦哒蹦哒 跑过去捡了支箭 往自己腿上戳 还大喊有人放按键 幸亏他反应速度够快 当机立断 放弃了万山关 否则就要在万山关 继续和叛军纠缠一阵子了 万山关希望陛下那边 早有安排吧 韩宇深深看了一眼万山关 就这么一座巍峨雄关 乃是护卫潮安城的 最重要防线 如今拱手相让给敌军 陛下这是要玩刺激的吗 在潮安城外再动手 不愧是陛下 这份胆破 非常人所能有 纵观大唐历代帝王 哪一位有这样的胆破 放任敌军到潮安城的 就算是唐太祖 都只会在万山关外 阻挡敌人 而如今的陛下 却拱手让了万山关 此次战役 必载入史册 陛下放手万山关 也许也有这么一层想法吧 韩宇心里暗自想着 他缓缓收回目光 双腿一加马腹 向着潮安城方向 快速前进 他要回去备战了 只要陛下有吩咐 他随时都能带领 东征军前来助阵 他喊某人绝不吹牛 就叛军那些歪瓜裂枣 他敢用八万东征军 去和他们三十万军队 正面展开战斗 而且有把握战而胜之 不过 既然陛下不想 大唐子民过多死亡 他也只能吸了 这种正面战斗的心思了 万山关距离潮安城 按照普通人角城来算 也不过半天的角城而已 更何况 韩宇是急性军的 不到半天 他们就回到了潮安城 同时也将万山关 落入敌军之手的消息 带回了潮安城 顿时 整个潮安城都沸腾了 无数百姓都红了眼 似乎想要等叛军到了 用鲜血去护卫潮安城 而在皇宫内 靖岳宫 皇帝李承本来在和金陵下围棋 当他得知 万山关已经失陷之后 整个人都忍不住一抖 那是激动的 终于好了吗 万山关失陷 马上就是潮安城了 他马上就能回去了 他还是第一第二 还是第三次 感到回去离他是这般的接近 第五十二章 十面埋伏 第二根 在下着围棋的机宁 看着皇帝那开心的神色 心头也是忍不住微微震惊 叛军攻陷万山关 这一切都是 这位皇帝一手策划的吗 为的就是等待 叛军进攻潮安城 这位皇帝到底不知怎么样的天罗地网 在等待叛军 他真的很好奇 李承心情也是颇为愉悦 看着身边在发呆出神的姬宁 手指轻轻弹了弹对方的额头 笑道 在想些什么呢 姬宁捂了五额头 摇头道 没什么 没什么 两人的关系 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也变得越加火热 当然了 不是那种火热 别想太多 李承低头看了一眼他们面前的棋盘 思考一下 把一枚棋子落了下来 笑着道 爱妃 你说了呀 姬宁愣愣看着下方的棋盘 刚想问些什么 忽然 外方的许公公轻轻敲了敲门 低声道 陛下 宫外廖尚书求见 这个家伙求见他干什么 李承挑了挑眉头 看了一眼姬宁 道 爱妃 朕有事先走了 等晚点再过来你这 说完 他也不带姬宁起身行礼 便扬长而去 留下机宁一人坐在棋盘前观看 他看了许久 不知道过去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 娘娘 您怎么了 一名宫女健壮 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机宁这才回神 摇了摇头 轻声道 没事 他说话间 美眸一直不曾离开棋盘 棋盘上 黑子已经将白子进阶包围 呈现实面埋伏之状 陛下 这便是你对付叛军的手段吗 机宁喃喃自语 美眸划过思思感动 刚才陛下 察觉到了他的好奇 但是由于 后宫不得干政的规矩 所以 特意下棋 用这个方法来 告诉他们 陛下对他 真的不是一般的宠爱 机宁内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能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 此生无憾 太极殿 李承在这里 召见了求见他的礼部尚书廖云 廖云刚刚走入太极殿 便行礼 高声道 臣 参见陛下 他跪下行礼的同时 目光也在左右扫视 空荡荡一片 除了他之外 整座太极殿 便只有皇帝 与一旁的许公公在了 为什么他那些同僚都不在 万山关都失线了 这个时候 五百关不应该 来觐见陛下吗 为啥就他一个来了 难道有什么 他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 免礼 李承坐在高位上 俯视着廖云 道很是平静 白手询问道 廖上说 你来是有什么事吗 廖云看着周围空荡荡 有些怂 但还是强行撞起胆气 拱手作一道 陛下 如今叛军已经攻陷了万山关 这已经大大威胁到了陛下 还请陛下下令 派遣东征军迎战叛军 这家伙是担心叛军攻击朝安城 所以特意来找他的 也正常 这家伙就算再奸臣 那也算是他的臣子 如今有人要推翻他 这个皇帝的统治 臣子有些急也正常 可惜 他可不想抵御叛军 不过 这个东征军 是什么东西 李承眉头皱了一下 细细思索了一番 才想起来 东征军好像就是 那支歪瓜裂枣的军队 当初东征之前 他去打击士气的那支军队吧 这支军队还在朝安城内 印象之中 这支军队是很菜的 所以他倒是没过多在意 李承目光望向这个廖云 说道 朕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你不必惊慌 如同往常一般就行 当叛军不存在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嗯 准备好回家了 你们自个玩吧 他说完 拿起面前的奏折 看了起来 懒得再去搭理廖云 廖云愣在原地 看着皇帝不想搭理的模样 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陛下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莫非万山关失陷 也在陛下预料之中 那他倒是不好 说些什么了 他正准备告辞离开 忽然看见皇帝 转下 翘着的二郎腿 陛下 臣还有一事起奏 廖云立马就忍不住了 他可是礼部尚书 平时最注重礼仪了 说 李承依旧在看着奏折 廖云拱手说道 陛下 您乃是帝王 必须要保持帝王威仪 您腿不能这样放 实在是有损帝王威仪 臣愿意指导陛下 观看奏折时 应该怎样看 滚 李承瞪眼 嘴唇轻起 吐出了一个字 廖云喋喋不休 陛下 您可是帝王 怎能如同市井无赖般 骂粗口 滚 陛下 啪唧 一本奏折飞了出去 廖云被吓了一跳 连忙告退离开 李承哼了一声 他都要回去了 还管是不是帝王威仪 不把鞋子脱下来 砸你脸上就不错了 还敢在他面前叨了 老老实实做你的奸臣 不香吗 李承拿起奏折 正准备继续观看 突然想起了什么 这个礼部尚书会来 其他大臣该不会晚点 也来求见他 那他岂不是烦死 许公公 传朕命令 宫门封闭五天 朕谁也不见 他当即摆手说道 许公公弯着身子 走近两步 低声道 陛下可是怕那些大臣 会来求见陛下 李承督了一眼许公公 微微点了点头 许公公笑着道 那陛下倒是不用担心了 老奴不久前 得到了一条消息 本来有许多大臣 是打算觐见陛下的 但是 被宰相那边拦住了 宰相那边说 陛下您很繁忙 所以让那些大臣 全都去宰相府了 说是有宰相处理了 大唐好战友 给力啊 知道他烦这些 还专门帮他拦人了 干得漂亮呀 李承眼中 闪过思思感动 不愧是他的战友 真是太了解他了 不过 话说回来 一只超级细血鬼 加上一堆奸臣 碰面之后 能玩出朵花来 该不会是商量着 把国库给到了 然后跑路吧 还真有可能 算了 他都马上要回去了 管这么多干嘛 他没有兴趣 那就把国库到了吧 李承细细思考了一会儿 开口道 传阵旨意 给予宰相调动国库的权力 他觉得 他该帮助一下这个好战友了 反正他也要回去了 就当帮个小忙 第53章 陛下懂我 第三个 宰相府内 宰相诸葛无明 与数十名大臣见面 他们交谈的话题 自然是关于此次叛军的事情 这些大臣略微惊慌 但是 在诸葛无明的解释下 只能镇定下来 当他们知道皇帝 在故意布局 以万山官引诱叛军时 也是微微错愕了 他们知道 皇帝有所布局 只是没想到 皇帝这么狠 直接将万山官 也给放弃了 放心吧 这一切都在陛下的掌控之中 诸葛无明又安慰了一句 他抬头便看到了 在窃窃私语的群臣 陛下的胆破 真的老臣服矣 放弃万山官 这真的可以吗 别人的话 估计不行 换作陛下 这就不一定了 你要知道 陛下一直以来的动作 那一步不是匪夷所思 不说别的 就说陛下 在大殿点 含将军为帅时 我们不懂猛逼了 那倒也是 陛下的深意 我等也只是能揣测一二一 群臣议论纷纷 诸葛无明看着这一幕 笑而不语 他能帮的 只有这里了 他知道陛下 肯定现在 全力在布局 谋划叛军的事情 他只能帮陛下 把这些大臣稳住 也有另一个原因 那就是向这些大臣 透露陛下的意思 让这些大臣 能够配合陛下的动作 想来 陛下没派人阻止他 拦截这些人进攻 和他想的是一样的吧 诸葛无明走了几步 目光深邃地 看向了万山观方向 他心情颇为郁闷 说实话 在这一次叛军的事件中 他完全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只能稍微协助 一下陛下 这让他很是不舒服 算了算了 想这么多干嘛 既然这次出不了大力 那就等下次 再大力帮助陛下 好像现在 就有一个机会了 等陛下评了叛军 收复那二十二的地区的后勤 倒是需要帮助 诸葛无明暗自想着 看向还在讨论的数十名大臣 倒是升起了一丝丝心思 这次战役过后 二十二个地区 肯定会真正落到了陛下手上 陛下在这二十二个地区 地区权力 肯定有所不足 这就轮到他出谋划策了 面前这数十名大臣 都是出自各种大家族 其身后家族 都是各个地区的大势力 如果能用这些人 去调动那些大势力 以此稳定各个地区 倒是很不错 陛下放心 这次无明一定替你安排好 不用你分心后勤问题 诸葛无明心里暗自想着 目光颇为诡异地 看向了诸多大臣 各位 稍微安静些 本相有些话 想要与各位道明 他轻声开口 明显宰相的威严 还是非常大的 他一开口 颇为混乱的场面 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在窃窃私语的诸多大臣 也停止了讲话 全都看向诸葛无明 诸葛无明眯着眼 犹如一只老狐狸般 将他的想法 告诉这些大臣 这些大臣文言 一个个脸色都变了 头摇的和波浪鼓一样 不不不 这可行不通 宰相 你别看我名誉甚高 事实上 我在家族 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 帮不了宰相你啊 是啊 宰相 我也帮不了什么 你找老臣 前些日子 他们家族势力 最强大了 放屁 什么叫我家族势力最大 你们一个个家族 都不弱 怎么就我家族势力 最大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场面再度变成混乱起来 诸多大臣你 一句我一句 十分吵闹 至于三十万叛军的事情 早就得抛到脑后去了 诸葛无明见状 脸上露出一副 痛心疾首的模样 说道 亏陛下 将你们当成忠臣良才 你们就是这样 回报陛下的 若是陛下 没有将那批奸臣清除 今日场上的 你们都换成那些奸臣 你们说 那些奸臣 在获得陛下信任的前提下 会不会答应这个要求 而你们这些人 居然一个个 全都拒绝 若是陛下知道 怕是要失望透顶了 一句句话 都如同利剑 让数十名大臣 都停止了吵闹 一个个全都 安静了下来 脸色变得很怪异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过了两久 一名大臣走出 无奈地道 宰相 真的不是我们 不肯帮忙 家族都有家族各自的规矩 让家族无私奉献 帮助陛下 这真的不可能 就算我们帮忙 也根本做不到 其余大臣文言 纷纷附和 诸葛无名 也是皱了皱眉头 的确 不给这些家族 一点填头 让他们白帮忙 不太现实 可是如果给填头 凭他的话 真的给不起 若是当初 他那庞大的资产 没有变卖钱 他倒是给得起 可是他现在 根本给不起 接下来该怎么办 诸葛无名 陷入了思索 老爷 老爷 宫里又来人了 忽然 一名管事 急匆匆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份圣旨 宫里来人 什么事情 诸葛无名皱眉 他觉得猜不到 陛下的意图 他问道 宫里的来人呢 那管事把圣旨递出去 说道 把圣旨留下就走了 说这道圣旨 是陛下给老爷您的 诸葛无名接过圣旨 打开看了起来 那些大臣们左右 对视一眼 都很好奇 这个时候陛下 会给宰相什么圣旨 哈哈 陛下懂我 下一刻 诸葛无名突然大笑出声 眼角泛着泪光 圣旨上只说了一件事 给予了他自由 调配国库的权利 陛下为什么会无端端 给他这个权利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陛下猜到他的想法了 哪怕不知道他具体的方法 但是也知道他需要彩礼支撑 陛下懂他 他也懂陛下 这便是知己 而且 他们还是更为高级的知己 双方从不刻意交谈 却能深刻明白对方的意思 泱泱大堂 他诸葛无名 只有一个知己 那便是陛下 此生的一知己 无汉意 诸葛无名 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次处理后勤的事情 一定要帮助陛下办好了 相信陛下 要是知道他 真的处理好了战事之后 各个地区的后勤问题 一定会很高兴的 诸位 可看看这份圣旨 看完之后 你们可能调动 家族帮忙 诸葛无名 将圣旨递给诸位大臣 第五十四章 太难了 朝安城外 三十万叛军来到了城外 并没有第一时间发起进攻 而是立起营帐 商讨战事 曹统望着营帐内的诸人 脸上隐隐约约 透露着兴奋之色 只要攻破朝安城 让大唐亡国 那他从此之后 就是一国之主了 想到这 他内心不免变得更加激动 站起身说道 诸位 朝安城就在眼前了 我们一鼓作气 攻下来 等到下次见面 我们就是诸王会面了 而不是这种破总兵身份了 诸王会面 诸多总兵一个个眼神 都十分怪异 但没有说什么 而是纷纷点头 附和着曹统 莫必要和一个将死之人说 这么多话 反正很快他们就要动手 把这个曹统干掉了 曹统 却丝毫没有任何察觉 相反还将目光 放到这群队友身上 左右看了一圈 最后落到了秦末身上 准确是落到了秦末身后 那个坐在四轮椅子上的秦月身上 他搓着双手道 秦总兵 尼尔骁勇 此次攻朝安城的重任 可否让尼尔出手 我等大军都可以让他指挥的 在轮椅上 坐着的秦月一脸猛逼 又要我上去演 他低头看了看受伤的双腿 沉默了 一只腿 是他自己用剑戳的 一只腿 是被他爹拿剑砍了一下的 他真的没有腿 可以拿上去演了 而且 上次运气好 对方也在演而已 万一这次对方不演了 那他绝对头都没了 而且 是跑都跑不掉的那种 秦月想到自己被万剑穿身的场景 便感到浑身冷汗直流 他刚准备拒绝 忽然 秦末站出来说道 行 那就这样说了 大军 由我而指挥 反正我先前也私自 和我说过 想要指挥这次战役的 秦月 他啥时候说过了 这是坑儿子 曹童可不知道这么多 文言哈哈大笑了起来 道 好 好啊 我军就缺秦哲这种 骁勇善战之人 有秦哲在 此次定能 一举功课朝安城 秦末 皮笑若不笑 说道 那就这样说好了 让我而指挥全部兵马 那还要请各位 将兵权全部交出来 不然 我而可做不到直接性指挥 定 场面 瞬间变成寂静了下来 交兵权 谁不知道 交兵权是大忌 这不是等于 将自己的性命 交到了别人手上吗 所有总兵的目光 都不约而同 落到了秦末身上 秦末毫不顾忌地 看着这些总兵 无数目光 在交织的一瞬间 这些总兵 全都明白了秦末的意思 架空草统 反正兵权很快就要 交给皇帝了 倒是不用管太多了 我同意 兵权统一 这样也方便攻城 不错 我也同意 毕竟我们不远处 可是有大名鼎鼎的 东征军在的 要是兵权不统一 到时候东征军打过来 谁来挡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我也同意 众多总兵都表示同意 原本开口 想要拒绝的草统 愣在了那 这群混蛋什么时候 这么大方了 兵权说交就交 总感觉 他们都在言我 但是又没啥证据 这么多总兵都同意 草统自然没法拒绝 只能点头答应下来 于是 三十万兵权 得到统一 全都落入 这个秦月手上 关中军 中军营帐内 秦月坐在轮椅上 看着在擦剑的老爹 瑟瑟发抖 你去不去 秦末面无表情擦着剑 不去 打死不去 这次去了 万一真的完大发了 那我就死了 爹呀 我可是你儿子 你难道就不怕白发人送黑发人 秦月坐在轮椅上 头摇的和波浪鼓一样 秦末把剑抄起来 似非似笑地道 我和你娘正准备再生一个呢 你死了不要紧 爹会把你尸体 带回关中的 你放心 所以 你真的不肯去 你去了 活下来的机会 可是很大的 你要是不去 你爹我现在就把你砍了 两条腿都动不了 我倒是要看看 你怎么跑 他说着 还提着剑 一步步往秦月走去 秦月吓得浑身一抖 想要站起身 双腿的疼痛 却让他无法站起来 他连忙大喊 爹 我去 我去演 别乱来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 秦末翻了个白眼 把剑收了回去 道 这次我不要你演 你放心 你只需要本色操作就行 本色操作 这是说他本色操作 和言一样 秦月当场就不服了 说道 爹 你这也太小看我了吧 秦末目光怪异地 落到了秦月身上 淡淡地道 你本色操作 和演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演得很僵 本色操作 却很自然 嗯 很自然的垃圾 秦月脸色一僵 有这么说 自己儿子的吗 他当即就想要反驳 秦末却不等 对方回话 继续道 别反驳 我们来谈谈你 从小到大的经历 七岁那年 你带着上百个家丁 想要玩横行霸道 你说 你横行霸道 也就算了 你非要自己指挥家丁 结果呢 被一家掌柜 丢出两三条狗 撵着你们上百人满城跑 十二岁那年 学着人家玩抢亲 这次还带了上百士兵 抢亲你也就算了 抢着抢着 你还迷路了 跑到人家结婚的城池去 被人家给围了 要不是你爹我救你 你现在早就没了 十四岁那年 更是离谱 本想锻炼一下你 让你带几千士兵 去剿匪 结果 你们自己 被匪给剿了 全都被俘虏 你还说 那是你想要打入 敌军内部 不是我说 就你这些精力 演得都没你强 秦月听着这些话 心里直呼神兽之名 他不就菜了点了吗 至于这么接他的黑力是吗 秦莫说的口都干了 舔了舔舌头 走到一边喝了口水 正准备继续说 秦月连忙道 不用说 爹 我知道了 我会本色操作的 你可别说了 说完 他双手撑着轮椅 在秦莫的视线下 艰难地推着轮椅出去 生怕留在这里多一秒 自尊心又会多被打击一次 我 秦月 太难了 第五十五章 那我降了 四日 朝安城 皇宫 皇帝李成刚刚和金宁一 启用过早膳 来到御花园 摸鱼神游 按他的话来说 享受回去前的最后一段时光 毕竟马上就要回去了 古代生活也是蛮新鲜的 以后都体验不到了 现在肯定要多体验一下的 此刻 李成正躺在一张椅子上 嘴里哼着小曲 毫无帝王威仪 陛下 敌军大规模来了城门外 请陛下 只是接下来的动作 徐公公走进皇帝身边 轻声询问道 他觉得 陛下肯定是 有什么计策的了 否则 怎么可能如此淡定 三十万敌军就在城外 若无计策 压根不可能这么淡定 如果没计策呢 那不可能 不现实 要是没计策 一个皇帝 面对三十万叛军 兵临城下 依旧淡定地在哼小曲 说出去你敢相信 叛军终于来了 李成眯着的眼睛 缓缓睁开 兴奋之色一闪而过 果然 这一幕 落到了徐公公眼中 徐公公瞬间便觉得 皇帝早有布局了 说句实在的 皇帝在等叛军 走 随朕去城楼 李成当即开口道 他还从没见过 真正的战场呢 临走之前 去看看 真正的战场也好 顺便亲眼见证这个 大唐帝国的毁灭 以后回去 碰到那些败家子 直接说 我曾经亲手 败掉一个帝国 对方会不会当他是神经病 算了 反正这份荣誉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你们败家 我败国 则则 不对 回去的话 记忆好像也要被抹除 李成已经开始 歪歪回去之后的事情了 身旁的徐公公 劝阻了 说道 陛下 这 去城楼 实在太危险了 若是有什么布置 不妨让老奴 代替陛下去完成 陛下 乃是真龙之躯 千万不能冒险 李成瞪了一眼 许公公 想要呵斥对方 但想到他离回去不远了 也就懒得骂了 只见他白手道 朕必须去城楼一趟 现在就要去 许公公脸色 闪过为难 一阵犹豫后 他才道 陛下 想要去城楼也行 但是必须穿上甲咒 再让羽灵军举顿 护卫陛下 李成无奈 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很快 他回了一趟寝殿 在宫女的伺候下 将甲咒穿上了 他的甲咒成金色 胸甲上刻画着一条 栩栩如生的五爪金龙 双肩甲都是龙头形状 鲜亮的披风 随风而舞 换上甲咒的的他 少了一分轻松之态 多了一分帝王威严 这甲咒也太重了 李成心里疯狂吐槽着 别以为甲咒穿着帅气 特么重的一批 内甲外甲都有 穿在身上 跟压着无数铁块一样 而且行动也受到了限制 比如下跪什么的姿势 根本无法做到 浑身都感觉不自在 陛下 雨林军已经调集完成了 随时可以前往城楼了 许公公走过来说道 启程 走吧 李成可不想拖时间了 去城楼看看 待会就回来 把甲咒拖了 有甲咒在身 实在是不舒服 是 陛下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许公公回答道 李成走出去 坐上马车 在数百雨林军的护卫下 马车缓缓向着 朝安城城楼方向前去 朝安城城楼 皇帝亲自前来督战 这道消息 传入了城楼内 犹如平静的水面 被一颗石子炸开 顿时 无数士兵都感觉心底 升起了一股战意 皇帝亲自督战 这让他们的士气 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连皇帝这等高贵的九五至尊 都愿意督战 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卖面 李成却根本不知道他的到来 引起了什么 他正站在城楼上 透过女墙望向下方 在他视线中 城下黑鸭鸭一片 一眼望不到尽头 一杆杆旗帜随风飘荡着 战鼓的声音还在敲响 黑云鸭沉沉欲摧 李成也是十分震撼 这可比前世 什么大电影啥的 好太多了 真实的场面 远不是电影能比得了的 陛下 再往后靠一些吧 徐公公也跟在皇帝身边 在其左右两边 数个举顿 卫士站着 随时准备保护皇帝安危 无碍 李成瞇了瞇眼 道 能不能叫下方这叛军的主将出来 朕遇他聊聊 他很想看看 统于这么多人的存在 长什么样子 有机会 他还想感谢一些这些人 真是一群好人 直到帮他回家 陛下 您的身份高贵 那些叛军 没资格和您谈话 徐公公低声说道 李成双手背负 俯看着下方黑压压的人海 静直地道 别谈什么身份不身份的 就问你 能不能把对方主将喊出来 当然可以 陛下稍等 徐公公走了出去 和一名将领说了些什么 那名将领连忙点头 朝着皇帝这边拱了拱手 旋即走下城楼 过了大概一会儿 一人骑着快马从城内奔出 直入地方阵营 很快 那人返回城内 而那黑压压的人海中 有两名士兵 推着一张木制 轮椅而出 轮椅上坐着秦月 轮椅一路 被推进了 朝安城城墙不远处 坐在轮椅上的秦月 目光扫视了一眼 城上墙 最后定格在 身穿黄色甲皱的李成身上 他微微拱手 道 参见陛下 城墙上的李成 也在打量着这个秦月 说实话 他看到秦月的第一眼 还被吓了一跳 以为诸葛孔明在世 坐着轮椅上 万军前云淡风轻 定睛一看 才发现 这压根就是一个 双腿废了的年轻人 李成还想夸 对方一句干得漂亮的 但考虑到这里 这么多士兵在 不好夸 只能装模作样地道 参见陈 而等乱臣贼子 也好意思参见陈 陈与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现在 重新效忠于朕 朕便恕你无罪 否则 朕必桌等九族 让儿等九族 进阶明臭千古 快 小老爹 快愤怒起来 然后一怒之下 徽军三十万功成 坐在轮椅上的秦月 却摸了摸头 开口道 陛下 你说真的吗 啥意思 李成愣了一下 随即道 朕乃皇帝 一言九鼎 秦月看了看 他背后的三十万士兵 又看了看 面前的朝安城 点头道 那我降了 李成 草统 众多总兵 三十万士兵 第五十六章 皇帝的布局 一处山坡上 众多总兵一个个 大眼瞪小眼 完全反应不过来 这就降了 神特么转折 三十万大军 兵临城下 你就这样淡淡地 说了一句详了 逗我完呢 大概过去一会儿 众多总兵 总算回神 像是想到了什么 布约而同 望向了秦末 一个个眼神 都变得无比优远 果然 他们都被秦末算计了 秦末统一兵权 再由他儿子 亲手交给皇帝 这样皇帝 下意识就会认为 秦末才是 此次事件的首宫 而他们呢 只能算一些 零头的功劳 秦末 秦月 你们父子俩好算计 而秦末本人 更是猛逼 呆呆看着远处 大军前的自家儿子 这就是那憨批小子的 本色操作 他好像明白 为什么这小子 十四岁那年 为什么剿匪不成 反而会被匪剿了 估摸着人家 大首领喊一句 你降还是不降 然后 这小子就来一句 我降了 就在这些总兵 各有心思时 一旁的曹童忍不住了 怒声贺问秦末 道 你儿子这是什么意思 真想降了 秦末绞尽脑汁 想要先稳住对方 没想到 齐燕先一步走出来 冷笑道 事到如今 也不用说什么借口了 曹贼 我等皆乃忠臣 见你又要反叛 奉陛下旨意 假意与你曹贼联盟 为的就是这一刻 在陛下面前 将你绳之以法 此话一出 诸多总兵皆是开口 不错 你曹贼乃是乱臣贼子 我等怎会与你同流合污 这些日子和你待在一起 那都是我一生的污点 我等世代忠良 岂会和你这等曹贼想法一样 曹贼 我恨不得食乳肉 秦乳皮 问 曹统顿时感到脑袋都嗡嗡作响 胸口上下起伏 他连忙招手 来人 快 护我离开 这群演员 等我离开 东山再起 一定要将你们全都杀了 他愤怒地想着 齐燕冷笑道 你忘记了 你的部下 都被你杀光了 兵权全在秦侄的手上 曹贼 你没机会了 曹统闻言 左右看了一眼 他空荡荡的身边 面露一抹凄厉的笑容 我明白了 这一切 都是皇帝的布局 派遣密探 逼迫我杀了所有部下 又让你们 假意与我联盟 为的就是现在这一刻 让我绝望杀人诛心 皇帝 好手段 嗨嗨咳扑 他说着说着 剧烈咳嗽了起来 突然 一口鲜血吐出 整个人都好像苍老了几十岁 双眼一闭 昏倒在了地上 众多总兵左右 对视一眼 他们在听到草统的那些话之后 一个个心底 都有些发凉 他们感觉 冥冥之中 皇帝像是在 操控他们一样 他们就像那棋盘上的棋子 任由皇帝摆布 就像草统这般 明明皇帝 可以在对方叛乱的第一时间 派遣东征军强势镇压 威慑他们 可皇帝没有 而是放任草统反叛 而后又派遣密探 让草统杀了自己的 所有忠心部下 再接着 他们受到皇帝的传达意思 假意与草统联盟 在最后 这一刻反水 草统兵权全部被夺 连部下都没有 绝望到了极点 这一环接着一环 皇帝 好恐怖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众多总兵心里 对那位皇帝的敬畏 达到了一种极点 此生此世 不 永生永世 他们绝不敢生出任何一心 把草统抓住 送到陛下面前吧 齐燕也是冷汗淋漓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神 和其他人说道 嗯 我觉得 我们需要去面见一下陛下 跟陛下确认 我们真的 没有一心 陛下没召见 你去干什么 万一出此地 无银三百两 这么一想 我以后 连青楼都不敢去了 万一里面的姑娘 是陛下的人 想要刺探我 有没有一心 偏偏我酒醉乱说 岂不是死定了 众多总兵接连说道 在他们诸人的商量下 将草统五花大绑了起来 打算送去点皇帝 此刻 在朝安城下 当秦月说了那句 那我向了之后 全场寂静 默然反应地过来 李承更是眼睛瞪得极大 这人是什么操作 你特么三十万大军 功成不香吗 无端端说详了 不对 冷静下来 这人不可能傻到 调动三十万大军 来到城下 却直接投降的 说不定是诈兵之计 想要骗开城门 无伤夺下城池 李承这么一想 顿时心安了 既然他们有这个想法 那他怎么能不配合 来人 打开城门 接受叛军投降 李承白手吩咐道 周遭人都愣住了 许公公却连忙道 陛下不可 万一这是叛军的阴谋呢 还请陛下 千万莫下令 打开城门 你也这么觉得 那就肯定是了 李承按自松了口气 幸亏这些人 不是真的投降 不然 他就真的要傻眼了 他接着道 朕说打开城门 照办就是了 别反驳 他发现这个许公公 真的是杠精 要不是对方 比较会打理他的生活起居 他肯定坏人了 比如那个 竟会说实话的小太监 就很不错 嗯 那个小太监除了样貌 比他丑了点之外 还算没有其他缺点 许公公文言 还想说些什么 可是 对上了皇帝的目光 没有再说 而是默默转身 去吩咐他人 打开城门 李承没有在城楼 继续等待 而是在羽林军的护卫下 重新返回皇宫 他要在皇宫静静等待 等待那些叛军 全部到来 等待那些叛军 让大唐彻底亡国 想到这 他就感到有些舒适 身心愉悦 再返回皇宫后 李承哪里也没去 静止前往了太极殿 就那么坐在高位上 他低头望着面前的 许多奏折 这次总算没有意外了 哼 大事已成 还能有什么意外 他记得他之前说过 这次还能有意外 就把这一桌子的奏折 都吃了吧 可惜啊 这美味的奏折 他是吃不到了 陛下 叛军已降 忽然 外方一名羽林军走进来 兴奋地喊着 第57章 明日早朝 太极殿内 李承呆呆地 看着近来 禀告的羽林军士兵 三十万叛军 像了 你没开玩笑 李承缓缓抬起手 手臂都是一抖一抖的 声音沙哑地道 羽林军士兵 却没意识到什么 依旧十分兴奋地道 陛下 是真的 三十万叛军 全都像了 现在 韩将军已经带人 将叛军的武器 全都收走了 反叛被平了 我特吗 李承差点没一口血吐出来 逗我完吧 你开着三十万大军 打着反叛旗号 几乎让整个大唐 都沦陷了 可是 跑到朝安城来 你就直接降了 苍天 你故意在捣弹的是不是 李承心里 憋屈到了极点 他真的想不通了 这些人 到底在想什么 当皇帝不香吗 明明只要推翻他 那自己就有机会 当皇帝了 结果呢 临门一脚 你居然降了 查 这件事必须查 不给他的解释 这件事没完了 从满怀希望 到自信满满 又到绝对失望 这和坐过山车一样 他真的扛不住啊 得亏他没有心脏病 不然怕是心脏病 爆发而死了 李承 脸色变得阴沉无比 白手道 你下去吧 去通知许公公 让许公公 将叛军为何无端 端将了的事情 从头到脚 都给详细写给我看 是 陛下 那士兵回答完就出去了 李承目送那士兵离开 当场情绪不受控制了 手掌横推 将所有奏折 都从桌子上扫了下去 砰砰 我特吗 我就想回个家而已 这么难 李承很想哭 以前他就听说过 历经图治 使得国家变强 很难而已 怎么败国都这么难 谁能教教他 要怎么败国 他这一路败过来 非但国力没败掉 相反国力 还蹭蹭蹭地往上涨 本来以为这次叛乱之后 这场败国之旅 就该结束了 谁能想得到 叛军三十万大军 开过来投了的 想 这谁扛得住 日暮西山 黄昏时刻 终于评判的详情 送到了李承的手上 李承略微颓废地 坐在椅子上 看着他手上的一封奏折 当他看完之后 陷入了沉默 这次叛军三十万 实际上 就一个人反叛而已 其他全是假意反叛 为的就是镇压 那个反叛的而已 而且那些 假意反叛的总兵 还是得到他的旨意的 我你个大 我啥时候 给过你旨意了 巴不得 你把大唐败了 李承咬牙 恨不得 把这份奏折给撕了 他是真的搞不懂 这些人 都是怎么想的 明明很简单的事情 非要搞得那么复杂 传阵旨意 明日早朝时 让那些总兵 全都来见阵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承努力稳住情绪 吩咐了外方的 许公公一声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个旨意 是怎么来的 难道还能无中生有 铁定有人在导弹 要是被他查到 真的有人在导弹 那他绝不会心慈手软 唉 大唐里面 终究有忠臣在作祟 要是人人 都如他那好战友 诸葛无名那样 那还有这么多事 李承深吸了一口气 他要把崩掉的心态稳住 事情已经发生 他无法改变 他只能快速调整好心态 然后制定下一步 败国计划 要稳住心态的最佳方法 当然是找个人好好聊聊 来人 百驾禁越宫 李承果断前往机宁处 他绝不是去聊些不健康的话题 他只是去散散心 恢复一下心态 朝安城内 一处驿站 二十多位总兵全都住在这 也是诸葛无名安排的 这处驿站里三层外三层全都有人把守 毫不客气地说 他们的人身自由已经被控制了 当皇帝传命诸多总兵明日上早朝时 他们都聚在了一起 商讨皇帝是有什么深意 只是他们聊了许久 都想不出皇帝有什么深意 最后他们把目光堕落到了齐燕身上 想要看看 这位曾经得到过诸葛宰相传授 换位思考大法的人 有没有什么别的见解 齐燕也是紧紧皱着眉头 在犹豫了一阵子后 他才道 我看来 陛下应该没什么大的深意 毕竟我们都是功臣 陛下也是贤明之君 不可能做出什么 鸟尽攻藏的事情 我们也不用想太多了 就算真的有事 估计也是安排 我们接下来的前程 继续回去当总兵 是不可能的了 只能换其他的位置了 另外 提醒一下各位 最好明天 将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 嗯 展现出大将之风最好 毕竟这是安排前程 你显得越厉害 陛下越满意 倒是说不定觉得 你是忠臣大将 将你立为大将什么的 将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 这些总兵文言 双眼皆是一亮 一个个对视一眼 都是升起了其他心思 嗨嗨 那我倒是要回去 准备一下了 这什么衣服都没戴 我先出去弄套假罩先 我也要去准备 一下才行 我去弄点胭脂才行 说不定陛下喜欢 如将风范的 我看韩语 就有点如将风范 这些总兵接连说着 便准备离开 各位等等 齐燕忽然又喊住各位总兵 说道 陛下最喜欢拍马屁之人 你们可以多注意一下这方面 各位总兵文言 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 旋即才离开的 齐燕眼看着这些人离开 他的目光闪过窃喜 幸亏他机智 和朝堂大臣打好关系 得知了陛下最讨厌拍马屁之人 等明日早朝 这些人拍马屁 惹得陛下全部厌恶 就只有他一个人 没拍马屁 陛下肯定对他刮目相看的 到时候顺势把这次 假意联盟曹同讨逆的事情 全都说成他一个人的 他的功劳 肯定会是最高的 嗯 先练习 明天跪拜的姿势吧 齐燕站起来 思索了一番 他明天 早朝要做出最完美的姿势 一举一动 都要完美 这样跪拜试试 齐燕整理了一番衣裳 双膝下跪 哐当 这个时候 门恰好被打开 秦月推着轮椅进来 正好对上齐燕 而齐燕跪着的方向 正是秦月 空气突然安静了 秦月也是愣了一下 随即笑以赢得到 齐叔父 我知道 这次我立了大功 可是 你见到我 也不用行这种大礼啊 实在不行 单膝下跪就行 别双膝都跪着呀 你看我这多不好意思 跪着的齐燕 你爹他们都走了 这个时候把你杀了 莫人会发现吧 第五十八章 早朝进行时 为推荐票加更 四日 一如既往的早朝 宫内的中鼓声 敲动着 只是这次早朝 与以往 都有些不同了 这次早朝 乃是评判之后的 第一次早朝 五百官 也颇为郑重对待 轰隆隆 到了点数之后 沉重的宫门 缓缓打开 发出一阵阵轰隆声 五百官并没有进入宫内 而是继续站在外边 他们的目光时 不时望向远处 一名大臣 靠近诸葛无名 问道 宰相 那些总兵 到底来不来的 难道连早朝时间 都不知道 诸葛无名 倒是淡然地摇了摇头 说道 他们常年在外 不知道早朝具体时间 也正常 再稍微等一下 要是还不到 我们就先进去 闻言 那大臣 也不好再说什么 时间一点点过去 眼看早朝 马上要开始了 群臣已经想要 先行进攻了 终于 二十二位总兵 姗姗来迟 各位 久等了哈 搞错时间了 差点没迟到 为首的齐燕走过来 笑着说道 群臣没有反应 呆愣愣地 看着这二十二人 这都是什么东西 不穿专门用来上朝的朝服 也就算了 你们这是整的什么鬼 大部分穿着假皱 这是不让你穿寻常衣上吗 还有那边 那个化着浓妆的 你特么唱大戏呢 还有那个琴末 背着个菜箩筐的书生 你们这是 诸葛无名哭笑不得地 看着这些人 这是玩的哪一出 齐燕笑着说道 上早朝啊 诸葛无名还想让他们 全部把衣服换掉 可是 看了看天色 马上就是早朝了 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了 带着五百官 走进了宫内 再走到寒天殿时 如同往常般 他们进行了 三桂九寇经殿 一切礼仪结束 许公公站在 皇帝坐着的龙椅旁边 扯着嗓子喊道 有本起奏 无本退朝 此话一出 当即一名大臣走出 说道 陛下 臣有本起奏 准奏 礼成白首 面无表情地道 他的双眼 直勾勾地盯着朝堂内 最末尾的那二十多名 齐装一服之人 就是这二十多个人 假意联盟 然后 镇压了叛乱 也是这二十多个人 将这次回家的机会 给摧毁了 越想越气 李承一边听着 大臣的话语 一边左右扫视着 想要找出个理由 将这二十多个人砍了 等一下 理由是吧 这二十多人 今天上朝时 是左脚先踏垫 还是右脚先踏进垫 他不知道 反正他说了算 李承静静 听着那大臣扯犊子 等对方扯完下去了 下一个想要出来说话的大臣 还没跳出来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承 却抬了抬手 目光落到了那二十多名总兵身上 语气 变得有些冰冷的道 镇压 等二十二人 前来上朝 而等却不将上朝规矩 放在眼里 莫不是觉得大唐的规矩 不值得让你们 放在眼里不成 原本在神游的二十多名总兵 一下子就清醒了 本来觉得 朝会至少要讲 一两个时辰 才会结束 然后 才会搭理他们 可皇帝 现在就开口了 而且 为什么像是在问罪他们 他们干了啥 难不成朝会 禁止神游天外 齐燕强行 稳住惶恐 硬着头皮问道 陛下 不知臣等坏了什么规矩 李承淡淡看齐燕 冷声道 你们上朝不穿朝服 侍卫齐一 大唐以右为尊 你们入殿时先踏左脚 侍卫齐二 你连自己错了都不知道 侍卫齐三 此三罪 刑部尚书 你来说说 该如何处置 他把目光落到了发愣的刑部 上书罗阳身上 罗阳浑身一颤 连忙回神 走出来道 陛下 此三罪 嗯 此三罪 当以不尊王法 不尊君王来处理 李当包齐官职 打入天牢 并诛齐三卒 他心里也在嘀咕 自己错了都不知道 这也算罪 不穿朝服 好像也不在律法内 是他没记不住律法 还是皇帝在瞎扯 算了 感觉说 皇帝在瞎扯 会被打死 还是他记不住律法好一点 来人 把这些人 全都给朕打入天牢 一切按律法办 李成冰冷冷地说着 这二十多人 是真的惹得他很生气 本以为铲除了朝堂内的忠臣 就可以一点点败国了 结果还有这些在外的忠臣 居然还会假一连忙 在镇压真的叛乱之人 而且还说是他给的圣旨 我给你个头啊 他要败国 首当其冲就要把这些人给铲得干净 一个不留 陛下恕罪 陛下恕罪 陛下 我等好歹也是功臣啊 还请陛下饶恕我等 我等全英常年在外 所以才不知朝会律法的 这二十多人吓得够呛 一个个全都跪地求饶 差点没哭出来 以为皇帝要玩鸟进宫藏 诸葛无名见状 连忙走出来道 陛下 总兵们只是因为长年不在朝堂 所以才不知道朝堂规矩而已 毕竟总兵们全都是功臣 还请陛下饶恕他们这一次 宰相出来 原本还在看戏的群臣 纷纷站了出来 还请陛下恕罪 见这些奸臣们全都这样说 李承威微皱了皱眉 还想强行将这些人 全部镇压下去 但转面一想 把这些骁勇忠臣 送去给他大哥 岂不是更好 这些人既然能想到 假意联盟这种事情 肯定自身有能力的吧 总不能一个个 都是废材演员吧 这样送去给他大哥 也能增加他大哥实力 说不准他大哥觉得 实力足够了 就彻底反了 可以行 李承想到这 悠悠的道 死最可免 活最难逃 将这些人 全都调往宜梁地区 调往宜梁地区 群臣忽然恍然 陛下这是想要将这些总兵 全都调出原本的地区 只是想不到理由 所以 才来这么一出 陛下要真正掌控 整个大唐天下 这些总兵 自然不能再继续当地区总兵了 陛下 若是按照寻常调刃 难免这些总兵心有不服 如今 以罪名将这些人 全都送去 郑西王执掌的宜梁地区 自然再好不过 陛下 高明 第59章 赦免草统 处理了那些总兵 早朝还在继续 李承听着 各个大臣的禀告 这些事情 都让他感到百无聊赖 一心在思考 如今败国 大约过去半个时辰 一个大臣 接着一个大臣 都说完 诸狗无名 忽然也站出来了 左一道 启禀陛下 臣有事起奏 嗯 诸狗无名站出来 算是吸引到了 李承的目光 他回神望向了诸狗无名 眼神中 莫名有种 同病相连的味道 如果叛军 是真的攻城 这个好战友 也能获得一笔 巨大财富吧 可惜了 现在他还在 这个好战友 肯定是不敢 继续动手脚的 不过 这个结果眼 好战友出来 干什么 李承好奇道 准奏 诸狗无名点了点头 这才开口道 启禀陛下 此次叛军中 只有一人反叛 那人便是 河中地区草统 如今 叛贼草统已被关押 还请陛下下令 如何处置叛贼草统 叛贼草统 杀了就是 等等 叛贼 叛贼 李承愣了一下 旋即心底 生起一抹火热 他要的 就是这种叛贼 如今已经有奸臣无数了 来个叛贼才好 如果他既往不救 相反还再次 给予这个 叛贼草统权力 对方会不会叙事 然后再次反叛 把人带上来 李承吩咐道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个叛贼 是不是真的桀骜不逊 死不悔改 要是有悔改之意 那打死不能给予权力 万一从叛贼 变成忠臣 那就难搞了 死不悔改 那才好 这样 就能再变成叛贼了 他的命令传出 过了一会儿 曹统便在两名羽灵军带领下 步入寒天殿 此刻的曹统浑身 被绳索束缚 衣衫褂褛 头发散乱 面容苍白 像是很虚弱般 完全不负先前的风光 曹统进殿 目光凶狠地 望着那二十多名总兵 恨不得将他们全都吃了 就是这二十多个混蛋 他本来只是觉得 这些对有菜了点而已 没想到居然全程在演戏 若不是他们 他可能如今已经是一国之王了 逆贼曹统 面见陛下 还不下跪 许公公看曹统 没有要跪的意思 站出来大声呵斥道 曹统却丝毫不顾 反而肆无忌惮地 看向了李承 目光极具冷逸 当他看到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时 恰好皇帝的目光 也在看着他 双方视线在半空对碰 曹统浑身一僵 为啥 为啥 他感觉皇帝的目光中 有一种欣赏的意思呢 不 不可能 应该是他想多了 他可是叛贼 除非皇帝是傻星号 才会对他欣赏 李承的确是十分欣赏 这个曹统的 就喜欢这种人 叛贼 桀骜不驯 他得要想个办法 把这人保住才行 先保住人 然后才能给予权力 让对方东山再起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不过 最好先确定一下 这个曹统真的 还有反心吧 免得又搞出什么乌龙 想到这 李承缓缓开口 问道 曹统 你可知罪 五百官目光 齐刷刷落 在曹统身上 曹统却浑然不惧 语气略带虚弱的道 承王败寇 何罪之有 李承淡淡一笑 又问道 先帝宇 你总兵之位 你却不思进取 叛国叛军 起兵反叛 你说说 你为何无罪 曹统嘴搅勾起 一抹凄凉的笑容 道 别在这说了 我败了就是败了 扯这么多有用 如果有机会 谁不想当皇帝 既然我失败 任你处置就是 如果有机会 谁不想当皇帝 巧了 我不想 李承瞇了瞇眼 既然这个曹统 还有野心 那他就绝对要放任 这个曹统离开 并且帮助对方 东山再起 他思索了一下 道 若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可会放弃反叛 曹统犹豫了一下 深吸一口气 道 不会 很好 李承目光一亮 白手道 传阵旨意 即日起 赦免河中总兵曹统的一切罪行 官职先暂且免去 择日安排其官职 他的话语传出 整个寒天殿内陷入了诡异的沉寂 五百官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有点回不过神来 叛逆之罪 皇帝居然赦免了 特别是曹统 嘴巴长得老大 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潮红 不明白皇帝的用意 片刻后 一道声音响起 陛下 万万不渴 渴 离部尚书廖云踏出一步 刚想说不渴 还没说完 他扭头看了看寂静的五百官 默默地道 陛下 陈没说过话 他退后一步 重新回到队列中 这群混蛋又想卖他了 不可能 既然你们不说话 那我也不说了 李承诧异地看了廖云一眼 玄疾继续道 既然无事 便就此退潮吧 他需要回去 好好思考一下 给什么权力 才能让曹统快速崛起 退潮 徐公公扯着嗓子 发出尖锐的声音 五百官缓慢地 退出了寒天殿 李承也向着太极殿走去 思考一下曹统的事情 而曹统则是一脸猛逼 从殿内猛逼到殿外 又从殿外猛逼到宫外 进殿时还是囚犯 逆贼 离开时摇身一变 洗白了 皇帝这是脑袋被驴踢了吗 居然选择放过了他 难道皇帝 昏庸到了这种程度 不对 他可是不久前 才被皇帝算计过 那一环 接着一环的计谋 让他错不及防 面对皇帝 他就有种 小孩面对巨人的恐惧 完全不可忤逆 只能任由摆布 皇帝不可能 无端端放过我 我犯下的罪 足以诸连九足 草筒紧紧皱着眉头 他根本想不明白 皇帝到底想要干什么 难道皇帝傻得不行 想要他继续当叛贼 还是说皇帝 昏庸成这样了 不可能 皇帝的能力 他是亲眼见证过的 不可能会昏庸 绝对有什么深意 只是他猜不透皇帝 到底有什么深意 草筒也不在意 出了宫之后 蹲在街头 眉头紧紧皱着 他也不在乎形象 低着头 一直思考时 忽然 一名不依男子 走到了草筒面前 低声询问道 请问大人可是草筒 草筒幽 幽看了那男子一眼 问道 我就是草筒 不依男子文言大喜 说道 大人 宰相老爷有请 专门派我过来邀请您 去府邸一序 说是能解答您的遗题 第六十章 被架空的王爷 宰相符 十分狼狈的草筒 来到了这 他左右扫视着这座府邸 一步步走入大堂内 他才刚刚走入大堂 便看到了坐在椅子上 云淡风轻的诸葛无明 来了 不等他开口 诸葛无明率先说了话 只见诸葛无明一指 旁边一张椅子 将一盏茶地 到椅子旁边的桌子上 意思再明显不过 坐 喝茶 曹统也不客气 直接坐下端起茶就喝 至于茶有没有毒 到了他这一地步 什么没经历过 还会怕茶水有毒 要是真想要他死 根本用不着下毒 你知道和你齐鸣 二十多个总兵 都是什么下场吗 诸葛无明喝着茶 轻笑着说道 什么下场 曹统努力稳住情绪 问道 想起那二十多个混蛋 他就来气 不过 那二十多个人 应该都得到封赏了吧 诸葛无明笑了笑 把茶杯放下 轻声道 那二十多个总兵 都被夺走了兵权 被陛下以罪名 贬去伊良地区了 什么 那二十多人 可都是功臣 居然被皇帝 鸟进攻藏 反而 他这个真正的逆贼 还平安无事 曹统愣在原地 静静思考着 诸葛无明毫不在意 继续道 你又可知 陛下 为何选择放过你 还化解你的一切罪名 曹统目光 忽然转向诸葛无明 沉声问道 为什么 这个问题 他根本想不通 但他知道 皇帝 不可能无端端赦免他 必然是其中有什么深意的 因为陛下 急缺降财 诸葛无明眯眼 说道 陛下的目标 远比你想得要大 大唐的国土 并不能让陛下满足 陛下想要开疆阔土 其中各类人才必不可少 而朝堂之上 能被称之为降财的 除却韩语之外 再无其他人 陛下 便是想要收服你 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收服他 降财 他能算降财 曹统有些发愣 他承认 他的才能 比其他总兵 要强上那么一截 但比起 韩语那等存在 根本不能比好吧 皇帝为何想着收服他 就在曹统深思时 诸葛无明不拙 痕迹翻了个白眼 说实话 他自己都搞不懂陛下 为啥收服曹统 就这个憨批 有什么资本 让陛下收服 只不过 他感觉皇帝 必有什么深意 就比如这次 反叛的事件一样 陛下布下大局 将一切人 都玩弄于掌心间 这次估计 也是陛下的布局 稳住曹统的这边 肯定要他来办 只是陛下的心思 他真的是越来越难揣测了 有时候 揣测陛下一个想法 要足足花费一个 晚上的时间 唉 难道是 他的智慧不够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诸葛无明心里叹息 表面上 还是没有表现出什么 看向曹统 道 陛下 对你已经如此大恩大德了 难道你还想着 继续当叛贼 心生一心 你要知道 你的一切 都是先帝给你的 而如今 赦免你罪行 给予你第二条生命的 是陛下 大唐皇室 对你如此 你怎有脸皮 继续心生反心 你可知道天下人 如今谈论到你 都是横眉冷对 若我是你 到这种时候 还不想着尽力弥补 而是想继续当叛贼 那我恨不得找一条河 直接跳下去得了 他的嘴 不断张开又和尚 一句句话 犹如利剑般刺出 说得曹统羞愧难当 不断咳嗽 大有要吐血的去世 曹统啊 曹统 事到如今 你该如何是好 难道你心里没点逼 嗨嗨 没点觉悟吗 诸葛无名说完 大大松了口气 连忙喝了口茶 曹统低着头 忽然站起身 朝着皇宫方向 重重跪下 道 是我曹统辜负了大唐皇室 的期望 居然敢心生一心 我该死 还请宰相放心 我这就去找一条河跳下去 免得污了陛下的清誉 说完 他快步冲出了宰相府 诸葛无名微微点头 刚想说一句如此可叫 忽然眼睛瞪大 什么鬼 找一条河跳下去 快 快给本相拦住他 宜良地区 其中新城市金武城 镇西王府邸 镇西王李明 欲哭无泪地 看着面前的一份调认输 皇帝又调了 二十多人来 宜良地区 而且 各个都是在这次 平叛之战中 立了大功的臣子 他真的扛不住啊 你以为这次 大唐各个地区反叛 他不想出手 那是没有实力出手啊 那些之前 被皇帝调过来的大臣 被分配到宜良地区 各个城市 居然全特么 一直在贪污 一直贪污着 君想贪 俸禄贪 连给各个城市 修路的钱都谈 搞得各个城市 都实力变得弱小了 而且 在那些贪官的手段下 各个城市 都脱离了他的掌控 如今的他 只有在金武城 以及余下三四座城市 有掌控之力 其他全没了 皇帝特么 就是想要一步步架空我 国许 你说怎么办 李明欲哭无泪 他怕等着二十多人来了 他真的要变成 架空王爷了 我太难了吧 如是郭许 也是颇为无奈的摇头 道 王爷 或许这便是 皇帝陛下的手段吧 将虎符给予王爷你 便是给予王爷的选择 要么爆发 然后 被皇帝收拾 要么在寂静中 慢慢死亡 不过 现在看来 皇帝还是给了 王爷一线生机的 皇帝估计是想要 让王爷 当一名逍遥王爷 不再掌权 他也是叹息着 嗯 他叹息的 不是这位王爷的遭遇 而是不知道去哪里找路子 投靠朝堂那边 李明看着面前的调人书 心底憋屈的一批 遥想当初 他好歹是掌控一个地区的 为啥就要作死产生异星 要是他没有异星 皇帝说不准 把这个遗粮地区 都丢给他完了 何至于沦落到现在 权力一步步被架空 如今 终于要彻底被架空 李明越想越憋屈 愤愤走了出大堂 看到旁边有 只在睡觉的旺财 把调刃书 直接丢到了旺财的头上 都是你这条狗 害得老子被架空 他愤怒离开了 留下了原地 一脸猛逼的旺财 可能我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第六十一章 草统效忠 皇宫 太极殿 李承握着狼毫笔 看着面前的一张纸 陷入了沉思 他不知道封草统什么 才能帮助对方 快速发育起来 继续派去河中地区 当总兵 不行 万一老曹被打怕了 不敢再反了呢 必须换个容易让草统 拥有强大势力的职位才行 徐公公 进来 李承思索了片刻 将手中狼毫笔放下 道了一句 站在外方的许公公 连忙走进来 轻声道 陛下 有何吩咐 李承靠着椅子 问道 我大唐五百官 分别以何职为罪 许公公稍加思索 玄疾回答道 启禀陛下 职当然是以宰相为罪 五职 是以大将军为罪 不过 从先第十七开始 兵马总将军之职 更具实权 大将军虽是五职之罪 却有名无实 兵马总将 可有 李承双眼一亮 开口道 传阵旨意 封曹统为兵马总将军 令监封京都地区总兵 原京都地区总兵沈威 调任其他地区 给你个兵马总将军 再给你一个京都地区总兵 够好了吧 等你下次反叛 先占据京都 携天子已令天下总兵 一步步扩展 就算天下总兵 全都擒王而来 坐拥万山关的曹统 怎么样都不会败吧 得 计划 都给你设计好了 败国做到我这一步 也没谁了吧 我太难了 许公公文言 却突然跪下了 说道 还请陛下 三思曹统 乃是叛贼 被陛下赦免罪行 已经是天大的眷顾 岂能再云以种植 更何况 京都地区总兵 兵马总将军这等职位 万万不能交给曹统 若是曹统再有一心 陛下岂不是威仪 他一脸坚定的模样 咬着牙 怎么样 也不肯松口 他负责的是皇帝的安危 让他亲眼看着 皇帝的人生安全 受到威胁 这比杀了他还难 朕自有想法 你只需要遵守即可 你若每次都要质疑朕的抉择 朕不介意 换个人去传达朕的命令 李承眯了眯眼 声音有些冷得到 之前觉得 马上要回去了 所以 懒得搭理许公公 现在他回家的梦 被延长了 本来就恼火 这个许公公 还跳出来反驳 简直让他受不了 看看之前那个小太监 多乖 还老喜欢说大实话 他感觉 真的可以多提拔一下 那个小太监了 许公公听到皇帝所说 也是陷入了纠结 他只是出于本能 才如此劝阻 可皇帝这些日子以来 哪次动作会没有深意 说不定 这就是皇帝的又一次布局 他劝阻等同于破坏皇帝布局 怪不得皇帝发怒 算了 也许是他太谨慎了 明明不明白皇帝深意 却非要劝阻 不久前听说 诸葛宰相每月的十五号 都会有一次讲言 意图便是为了让更多大臣明白 陛下的意思 他觉得 他下次该去听听了 许公公叹息一声 磕了个头 道 谨遵陛下旨意 李承摆了摆手 道 下去传旨吧 是 许公公应了一声 向着殿外走去 李承一个人坐在太极殿内 继续思索着 眉头紧皱 他觉得 他需要列出他 目前败国的几个方案 想到这 他拿起狼毫笔 在纸上书写了起来 第一个 便是大洲那边 只要大洲肯出兵攻打 大唐必亡 只是不知道 大洲皇帝 那个憨批什么时候敢打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明明连军事部署 他都给了 鬼知道 大洲皇帝 在想些什么 第二个 便是他那正西王大哥李明 如今 掌控了朝堂 多数忠臣的李明 又拥有虎符 应该实力很强大了吧 这个同样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敢反叛的 他想不明白 都在想什么 第三个 便是这个新的草统 希望对方给力点 能快点东山再起 然后反叛 第四个 是宫斗的事情 这个不指望 能怎么败国了 只希望能多消耗宫内银子 便想消耗国库 明天 就到国力检测的日子了吧 希望不会增加太多 李承目光颇为赶伤地 看着手上的狼豪笔 另一边 一处驿站内 躺在床上 刚刚喝完药的曹统 正准备入睡 忽然 外方有人禀告 有宫妹宦官到来 曹统匆忙披上衣服 走出了房间 当他走到院子时 入目便看到了双手捧着圣旨的许公公 哼 曹统 见到圣旨 还不跪下接纸 许公公冷哼一声 目光不善地看向走来的曹统 虽然他不想阻止皇帝的布局 但是他心底 还是对这个曹统很不爽的 也亏当今陛下是礼成 雄才大略 胸怀天下 若是换作先帝 根本不可能将曹统玩弄于鼓掌之间 曹统三步并做两步 走到许公公面前 双膝跪地 双手举起 高声道 臣 接纸 许公公把圣旨递给对方 连宣读都懒 直接就反身准备回宫了 曹统并不在意 他也知道 许公公在排斥他 等到许公公离开 他才拿起圣旨看了起来 当他看完圣旨之后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兵马总将军 京都地区总兵 真的没逗他玩 他可是刚刚反叛过 莫名被饶恕已经够奇葩了 居然还对他为以重任 或许 真的如同诸葛宰相所说的那般 陛下 我明白您的深意了 曹统岩脚有泪花浮现 心底一股懊悔升起 当他被那二十多个总兵联手抓住时 他就感觉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 不仅仅他自己玩 他的九族同样要完了 没想到神转折 皇帝赦免了他的罪行 如今还对他为以重任 此生 他曹统要是还有二心 那他就真的不是人了 陛下放心 您的信任 我绝不会辜负 若有一天 我敢升二心 用不着陛下动手 我自己就会自裁 曹统感到深深的感动 友军如此 敢不永生追随 来人 回家河中曹府一趟 将所有书籍 都拿到朝安城来 曹统眼中闪烁着斗志 他知道自己的才能 比不上很多人 但是他的阅历 却是有的 他想要再次学习 提升自己才能 最好能多拜访一下 诸葛宰相 第六十二章 大洲皇帝预访堂 四日 皇宫内 李承坐在自己床边 双手紧紧握住 看着自己面前的 湛蓝色荧幕 又是每周一次的 结算日期 这周不比其他时候 这周的他 紧张得一批 先前以为能回去 他才不紧张的 现在知道 回不去了 他怎么可能不紧张 面前湛蓝色荧幕 不断变化着 一段段字浮现出来 开始检测本周国力值 检测当前 大唐帝国国力值为 1587 奖励宿主寿命100年 当前宿主寿命 338年 国力提升具体来源 请宿主自行查看 1 100 我这又多了100年寿命 李承想死的心都有了 差点没一口血吐出来 100年寿命 合计起来 他现在足足有 300年寿命了呀 我的天 这寿命 是狗屁高耀吗 怎么甩都甩不掉 换做秦始皇什么的皇帝 得到这么多寿命 怕是做梦都能乐性 可他只想回去现代呀 李承内心充满了绝望 点了点具体查看 国力提升具体如下 五十天下平定 二十明星 十皇威 二治安 一军事 一行下来 许多东西的加成都有 其中最为恐怖的 是天下平定 一股气加了五十 第二便是明星了 加了二十 李承绝望地看着面前的荧幕 败国 败国太难了 他这个国 太难败了 说好清小人而远贤臣 就能败国呢 他全都做到了 为什么国力每周都在增加 大有蒸蒸日上的趋势 我不想长生不死啊 李承一脸生无可恋 他是不是该去皇陵 把那便宜老爹的棺材板掀了 好好问问 对方是怎么败国的 有没有什么门道 时间一点点流逝 李承缓了一个早上 都还没从自己有三百多岁的阴影回过神 直到许公公来敲门 陛下 陛下可醒了 李承暗淡的双目 才微微回神 回答道 何事 许公公站在门外 低声道 陛下 边关那边 传来大洲国书 像是有什么大事 陛下可要前往一关 大洲国书 难道大洲彻底向大唐宣战了 所以递来了国书 李承双眼猛的一亮 变得神采奕奕了起来 连忙打开房门 道 走 百驾太极殿 把大洲国书送到太极殿来 他大步迈向太极殿方向 许公公在身后小跑跟着 一边小跑 一边大声喊着 百驾太极殿 快 那边的羽灵军 全部跟上 太极殿内 李承急匆匆拿起那份大洲国书看了起来 一如既往的受疲倦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翻开的那一瞬间 独特的味道散发开来 嗯 里面的字 他全都看不懂 是大洲字 李承满脑黑线 看向许公公 美好气地问道 翻译呢 居然给他看大洲字版 他看个球球 他又不会大洲字 连大唐字 都是因为前身记忆存在 他才会的 许公公一指桌案上的一封奏折 连忙道 陛下 那便是翻译好的 李承打开那份奏折观看了起来 一看他就有些小失望了 原来不是大洲向大唐宣战 而是大洲的皇帝 准备出游 前来朝安城 和他见面 玩一出双帝会面 没逗他吧 这个大洲皇帝 居然赶到朝安城来 这也太心大了吧 难道不怕他动什么手脚吗 好歹也是一国皇帝 身份高贵 居然主动来朝安城冒险 李承陷入了沉思 把奏折放到了桌子上 他觉得 这是他的一次机会 彻底逼迫大洲起兵的机会 他要是在朝安城 公然羞辱大洲皇帝 大洲皇帝忍不住 暴怒离开起兵 这不就完美了吗 再不计 直接扣押大洲皇帝 逼迫大洲出兵 这总行得通吧 李承想到这 眯眼一笑 心里暗自道 大洲皇帝呀 代洲皇帝 既然你自己要来 帮我这个忙 我就不客气了 本来他都有些生无可恋了 还以为要彻底败国回去 需要一段时间 没想到大洲皇帝 这就送上门来了 传阵旨意 大洲皇帝 亲自前来朝安城拜访阵 沿途城池 不得阻拦 需保护好大洲皇帝的安危 李承站起身 吩咐了一句 许公公心头一惊 但没有多想 回到 谨遵陛下旨意 大洲皇帝激武 亲自拜访大唐帝国 不惜自身安危 将在朝安城 与大唐皇帝李承见面 双帝的见面 引起了大唐大洲两国的热潮 无数人都在谈论这次见面 有的人说 双帝在为两国和平 进行交谈 有的人说 双帝在为了一位美人争夺来 还有的人说 双帝想要联盟 对付其他国家 战事马上就要起了 而在大唐帝国东面 天门关前 大洲皇帝激武带着一支千人护卫队 正站在天门关前 眺望着这座巍峨关 这便是大唐东面帝国门吗 真是雄伟 激武坐在马车上 从车帘观看着天门关 很是感慨 旁边一名高手 护卫说道 陛下 我们的国门也不差这是陛下 您何故以身冒险 要去见那大唐皇帝呢 激武但但看了一眼那护卫 说道 朕与大唐皇兄要见面 需要理由 那护卫连忙说是 不敢再多说什么 激武看着天门关 却是思绪重重 如今他虽然平定了大洲之乱 但是 大洲的国力 是真的衰退了太多太多 而且 如今朝堂上 他依旧控不了任何大权 只能和朝堂诸多官员分庭抗礼 不久前听说他 这位大唐皇兄布下惊天大局 吸引大唐帝国内的反贼反叛 然后以手段 在叛军与首都前 进阶瓦解 令天下平定 各个地区进阶落入大唐皇兄的掌控 最主要的是 他对于其中手段 很是好奇 更是听说 大唐皇兄只是喊了一句可怨详 叛军就纷纷归降了 他在听闻之后 便感到了万分佩服 心底一打算 便要来拜访一下 这位大唐皇兄 好好取一下惊 看看大唐皇兄是怎么治理国家的 而且 他也有其他事 想要和这位大唐皇兄商量一下 第六十三章 孩子 宰相府内 诸葛无明不用召集 一个个大臣跟回到自己家一样 来到了宰相府内 特别是那个熟悉的程度 令诸葛无明都嘴角疯狂抽搐着 只见一个个官员 很是熟悉的坐到了椅子上 而且 椅子和特么分配了一样 绝不强 全都是很有目标的坐到了各自椅子上 诸葛无明也没驱逐 他知道这些官员都是来干什么的 询问一番此次大洲皇帝拜访大唐的事情 大概等了好一会儿 官员陆陆续续到来 足足有二三十人 一般低品的官员根本不能来到这里 能来到宰相府的 至少都是三品以上的 好了 既然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来讲讲吧 诸葛无明轻声说着 将手上的茶盏放下 便准备述说起来 忽然 外方一道身影匆忙赶来 宰相 稍等 那道身影跨步走路 气喘吁吁 像是快跑来的 众多官员全都看向那人 正是曹统 官员们看到曹统 一个个脸色都变得略微怪异 没想到这个人居然会来 兵马总将军 怎么你也来了 诸葛无明也是心底诧异了一下 站起了身 曹统匆忙赶来 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 一边道 宰相 原谅曹某不请自来 听说宰相要在此 一同揣测陛下之意 曹某不才 先前犯错 一直想要弥补 此次也想听宰相的揣测 好协助陛下一二 他那双眼睛闪烁着金光 那是一种对工作狂热的金光 其余官员明显都感觉到了曹统的这股镜头 没想到这个曹贼改变这么大 大家都是朝堂之臣 有何不可 来 坐吧 大家一起揣测 一下陛下之意 也好帮助 陛下一二 诸葛无明轻笑着 指了指一边一张无人坐着的椅子 他心里也是颇为自豪 五百官也觉得 他才是最了解陛下之人 才会来这里听他讲解吧 也对 陛下之志 本就很难揣测 要是人人都能揣测 那还得了 天生他诸葛无明 便是为陛下谋划一切的 这些揣测的小事 当然是他来了 还请宰相赐教 众多官员齐齐说着 曹统也是双眼 绽放金光 看着诸葛无明 不断喝茶水 诸葛无明坐下 说道 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大洲和大唐 国界第一次相交之时 大洲派遣使者 陛下对其不断羞辱 相反大洲 还不敢有任何动作 他开始细细述说 先前大唐皇帝 如何以敌势弱 逼迫大洲皇帝 不断退步的 又细细讲解 皇帝有什么意思 小到一个细节 都没有放过 嗯 具体这些细节 恐怕里程 自个都猛逼的 反正这些官员 听得眼睛一阵发亮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特别是草筒 时不时一拍桌子 大声说好 吓得周围官员 心脏砰砰跳 数个时辰下来 这些官员的精神面貌 都是大变 一个个神采异役 恨不得立马回去工作 陛下之意 他们都明白了 陛下清贤臣 远小人 而他们却还保持着这种略微摸鱼的状态 真是对不住陛下 等到讲完之后 官员们渐渐都离开了宰相府 只剩下草筒 还坐在椅子上 眉头紧皱着 诸葛无名见状 询问道 兵马总将军 你还有什么问题 没解开的 不妨告诉本相 本相或许可以替你解答一二 宰相说笑了 称呼曹某姓名就好 哪有什么兵马总将军 曹统站起来 咧嘴笑道 宰相 曹某只是在想 陛下给予曹某兵马总将军之位 又给予京都地区总兵之位 到底是何用意 原来是这事啊 诸葛无名挑眉 说道 陛下明面上应该说 整个大唐 如今真正拥有一战之力的军队 也就东征军罢了 陛下给予 你如此重任 自然是想要你练兵 为陛下将来征讨他国时 有精兵可点 有精兵可用 曹统先是皱眉 思考了片刻 恍然大悟的道 原来如此的大唐军队 虽说算起来有五十万之举 但是真正可战之兵 不过 东征军一支罢了 陛下允我兵马总将军之位 便是想要我再练军队吗 可是 陛下为什么不派遣征东将军 韩宇去练 他略微疑惑地看向诸葛无名 怎么这都想不明白 诸葛无名叹息着道 早就跟你说了 陛下之心 非一城一尺能满足 陛下想要的 买是真正的开疆阔土 那么 一名将领足够了 不要把眼界放那么低 本相早就说过 以陛下的视角去看 曹统眼睛一亮 站起身拱手作一道 多谢宰相解惑 曹某日后定会 为陛下多练兵 只是 曹某自知练兵之能 并不算高明 只能一边练兵 一边学习 进度可能会慢了许多 诸葛无名摇了摇头 又说道道 建议你能多去找韩宇问问 他的练兵之能算高明 你们互相学习 有助于你们 双方彼此 曹统自然无不应识 在一番闲聊后 他便离开了宰相府 满怀战境的准备 投身进入工作内 与此同时 皇宫 静岳宫内 正在陪伴姬宁的里程 并不知道宫外发生的一切 他在和姬宁聊着天 当姬宁得知自己皇兄 即将来朝安城时 不由感到了欣喜 原本以为 他一旦嫁来大唐 便再无回去的机会了 没想到皇兄 居然会想要来拜访陛下 不过 他已经嫁来大唐 有一段时间了 也和皇帝圆房了 要是皇兄得知他 还没有子嗣 会不会感到有些失望 毕竟 他是大洲公主 若是与大唐皇帝 有了子嗣 更有利于两国 和睦发展 想到这 姬宁不由问了一番里程 里程得知 也只是笑了笑 说道 子嗣什么的 别着急 他和姬宁行 某种不可描述的事情时 他都有控制好的 没有想要生孩子的打算 实在是他都不确定 自己哪天是不是就溜回现代了 莫必要留下孩子 不过 话说回来 提到孩子这个话题 里程心头 升起一个想法 若是以后 真的无人敢反叛 而他无法败国力 在他生命长寿之下 孩子也是一个 潜力骨的败国方案 假设太子摊上 他这么个死不掉的爹 会不会气到 骑兵反叛夺位 貌似可以列入备用方案 第六十四章 双帝碰面 数日之后 朝安城门前 一队队士兵都驻守在城门前 各自执着武器 一动不动 面容冷峻 莫名的肃杀之气 环绕四周 这些士兵赫然是东征郡的士兵 听闻大洲皇帝 差不多今日就到了 韩宇专门请命 把守城门 便是为了彰显大唐军威 此刻 韩宇站在城门下 身穿黑色盔甲 目光眺望着远方 旁边一名副将 有些不爽的道 将军 您乃是东征军主将 凭什么来这里等候一个异国皇帝 要不将军您先回去吧 我等在这里等就行了 韩宇看了那副将一眼 摇了摇头 道 耐心等着 别想这么多 说完 他便继续眺望着远方 那副将嘴里嘀咕着话 只是看韩宇都不在意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好继续陪伴着韩宇等待 时间一点点流逝 临近下午 大洲皇帝的队伍终于来了 在韩宇等人视线中 远处先是出现了数个黑点 虽然看得不清 但是却能看得到黑点头上 那一杆杆在飞舞的旗帜 这些旗帜不是大唐的艳红色旗帜 而是悬色的旗帜 根据韩宇所知 大洲的旗帜便是悬色的 远处那只缓缓来的队伍 想必就是大洲皇帝的队伍了 终于来了 韩宇深吸了一口气 额头上的汗水也懒得擦 就那么看着那只队伍缓慢来 等到那只队伍临近 他们也看清楚了 是一支千人骑兵队 最中央有一辆马车 想必就是大洲皇帝所乘坐的了 大唐征东将军韩宇 奉吴皇之命 在此等候大洲之皇 韩宇向前一步 双手作一 高声说了一句 他的声音犹如一颗影子 将城外寂静的场面打破 前方那只千人队伍停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一名骑兵护卫上前 来到韩宇面前 下马将一份兽皮卷递给韩宇 说着一口不太流利的大唐语言 吴等乃大洲皇帝护卫队 奉命护卫大洲皇帝前来 这是大洲国书 还请大唐将军放行 韩宇接过受皮卷看了一眼 嗯 全都看不懂 只不过能确认身份就完事了 哪有这么多有的没的 他看了一眼面前的队伍 白手道 嗯 不过 你们只能派遣一支 五十人的队伍进城 另外 面见我大唐皇帝 进皇宫时 最多只能带一两个人 希望你们能熟悉这些规矩 一支千人骑兵进城 他实在不放心 还是将人数削减了一部分 比较好 那护卫文言 皱了皱眉头 没答应 而是说 要去和皇帝说一声 旋即便奔回了自己的队伍 大洲皇帝听闻之后 没说什么 而是答应了下来 在保留了五十名骑兵之后 队伍再次行动 缓缓向着朝安城内前进 坐在马车上的大洲皇帝姬舞 也不免有些小兴奋 终于 他马上就要 见到那位大唐皇兄了 那位年纪轻轻 却雄才大略 以一己之力 定义国乾坤的绝代帝王 他必须好好询问一下 取一下经 这位大唐皇兄 究竟是如何治国的 皇宫之内 寒天殿 原本只有早朝 才开放的寒天殿 今天也格外打开了 五百关街道 算是颇为隆重了 毕竟大洲皇帝 也是一国皇帝 大洲帝国国土 比大唐都不逞多让 仪式上 自然要隆重点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承坐在笼椅上 心不在焉 在思索着 待会该怎么给大洲皇帝难堪 忽然 下方的诸葛无名 站了出来 拱手作医道 陛下 臣有一事要说 李承微微回神 看向诸葛无名 目光温柔了一点 白手道 说吧 别这么拘束 还是这个大唐 好战友省心 或许人人都如同 大唐好战友这般 他也就不用这么操心了吧 诸葛无名点了点头 说道 陛下 陈听闻 大洲那边 一直在打探 我大唐内的消息 学习的大唐的话 对我大唐的各种律法 兵法等等 都很好奇 陈觉得 以后可以多提倡一下 两国话交流 他哗啦哗啦说了一堆 反正李承 没有听进去 倒是眼睛一亮 律法 他要让大洲皇帝难堪 倒是可以从律法 这方面下手 你一个大洲皇帝 不断破坏大唐律法 然后挨骂 你总要生气吧 嗯 至于律法 具体是什么 这个不重要 反正他说了是 那就肯定是了 李承暗自思索时 远处 一名羽林军士兵 前来禀告 道 陛下 大洲皇帝已到宫外 是否放行入宫 李承连忙回神 道 让大洲皇帝入宫 前来寒天殿与朕见面 是 陛下 与林军士兵退下 很快 大洲皇帝登临寒天殿 与李承一身黄色龙袍不同 大洲皇帝 姬武是一身玄色龙袍 姬武步入寒天殿 五百官并未行礼 毕竟他们是大唐之管 效忠的是大唐之君 但为了表达敬意 还是微微攻了下身子 姬武一路走到殿中央 一眼便看到了 坐在龙椅上的李承 他眼中闪过丝丝震惊 他知道这位大唐皇兄很年轻 但没想到居然 年轻到这种地步 看其面容 与他相差无几 但是对方身上的那种 帝王威严 却比他要浓重了许多许多 只不过 为何 这位大唐皇兄 见到他 却一动不动 按身份来说 他们两人地位是相等的 没有什么礼仪之分 但李承 却一直坐在龙椅上 而姬武站在殿下 明显有高姬武一等的意思 这是大唐皇兄给朕的试探吗 试探朕会不会因此生气 大唐皇兄 这就有些看清朕了 姬武内心闪过想法 表面上毫无表情 反而率先开口道 皇兄 别来无恙 李承这才开口 淡淡地道 皇帝 朕自然无恙 倒是皇帝 为何触犯我大唐之律法 唐州两国修和睦 互通商 可皇帝一来便触犯我大唐之律法 不知皇帝究竟想要干什么 姬武猛了一下 他什么时候触犯大唐律法了 他闻言 询问道 皇兄 朕何事触犯大唐律法了 李承悠悠地道 皇帝 你可还记得 你入殿先踏左脚 还是右脚的 姬武皱眉 说道 皇兄 朕先踏的是右脚 朕听说过 皇兄的大唐是以右为尊 入殿先踏左脚 是为不尊皇兄 李承 这你都知道 第六十五章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李承满脑黑线地看着大洲 皇帝姬武 他最喜欢的那一套 左脚禁殿论罪 都被对方所知了 消息这么灵通 姬武看不到这位大唐皇兄的脸色 也是微微拱手 说道 听说 先前阵派遣而来的使者 曾经触犯过这一律法 还要请皇兄 多多担待了 慢着 李承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闪烁着 白手道 看来 皇帝 你对大唐律法 还真是够了解的呀 那是 再来之前 他可是了解过一番大唐的 对于大唐话 多多少少 都了解了一些 姬武挺了挺身子 心底有些自豪 表面却是道 皇兄谬赞 李承皮笑若不笑地道 那皇帝你可知 我大唐 以幼为尊 入殿须踏幼族 尊的是谁 姬武皱了皱眉头 片刻厚道 士君 李承点了点头 目光落到了对方身上 淡淡地道 既然你知道 那为何还踏幼族 你适合身份 你也是君 我也君 入殿该踏左族先 而皇帝你 却踏幼族 若是不知大唐律法 也就算了 可你还是知道我大唐律法的 知法犯法 莫非 皇帝你觉得我大唐律法 可以任由你 随意见他揉念 他一句句话下来 似乎自己都被自己的言论折服了 目光带着冷力 落到姬武身上 吴百官也是面带奇异地 看着姬武这位大洲皇帝 嗯 虽然皇帝的言论 有些扯淡 但是还是行得通的 毕竟皇帝想要让一个人受罪 用什么理由不行 说不定皇帝某天看你不爽 想要搞你了 你左边衣袖 先进入殿内 都算是罪呢 想到这 吴百官目光略带怜悯地看着姬武 姬武本身也是脸色变得略微苍白 他根本没注意到这是李承故意要他难堪 他还以为 这的确是大唐的律法 他对律法的研究并不渗透 所以分辨不出什么 只是心里感到懊悔 自己非要玩弄什么大唐律法 现在好了 玩出事了 他可是大洲皇帝 无论如何 都要保持形象才行 姬武咬了咬牙 维持表面上的平静 左翼道 皇兄 是皇帝不懂大唐律法了 还望皇兄切末放在心上 李承却是摇了摇头 这种机会 怎么可能放过你 他白手道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朕犯法尚且不会接过呢 大洲皇帝 你说呢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五百官文言都是一论 特别是李部尚书 他扎了扎嘴 不知道该不该出来说话 他记得他不止一次 看到皇帝不遵礼法了 皇帝还叫他滚来着 他要是现在站出来说 皇帝会不会杀了他 李部尚书廖云打了个寒战 还是不敢出来说话 他怕死 而且 绝对会是死得不明不白 某天皇帝 一个神来理由 就会弄死他 姬武站在殿中央 显得有些萧瑟 不禁咬牙道 不知皇兄 在大唐律法里 这个算什么罪 要是罪不大 他咬咬牙 也就撑过去了 他是着实不想 骄恶了大唐皇兄 至于起兵大唐 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可能 要他向大唐起兵 那比杀了他还难 这是他对大唐皇兄的沉默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里程目光 闪过金光 看向刑部上 书罗阳 开口道 罗爱卿 你来说说 这算是何罪 罗阳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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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看了一眼鸡舞 犹豫了一下 不知道该怎么说 律法里没有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这一说辞啊 而且也没有关于 惩罚君王的律法呀 这叫他怎么说 可陛下 都说大周皇帝有罪了 他难不成还能说 我罗阳说了 律法没这条 大周皇帝无罪 你裡程再瞎扯淡 陛下不搞死他才怪 而且 诸葛宰相都说了 要学会配合陛下 罗阳犹豫了一下 闭着眼睛道 启禀陛下 这 这勉强算是君王 无法治罪 当包齐皇位 打入天牢 择日流放 君王无法治罪 是什么 他不知道 他不明白 他搞不懂 他瞎扯的 李承却是赞赏的 看了一眼 刚准备开口 他猛地一愣 刑部尚书没逗他 剥夺皇位 他一个大唐皇帝 还能把人家 大洲皇帝的位置 给撸了 你这扯得也太过分了吧 他愤愤看了一眼罗阳 特么这都不会扯 姬武也是有些 同情地看向 龙椅上的里程 心里暗自道 难怪大唐皇兄会 如此优秀 有如此严苛的律法 怪不得大唐 皇兄会变成这样 一言不合 就是剥夺皇位 唉 关键时刻 还是诸葛无名 站出来 打圆场了 只见诸葛 无名拱手作一 说道 陛下 姬皇 毕竟乃是大洲之地 虽触犯大唐律法 但也是情有可原 臣恳求陛下 便是免去此次 姬皇触犯 大唐律法之罪吧 姬皇 姬皇 李承眉头一条 这么一搞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只能顺着这个台阶下 在双弟碰过一次面后 便散开了 李承让人带姬武 去一座宫殿 休整一番 晚上前来光露寺赋宴 同时也吩咐五百官 同样前来 与之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不可以带家眷了 毕竟是为了宴请大洲皇帝 姬武 另一边 一条道路上 曹统跟在诸葛无名身边 两人在行走着 曹统一边走 一边迷眼说道 宰相 你有没有看出 刚刚殿上 陛下似乎一直想要为难大洲皇帝 他的那双小眼睛中闪烁着金光 像是在思考着皇帝的意思 诸葛无名摇头 轻声道 曾经我大唐国力 进入低谷 无力战争时 陛下势敌已弱 震慑大洲 如今我大唐 开始恢复 陛下自然有了其他心思 而且 你有没有发现 大洲皇帝 对陛下很是尊敬 眼神中那股尊敬 可骗不了其他人 恐怕大洲皇帝 也是知道陛下手段的 曹统抬头问道 那陛下 是想要对大洲动兵 诸葛无名微微点头 道 自然如此 不过 本相算是 蛮了解陛下的人了 陛下那颗 想要开疆阔土的心 也一直没有止过 不过 本相道是有其他想法 或许 本相可以试试 不动刀兵 让大洲成为大唐的附属国 替大唐勇守东江 曹统眼皮子一跳 不动刀兵 让大洲成为大唐附属国 这可能吗 如果是别人 他肯定会觉得 对方在放彩红屁 但如果是诸葛无名 还真有可能 要是成功了 陛下知道了 宰相为他拿下一座帝国 成为附属国 那恐怕会很高兴吧 羡慕啊 可惜我老曹没这种脑子 第66章 一叙 光禄寺 原本几十年 都不开放的光禄寺 最近 已经连连开放了 毕竟当今皇帝 不是先帝 没有那么抠门 相反 还大方的一批 丝毫不顾及 国库的消耗 众多大臣如约而来 进行赴宴 一切都如同上次一般 内殿外殿 分得很清楚 在内殿的众多大臣 在入座后 便感到周围 一片空荡了 一个个不由 诧异了一下 为什么内殿的桌案 被撤去了许多 记得上次来的时候 内殿还有许多 空出的位置呢 而这次却没有了 人数像是 被算准了般 刚刚好 场上除了最上方皇帝 坐的位置以外 再无其他位置 那 大洲皇帝的位置呢 没有 这是皇帝 想要给大洲皇帝 难堪吗 众多官员 对视一眼 皆是心照不宣 谁也没说出来 一个个假装不知道 正如诸葛宰相所说 要学会配合陛下的动作 陛下驾到 外方一道尖锐声音传来 光路寺大门处 一道身影快步走来 见到这道身影 无论外殿还是内殿 臣子进阶站起来 躬身道 参见陛下 礼成走到最高位上坐下 才白手道 免礼 他的目光左右扫视 发现大洲皇帝还没来 四周的桌案却已经满了 不由满意一笑 就是他下令 将一些空的桌案取消掉 既然白天在殿内 不能激怒大洲皇帝 那他就要在宴会上 激怒大洲皇帝 他就不信这个大洲皇帝 还真就打死不向大唐用兵了 清等可知大洲皇帝 为何还没到 礼成眼中闪过笑意 询问道 众多大臣皆是拱手作一道 臣等不知 诸葛无名又补充道 陛下 可能是姬皇初来大唐 并不知道宴会开始时间 所以迟迟未来 不如派人去通知姬皇一声 准了 礼成白手答应 一名太监得到吩咐 立马向着大洲皇帝 积无所在跑去 礼成静静坐着 等待大洲皇帝过来 目光闪烁着 他倒是要看看 在这种场合 羞辱大洲皇帝 对方还会不会忍得住 他赌大洲皇帝忍不住 对方身份再怎么说 也是皇帝 白天被他玩了一遭 晚上又被羞辱 就是脾气 再这么好 也会控制不住吧 嗯 这次肯定没问题的 他静静思考着 大概过去了一会儿 大洲皇帝 才带着两个护卫 姗姗赶来 他跨步走入内殿 便不免笑了笑 道 皇兄 真是不好意思 都怪余地 不知道大唐宴会的时间 让皇兄久等了 李承威微点了点头 说道 无碍 既然到了 那么宴会便开始吧 仅遵陛下之意 内外殿众多大臣 站起身回应 声音浩荡 一支支皇宫乐队 从外方走入 演奏着轻快的音乐 宴会的开始 也让光禄寺 变得颇为热闹起来 空气中充满了 食物的味道 与玉酒的香醇 大周皇帝 站在原地 看了内殿一圈 发现并没有位置了 神色一僵 上前一步询问道 皇兄 不知 朕的位置 在哪里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承将手中酒杯放下 像是恍然大悟了一般 看向对方 说道 咦 皇帝 你没坐外 瞧瞧镇着记性 差点忘记了 光禄寺那殿位置 都是一早分配好的 忘记给皇帝你 多添加一道座位了 这是皇兄的过失 对不住 来人 还不赶紧去多 添加一道位置 别让朕的皇帝等久了 他装模作样的 让一名太监 去添加位置 场上诸多大臣 怎么可能看不出 李承在装呢 一个个嘴角 疯狂抽搐着 装就装 可皇帝你这个表情 能不能装得像一点 你说你忘记了 那你摆出一副 我就是故意的表情 是怎么一回事 这不是明摆着 嘲讽大洲皇帝吗 诸多大臣 都能看出来 更何况姬武 姬武脸色略微尴尬 他的确看出来了 这位大唐皇兄 再给他难堪 难道大唐皇兄 对大洲的心思 并没有止息 依旧想要侵略大洲 只是苦于师出无名 所以想要激怒他 他早就说过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对大唐用兵 可如今大唐 皇兄想要侵略大洲 这该如何是好 姬武变得心乱如麻 在太监 重新摆下一张专案后坐下 便不再说话 眉头紧紧皱着 坐在主位上的里程 看到这一幕 微微一笑 看来他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这个大洲皇帝 心里应该很愤怒了吧 可能现在 只是感到耻辱 等晚些 他再多激怒一下 大洲皇帝 就该忍不住回去 发兵攻打大唐了 想到这 他心情变得很愉快 仲卿家 今晚不拘礼仪 都放开了吃喝 里程站起身 将酒杯举起 见到皇帝如此 五百官无不起身响应 纷纷举起酒杯 陛下万岁 唯独姬武一个人 坐在角落位置上 眉头皱着 也没有食用面前的食物 一直在思索面对大唐 他该怎么办 时间一点点流逝 这场宴会 很快也迎来了尾声 忽然 一名太监 走到了姬武旁边 低声道 参见姬皇 姬武回神 看向那太监 皱眉问道 何事 太监看了看四周 压低声音说道 奴才奉诸葛 宰相之命 来告诉姬皇 诸葛宰相 想要请姬皇宴会过后 到姬皇临时住的 行宫那一序 诸葛宰相 就是大唐值 最高的宰相 姬武目光一转 看向一个前方 他视线落下时 正好前方的诸葛无明 也在看着他 两人视线碰撞 诸葛无明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姬武也点头回应 只是心里很疑惑 这个大唐宰相 他又不认识 为什么要一叙 一个个疑惑 在心间浮现 他没有任何动作 而是静静等待 宴会结束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个大唐宰相 到底要找他有什么事 大概又过去了半个时辰 宴会渐渐结束 李承先行返回了寝殿 五百官也接连出宫 唯独诸葛无明与姬武 两人很默契地走到了一块 一同朝着姬武的行宫走去 一路上 没有交谈 直接静止地走着 第67章 醒悟 一座宫殿内 诸葛无明与姬武 对坐在一张圆形珠案上 两人喝着茶 相互不语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 以及那份奇妙的寂静 不知道过去多久 姬武还是先忍不住了 率先道 不知大唐宰相 约朕见面 所为何事 当然是聊你大洲归属的事情了 诸葛无明眼中闪过金光 表面却是云淡风轻 将手中茶杯轻轻放下 哐当 姬武闻言 瞳孔猛地一缩 周身一股威严感 弥漫而开 他沉生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洲的归属 大洲的归属除了朕之外 还能是谁的 他身上那种 帝王威严 排山倒海般 席卷像诸葛无明 他在里城面前显得平凡 那是因为 里城身上的帝王威压 比他更浓郁 也更奇特 所以在里城面前 才给人一种平凡之感 实际上 他身上的帝王威压可不轻 若是换作平常人 站在姬武面前 怕是腿都在打颤 可诸葛无明并不是常人 大洲是姬黄的 对 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 难道你看不出 无知陛下 对大洲心有觊觎吗 诸葛无明依旧 那般云淡风轻 笑道 我大唐陛下的手腕 想必姬黄你是知道的 我大唐陛下 想要娶大洲 你大洲有那个资格 去抵挡吗 只吹不黑 他也的确在吹牛逼 他很清楚知道 大唐如今的国力 估计也就比大洲墙上 那么一线 打起来 绝对很艰难 但他看得出来 这个大洲皇帝 似乎很忌惮 打唐皇帝李承 任由大唐皇帝 如何嘲讽 居然都没什么大动作 或许可以从心理方面 让大洲皇帝屈服 陛下想必 也是这个意思 而陛下 没有说出口 想来也是想要他去处理 姬武脸色一变 握着茶杯的手 控制不住地抖了抖 他绝不可能 和大唐为敌的 在不可能 与大唐为敌的情况下 面对大唐皇兄的侵略 他能怎么办 也只能选择屈服了 只是 就这么屈服 他不嘎啊 他对不起大洲 二十多位先帝啊 如何 难道你真的想要 唐洲两国兵戎相见 诸葛无名自顾 自得倒茶 似乎并不在意这个结果 不振不欲 与大唐兵戎相见 但是 朕 也不想看到大洲 被大唐吞并 姬武双眼一红 咬着牙说道 谁和你说 大洲要病入大唐版图的 诸葛无名 也替姬武到了杯茶 轻声笑着说道 嗯 不用病入大唐版图 姬武眉头再次皱起 问道 不用病入大唐版图 怎么说 诸葛无名眯了眯眼 道 本乡看得出来 陛下想要的 也不是吞并整个大洲 而是要大洲 成为附属而已 以大唐如今的力量 根本没有吞并整个大洲的可能性 他觉得陛下 也肯定如他想的这样 毕竟他与陛下 可是知己 附属国 此话何解 姬武宁神问道 此事事关他大洲帝国 由不得他不提神 附属国 大唐不主动干涉 你们的政权 但你们却需要每年 给大唐上供 并且替大唐 勇守东江 诸葛无名侃侃谈 述说起来 姬武也聚精会神地听着 时不时提问 两人一聊 便是数个时辰 直到后半夜 两人才聊完 等到聊完之后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诸葛无名脸上 也是露出疲惫之色 问道 如此 姬黄 你可做出决定了 姬武站起身 说道 朕已知道 该怎么做了 大唐宰相 可安心了 诸葛无名 也跟着站起身 微微躬身 道 如此 那本相辩 先到辞了 他心里感到思思自豪 他总算替陛下 做出一件贡献大的事情了 不过 他并不打算告诉陛下 知己之交 君臣之交 他觉得 他和陛下 心里都清楚就好 有些事情 墨必要点出来 大唐宰相慢走 姬武目 送着诸葛无名离开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他感慨着 这就是他的和大唐 皇兄最大的差距吧 大唐皇兄 不禁自身手腕强大 其麾下 更是人才济济 就说这个大唐宰相 其智慧之高 远非他能想象 更何况大唐之中 还有大将之才 韩语等等 而他呢 手底下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 或许 成为大唐的附属国 是一件好事吧 姬武沉默了一会儿 叹息一声 四日一早 太极殿内 李承在摆弄棋盘 打算将旧者和许公公来一盘 却忽然得知 姬武前来 他微微皱眉 不知道对方来干什么 但他还是让姬武进来了 姬武步入太极殿内 李承淡笑道 皇帝 怎么这么早就来找朕 来 一起下盘棋 姐姐们 姬武很勉强地笑了笑 走到李承面前 坐了下来 看了一眼棋盘 棋盘上 那日李承和姬宁下的棋局 还没被重置 依旧呈现实面埋伏的状况 还没收拾完 我们收拾一下吧 你白子 我黑子 李承笑着便收拾起了棋子 姬武却愣在了原地 这 大舟皇兄是在隐晦提示他 石面埋伏是在说 他的大舟在大唐眼中 是随时可以夺取的吗 或许是他想太多了 不 大唐皇兄说 这句你白子 我黑子 不就是照应这意思吗 棋盘上是白子 被黑子包围 呈现实面埋伏的 果然 是皇兄在隐晦提示他了 皇兄已经快要忍不住 动手了吗 幸亏他昨天晚上 已经下了决定 否则 还真不太好回应 想到这 姬武缓缓地道 皇兄 你所想的 朕已经全部知道了 啪大 一颗棋子掉落地面 李承目光微微一变 有些感动 道 皇帝 你终于知道了 他这个皇帝终于醒悟了 知道要进宫大唐了 他可等了好久了 又是宋物资 又是宋军事部署地图 这个大洲皇帝 终于知道要攻打大唐了 我 太难了 从没有听说过 给一个国家宋物资 宋军事部署地图 对方还不攻打自己的 如今 终于醒悟了 李承心里不知道 是感动还是兴奋的 第六十八章 我只懂败国第三个 皇帝 你终于知道了 这句话落到姬武耳中 身躯微微一颤 深深吸了一口气 果然吗 大唐皇兄早就 透露出这种意思了 只是他根本没想太多 所以才不理解 导致皇兄 处处给他难堪 或许皇兄也不想 兵戎相见 才会不断给他难堪 算是一种提醒吧 想通这点 姬武心中那一丝不快 尽皆消散 皇兄 朕已经知道了 等回去后 就会有所动作 还请皇兄稍等一段时间 姬武站起身 双手作一说道 李承脸上的笑容 瞬间变得明朗了 笑道 别急 慢慢来 朕可以多等一段时间的 来 先坐下 与朕下一盘棋吧 这家伙 终于明误了 知道要攻打大唐了 太难了 心亏皇天不负有心人 姬武也不含糊 继续坐下来 将白子收拾好 与李承对弈 他一边下着白子 一边询问道 朕有一事 欲要询问皇兄 不知皇兄可否解答 李承心情颇为愉快 自然无不答应 道 皇帝有何事情 尽可问出来 只要大洲皇帝 肯出兵攻打大唐 一切都好说 姬武臣赢了一会儿 问道 不知皇兄 是何时有这个想法的 这个想法 李承愣了愣 是指让对方攻打大唐的想法吗 他摆了摆手 道 最初发现大洲之时 便有这个想法了 皇帝应该知道朕之前 姬武兹的事情吧 那便有赠给皇帝的一个信号了 只是不知道为何 皇帝迟迟未有动作 朕本想着在这次 朝安城中提醒一下皇帝的 姬武深深看了一眼李承 果然吗 从发现大唐发现大洲的那一刻起 大洲便已经在这位大唐皇兄的算计中了 皇兄只手腕 姬武佩服 他心里默默敬佩着 姬武将一枚白子落下 又问道 那敢问 皇兄平时是如何治国的 治国 怎么治国 鬼知道 败国他都搞不懂 更别说治国了 李承沉默了一会儿 打算实话实说 幼幼的道 皇帝啊 实话告诉你 朕也不懂什么治国朕只懂得败国 而且 败国都还不精通 弄得迷离糊涂的 姬武翻了个白眼 这皇兄是不肯告诉他吗 不对 以皇兄的心思 不可能连治国方法都不肯告诉他 他莫名想起了 昨天晚上和诸葛无明交谈时 诸葛无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与陛下谈话 看话语表面者 是为庸才 能揣测深意者 方是才人 揣测深意 姬武眉头一皱 恍惚之间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大唐皇兄说自己只会败国 败国 治国 皇兄的意思是 反其道而行之 他如今朝堂 众多官员不服他 争先夺权 而且 边关有不少将军 想要夺兵权 两边施压之下 他也只能勉强稳住 反其道而行之 假装败国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莫非 皇兄的意思是 将朝堂权力 全部抛弃 做出一种 他已经不想管理国家的样子 然后以雷霆之势 横扫边关 再将兵权 牢牢抓在手里 拥有兵权的他 腾出身后 就可以轻易 把朝堂那些官员 扫个干净了 不破不立 破而后立 败国 反其道而行之 大唐皇兄 大才 姬武受教了 姬武 是真的感到佩服了 大洲成为大唐的附属国 不亏 以大唐皇兄的手段 与心胸 未来必然要继续开疆阔土 说不定 这对大洲来说 也是一桩信使 皇兄之意 朕已经全部明白了 来 皇兄 继续下棋 姬武低头 全心全意下起了棋 里程迷离糊涂 你明白 你明白什么 明白怎么败国吗 摇了摇头 低头下棋 两人不再对话 下棋对异着 里程已经知道了 姬武准备攻打大唐了 所以也没有再为难对方 两人下完棋之后 里程便带着姬武 在皇宫各处转转 参观一下大唐的皇宫 那热情的程度 与先前 给姬武各种难堪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与此同时 宰相府内 什么 宰相你真的说服 大洲皇帝了 让大洲帝国 成为大唐的附属国 草统瞪大了眼睛 他嘴巴长大的 都可以吞下一颗鸡蛋了 这 实在不敢相信啊 他也知道 面前的诸葛宰相 拥有大才 胸中韬鲁韬韬鲁 远非常人能比 但他也想象不到 诸葛宰相 居然靠着自己的嘴 硬生生让大洲皇帝 同意大洲帝国 成为大唐帝国的附属国 这可是大洲帝国呀 一座国土面积 不亚于大唐的帝国呀 这特吗 诸葛宰相的嘴 是开过光吗 诸葛无名 倒是云淡风轻 道 一切皆赖陛下而已 大洲皇帝 对陛下很是忌惮敬畏 否则 本相也不可能这么轻松 就让大洲皇帝 同意大洲 成为我大唐的附属国的 草统扎了扎嘴 道 那也离不开宰相 你的努力啊 宰相你去陛下 那里寝宫了没有 这可是让一座庞大帝国 直接成为大唐附属国呀 这份功劳 落到大唐宰相身上 会是什么封赏 大唐宰相已经是官之罪 会不会直接封王 他莫名打了个机灵 心里感到兴奋 好像功劳 是他老曹的一样 诸葛无名目光 落到了草统身上 笑着摇了摇头 道 没有寝宫 也不能寝宫 为啥 草统拍着自己的肚子 疑惑问道 诸葛无名眯眼 说道 功高震主 你要明白这四个字 本相乃是陛下知之己 本相不请功 难道陛下就会不知道 一切事情 陛下心里都有数的 我们不需要刻意去提醒 若是刻意去提醒 反而适得其反 本相如今的威望 已经足够高了 最近本相都在做出一些贪污的事情 给陛下看 为的就是给世人一个印象 本相也是有污点的模样 草统似懂非懂 站在原地 微微点了点头 目光闪烁着锐光 他对政治这方面 还真是有些搞不懂 看来 以后要多向宰相 学习一下才行 宰相智能 他能学过一二成 就足够了 第六十九章 姬武的敬畏 一转眼 数日过去 这数日里 李成都陪着姬武 到处闲逛 在皇宫里逛过 也微服出寻过朝安城 还让姬宁和姬武见面过 热情之盛 让姬武 多有些招架不住 数日之后 姬武便准备离开 返回大洲帝国了 李成得之后 更是令五百官 在城门处 送姬武离开 场面之浩荡 令人感到震惊 不知道的 还以为大洲 和大唐的关系的 要有多好呢 一方离开 另一方的君王 还带着五百官相送 城门处 李成领着五百官相送 与姬武并肩走着 皇帝 死去一路 可要小心 李成嘱咐着说道 眼神带着浓浓的关心 这个姬武现在 可不能出事 他还要等对方回去之后 发兵攻打大唐呢 要是路上出了什么状况 他就难受了 多谢皇兄关心 姬武道了一声 又转头看了一眼 他前方那一车车的物资 感激得道 皇兄赠送的这些物资 真是让皇帝不太好意思接受 他心里着实是很渴望这些物资的 有了这些东西 他的实力就会强大许多了 到时候重整朝堂 也会方便了许多 皇帝何须客气 皇帝要记住了 唐州是一家 大家都是自己人 别跟朕客气 李成笑了 笑得很开心 再送些物资给姬武 反正等大州打进来 大唐还是要被大州吞并的 这些物资送不送给姬武都一样 姬武却是不知道这些 感激涕铃 双手捉一道 还请皇兄留步 接下来的路 朕自己走就行了 皇兄放心 等朕回去整顿一番 就会有所动作的 他想要给大唐宰相的 是一座拥有强大实力的附属国 而不是一座内乱不止的附属国 心里暗自下定决心 等回去了 肯定要横扫朝堂 一切安定后 在地上附属国书 如此 朕便放心了 李成点了点头 皇兄留步 朕走了 姬武再次拱手作医 便准备离开 他还没走几步 忽然 李成又开口道 皇帝稍等 姬武止步 转身望向自己皇兄 不明白皇兄还喊他干什么 只见李成走到了姬武面前 将自己身后 披着的明皇披风脱下来 替姬武披上了 他慎重地道 皇帝 此去一路封尘 多穿件披风 以免着凉了 这倒是他真心实意地关心姬武 要是对方身体出了什么差错 大洲帝国不出兵 攻打大唐了 那还怎么玩 皇兄 这这如何是后 姬武内心感到无比感动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份恩情 他真的怕自己偿还不了 好了 别说了 皇帝 该上路了 李成摆了摆手 催促对方离开了 姬武嘴唇微微张开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最后只好拱了拱手 进入马车中 轰隆隆 车队缓缓行动起来 拉着大量的物资 朝着大洲帝国的方向前进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成在目送车队 渐渐远行后 便领着五百官 准备返回朝安城内 他眉头突然一挑 他是不是太忽略姬武的安全性了 这么多物资 万一遇到什么匪患呢 首位姬武的一千人够打 他对这个世界的士兵战斗力 感到深深质疑 没见到上次 十万东征军那般的歪瓜裂枣 还能连下东一国十五座城池 万一击武真的遇到什么匪患呢 那他就得不偿诗了 韩宇听令 李成走了两步 突然停下脚步说道 站在队列的韩宇文言 跨步而出 双手抱拳道 陈在 命你带一部分东征卷 前去护送大洲皇帝返回大洲 若大洲皇帝有何差池 定不饶你 李成目光如炬 盯着韩宇 一字一句嘱咐道 韩宇猛了一下 还以为皇帝叫他干什么了 没想到 是叫他去护送那大洲皇帝 心底生起无数疑惑 不久前他记得自己这位陛下 还对大洲皇帝很不爽 连连使辫子让对方难堪 就这几天的事 忽然就变了个样 真是莫名其妙 不过皇帝的命令 他可不能拒绝 谨遵陛下之令 臣先告退了 韩宇回应了一句 连忙向着东征郡军营处走去 准备去调军 李成这才放心 带着五百官返回朝安城 另一边 开始返回大洲的姬武 在得知李成派人前来保护他的安全 护送他返回大洲时 又是一阵感动 皇兄此恩 朕算是无以为报了 坐在马车上的姬武闭上了双眼 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并没有想要送礼什么的 他现在想的 只有一个 返回大洲 清扫朝堂 成为大唐的附属国 替大唐勇守东江 大洲在 大唐东江便永不失守 若有一天大唐东江有了危机 那就是他的大洲王了 姬武一念闪过 不禁握紧了拳头 深深吸了一口气 旋即转头透过车帘 看向韩宇 道 韩将军 骑着黑马的 韩宇微微转头 面容冷峻 问道 姬皇 有何事 姬武淡淡一笑 将一个钱袋取出来 递给一边的护卫 让护卫拿给韩宇 他笑着道 倒是麻烦韩将军 派人前来护送阵了 这点心意 还请韩将军收下 给韩将军的手下们买点东西 韩宇望着面前的钱袋 却是摇头道 还请姬皇收回去 末将奉命前来 护送姬皇 这是末将的职责 若是收了姬皇的钱财 就算陛下不择罚 末将也于心不安 更何况 末将以及麾下 有军饷便足够了 姬皇无奈 只能收回钱袋 心里感慨大唐真 是人才济济 如果换作在大洲 那些人巴不得拿到钱袋呢 路途遥远 不知韩将军 可否与朕讲一讲大唐皇兄的事件 说实话 朕对皇兄 可是很好奇 姬武转念 询问道 韩宇犹豫了一下 觉得没什么答案 便开口述说了起来 从当初陛下 翻修朝安城开始 一件事 一件事地述说着 这些事情 他都没有特意吹嘘 都是从诸葛宰相口中得知的 一些信息结合出来的 其中包括了每一件事 发生时皇帝的想法等等 听得姬武一阵感慨 对大唐皇兄越发敬畏 第七十章 东夷国新亡 东夷国 自从大唐连下东夷国 十五座城池之后 东夷国便变得一致不前 掌权人 因为巴鲁动手的原因 互相争讨了起来 东夷国的国主 丧命于众多掌权人的交锋之中 从此 各大掌权人都明目张胆地讨伐彼此 因为东夷国暂时无主的原因 就连给大唐地上投降书的功夫都没有 在经历长时间的争权之后 东夷国剩下的城池 再次得到统一 而统一之主 不是任何一个掌权人 而是先前巴鲁的 一名心腹胖子 所有掌权人在一场鸿门宴上 被一名掌权人摆了一道 全都死于非命 那名胖子 带着巴鲁的势力 替巴鲁报仇之后 逐渐统一了东夷国 成为新一任东夷国之主 东夷国首都 一座宫殿内 那名胖子古木 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 左手右手 各自搂抱着一名貌美女子 嘴巴裂得很大 再笑着 只是笑的时候 一脸横肉都跟着跳动 显得有些恐怖 大王 外方忽然走来一名士兵 古木抬眼 看了那士兵一眼 问道 何事 大王让小的去打探大唐的事情 已经有消息了 士兵低着头说道 古木摆了白手 让那两名女子 全都下去 等到两名女子离开后 他才道 说吧 那士兵点头 低声说道 大王 根据消息 大唐现在并没有想要 攻打我东夷国的想法 倒是据说数日前 我东夷国上方的 大洲帝国皇帝 曾经亲自访问过大唐 两国似有结盟的迹象 结盟 古木脸上的横肉一跳 道 谁信这两国会结盟 最多就是互相通商之类的 那士兵低着头 不敢说话 古木尘撕了一会儿 倒 姑打算出兵 将我东夷国失去的城池 全部收回 你觉得如何 大胆说 姑恕你说错的死法 轻一点 没有那么痛苦 士兵 我特么就是一个打酱油的 你没事问我干什么 士兵脸色憋得通红 又不知该怎么说 古木那双眼睛就盯着士兵 啥也没说 憋了半天 士兵就说了一句话 小的觉得 大王英明神武 大王的觉得 也是完全可行 古木点了点头 又道 既然你觉得可行 那有什么办法 能快速攻克 防守那些城池的守将 士兵差点没一口血土出来 你是不是有毛病 问谁不好 问我这个普通小士兵 那个敢问大王 为何你一直问小的 士兵实在忍不住了 询问了一声 古木愣了一下 悠悠的道 听说大唐的征东将军 便是大唐皇帝 从小兵提拔起的 姑看你 也颇为聪慧 说不定姑也能造个 征东将军出来 士兵 我要是骂你 你可能会把我杀了 所以我选择忍 古木也没再提问 也是皱紧了眉头思索 想了好一会儿 他双眼猛地一亮 说道 有了 既然大唐皇帝 敢用密探之计 来对付我东夷国 那我东夷国便 可以将这一计 还给大唐帝国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我们派个人 进入大唐城池内 让那人做我们的密探 掌控了大唐城池的城门 等到孤律大娟到时 顺势打开城门 如此 大唐城池可破 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好像已经看到自己 攻破大唐城池石的模样了 那士兵一脸茫然 但还是及时反应过来 大声说道 大王高明 古木点了点头 道 既然你都觉得高明 那这次前往大唐 当密探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士兵再次猛逼了 他他不会当密探 大王 大王 我上游老下游小 不能去当密探 要是我死了 那我们一架就完了 士兵哭喊着 他就是个普通士兵 要是真去当密探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古木一脸横肉 一抖一抖的 狠狠的道 那你是不想去咯 给你一个选择 是现在被孤砍死 还是去当密探 当密探你还有机会活 不当你就一定死 士兵顿时哑然 这是强行逼他去送死 可的确如古木所说 他去的话 还有机会活 不去的话 根本活不下来 他还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答应了 大王 我去 士兵一脸悲哀地说着 古木点了点头 道 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姑可是知道的 你与之前八鲁将军家 可是士郊 你一定只是深藏不禄而已 姑一切都知道的 士兵 士郊 他怎么不知道 他只知道 自己父亲 好像曾经卖给八鲁将军一头猪 难道这就算是交了吗 士兵欲哭无泪 他这要赖谁 赖他父亲 不该卖那头猪 给八鲁将军吗 这也太冤了 远在大唐朝安城 皇宫内 李承并不知道 东夷国发生的一切 此刻的他 还在陪伴着基宁 以及其余几位 在御花园碰到的选士 他闲着也是闲着 就带着这几个选士 在御花园一个湖泊边上钓鱼 嗯 准确地说 是他陪着基宁 在其他选士目光下钓鱼 李承手里拿着一根鱼杆 与基宁一起钓鱼 不远处还有宫女 拿着巨大的黄罗伞 为他们两人遮养 你不累吗 李承一手拿着鱼杆 笑着望向旁边陪他坐着的基宁 询问道 陛下不必担心臣妾 臣妾并不算娇弱 在大周时也学过一些武术的 基宁笑了笑 说道 自从基宁和基武见过面之后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两人的感情算是急速升温了 嗯 对于基宁来说是这样的 对于李承来说 是蝉身子还是感情升温就不知道了 再不远处 几名选士也在装模作样钓鱼 不过他们想的 是如何吸引皇帝的注意 而不是想着钓鱼 他们都受到过贵妃林轻衣的警告 不想勾心斗角 祸乱后宫 他们想的只有一个 如何争宠 只要获得陛下的恩宠 他们就可以一飞冲天了 当然了 几名选士中的艺人 却目光闪烁的另类想法 那选士赫然是唯情 第七十一章 东一国的攻打 第三个 唯情美眸闪烁着阴溢冷光 他也在想着如何得到皇帝的恩宠 他祸乱后宫的计划 第一步必须要获得皇帝恩宠 然后才能得到权利 从而祸乱后宫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吸引皇帝的注意 上次掉水事件 压根没用 皇帝看都不看一眼 更别说吸引到皇帝的注意了 该怎么吸引皇帝的注意呢 唯情柳眉紧紧皱着 他实在想不到要怎么样才能吸引皇帝的注意 吸引不到皇帝 那他纵然有天大的诱惑力 也根本诱惑不了皇帝 不行 主要还是他的人手根本不够 他在宫内就一个人手 完全不足以让他做出动作 唯情美眸闪烁一二 悄无声息地后退了一段距离 与自己的护卫太 肩呆在了一块 我发觉我们的人手 根本不够 唯情很直接地 和护卫太监说了起来 护卫太监苦着张脸 道 大小街啊 人手不够 又能有什么办法 这里可是皇宫 我们的人根本进不来 他还有一句话没说 要不是他牺牲大 进身了 不然都根本进不来皇宫 皇宫的森严 岂是一般人能伸透得进的 唯情皱着柳眉 道 那就叫外面的人手 都尽身进攻 无论如何 我都要替我父亲报仇 大小姐 你是魔鬼吧 叫外面的人手 全部尽身进攻 这话 你也说得出口 护卫哭丧着脸道 小姐 你还是不要想着 报仇了吧 当今陛下 真的非你能敌的 我听闻老爷生前的好友 都在宜梁地区 执掌了一方之地 将那阵西王架空了 不如我们去投靠老爷 生前的好友吧 不说别的 只要小姐点头 就是再难 属下 也会将小姐 安然送到宜梁地区的 她是真的送了 这个魔鬼大小贱 她是真的惹不起 早知道 是这样的结果 当初她拍拍屁股 走人不香吗 如今 落到这种地步 连某种东西都没了 不可能 我必须要报仇 维琴依旧不肯松口 护卫莫名感到 自家小姐有些蠢 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实在是老爷生前的恩情 她无以为报 那小姐 你这次想要怎么做 护卫叹息了一声 恨是无奈地说道 维琴思索了一下 紧咬银牙说道 待会我大喊身体痒 看看能不能用身体 勾引到皇帝 待会你记得 配合大喊就行 护卫只能点头 维琴走过去 便打算行动 等他回去时 整个人都愣住了 湖泊边上 哪还有什么皇帝 早就走干净了 维琴连忙走过去 拦住一名宫女问道 陛下呢 陛下去哪了 宫女低声说道 骑饼选世 刚刚有急报传来 陛下已经走了 维琴愣在了原地 这么倒霉 这一次错过了机会 下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有机会了 难道这就是犹豫 就会败呗 太极殿内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承的确接到了 边关急报 所以他才提前结束了 摸鱼大夜 返回太极殿 查看急报 当他看完急报之后 整个人 也是愣了一下 他原本还以为是 大洲皇帝的动作呢 没想到 是东夷国那边的动作 边关靠近东夷国的城池 传来消息 东夷国有大规模的 兵力调动 一是冰封指向 边关城池 东夷国 对大唐用兵 碰 李承当即就怒了 把急报丢到地上 一拍桌子 控制不住地 抱了粗口 一群憨批 陛下息怒 站在旁边的许公公 连忙跪地 心底莫名的一凉 他还是第一次 看到皇帝 如此愤怒 莫来游的惶恐 升上他心肩 主要是他感觉 陛下身上的帝王威亚 事与日俱增了 这与先帝身上 那种气质不同 当今陛下身上的那种 帝王威亚 极具独特性 拥有一种出尘的味道 仿佛不在此界中 但却又拥有一股 纯正的帝王之威 两种气质的结合 让当今陛下的气质 变得很奇妙 特别是一怒之下 就连他这个 久半皇帝身边的人 都感到惶恐 李承却没注意这些 他站起身 深深吸了一口气 想要平复心底的怒火 他怒的 是这个东夷国 是不是没脑子 自己军队 什么实力 心里没点数吗 上次被一群歪瓜裂走 轻易击败 也就算了 他懒得再搭理这个东夷国 这次这个东夷国 居然敢主动出兵 这万一被边关士兵击败 然后边关士兵 又来个开疆阔土 他还要不要玩了 边关士兵人手 可能打不过 换作是大洲 亦或是大唐地区起来的叛军 他可能相信 边关士兵打不过 可是这个东夷国 他是打死都不相信的 这个东夷国在他印象里 就特么是一群赤着上半身 穿着兽皮开裆裤 拿着木头熬乌叫的那种野人 压根没啥战斗力 就是这个国家 居然想要挑战大唐 这不是明摆着 想要他国土变大吗 东夷国 误我大事 李承皱紧了眉头 努力让自己 回归冷静 他沉思了一会儿 白手道 许公公起来吧 连发二十八道吉令 让边关各地守军 守住城池就好 千万莫要追击 去攻打东夷国 许公公略微疑惑 但是扫了一眼地上的急报 多多少少知道了先 点了点头 到 谨遵陛下之意 李承坐了下来 犹豫了一下 拿起栏好笔 在一张纸上写了起来 他准备给那位大洲皇帝写封信 让对方去把这个东夷国拿下 将东夷国土都纳入大洲 他实在看不惯 这个东夷国天天蹦打 居然敢害他 企图让他受命继续狂增 简直最不可赦 在写完之后 他便吩咐别人送去了大洲 细细思索后 李承又写出了调兵令 让韩宇率领东征郡出征 协助大洲 攻打东夷国 憨批 一个东夷国 也不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 给你一条活路不要 居然还敢是屠害我 让我增加寿命 简直在座 李承冷哼了一声 心情总算是舒服了点 第七十二章 我们是空切 东夷国与大唐边界的交接城池 名为封守城 寓意年年丰收 在东夷国得到的十五座城池 在宰相诸葛无名的调动下 形成了一座新的地区 浩蛮夷地区 封守城正是蛮夷地区的城池之一 而且是最接近东夷国的城池 一旦东夷国兵犯大唐 首当其冲的 便是这座封守城 事实也是如此 东夷国起兵五万 目标便是封守城 封守城楼处 守将趋近南脸色带着沉重 东夷国起兵的事情 第一时间就被他得知了 他虽然上报了朝堂 但是朝堂派来援军 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只有靠他来镇守了 而他麾下 只有三千人 趋近南京紧皱着眉头 在思考着如何守城的事情 事到如今 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能死守城池 等待援军到来了 趋近南深吸了一口气 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他准备下城楼 去休息一会儿 忽然一名士兵快速奔来 脸上带着焦急之色 道 将军 将军大事不好 前方斥后来报 东夷蛮子的军队 在逼近我们这边 果然是奔着封守城来的 去 让守军全都上城楼 准备守城 再去抽掉五千名符 把各种守城器具 都送上来 趋近南异常严肃地说道 他的目光 望向城外的漫天飞沙中 似乎已经看到了 东一国军队攻城的模样了 咚咚咚 城楼处的一面面战鼓 进阶敲动 陈仲儿带着 速杀之气的鼓声响彻 哒哒哒 一名名士兵手持武器 很有规律地跑上城楼 准备守城 其中一名士兵 正是那东一大王 古墓派来的密探 他名为胡巴 此刻 胡巴也分到了武器 站在城楼 严阵以待 只是他看着旁边 一名士兵 忍不住地吞了口吐沫 他受东一王之令 来当密探 用了不少钱财财 混进军队里 但因为钱财不够 他只是一名普通战兵 并不是把守城门的士兵 希望大王能缓一缓吧 等我凑够了钱 应该就能买通位置 成为把守城门的士兵了 胡巴心里想着 不禁微微握住了手中的武器 大概过去一两个时辰 在上前 守城士兵的目光下 远处出现了一大片黑点 好像一片黑海 在缓慢向着他们涌来一般 来了 所有士兵都缓缓取出了弓箭 时间一点点流逝过去 远处那片黑海 也在逼近着封守城 随着黑海的靠近 士兵们也看清楚了 那片黑海的正面目 赫然全都是手持武器的 东夷国士兵 五万人 听起不多 但是真正看到时 却依然会被数量震慑到 放眼望去 根本看不到镜头 守将去近男 也是脸色难看 双手扶着女强 要是五万人 日夜不停轮流攻城 他也没把握守住城池 不过他心里还是松了口气的 眼下来说 敌军似乎并没有要攻城的意思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准备守城吧 防备敌军突然攻城 屈近男还是嘱咐了 一番守城士兵 以免敌军搞突袭 就在他准备下去城楼时 敌军阵营中 一匹快马冲出 迅速来到了城下 屈近男顿住脚步 看向那匹快马 皱了皱眉头 莫等他开口 骑在快马上的人 开口道 城内守江 吴家大王约你再城下一剑 可敢出城一剑 东一国因为和大唐相交 彼此话也交融了不少 导致东一国的语言和大唐是比较像的 就是语言中有一种大唐语言都没有的枪 听起来有些奇怪 但还是听得明白其中意思 趋近南星底疑惑 东一国大王想要见他 他思索了一下 还是决定见一面 毕竟见一面 也能拖不少时间 只要拖的时间够长 便能等到东征军的支援 到时候 一切危险都会解除 想到这 他便答应了那个东一的使者 带着数百人出了城 只不过 他也留了个心眼 以防东一国俗耍诈 只来到了离城门不远处 并未走远 这个位置 城上的弓箭射不到 对方要进攻 也需要一段距离 算是刚刚好的 趋近南带着数百人到了不久 东一大军那边 便有一支上百人的军队 缓缓行来 为首的人 赫然是东一王古墓 古墓骑着一匹黑马来 嗯 只是体型有些庞大 那黑马气喘吁吁 有种要被压得跪下的趋势 太难了 感觉自己背上驮了一头猪 古墓来到趋近南部远处 大笑着道 你便是封守成守将 不错不错 除了身板小了点 其他都不错 看起来还挺俊的 挺俊的 听了这句话 趋近南背后不禁一凉 冰冷冷地说道 东一王 你换本将来 有何事 若是无事 本将还要回去布置城防 可没工夫与你闲聊 古墓又是笑了笑 随着他的笑 脸上的横肉都是一跳一跳 他咧嘴道 布置城防 有什么好布置的 不妨告诉你 你们城门早已经被本王安排的密探给掌控了 只要本王一声令下 你们连回都回不去了 哼 之前你们大唐给我们东移的 现在我们东移如树还给你们 他大笑着 笑得很轻蔑 趋近南闻言 不由皱眉 身后的数百名士兵 也是你看我 我看你的 有些略微的惊慌 你说本将就信 那本将还说 你们东一国此刻 已经被我大唐陛下拿下了呢 你信不信 趋近南为了稳定军心 只能咬牙说道 要是军心不稳 那他们这场仗 不打就已经输了 古墓大笑着道 你不信 行 那姑把人叫出来给你看看 也好看看 你城门有没有被控制了 胡八 既然控制了城门 还不出来 城门都控制了 没什么好躲的了 快出来 不然孤独了你 他的嗓子很大 声音传出去很远 趋近南一脸凝重地 看向城门处 心底惊异不已 难道真的有密探 不只是他 就连众多士兵 也跟着望去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 从趋近南背后的队列响起 不是 大王 我还没掌控城门呢 钱不够啊 你过两天再来攻城 现在先回去 胡八听到自家大王呐喊 急匆匆从队列中钻出 冲着古墓大喊 趋近南 众多士兵 我们是空窃 第七十三章 姬武的想法 风首成下 一片寂静 呼呼 风沙吹过的声音 像是被扩大了数倍 很清晰在无数人耳旁响起 趋近南 以及众多的士兵的目光 都落到了胡八的身上 一个个目光都很呆滞 他们 这是听到了什么 胡八也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表情一僵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去哪里 他下意识 看向自家大王呢 企图让自家大王救他 古墓 却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 反而很直白地点了点头 一副恶狠狠的模样 道 行 再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后 你要是还拿不下城门 别怪古无情 至于钱财 自己想办法去 说完 他在胡八几乎绝望的目光下 命令身后 这些人返航 重新往银寨方向回去 那些东夷士兵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跟着古墓离开了 胡八差点没给跪下了 他犯抽也就算了 为啥他家大王也犯抽了 这个士兵 是谁麾下的 屈静男看着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地问道 周围几个清兵将领对视了一眼 皆是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其中一个清兵将领弱弱地道 将军 这好像是我麾下的 屈静男笑了笑 说道 你不给个解释吗 我 我 那清兵将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好了 别说了 东夷王犯傻 我们可别犯了 来人 把这人带回去 好好招待一下 屈静男摆了摆手 几名士兵顿时向前 将胡八抓了起来 屈静男看了一眼东夷大军方向 摇头失笑 这个东夷王 真的是脑袋不好使 他忽然觉得 守住城池等到援军到了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了 说不定 可以趁势攻破东夷国 那陛下会不会给予他各种奖赏 封侯败将 他突然觉得 这些都离他好近 另一边 大洲国都 姬武回来后 用大唐皇兄送他的各种物资 再次组建了一支军队 前往边关 去收拢兵权 在朝堂这边 他完全放权 让那些臣子都抢着争权 甚至不少臣子原本友好的关系 因为争权的原因 各种撕破脸皮 逗了起来 他这个皇帝反倒是被遗忘了 这也让姬武松了口气 一切都如同大唐皇兄想的那般进行 大唐皇兄不愧是千古一帝 仅仅靠着败国两字 就能想到如此布局 不得了 姬武心里越发佩服 恨不得 狠狠给李承跪下了 皇宫内 姬武忽然接到一封 大唐皇兄写来的书信 在书信到达大洲国都后 他第一时间便接手了书信 想要看看大唐皇兄给他写了什么 在看完书信之后 他的眉头都皱到了一起 大唐皇兄教阵发兵东夷 把东夷那个弹丸小国灭了之后 再将国土全部纳入大洲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将国土纳入大唐版图 姬武想不明白 他也想不懂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像开疆阔土的事情 大唐皇兄为什么要拒绝 这没道理啊 他莫名又联想到了那位爵士奇才 大唐宰相诸葛无名 揣测深意 大唐皇兄不可能不想要东夷国的国土的 东夷国虽是弹丸小国 但那也是对比大唐大洲 才是弹丸小国的 比起外方一些国家来说 算是挺不错的了 更何况能得到国土 谁会不想要 大唐皇兄却叫他吞并了东夷国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姬武在殿堂内来回走动 眉头紧紧皱着 在思考了一炷香的时间后 他脑海忽然灵光一闪 我懂了 大唐皇兄这是考虑到了他的处境 他要挤拢兵权 在横扫朝堂 连番动作下来 肯定会引起一些百姓和世家的不满的 但若是立下了开疆阔土这等功劳呢 那么他的威望必然会变得极高 日后他在横扫朝堂时 引起的动荡就会变小了很多 甚至根本不会有动荡 大唐皇兄 深思远虑 哪怕人在大唐朝安城 却仍旧能布局一切 这便是大唐皇兄的手腕吗 姬武感到深深的福气 也有一阵惊悚 幸亏他没有与大唐皇兄为敌 不然真的要头疼了 与这种敌人为敌 简直比死还痛苦 不过 这也是大唐皇兄对朕的一个考验吧 考验朕会不会因为得到东一国国土而膨胀了 大唐皇兄这就小看朕了 朕岂是那种人 等到朕整理完大洲 遍地上归属书 大洲永生永世都只会是大唐的附属国 为大唐永固东江 姬武想明白了一切 感觉身心都舒畅了 幸亏 幸亏那晚上大唐宰相诸葛无名和他的一席谈话 否则他根本无法明白这么多 这份恩情 他记下了 姬武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能洞穿大唐皇兄的布局的确挺好的 就是就是有点太费脑子了 他感觉 他要是一直去揣测大唐皇兄的意思 不到三十岁就要白发苍苍了 唉 真不知道大唐皇兄的脑袋是怎么长的 朕怎么就长不出这种脑袋 姬武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嗯 这个脑袋他又大又圆 不行 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靠朕自己揣测 根本揣测不出多少 必须收服一批忠臣才行 如果有机会 最好让那些忠臣去大唐 跟在宰相后面 好好学习一下 这样也算促进两国发展 皇兄应该会同意的 姬武陷入了幻想 他也想要拥有诸葛无名这种 拥有真正大才的忠臣啊 可惜 他现在根本没有余力腾出手 去摆放那些山间大仙 来人 传阵旨意 秘密调军 让北方军团速度赶来 镇要御驾 清征东一国 姬武对着外面 喊了一句 旋即站起身 将挂着的配件拿了出来 打算练会件 外面一名太监闻言 点了点头 大喊道 陛下有旨 秘密调军 令北方军团速度回京 陛下要御驾轻征 他的声音极大 令四周围的人全都听到了 姬武脸色一黑 秘密调军 你听不懂 他默默把剑抽了出来 第七十四章 诸葛无名当局守宫 第三个 大唐 朝安城 皇宫 静岳宫 李承和姬宁都围在一张桌子旁边 嗯 皇帝一时兴起要作画 李承手里拿着狼好笔 在他面前有一张质量不怎么样的纸 他深吸了一口气 迟迟没有动笔 陛下 你真的会作画的 姬宁眨了眨眸 好奇地问道 他感觉 一代皇帝 怎么样 都会亲戚书画吧 而且眼前这位皇帝 可不是普通的皇帝 而是千古一帝 爱飞 稍等 作画 要一气呵成千万别心解 乱了心态画出来的 是莫得灵魂的 李承咳嗽了几声 握着狼好笔说道 哦 那陛下你别急 姬宁也听不懂 但是就是有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 而且 他学会作画时 似乎没人叫过他这些 这是陛下自创的 还是因为大唐画和大洲不同的原因 李承看稳住了姬宁 心里也是悄然松了口气 他只是闲得无聊 所以想要画画 原本还以为前身记忆中有关于作画信息的 没想到前身就是个憨包 琴棋书画样样不通 真不知道怎么当上皇帝的 难不成还真是先帝发二了 改天还真要去掀先帝的棺材盖 好好问问了 李承摇了摇头 把这些念头都扫干净 看了看旁边的美人 这个笔他已经装下了 就算咬牙也要装下去 他握住狼好笔 点在了那张纸上 狠狠一笔划了过去 然后他将狼好笔放下 嗨嗨 画完了 爱飞 镇太极殿那边还有镇武 便先走了 你好好保留这幅画 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会明白画中意思的 李承说完 快步便离开了宫殿内 机宁 为什么感觉陛下你在糊弄我 他眉眸望着这幅画 陷入了思索 陛下应该不会骗我吧 这幅画真的有其他的意思 他仔细看着面前的这幅画 画里很简单 一条黑色的墨水横扫而过 旁边几点墨水滴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东西 很简约 完全不像是画 倒像是随手涂鸦出的东西 娘娘 宁可想知道陛下画中的意思 忽然 身后一道微弱的声音响起 机宁转头望去 在他门缝旁边 一名小太监站着 你是何人 他微微蹙了蹙柳眉 问道 那小太监 跪下行了一个大礼 笛声说道 启禀娘娘 奴才是陛下身边一个伺候的小太监而已 刚刚看到娘娘心存疑惑 所以特意留下 替娘娘解惑 这个太监能看得懂陛下的话 机宁促着柳眉问道 你能看得懂陛下话中的意思 小太监连忙说道 启禀娘娘 奴才曾经有幸去过一次宰相府 听过诸葛宰相的教会 诸葛宰相最擅长揣测陛下的圣意 奴才在诸葛宰相的教会下 多多少少也明白了一点 机宁闻言 不再质疑 轻轻抬了抬手 说道 那便进来一关 若你真的能说出个所以然 本宫大有奖赏 太监听到奖赏俩字 眼睛顿时一亮 从地上爬起来 走到那幅画面前 看了看 皱紧了眉头思索 这幅画 还真没有什么亮点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就这么一笔 太监细细思索了一下 看着这一笔的尾部方向 指着东方 如今东一国那边再起战事 太监心神一颤 瞬间明白了 感觉这画中的一笔 都带着十足的锋芒之劲 这不正是陛下 想要表达的意思吗 想通之后 他连忙摆手道 娘娘 奴才已经明白了 那还不快说 机宁连声问道 太监连忙述说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太极殿中 李承坐了下来 松了口气 心亏走得快 不然就尴尬了 画画 真的是早知道 就不说画画了 弄得下棋得不好吗 他语气略带抱怨 看着桌子上 渐渐又成堆的奏折 嘴角微微一抽 他记得他三天前 才看完了一遍 这么快又成堆了 难怪皇帝都死得早 这谁顶得住呀 不行 他可不能继续看下去了 他感觉脑阔疼 找个时间 宣道下去 让诸葛无名 领着众多大臣 贪污国家就好了 他就不上朝了 待在后宫 借着沉迷美色的名头 从此不上朝 嗯 他只是借这个做理由而已 绝没有其他想法 好吧 是有那么一点想法 最主要的 还是想要诸葛无名 能带着众多大臣 继续贪污 李承摸着下颚 静静思索着 陛下 身边的许公公 犹豫了一下 忽然开口道了一声 何事 李承回神 看向许公公询问道 这个老许 说实话 也是够辛苦了 每天早上都要起来 用鸭子叫 充当鸡鸣 还是那种 哈哈哈哈的鸭子叫声 说实话 刚开始那几天 他还大早上 被这个鸭子叫下醒呢 还是后来才习惯了 则则 这个老许 也是个可怜人 不过等他回家了 应该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吧 许公公犹豫着说道 陛下 老奴打听到了一些 关于诸葛宰相的消息 不知道该不该告诉陛下 说 朕恕你无罪 李承把面前的奏折 全部扫到角落去 丝毫不在乎地说道 许公公点了点头 这才道 先前宫里出去采办的几个小太监 听说最近宰相有贪污的事情 据说宰相最近曾不止一次挪用一些公款了 宰相 好战友 李承目光闪烁一二 他挥下这些臣子 最能替他败国的 也就这位诸葛无名了吧 他若能成功回去 诸葛无名当居守宫 他白手道 将此事压下去 不要让这种消息继续传了 朕不希望再听到 关于宰相不好的消息 诸葛宰相都这么给力了 他当然要帮忙一二 就算是替对方挽回一点名声 许公公心底诧异了一下 还是拱手道 老奴遵旨 马上就下去派人将这些消息全部镇压下去 李承点了点头 这才满意 微微感慨了一下 要是人人都如诸葛无名 那该多好 唉 第七十五章 被玩坏的大号 四日一早 又是检测国力的一天 李承很早便起床了 他面前的湛蓝色荧幕如约显示了出来 荧幕上一行行字浮现出 开始检测本周国力值 检测当前大唐帝国国力值为 1608 奖励宿主受命21年 当前宿主受命 359年 国力提升具体来源 请宿主自行查看 又加了 才21年而已 还好 加吧 加到后面 看大洲进攻 把大唐灭了 咱谁笑到最后 李承心里虽然有些憋屈难受 但一路过来 加了这么多寿命 承受能力也变得异常强大了 他坚信一点 只要大洲出兵攻打大唐 那大唐必亡 到时候再多国力也是白大 他只需要等就行了 这次绝不会有什么意外 要是这次还有意外 那他当场把这张 李承想着想着 莫名一尬 看了一眼身下的龙床 一种诡异的熟悉感浮现心间 算了算了 还是先看看这些国力增长的来源吧 他点开了查看按钮 面前的湛蓝色荧幕顿时一变 国力提升具体如下 一颗技 十明星 五震慑敌国 五军士 果然 李承摆了白手 又是一堆让他猛逼的东西 莫名其妙就产生的 反正科技 震慑敌国啥的 他根本追查不到源头 为什么我总有种感觉 冥冥之中 好像有人在暗处 一直帮我增强国力呢 李承微微眯了眯眼 这种感觉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每次都那么的巧合 他感觉 绝对有个人在暗处一支导弹 要是被他找到 那对方就完了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过 科技 震慑敌国 军士这些 他很难追查 倒是这个明星 还有可能追查一下 进行一个出游的计划 去民间好好探查一下 三番两次增加明星 这个明星 都快要成为 他增加国力的主要来源了 他要去民间好好看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百姓一直增加 对大唐产生归属感 李承思索了一会儿 便回神了 今天是要上早朝的 他也该去准备一下了 正好将这几件事 全部宣告下去 他想着 准备关掉面前的湛蓝色荧幕 忽然注意到 湛蓝色荧幕下边 有个查看个人的模板 他下意识点了过去 湛蓝色荧幕上的字体 再次发生变化 一行行字浮现出 永恒帝国系统 宿主 李承 寿命 359年 大唐帝国国力 1608 祝 大唐帝国巅峰国力 5345 祝 每周一将进行国力检测 奖励或扣除寿命 噗 李承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模板和以前第一次看到时差不多 唯一多出一点 就是那个大唐的巅峰国力指标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大唐巅峰国力有5000多 也就是说 唐太祖时期 大唐国力还是5000多 然后这个牛逼大号 从唐太祖手上 一代代传下来 国力也在一代代衰退 到了第九代他这里 就剩下一千多 甚至快要跌下三位数 这 都是狠人物啊 这妖牛逼的大好 都能完成这样 不过 话说回来 这些皇帝 都是怎么做到败国的 李承心里 忽然涌起了一丝冲动 去皇陵 把老祖宗们的棺材板都掀了 挨个问他们 是怎么败国的 不行 不行 我要冷静 不能这么冲动 李承自我安慰中 陛下 快到早朝的时间了 门外许公公的声音传来 嗯 李承摇了摇头 把诸多念头全都打消 关掉面前的湛蓝色荧幕 准备一下上早朝 五更天 一切如旧 五百官纷纷进攻 在行完大礼之后 便准备开始早朝了 站在皇帝旁边的 许公公健壮 扯着嗓子大声说道 由本起奏 无本退朝 陛下 臣由本起奏 司天剑监政 率先跨步走了出来 李承百无聊赖地 看了对方一眼 白手道 准奏 他单手撑着脑袋 毫无帝王威仪 但即便这样 也无人敢说他什么 毕竟要是皇帝耍无赖 给你来一套 大唐以诱为尊理论 这谁扛得住 司天尖尖正愣了一下 开口述说起来 和李承想得差不多 这个瓜皮 还是日常在吹嘘 早朝进行着 一名名大臣 开始述说 反正李承是 没听进去的 他在神游天外 直到御史突然站出来 说道 陛下 臣要弹劾一人 这个御史的站出来 让五百官都微微一心惊 虽然他们现在战线统一了 但是每次看到御史 从这种场合跳出来 还是有些胆战心惊 李承也回神 看向了那御史 弹劾 弹劾谁 满唐奸臣 还能弹劾谁 他好奇地道 说 御史忽然一转目光 看向队列中的一人 那人正是行不上书罗阳 罗阳也有一头雾水 疯狂思索着他 最近都干了些什么 可想来想去 也想不明白 他最近啥也没干 相反还开始整理 各地治安了 这个御史 找他干什么 御史看了看罗阳 这才拱手作一道 陛下 陈唐和罗阳 监管不力 对牢狱从无审查 顽固职守 同时 臣也要替一人申冤 申冤 申冤申到早朝来 五百官皆是皱了皱眉 李承倒是不在意 反而饶有兴趣地道 说来 让朕听听 御史这才道 启禀陛下 此事还要从十一年前说起 十一年前 前任司天兼兼郑元修 因为触犯了先帝忌讳 被打入牢狱之中 可元修是 被先帝责罚关押六年 如今 整整十一年过去了 元修却根本没有被释放 要不是陈偶然想起 怕是此事根本无人提起 华 朝堂上场面一度寂静 被责罚关押六年 十一年过去 都没被放出来 五百官的目光 都齐刷刷落 到罗阳身上 罗阳心里 就查问后裕史家 十八代祖宗安好了 这点破事 你私下和我说不行 非要在陛下面前说 不就是前些天欠 你些银子不想 还了而已吗 第七十六章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龙椅上 李承目光 悠悠地看着罗阳 不愧是满堂奸臣 罗阳 这就是很好的典礼 关押犯人 连时间都忘记了 该关押六年的 十一年下来 居然都没放人 可以的 这个很奸臣 罗阳在皇帝的注视下 感到心底冰凉 上次治安的事情 才被皇帝警告过 现在又弄出了 这个牢狱的事情 他这是要完了 皇帝会不会把他 当成奸臣处置 调去宜良地区 他想到这 惶恐贵地 连声道 陛下恕罪 陛下恕罪 陈接手刑部上书以来 大多数信息 都没来得及查看 所以才会导致这种疏漏 还请陛下恕罪 吴百官也眼神略带怜悯地看向罗阳 同时也有些好奇 这个玉石和罗阳究竟是什么仇 居然这么捅刀子 就连李承诧异地看了一眼罗阳 开玩笑 他怎么可能惩罚奸臣 你越弄这些事情出来 我越高兴呢 他白手道 起来吧 罗爱卿 罗爱卿平时操心过事 费寝忘食 遗忘了这些也是正常的 朕不会怪罪爱卿你的 至于那个元修 将此事压下去吧 而等都是朕留下的心腹 无论等犯什么错 朕都会闭火等的 也希望你们能继续败可可 继续努力 开玩笑 这些人可都是奸臣 怎么能给他们治罪 他可还指望着诸葛无名 带领这群人好好败国呢 这些人都是宝贝 不能丢了 哐当 听到皇帝这话 罗阳眼眶忍不住一红 暗骂自己不是人 居然犯了这种事情 还要让陛下 亲自出面压下事情 不仅是罗阳 其实 就连五百官 心里都不由出动 这便是 他们忠于的皇帝 是他们为心腹 甚至出了这种事情 皇帝不是降罪 而是选择庇护 有君如此 敢不报效 就连那御史 也叹息了一声 没有再说话 陛下万岁万岁 万万岁 五百官进阶跪地 口中大呼着 声音震聋育耳 即便含天殿之外 都能听得到 李承 也被五百官这个态度 吓了一下 愣了一会儿 白首道 都起来吧 朕也有一事要说 五百官 这才站起来 一个个都凝神聆听 想要听听 皇帝有什么吩咐 李承顿了顿 说道 朕欲将朝堂交由 诸葛爱卿管理 五百官进阶辅助 诸葛爱卿 朕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不再管理国事了 哗啦啦 五百官一阵躁动 似乎想不明白 为什么陛下会这样做 不理朝政 古往今来 也只有那些真正的昏君干过 大部分皇帝 可都没这样做过 因为一旦不理朝政 很容易就会被架空了 礼部尚书廖云 当即忍不住了 站出来拱手作一道 陛下万万不可 他话才说到一半 扭头看了一眼身后 不出所料 这群人毫无动作 日常卖他 这都第几次了 他也不想找人问原因 毕竟他人缘 是真的不行 他抬脚想要退回去 下一刻 五百官齐齐踏出一步 功声道 请陛下三思 请陛下三思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请陛下三 请陛下 声音浩荡 在寒天殿内回荡着 礼部尚书撂云 你们故意的 礼成挑眉 看着五百官 没想到这群人 居然会在这种时候 站出来阻止他 这是害怕他走了 朝堂无人坐镇 他的大堂 好战友会剥削 他们的利益吗 不过 这可阻止不了 他卸下早朝的心思 他缓缓地道 朕这次同样不是 在和你们商量 而是在告知你们 朕从今日 便不再管国事 一切交由诸葛宰相处理 就这样敲定了 他话音落下 看了一眼身旁的许公公 原本还处于震惊中的 许公公健壮 连忙会议 高声道 退朝 礼成迈开脚步 便向着殿外走去 留下殿内 一脸迷茫的五百官 众多臣子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皆是想不明白 最后只好把目光 定格在他们的头头 诸葛无名身上 宰相 你看这怎么说 这个我真的想不明白 揣测不出陛下的意思 终究是我太蠢了 宰相 陛下 为何忽然不理国事了 莫非是陛下身体有爱 看着众多臣子你 一句我一句 诸葛无名 也感到头疼 只好白手道 别在这里喧嚣 大家都去本相府邸再谈 五百官文言 只能点头 一行人 浩浩荡荡出宫 直奔老地方而去 请殿内 李承换来了许公公 他开口道 震狱要出访民间 你可以先准备一下 到时候带上一些人 就可以出发了 关于明星一直以来 疯狂增长的事情 他必须要搞清楚 派人去调查他不放心 他要亲自去民间看看 正好也可以在回去之前 在古代旅游一把 许公公一听 倒是没感觉有什么 而是道 陛下 这次想要去 朝安城东街还是西街 他心底也有着浓浓的疑惑 不就是出个城吗 陛下为什么要把朝政 给卸下了 先去一趟宜梁地区 去见见我那黄兄县 李承摸着下颚 思索了一会儿 缓缓地说着 他觉得 他大哥那边 也该闭下了 先一路旅游过去 再民间多停留 最后才去宜梁地区 最好能将自身交给 自家那个大哥 来个邪天子 以令总兵 说不定兵马总将军 草统一个几眼 起兵和镇西王李明 打了起来 然后大周兵犯大唐 天下彻底大乱 国力蹭蹭蹭地往下掉 李承美滋滋地想着 也不知道 宜梁地区那边怎么样了 有他派去的那些忠臣梁将 应该变得很强大了吧 自家大哥 真的欠他一句谢谢 有他这个皇帝 镇西王李明 也是积了一辈子的德了 就是不知道 这个皇位到时候 会花落谁家 李承想着 一个个念头 闪过心间 越想他越兴奋 这次绝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现了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第77章 你们看我干什么 皇宫 皇帝请殿内 当许公公听到皇帝 要去宜梁地区 顿时瞪大了眼睛 劝祖道 陛下 万万不可 宜梁地区镇西王 有反心的事情 陛下都是知道的 怎么能去宜梁地区 去哪里都行 还望陛下千万莫去宜梁地区 你都知道他那大哥有反心 那没毛病了 宜梁地区他去定王 李承心里暗自发笑 表面却是淡漠至极 沉生道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这天下之大 都是朕的 朕还去一个宜梁地区 还要考虑 难不成宜梁地区是朕西王的 而不是朕的 他的言语间 自带一股帝王威严 霸道无比 许公公文言 张了张嘴 不知道 该怎么反驳皇帝 最后他只能跪地 低声道 陛下这天下 自然全是陛下的 陛下既然想要去宜梁地区 那防备力量必须做好 李承一听 顿时白首 到 防备力量 再经不再多 不用弄得太多人 他就怕许公公弄个一万军队保护他 那还用得着出去 特么万人军队过去 谁不被吓得逃跑 谨遵陛下之令 许公公连忙回应 李承点了点头 便准备让对方离开 他动作一致 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把防备力量削弱 万一还没到宜梁地区 就被匪患干掉了呢 算谁的 他心头生起这个疑惑 没等他多想 面前湛蓝色荧幕再次凝聚而成 浮现一段话 助 若宿主遭遇杀害 将判定为真正死亡 还请宿主注意自身安危 遭遇杀害 算他的 会真的死了 李承浑身打了个机灵 将湛蓝色荧幕关掉 望向许公公 咳嗽了一声 话是这样说 但是防备力量这一关 必须要准备好了 也就带个一万两万人就好了 不用太多的 太多了 影响不太好 许公公 一两万人 他原本只是打算 调个千人的 皇帝 这开口一两万 这是去打仗的 用不用把粮草路线 全部规划好 再请个将军作战 派遣先锋 开路线 最后 在一番规划之后 只是打算 带上五百人 但是这五百人 必须各个都是好手 嗯 而且要从民间 和军队中 鄙视而出 每一个 都要能以一党时 不然不要 他李承就是怕死了 李承倒是没什么感觉 心安理得的 去后宫找金宁下棋去了 与此同时 在宰相府大堂内 五百官进阶到来 将整个大堂 里里外外全都塞满 从来没有来过 宰相府的臣子 很是拘束 根本不敢有什么动作 只能站在一边 那些经常来的老油条 就不一样了 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椅子 直接坐上去 跟回到自己家一样 自顾自倒茶喝 唉 那个老臣啊 把茶杯递给我一个 有点渴 嗯 对对对 就是放在你旁边那个 那是我经常用的 不信 你看看 杯子下面 是不是刻着我的名字 宰相这是去干嘛了 怎么还不出来 则则 看看这群新人 这就不懂了吧 这么拘束 是没有位置做的 好好站着吧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还是这里舒服 我在想 是不是要买宰相府 一间厢房了 以后就住这了 你拉倒吧 宰相缺你那点钱 众多臣子交谈着 把那些没得做的大臣 看得目瞪口呆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人 这么自来熟 特别是礼部尚书廖云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不对劲 愣愣地向前走了几步 突然衣袖 被人拉扯了一下 他低头望去 草筒座 在一张椅子上 咧着嘴 道 来 廖尚书 坐这里吧 韩将军 带兵出征了 这里 正好空下来了 他那双小眼睛闪烁着金光 廖尚书人员这么差 一定没什么执行朋友 正好 他可以趁虚而入 廖云看了看椅子 点头坐了下来 道 多谢曹将军了 曹筒摆手 翘起二郎腿 笑道 这算什么 小事 小事 嗯 的确是小事 倒是曹将军你 廖云看着曹筒翘起来的二郎腿 骤眉道 曹将军 你乃大唐兵马总将军 京都地区总兵 掌管无数士兵 地位尊崇 怎能翘腿 这样有事将军之威仪 他开始叨唠了起来 曹筒脸色一僵 连忙把腿放下 道 曹某晓得了 晓得了 廖云见状 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目光一转 突然看到了曹筒身上的巢服 穿得有些不正式 顿时 他又继续说了起来 道 曹将军 这个巢服啊 不是这么穿的 应该这样 曹筒 曹某人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我不想和你结交了 肃静 大唐外 诸葛无名缓步走来 轻轻道了一声 他的一句话 顿时让场面安静了下来 五百官都齐齐 看向了诸葛无名 诸葛无名走进来 那些坐着的臣子 全都站起来 有座位的都坐吧 诸葛无名倒是毫不在意 直接坐上了自己的座位 玄机道 我等在此 墨帝只有一个 说说陛下 为什么会忽然 不理朝政的问题 对吧 五百官都点了点头 目光带着浓浓的疑惑 他们的确搞不懂 为什么皇帝 会在这种时候 无端端不理朝政 要知道 如今大唐的趋势 在蒸蒸日上啊 各个地区 进阶在整治变强 天下明星归附 军队更是在魔力中 在历经图治一段时间 必然可以强大起来 诸葛无名眯了眯眼 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道 说实话 本相也只是能猜出一心半点 而已陛下 应该再不什么惊天大局 朝政这边 暂时不管了而已 这也是对我等臣子的 一种莫大信任 古往今来 哪位皇帝对臣子 会放权到这种程度 朝政这边陛下 对我等放权 是因为信任我等 本相也不希望 在陛下 无心管理朝政这段时间 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若是被本相知道了 那也别怪本相心狠手辣 他的声音很淡 但其中蕴含的冷意 所有臣子都能听得出 在诸葛无名说完之后 五百官都是若有所思 最后目光都不约而同 落到了罗阳身上 罗阳 你们看我干什么 第七十八章 当蠢处理 封守城中 城主府 韩宇正在会面 大洲皇帝姬舞 两人见面 大洲皇帝姬舞明显的 风尘仆仆 反倒是韩宇 双目有神 一点也不像吉星君来的 韩将军来此城 已经多少十日了 姬舞很好奇地询问道 实在是韩宇表现出来的样子 压根不像是吉星君来的 反倒是像慢悠悠赶来的 三四日了 就等姬黄你了 韩宇坐着 手里拿着杯茶水一眼下 原来如此韩将军 怎么不喝酒 今日你与朕见面 未来又要并肩作战 无酒怎么能行 姬舞打着哈哈 想要和韩宇拉近一下关系 韩宇冷着张脸 并没有想要拉近关系的意思 摇头道 姬黄 军中禁令不能饮酒 所以军中自然无酒 末将看来 我等还是商讨 一下战事吧 说着 他拿出了一份地图 地图上刻画着东夷国 剩下的二三十座城池 姬舞尴尬一笑 倒是没说什么 看向地图 问道 韩将军这是有什么破敌之策吗 韩宇看向东夷大军 驻军方向 不屑一笑 道 东夷王毫无领兵之能 要破之轻而易举 我们要想的 并不是如何破军 而是如何将商王压到最低 能不损失一兵一组 那便不要损失一兵一组 姬舞眉头微微一皱 内心被触动 这就是大唐如此强盛的原因吗 换作是他的部下 他要他的部下去破敌 商量的是多少钱多少钱 然后他如何压价下去 搞得和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 而大唐的将军 想的却是如何将商王压到最低 不愧是大唐将军 姬舞心里感慨 叹息一声 道 韩将军 话是这样说 可打仗肯定是要有商王的 这些我们都控制不了 韩宇挑了挑眉头 看向姬舞 沉生道 若是这些控制不了 那还要将领干什么 不说别的战力 就说之前的事 吴皇以一觅探 兵不血刃便将东一国国门扣开 如此还能说控制不了 东一国国门天英关那一战 提及这个 姬舞也不再说什么了 而是沉默了 这场毫无厘头的战争 他得到的情报自然极多 也深刻明白着这场战争的核心 那是他的大唐皇兄 从内部瓦解了东一国 导致东一国内乱 才兵不血刃地扣开了东一国国门 受教了 姬舞朝着韩宇拱了拱手 韩宇连忙侧身躲开 不敢受这一礼 姬舞再怎么说都是军 和他效忠的军事同辈的 而他是臣 臣受军一礼 这怎么说得过去 他白手道 好了 姬皇 来商量一下 接下来的战事吧 姬舞点了点头 也没摆什么架子 淡淡地道 韩将军有何高策 不妨一说 朕洗耳恭听 韩宇将地图摆在桌面上 到 姬皇 这便是东夷剩下的27座城池地图 末将欲要请姬皇 直接绕过东夷驻军处 执取这些城池 在城外的军队 末将以及东征军 会拖住的 姬舞皱眉 仔细看起地图 过了一会儿 他有些奇怪的道 从地图来看封守城 只是离东夷城池比较近而已 可绕路的话 东夷国完全可以进攻其他城池的 为何要死客 在封守城 韩宇露出了一抹神秘的笑容 道 别想的太多 他又不是吴皇 这个东夷王 只是单纯的蠢而已 直接打就是了 姬舞文言 点了点头 也是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这个东夷王 拿什么和他的大唐 皇兄比 揣测各屁 当蠢处理就完事了 另一边 许公公奉旨 在朝安城外 摆下擂台 广摇天下群雄 来比事务功 获得前五百名者 可得到皇帝奖赏 这自然是皇帝里程的意思 低调点招募人手 毕竟他出游的事情 也隐瞒着 以免被人咔擦了脑袋 不得不说 皇帝亲自下旨摆下的擂台 吸引度那是极高的 特别是 在这种天下明星所归的情况下 许多江湖豪侠都赶了过来 其中 还有不少军中壮士 也想参与 这种盛事 当然引得百姓为官了 每天擂台下 都有许多百姓在围观着 人山人海 这一日 擂台依旧在摆下 百姓围观在下方 看到精彩时 也是忍不住大声呼喊 百姓们不知道 在他们不远处 大唐帝国的皇帝 也站在这里观看着 李承牵着机宁的手 站在一处较为高的地方 眺望着擂台上 他换上了一身便装 没有穿着龙袍的他 少了一分帝王威严 多了一分平易近人 远远看过去 也只是觉得 他的气质很不凡 根本想不到 这个人就是皇帝 而姬宁也是换上便装 只不过他换上便装后 给人的是一种另类美感 哪怕戴着面纱这感 也会有一种此人 是绝世美人的感觉 李承津津有味 看着不远处的擂台 擂台上两人在打斗 拳掌相交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则则 看这些人打得激烈 朕 嗨嗨 我都想学一两手了 李承有些羡慕地说道 前身压根不会什么武功 看着擂台的人这么厉害 倒是让他有种想学的冲动 一旁的金宁清笑道 陛下 你真想学 回宫里找些人叫不就好了 不过陛下 矮是真龙之躯 可千万莫伤到自己 李承摇了摇头 说道 放心吧 我只是三分钟热度而已 过一会儿 就不会觉得好玩了 金宁听完 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李承继续观看着擂台上面 看了好一会儿 身上同样穿着变装的许公公 走了过来 低声道 陛下 时候不早了 是不是待回宫了 别看皇帝表面上 就两个人在观看 实际上暗处 几十人在保护着 你以为下面全是百姓 其实都是托 用来保护皇帝的 李承闻言 愣了一下 随即点头道 那就回去吧 看也看够了 他牵着金宁的御守 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擂台上一声巨响 一人的身影倒飞出去 好 周围百姓 进阶大呼出声 这也吸引了 李承继续观看 只见擂台上 第七十九章 狗大呼 擂台上 一名虎背熊妖 抱头还眼的黑脸 大汗站着 刚刚他用一招 便把另一名好手 给打飞了出去 引得百姓呼喊 李承也是看得 一愣一愣的 这人也太凶了吧 一手就把人给拽起来 跟完一样 这人叫什么 李承双眼闪烁着亮光 把这人拉到他身边 护卫着 应该没人能 咔嚓他的脑袋了吧 陛下稍等 许公公走了出去 大概过了一会儿 重新走过来 说道 陛下 此人名唤张虎 乃是墓北地区的人士 李承点了点头 牵着机灵的小手 就准备上去 将这人招募下来 他走到百姓人群 想要挤进去 却不知道怎么下手 扭头看了一眼许公公 许公公会议 连忙走过来 将人群中的两人叫了出来 那两名护卫 对视一眼 立马帮皇帝开道 将一些人挤开 容纳李承进去 一些被挤开的百姓 都露出厌恶的神色 可看到李承和姬明 也明白自己得罪不起 只能往旁边站 李承满意点了点头 正准备走进去 忽然听到一名百姓 小声嘀咕着 看你媳妇这么漂亮 你这么丑 一看就是个狗大户 呸 我丑 李承深吸了一口气 强行忍住了那颗 想把这个老百姓撕碎的冲动 特么你为什么要 昧着良心说这些话 还不是嫉妒劳子 一群刁民 李承被这么一气 也吸了去招募那人的心思 冷哼了一声 退了出去 许公公看李承出来 疑惑地问道 陛下怎么了 李承哼了一声 白手道 问什么问 百驾回宫 他向外走了一步 又回头看了一眼 擂台上的那个张虎 想了想 道 把这人带去皇宫 朕亲自与之见面 话音落下 他才踏步离开 暗处护卫皇帝的人见状 纷纷退离现场 依旧在暗处 护卫着皇帝安全 许公公一脸迷茫 怎么皇帝变脸这么快 他就知道 女人变脸快而已 没想到皇帝变脸更快 摇了摇头 去执行皇帝的命令 到了午后 李承在皇宫太极殿内 面见了张虎 张虎被几名羽林军士兵 带入了太极殿 显得拘谨无比 走个路都小心得很 等到张虎步入太极殿中央时 那几名羽林军士兵并没有离开 而是站到了一旁 这个张虎可是狠人物 要是突然爆起 想要伤害皇帝 他们如果站在殿外 可来不及拦住 李承也默认那几名羽林军士兵的动作 自从他知道了 要是他被干掉 就会真的刮 瞬间就变得惜命无比 还是狗一点好 草民张虎拜见陛下 张虎双膝跪地 重重给李承磕了的响头 起来吧 李承抬手 目光落到了张虎身上 很平淡的道 张壮士 朕欲招你入宫 坐镇的护卫 你可愿意 他没有选择拐弯抹角 而是开门见山 他是皇帝 莫必要拐弯抹角的招募一个人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嗯 如果这人不肯 那他只能启用备用方案了 砸钱 往死里砸钱 反正都是败国 问题不大 让自己的小命 有保障重要点 毕 毕 陛下 你要招草民做护卫 张虎瞪大了眼睛 不知道惊喜 还是惊恐地说着 猛地站起身 他这一起身 一旁的雨林军士兵 都拔出了刀剑 以为他抱起 就连李承 也忍不住身躯一抖 心亏坐在椅子上 不然 非要被吓趴下 他可是知道 眼前这是什么狠人的 一只手把一个人 成年男子拽起来 再丢下去 这可不是什么电视剧 大胆 陛下面前也敢放肆 跪下 徐公公也是被吓得够呛 但反应过来 当即怒吓出声 别说 他怒吓时 气势可不凡 与在李承面前 卑微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这也正常 毕竟 他是伺候了两代皇帝的人 怎么可能气势弱了 张虎明显被唬住了 连忙跪地 激动道 陛下 草民只是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能为陛下护卫 那是草民的荣幸 嘿嘿 这 至于这么激动吗 是因为他在民间的民心原因 民心到底是怎么提升的 有什么原因 他完全不清楚 这次准备外出 也有去调查 民间民心所归的原因 李承皱了皱眉头 白手道 嗯 你既然为阵的护卫 那阵也不能亏待你了 他扭头看了一眼许公公 道 一般的护卫 一个月俸禄多少 许公公低声回答 启禀陛下 一般护卫 一个月俸禄 是一两银子 一两 李承点了点头 玄疾道 那我们这次招募的五百护卫 把俸禄全都提升到五两一个月 张壮是十两一个月 另外预知一年的俸禄 给这些人先 毕竟准备远出了 嗯 就这些了 许公公听得一阵目瞪口呆 陛下 你这是招护卫 养祖宗吧 他一个月才多少俸禄 先预知一年俸禄 他都没这待遇啊 他是不是可以取代 掉一个名额 他觉得他可以辞掉这个陛下 贴身太监的职位 去当个护卫 一旁 几名羽林军士兵 也听得双眼发虑 这待遇 他们也想要啊 李承倒是没管这些 将后续工作 都交给许公公 就离开太极殿 去后宫了 他这次外出 虽说是准备去宜梁地区 但他去之前 也要好好游玩一番 肯定要把金宁带上 一路上无聊时 也能下棋 然后带上五百护卫 再带上一些伺候的宫女 和太监 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李承一边走 一边思索着 许公公连忙安排护卫 跟了上去 目光落到了张虎身上 走了过去 左右扫视了一圈 怎么都感觉张虎有点笨 是不是该带去诸葛宰相那边 让诸葛宰相 多教导一下 免得连陛下的意思 都摸不明白 许公公暗自点头 觉得有这个必要 他抬了抬手 用着阴柔的声音道 走吧 跟咱家走一趟 说着 他便向着宫外走去 张虎虽然迷茫 但也不敢违抗 只能跟着许公公离开 第八十章 第一站 京都地区 万山关外 一支队伍快速奔驰 在关道上 一路横行而过 不少泥土四溅起 这支队伍内 有数辆马车 在马车四周围 全是骑马的护卫 密密麻麻 一眼看去 大概有数百人 为首的是一名身穿铠甲 抱头还眼的壮汉 手持一柄蛇毛 威风凛凛 大有四支猛将的风范 此人正是张虎 而被这支队伍护卫 在中间的数辆马车 其中一辆坐着的 赫然是大唐皇帝李成 此刻 李成坐在马车中 感受 折屁股上传来的 一阵阵颠簸 眉头忍不住皱了皱 有些不舒服 他轻轻拉开车帘 看着外面 飞速倒退的风景 刚刚才从万山关离开 再提出修整 一下不太合适 只是屁股下面 这颠簸的力度 实在让他有些受不了 而且还时不时往上一震 感觉整个灵魂 都被震散了 李成欲哭无泪 早知道不提出什么出行了 他莫名 极度怀念前世的汽车了 坐着舒缝 还贼稳 停一下吧 李成实在有些忍不了 摆了摆手 向车外一名护卫 道了一声 那护卫闻言 连忙跑上去 和张虎述说 不到一会儿 整支队伍 就彻底停在了关道 张虎侧马 来到了李成的马车下 翻身下马 恭敬地道 请问陛下 有何吩咐 他说话间 目光看向李成 透露着满满的火热 那是一种火热的忠诚 李成没注意到 对方的目光 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问道 离下一个目的地 还有多久的行程 他决定了 要把四轮马车 给折腾出来 在他记忆之中 大唐里 是没有四轮马车的 毕竟四轮马车 在大唐实用性不高 大唐众多地区 都是丘陵多 平原少 四轮马车 在这些道路上行走 速度必然大大降低 而且 所耗费的成本太高 所以 大唐内 也无人会去研究 四轮马车 但他不同啊 他又不急着赶路 造个四轮马车出来 提升一下舒适度 再好不过了 而且像四轮马车 这玩意 他就是造出来 应该也不会被人 模仿了过去吧 毕竟耗费的成本 必然不俗 不会被模仿 那国力 指定不可能上升吧 他暗自思索着 在他面前的张虎回答道 启禀陛下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 是银川地区 首站是银川地区的 独阳城 以我们当前的速度 半日内必能赶到 半天 一天十二个时辰 就是六个时辰了 李承想到 还有六个时辰的苦药兽 就忍不住摇了摇头 但他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摆手 叹息道 那就启程吧 尽量提升速度 是 陛下 张虎公竟点了点头 重新上马去前方 带领队伍前行 顿时 这只数百人的队伍 再次行动了起来 在关道上前行着 李承扶着车窗 脸色有些难受 他不禁微微抬头看了一眼 在前方带领队伍的张虎 说实话 他也有些搞不懂 为什么这个张虎 会对他这么听话了 那种忠诚 他感受得到 只是上次见面 只是感觉对方比较激动而已 这次见面 对方却变得对他无比忠诚 这改变的速度 实在有些恐怖 难道是因为他给的银子 估计是吧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承懒得继续想 马车再次颠簸 他也有些难受 不得不说 张虎的计算能力很强 说半天的路程 就半天的路程 在行走了大概六个时辰后 他们这支队伍 终于进入银川地区的首个城池独阳城 李承经过半天的颠簸 出马车时 脸色都白了 差点没土了 在随行的许公公和姬宁搀扶下 他才进入了客栈休息 他们到来时 已经是晚上 李承本来就难受 在姬宁的伺候下 很快就入睡了 四日一早 恢复得差不多的李承 带着姬宁就出了客栈 去城池内逛了 那些保护皇帝的护卫 都隐藏在了暗处 一条街道上 一鸣鸣百姓在做着生意 有的扛着炊饼炉子 在吆喝 有的扛着一根稻草 上面插着许多冰糖葫芦 也在吆喝着 也有百姓 开着一间间商铺 一切尽显名声百态 李承倒是挺好奇 这种古代生活的 带着浓浓兴趣闲逛 姬宁同样对这种生活很好奇 毕竟 她是大舟公主 很少出宫 更别说 在大唐的城池里闲逛了 两人很悠闲地逛街 还各自买了一串冰糖葫芦 这把跟在身后的许公公 看得额头青筋直跳 独独没事就直接开吃 陛下呀陛下 你就算吃 好歹也走远点 别让我看到吧 我老许 也是有职业操守的好不好 可你跑到我面前吃 这也就算了 还问我要不要来一根 要不是看你是皇帝 我老许指定撸起袖子 就一套连环巴掌过去 在逛了一个上午之后 李承回到客栈 重金请来了工匠 在他草草画出一份图纸后 就让工匠 自己去琢磨了 他也不着急 继续赶路 在这座城池 多住一段时间 也无所谓 午后 李承本来打算 来个午睡仙的 忽然被许公公的 一个话题吸引住了 不知道陛下 还记不记得 住在独阳城附近的庞园 许公公低声说道 坐在一张椅子的李承 将手上的茶杯放下 挑眉道 庞园 哪个 许公公愣了一下 随即解释道 陛下 难道您忘记了吗 先帝在位十七年时 曾重用过这个庞园 后来 因为庞园擅自更改 大唐律法 导致大唐百姓暴动 又被朝堂许多众臣 联名弹劾 这个庞园 最后被遣送回乡了 齐乡就在独阳城附近 老奴记得当初 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的 陛下应该还记得才是 庞园 李承脸上露出些许尴尬 前身记忆中 隐隐约约 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 但是 记不太清 所以他根本得不到什么信息 不过 这好像不难判断 这是一名会败国的臣子 曾有过 让大唐无数百姓暴动的成就 这个有点强 那许公公 你可记得 庞园是被哪些大臣弹劾的 李承摸了摸下吧 他觉得 还是需要再确认一下 好像不多不少 正是被陛下调去 宜梁地区的那些臣子联名弹劾的 不对 还有几个已经逝世的臣子 也一起联名弹劾的 许公公这话一出 李承眼睛顿时亮了 第八十一章 庞龙 李承内心莫名地激动着 他缺的就是会败国的人才 虽然有满堂的奸臣了 但是这种会败国的臣子 当然是越多越好了 这个人 他招募定了 李承想着 转头看向许公公 疑惑问道 话说 许公公 你怎么忽然和我说这些 要是许公公不说 他可不知道 有这等败国大 才居住在这附近呢 可许公公为什么会 忽然和他说这些 许公公见皇帝发问 摸了摸脑袋 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陛下 老奴感觉 这个旁渊 虽然有些在傻 但是其本身的才华 是实打实的 老奴觉得 陛下需要这种人 本身有才 不怕会败国 就怕败国的是个大才之人 李承双眼透着满满的火热 这种人 他必须要招募 会败国的大才 加上在朝堂中的大唐好战友 左膀右臂 拥有此二人 他何愁败国 就算大洲不兵犯大唐 他大哥不造反 草统不再谋反 那把国力败完又有何难 这等人节 他要亲自去招募 许公公 可知道 庞元庞先生 陷住在何地 我又要亲自去拜访 李承深吸了一口气 压住心底的激动 冷静地问道 许公公低声道 陛下 老奴也不知 如果陛下 想要去拜访 那老奴 这就派人去打探一下先 然后递上帖子 陛下 就算要亲自前去 也不必现在动身的 他也被皇帝的激动 给吓了一跳 这便是陛下的真面目嘛 求贤若渴 唉 他老许算是 替这个庞元 找到了一个机会了吧 以后庞元入朝政 真的是要多感谢他老许 李承一听 只能作罢 他坐在椅子上 沉思了一会儿 到 嗯 那便依你所言 去吧 寻找庞先生的住处 然后递上帖子 严明我要拜访 但是记住 我们身份不能暴露 用其他身份就行 他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万一有人听到皇帝出游 不在皇宫了 想要咔嚓掉自己的小命 那可不好玩 谨遵陛下吩咐 许公公连忙拱手作一 李承满一点头 想了想 又开口道 许公公 你这次有功 想要什么奖赏 奖赏 听到这个词 许公公双眼一亮 笑着道 只要是陛下赏赐的 那都行 真的 真的 老奴岂敢骗陛下 那我赏你一个媳妇 许公公 这一天没法聊了 在派人探查之下 花费了两三个小时 就找到了旁渊家的住处 旁渊家虽然放眼整个大堂 并不出名 但是 在银川地区 独阳城这一带 还是比较出名的 所以 很容易便找到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当李承的拜帖送到旁渊家时 并不是旁渊街道 而是旁渊的父亲 也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辈籍存在 在一间院子内 旁渊之父旁龙 看着手上的拜帖 旁龙看上去 有五十多岁了 满头白发 气质儒雅 一双浑浊的眼眸中 透露着智者的光芒 朝安城皇家 朝安城名门望族 老夫大多数都知道 这个皇家又是哪个 旁龙握着手上的拜帖 难道是无名的世家 可无名的世家 又怎么可能用这种拜帖 手上的拜帖 无论材质 还是字迹方面 都是顶尖的 除非是那些顶尖的世家 否则 我根本拿不出来 管他这么多 反正那个混账也不在 送拜帖也没用 旁龙把手上拜帖收好 递给一旁的管家 管家把拜帖拿着 抬头问了一句 老爷 老规矩 拿去卖了 换钱吃一顿好的 旁龙点了点头 咳嗽了两声道 这次的拜帖材料好 卖的钱多一点 吃一顿 然后可以去一趟春风院的 放心 到时候你也有份 管家眼神闪烁了一下 刚准备答应 又顿了一下 问道 可是老爷 这份拜帖材料这么好 万一来头很大 来我们这里拜访 又见不到袁公子 那该怎么办 旁龙愣了一下 又摆手道 有人找上门来 就说那混账小子腿都断了 不想见任何人 所以不在这里 管家把拜帖收好 又疑惑地道 老爷 袁公子可是还在独阳城的 我们这样说谎 要是到时候被别人碰到了 发现袁公子身体没事 会不会 旁龙彻底愣住 细细思索了一阵子之后 他又说道 没事 那你下次见到那混账 就把他腿给打断 没事就让他变得有事 这个混账 天天在外面鬼混 而且居然敢忤逆他 真是不得了 反正他和西街路口 那个王寡妇已经好上了 试试能不能培养下一个子嗣 这个好玩得牛批了 但是不受控制了 他下的好一定要注意一下才行 旁龙常常呼了口气 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 管家闻言 也不好再说什么 点了点头 拿着拜帖便准备离开了 等到管家离开 旁龙走到院子的一棵树下 那双浑浊的双眼闪烁着淡淡光芒 缓缓地道 皇家到底是哪个 难道又是有反心的世家 可惜 大唐现在出了一位盖世皇帝 则则 产奸臣 用忠臣 让诸葛无名 那等人物都效忠 以一点小事 就将天下各个地区 进阶收服 手段之高超 连我都猜不透 本来觉得 大唐到了九世 也该灭亡了 没想到突然 又出现了此等帝王 大唐 怕是又能延续一世了吧 这一世 会有多长呢 真是让人期待啊 旁龙颇为感慨 叹息了一声 又接着道 可惜啊 我生不逢时 先帝在时 完全就不可能出头 我那混账儿子 就是不幸险 才碰壁了 他摇了摇头 起身走入了屋内 他也曾是有理想 有报复的人 可惜 遇到了先帝在位的时代 任由有多大才华 都根本无法施展 最终只能让一身才华埋葬 到了他这个年纪 他也没什么想法了 只想着当个闲家老翁 顺便看看 能不能再有生之年 看到大唐帝国的后续变化 第82章 庞原不在 4日 李承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 陪伴金宁 继续闲逛城池 在下午后 就启程前往了庞原家里 在数十名护卫的暗处保护下 他绕过大街小巷 来到了庞原家中 庞原家是一座院落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算小 只能算一般般 陛下 我帮您敲门 许公公当即 想要上去敲门 李承却一把 拦住了对方 整理了一下衣裳 到 在外面喊我老爷就行 别喊什么陛下 敲门这事 让我亲自来 这样才能彰显诚意 这可是他的败国大财 必须诚意重一点 一波把这人招募成功 那他就吻了大概 左手败国大财旁原 右手好战友 诸葛无名 天下哪里是他败不得的 许公公文言 只能作罢 点头道 是 老爷 他站到了一边 但和李承保持着很近的距离 确保一旦有突发情况 能替李承挡下一切 李承上前两边 抬起手 轻轻敲了敲面前的木门 咚咚咚 他敲的力度不大 发出的咚咚声也很轻微 可在这种安静的情况下 显得格外响亮 过了一会儿 面前木门毫无动作 相事里面根本没人 李承面容不变 很努力地扯出了一个微笑 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抬手敲了敲 咚咚咚 这次的力度大了许多 声音也响亮了很多 可木门依旧毫无动静 李承咬了咬牙 特么的 里面没人 他白来一趟了 要不要他先离开 然后明天再来 再然后明天也没人 后来再来 来一出三顾院子吗 可拉倒吧 他招的 不是诸葛亮那种人才 他招的是拜国大才 神特么三顾院子 许公公走到李承身旁 轻声问道 陛下 要不要把门砸开 砸什么砸 我们是什么身份 能做出砸门这种事情 李承抬头多了一眼许公公 旋即转头 看向远处一个在暗处 装作路人画圈圈的护卫 道 别画圈圈了 过来 眼都不会眼 改天要多去学学 那护卫一脸猛逼 只能跑了过来 但膝下跪道 陛下 有何吩咐 李承抬手指了指木门 道 帮我把这个门换个位置 不要砸 我们不是那种人 换个位置 许公公和那护卫 都一脸怪异 在对视一眼之后 都是摇了摇头 谨遵陛下旨意 护卫拱手作一 而后他站起身 面向木门 犹豫了一下 帮门换个位置 这怎么换 直接砸开 把门卸下来 再换个位置 他扭头看了一眼皇帝 发现皇帝转头不看这边了 心下一定 吸气 呼气 抬脚 收脚 一套动作 一气呵成 行云流水 碰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一声巨响 木门被踢开 李承这才转身 看了一眼 被踢开的木门 点了点头 到 不错 这个木门位置换得很精妙 他拍了拍护卫的肩膀 旋即踏步走入了院子内 护卫仍旧一脸猛逼 站在原地 李承带着许公公走入院子内 入木便是一片院落 一棵枣树在一边 四面都有房子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酒香味 李承挑了挑眉头 向着主屋子走去 他才刚刚走路 便看到了一人倒在桌子上 呼呼大睡 另一名老头在地上 直接趴着睡着了 桌子上满是残羹剩饭 还有几个空酒瓶 哪个是庞先生 李承微微皱了皱眉头 不愧是他的败国大财 这个日常生活 要是品行能好到哪里去才怪了 不过 这正是他所需的 要是对方捧着本书 再一直研读 他反而不敢用了 一旁的许公公仔细看了看 摇头道 陛下 老奴曾经和庞园有过一面之缘 这两人都不是庞园 都不是 李承皱眉 定睛看了一眼两人 随即道 去问问吧 这两人应该和庞园有关 他说完便跨步走了出去 在院子里等待着 过了好一会儿 许公公才走了出来 道 毕老爷 这两人 一人是庞园之父 一人是庞家的管家 两人已经酒醒了 老爷打算问问吗 让他们过来吧 李承随口说道 许公公点头退下 片刻后 带着庞龙和那名管家过来了 李承缓缓转身 望着庞龙以及那名管家 微微拱手 说道 庞老先生 请恕在下无礼了 只是见敲门 许久未有人回应 这才擅自进来的 庞龙尴尬地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衣裳 咳嗽即声道 阁下不必多礼 敢问阁下前来 有何目的 李承眯了眯眼 道 昨日 在下 已经派人递来了拜帖 所以 今日特来拜访 欲要见一见庞源先生 可今日前来 却未曾见到庞源先生 还请庞老先生 告知庞源先生的下落 庞龙闻言 眼中露出一抹尴尬 我能告诉你 你的拜帖 都被我卖了去吃饭腰 感觉说出去 会很尴尬 算了 只能说 一个善意的谎言了 他愣了一下 玄机语重 心长的道 这可真是不好意思 庞源早就离家去了 我那儿子 因为意外 断了一条腿 不忍拖累老夫 自己离开 老夫这些年 也在追寻他的下落 真是不好意思啊 庞源断了一条腿 还走了 李承脸色阴沉了起来 这又是有人在捣蛋 他的败国大财 居然走了 总感觉 他干什么事情都不顺 好像冥冥之中 有人在捣蛋一样 庞龙看着李承 变得阴沉的脸色 也是有些尴尬 摸了摸鼻子 没说话 场面一度寂静 一股令人压抑的气息 弥漫在四周围 就连许公公 都像是感受到了皇帝的心情 不敢说话 不知道过去多久 忽然 外边有一名三十多的妇女 跑了进来 一脸欣喜地喊道 老庞 你家儿子回来了 刚刚在路口 看到他了 他现在正走回来呢 这次你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李承闻言 目光悠悠地看向了庞龙 庞龙脸色一僵 露出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 我可真是谢谢您的提醒 第八十三章 庞原归附 院落内 一度陷入尴尬的场面 李承只是目光悠悠地看着庞龙 而庞龙也是因为 谎言被拆穿 尴尬地不敢说话 那妇女看到 眼前这场景 愣了愣 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犯了什么事 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 他刚刚走到门口 还没彻底离开 一鸣 护卫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 直接将他打晕 另一边 庞老先生 你这是在骗我 李承意味深长得到 他当皇帝也有一段时间了 举止之间都有一种另类的威严感 更别说他的语气了 那种威严感明显更甚了 嗨嗨 庞龙连连咳嗽 一张老脸憋得通红 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承眯着眼 到 庞老先生 你可知道 你这是犯了什么罪 不吹不黑 对方的却犯了欺君之罪 这次 他绝对没有刻意刁难 不等庞龙回答 一道身影 已然跨步走入了院落内 父亲 我回来了 你这是发生了什么 这话将院落内 极度尴尬的气氛 彻底打破 李承转头望去 入目便是看到了一名男子 他眉头忍不住一条 实在是这男子的样貌 让他有些感到诧异 这男子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 大概三十多岁 穿着褐色不一 皮肤十分有黑 样貌很丑 嗨嗨 逆子 还不快进来 此人乃是朝安城皇家之人 特意从朝安城前来拜访你 本来老夫打算帮你接见的 没想到你自己回来了 那你就自己接见吧 庞龙厚着脸皮说了一堆话 然后果断拉着那管家 走进里屋 李承也没有在乎这些 他要的只是他的败国大财 走到那男子不远处 微微拱手道 敢问可是庞原庞先生当面 那男子庞原 点了点头 道 正是庞某 阁下又是谁 庞某与阁下应该不认识吧 为何阁下会来拜访庞某 李承确认对方就是庞原 双眼顿时变得火热了 强压着心里的欣喜 道 文庞先生大名已久 特来拜访庞先生 至于我 我是朝安城皇家之人 朝安城皇家 庞原愣了一下 心底思索着 朝安城有姓黄的世家吗 前任公布上书黄培算的话 倒是有 但是那个黄培 都已经告了还乡了 朝安城内 似乎没有姓黄的世家了 等一下 庞原那双眼睛突然瞇了瞇 盯着李承看了许久 内心翻江倒海般 黄 黄 黄家 这人身上的气质来看 非王济黄 而如今的大唐皇室之人 就两位 镇西王李明 大唐皇帝李承 镇西王身在宜梁地区 自身麻烦就够多了 不可能会不远万里 来拜访他 那唯一的可能 大唐皇帝李承 草民旁原见过陛下 为了防止陛下身份泄露 请陛下恕草民 不能行礼 庞原朝着李承拱手作医 压低了声音说道 嗯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这就猜出我的身份了 聪明人都这样 不愧是大才 败国之大才 李承见状 没有再隐瞒 开门见山的道 既你已认出阵 那阵也不再隐瞒 阵欲招你入朝为官 不知你可愿意 入朝为官 皇帝亲自来招募他 庞原深吸了一口气 毫无任何表情 低声说道 陛下 草民并无任何才能 而且 想必陛下也知道 先帝在时 草民便曾经为官 却因为无能 差点害了整个大唐 草民只会败国 并无其他才能 只会败国 只会败国我才要你啊 你要是会治国 那有多远 就给我滚多远去 李承双眼闪烁着金光 握住了庞原的肩膀 深沉的道 清之财 朕全都知道 轻不必多说 庞原那双细小的眼睛 透露着一种 另类的光芒 质问道 陛下全知道 那敢问陛下 可敢将大唐 这整个国 交给庞某来拜 李承坦承 与之对视 道 有何不敢 朕乐意至极 看到清去败国 庞原一听 当即拱手作医 陈庞原拜见陛下 从今往后 陈愿为陛下赴汤蹈火 再所不辞 他的眼眶 有些发红 但因为皮肤有黑的原因 根本看不出来 他等一位民主 已经等了许多年了 天知道 他有多心酸 从先帝时 他曾经试图拯救这个 即将步入灭亡的大唐 但根本毫无结果 反而因为更改律法的原因 触动太多人的利益 导致那些人联合 引起了百姓暴动 将这个事情扣到他头上 加上那些奸臣全都联名弹劾他 所以他被先帝遣送回乡了 原本以为他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出事了 没想到这一代皇帝 居然亲自过来招募他 而且还知道他的真正才华 说是败国 实际上他都懂 皇帝是想要 让他放开手脚去干 有皇帝当他的后台 李承握住了旁原的双臂 也是很高兴的道 爱卿 有你这句话 朕就放心了 以卿的才能 必然能够将败国大计完成的 不怕败国 就怕败国的是个大才人 旁原并未说话 而是咧嘴笑了笑 他都明白 败国计划 想必意思是反过来的 陛下想要的 是大唐彻底变强 而非什么败国 从陛下这段时间 所施展的手段来看便知道 陛下乃是拥有雄心大志之君王 非常人所能衡量 天佑大唐 在大唐即将步入灭亡的前一刻 除了一位这样的帝王 也是天佑他 德玉明君 从此之后 一身才华 便有舞台可以施展了 李承拉着旁原 便想要带对方离开 旁原却拒绝了 严明要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 然后才能离开 李承闻言 留下了他们所住的客栈地址 便动身离开了这里 原本颇为热闹的院落 也安静了下来 旁原进屋 与父亲聊了许多 当他说出皇帝招募他之后 父亲旁龙连骂的话 都说不出口了 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刚刚那个人是皇帝 他把皇帝送的拜帖卖掉了 这说出去 够他吹一辈子 他把皇帝送的拜帖拿去卖掉 拿去吃饭 只不过皇帝会不会因此怪罪 旁龙念急 直接就起身 朝着外面冲去 说是要去赎回拜帖 旁原望着自家父亲离开的背影 又抬头看着苍蓝的天空 喃喃自语 陛下 您这么相信旁某 旁某定会好好替您整只大堂的 朝安城的那些老旧人好像 都被调去宜良地区了 则则 可惜那些旧人都看不到我旁原之名 再次响彻的时候了 总之 有我旁原在 大堂便绝不会有衰竭的一天 该去和陛下会合 然后去朝安城 和那传说中的诸葛宰相碰碰面 第八十四章 魏同宰相 第二日 李承还在搂着机宁熟睡中 便得知了旁原已经到来 他虽然很是不爽 但考虑这位是他的败国大才 还是站起身了 在一番喜术后 两人在一间厢房内见面 一张桌子前 摆放着各种茶具 旁原见到李承的瞬间 便起身下跪了 道 还请陛下 恕昨日臣不能行礼之罪 清昨日 也是为了隐藏朕的身份 才不行礼 何罪之有 李承连忙 将对方扶了起来 轻声安慰 那模样 简直就是一副 君贤沉重的样子 旁原心里触动 表面不动声色 道 多谢陛下恕罪 陛下 陈毅将事情全部交代完毕 随时可听从陛下的旨意了 李承文言 点了点头 压住心底的激动 问道 朕且问你 天下明星为何会归于朕 败国大财 既能败国 也是有才能之人 他正好有许多疑惑 要好好问问 他的这个败国大财 比如这个天下明星 为什么会一直增长的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太久了 国力的增长 除去开疆阔土之外 便是这个明星增长的最多了 几乎成了 他增长国力的大头了 旁原愣了一下 内心发笑 陛下这是在考验他的 才能到了哪一步 他摇了摇头 道 陛下 天下明星的问题 难道陛下还不清楚 无非是陛下 让天下百姓吃饱了饭 所以 天下百姓皆归心于陛下 对寻常百姓来说 很简单的 只要有人能够让他们吃饱饭 有衣裳穿 日子好一些 他们就归心于谁 陛下本是大唐皇帝 又施恩于天下 百姓怎么可能不归心 不说别的 陛下在关中地区的动作 便足以让天下百姓 对陛下感恩戴德了 让百姓吃饱饭 他干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干吧 还有 他在关中地区的动作 他在关中地区 干过什么了 李承一脸猛逼 他询问道 关中地区的动作 此话何解 旁边挑眉 陛下这是在考验他的眼力 看看他能不能看出陛下的布局 不愧是陛下 这眼界 这表情 他居然找不出任何破绽 他佩服 旁边心中划过诸多念头 悠悠的道 陛下派人在关中地区大肆鼓励种植小麦 并且研发了各种器具 使得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不断翻倍 本就是国之粮仓的关中地区 粮食暴涨 恐怕整个大唐所有地区产出的粮食 都没有关中地区的高 而陛下又下令 将粮食的价格压了下去 使得百姓家家有粮吃 而且整个天下都在传扬陛下之名 百姓都知道这是陛下的恩惠 如此 百姓怎么可能不归心于陛下 他一字一句都说得很慢 语气带着淡淡的傲气 陛下 别看我旁渊不在朝安城 可全天下的局势 时时刻刻在我眼前 陛下的布局可能很少有人能看得出来 但我旁渊却是那能看得出来的人之一 李承完全没注意到旁渊的骄傲 他脸色愤怒不已 果然 不出他所料 有人想害他 绝对有忠臣在暗中作祟 想要增强大唐国力 关中地区吗 既然锁定了关中地区 那接下来就好办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他要去关中地区 亲自把那人给干掉 赶阻他的路 真是没死过 他就说嘛 满堂奸臣 又有诸葛无名这等人物带头 怎么可能败不了国了 陛下 您怎么了 旁渊注意到李承的脸色 询问道 李承摆了摆手 道 无事 朕也该准备启程了 爱卿跟在朕身边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爱卿不妨去朝安城 朕写下一道旨意 让卿卫同宰相 卿有何手段 尽可施展 卫同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旁渊脑袋都是瘟了一下 他没想到皇帝对他居然如此看重 一上来就给了他比肩宰相的权利 这可是等于将半个国家都交给他俩 若他真的要败国 那大唐绝对会很危险 陛下却直接性将这份权利交给了他 这是对他的莫大信任 还是说 陛下有把握震得住他 无论哪种 这都无不代表了陛下的恩赐 陛下放心 您如此大恩 旁渊绝不会忘 大唐的国力 从此刻起 便绝不会下降 这是我旁渊的承诺 李承可没这么多想法 在写下一封旨意之后 便交给旁渊 让旁渊带着几名护卫 前去朝安城了 随后 他打听了一下四轮马车 有没有打造好 令他失望的是 四轮马车并没有打造好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没四轮马车 他可不想承受那剧烈的颠簸 只能暂时吸了 前往关中地区的心思 转瞬间 又是三天时间过去 李承带着姬宁 刚刚从独阳城内的梁铺出来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正如旁渊所说 现在的梁价被压得很低 大概这就是天下明星 不断增加的源头了 这一切都是关中地区的锅 有人在关中地区和他作对 到底会是谁 他想不明白 李承皱着眉头 带着姬宁在独阳城的街道上走着 姬宁好像也看出了李承的心事 只是握紧了李承的手 没有说什么 跟着李承走着路 在他们周围 一如既往有很多护卫 或是隐藏成路人 或是伪装成小贩 又或是躲在暗处 全都在保护着皇帝的安全 李承走着走着 忽然听到身旁的姬宁 小声咳嗽了两声 李承回神 脑海中的诸多想法全都消散 望向姬宁 问道 怎么了 忽然咳嗽 难道着凉了 姬宁摇了摇头 道 老爷 切身没什么事的 继续走吧 都咳嗽了怎么还没事 前面好像有一家药铺 去看看吧 李承挑了挑眉 不容姬宁拒绝 便牵着对方的御手 朝着药铺方向走去 这也怪他大意 出游时居然望及带 随身太医了 他就说 好像忘记了什么 原来是忘记带太医什么的了 现在想要看病 也只能去城内的药铺了 两人快步走入了街道上的一家药铺 第85章 卖相 药铺内 李承牵着机宁走了进来 入目便看到了一名 坐在柜桌上的老者 老者抬眼看了一眼两人 微微点了点头 道 两位可有病 可有病 李承嘴角狠狠抽搐着 强忍着拍桌子的冲动 咬牙切齿地道 我没病 我妻子 好像着凉了 所以来看看 老者依旧一副淡定的模样 书写着桌上的东西 说道 莫病你来干什么 你妻子有病 那就你妻子自己来就好 难道你不知道 有病才能进老夫药铺吗 所以进了老夫的药铺 都是有病的 有病才能进 李承挑眉 勉强挤出一抹笑容 道 那你看我像是有病 那老者放下手上的东西 抬头眯了眯眼 看着李承 过了一会儿 这才道 小病没有 不过 看你眼珠子转得快 一看就是心思多的人 容易的神经病 那也可以当作有病处理 这老头飘了吧 拐着弯骂人 他妈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李承额头清惊 在跳动 老者却懒得搭理李承 转头望向姬宁 指了指桌子另一边的椅子 道 尊夫人 可坐到这里 老夫替你把麦仙 姬宁对李承笑了笑 起身走了过去 李承也懒得看那老者 走到旁边 打量着药铺里面 这间药铺分里间和外间 但是 合起来都不大 比旁边家还小了许多 药铺内弥漫着一股 很浓郁的中药味 让人有些忍受不住 李承 却无视了这股味道 继续打量 他扫视了一圈 也没发现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最后 把目光定格在了 坐在一张小椅子上 有一名小脸红扑扑的小孩 坐在上面 李承走了过去 笑着问道 小家伙 你叫什么 他完全打着无聊 逗着玩玩的心思的 却不想这小孩子下一句话 让他生起了其他心思 我叫华阳 是爷爷的孙子 那小孩抬头 大眼睛看着李承 眼中充满了好奇 你爷爷是谁 李承蹲下身 笑着问道 那小孩小手抬起 指着不远处在 帮鸡宁把脉的老者 道 那就是阿阳的爷爷 李承转头看去 嘴角忽然就微微上翘 骂我神经病 你孙子不想要了 他转头望着这小孩 思索着怎么带走这小孩 可注意到这小孩的脸 有点过分地发红了 他轻声道 小家伙 你这是生病了 华阳点了点脑袋 致声道 爷爷说阿阳得了瘟病 瘟病 也就是发烧了 古代发烧 似乎不太容易医治吧 李承皱着眉头思索 华阳忽然抬头问道 叔叔 为什么阿阳会得瘟病 叔叔 李承闻言 嘴角又是疯狂抽搐 算了 大人不跟小孩子计较 他摆了摆手 耐心解释道 因为你身上的病毒 引起了你免疫系统的注意 免疫系统在消灭病毒 所以 你发烧了 也就是瘟病 华阳歪了歪脑袋 问道 那免疫系统消灭病毒 瓜阿阳什么事 你这个小孩有点烦 李承眨了眨眼 说道 因为免疫系统 在升温消灭病毒 所以 你会感觉到发烫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免疫系统再毒 你和病毒今天只能活一个 消灭病毒了 你就活了 消不灭那你就挂了 华阳眼中 突然弥漫了一层泪花 委屈巴巴地道 要是挂了 那阿阳 阿阳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爷爷了 李承摸了摸下巴 点头道 是的 你要是死了 就再也没了 呜呜阿阳 不要见不到爷爷 阿阳不要免疫系统了 呜呜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继续阅读 华阳直接就大哭出声了 眼泪跟不要前一样 一下子就泪流满面了 李承吓得立马跳起来 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他好像 说错了啥 不 他没说错 他说的都是事实啊 嗨嗨 一旁的老者健壮 站了起身 狠狠瞪了一眼李承 走到华阳身边安慰了起来 机宁起身 走到李承身边 不禁扑斥一笑 李承郁闷地转头 问道 怎么了 这么好笑 机宁牵着李承的手 轻笑道 切身没想到 陛下居然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居然会去逗小孩 他心里思索着 恐怕这才是陛下的真面目吧 可爱 喜欢小孩 而不是表面上的 那副布局天下 算无一策的绝代帝王 只是陛下 升到了帝王家 不得不摆出一副 无情帝王的样子 唉 他要加油努力 让陛下在他身边时 能露出原本的模样 不至于 每天都戴上 无情帝王的面具 李承尴尬 朝机宁笑了笑 没有说话 那边的老者 哄了小孩 滑养好一会儿 才让小孩不再哭体 老者重新走了回来 坐在椅子上 狠狠瞪了一眼李承 没好气得到 你夫人没什么大病 只是着凉了一点 开两副药就行 不开也行 建议你去其他药铺看 老夫我看你不爽 我可能会狠狠宰你们一笔 你狠狠宰一笔 就宰一笔 用得着和我说吗 而且 老子像缺钱那种人吗 宰 你今天宰得不够多 老子还不走了 李承摇了摇头 倒 没事 你宰吧 要多开一点 问题不大 老者点头 冷笑道 行 那我给你开五十副 一副十两 五十副五百两 好 李承淡淡一笑 开多点的是好事 那他消耗的银子 也多了点 间歇性 在消耗大唐经济 他走出去 让许公公带五百两过来 不到一会儿 许公公便马不停蹄地赶来 随行的还有数名护卫 搬着一箱箱的银两 把银两搬进去吧 李承一声令下 护卫再次将银两给搬进药铺 看得那边的老者眼皮子 一跳一跳的 这两人到底是什么人 把银两当玩具一样 说给就给 老者神色 微微缓和了不少 倒 既然 你这么诚心 那老夫也不能吝啬 过来吧 老夫替你把脉 替我把脉 李承饶有兴趣 走过去坐下 把手伸出来 那老者也静下心来 替李承把了把脉 脸色变得很精彩 为什么 这个人的脉象会这么健康 一般人多多少少会有些小病 为什么眼前这个人脉象好的不行 他这个天天调理自己身体的人 脉象都没对方好 而且 你这脉搏 跳得也太欢了 世界上有这么健康的人 这样的脉象 能活个上百年吧 第八十六章 一个主外 一个主内 朝安城内 宰相府中 庞原与诸葛无名见面 大堂内 两人见面的一瞬间 都是愣了一下 诸葛无名率先说话 哈哈大笑了起来 道 庞原庞原 没想到还真是你 庞原微微拱手作一 露出一抹微笑 道 没想到堂堂诸葛宰相 居然知道某这一庶名的名字 真是荣幸 荣幸 先坐先坐 诸葛无名一指一张椅子 一边走过去 一边笑着道 昔日 大堂风云人物庞原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不说别的 就说庞原庞先生 你的改革律法 便足以让我感到惊叹了 庞原也不客气 坐到了椅子上 笑道 改革律法 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倒是诸葛宰相 将大堂的后勤管理得很完善呀 大堂帝国 都在蒸蒸日上 诸葛无名 没有回话 而是笑着给庞原倒茶 倒完之后 他才缓缓地道 好了 庞先生 你此来朝安城 可是想要出事 若是想出事 陛下 如今不在朝安城 我可以替庞先生 先找个地方安定下来 等陛下回来 再让庞先生 与陛下见一面 庞原文言 却是笑着摇了摇头 从怀中取出一封东西 递给诸葛无名 然后 悠哉悠哉地喝着茶 诸葛无名接过那封 类似于书信的东西 打开看了看 他还没看内容 不过当他看到下方 那个皇帝的私人 印喜标志时 便有所猜测了 皇帝和庞原见过面了 他怀着这个心思 细细看了下去 当看到皇帝表明 庞原入朝 为同宰相 也就是为同他时 也是忍不住心头 惊讶了一下 陛下居然一来 就给予如此大的权力 看来是对庞原 有很大的期望呀 庞原当然注意到了 诸葛无名脸上的 惊讶表情 咧嘴笑着问道 诸葛宰相怎么了 难道怕我会夺取了 宰相你的权力不成 官员之间争权夺势 这也古往今来 朝堂不和睦的 根本原因之一 利益之争 莫人会退步 诸葛无名 却是摇了摇头 道 担心 有何担心 我只是差异于陛下 对你的信任 居然能达到 这种地步而已 他怎么可能担心 他与皇帝 乃是知己存在 有什么可担心的 皇帝懂他心意 他也懂得皇帝的心意 冥冥之中的默契 是这个庞元 不曾拥有的 庞元点了点头 道 某也是吃惊于陛下的魄力 不过某觉得 某有这份本事 让陛下做出这种魄力抉择 他言语间充满了傲气 大有不将天下阴节 放在眼里的气魄 诸葛无名并未在意 反而轻轻一笑 站起身 微微拱了拱手 道 那今后 还望庞先生 多多指教了 庞元也站起身 回了一礼 道 诸葛宰相说笑了 他虽狂妄 但对待有真材实料的人 还是比较礼貌的 特别是诸葛无名这类人 他早早便听说过了这人的名头 才学不在他之下 他怎么可能摆出一副狂妄的样子呢 庞先生 你出来乍到 也不知道 如今的朝堂情况 让我先带你 去了解一下吧 等完全了解了 我便将一部分政务 交给庞先生你 诸葛无名也不吝啬 想着放出一部分权力 他一心只想要替陛下 强大打唐 除此之外 他没有想那么多 不肯放权的事情 他也不会做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因为他知道 自家陛下 肯定不想要看到这种场面的 最主要的是 有庞元帮忙分担 那他也能轻松一点了 如今皇帝离开 一个帝国的责任 都在他身上 他处理起来 也有些吃力 有人分担也好 想便 陛下 也有这层考虑吧 庞元却拒绝了 他笑道 不便 诸葛宰相 某不才 只要宰相 关于军事那边的权力 便足够了 某一身所学 超过九成 皆在军事中 昔日变法 不过是想 要强国之后 在强国之军事 如今有诸葛宰相在 自然不必某来了 诸葛宰相 治国之能 比某强多了 他也是颇为感慨 他们两人 简直是绝配 他一身所学 在军事方面 善兵法 重军事 而诸葛吴明 更擅长于处理 国家政务 至后勤 傅国明 一个主外 一个主内 加之帝王 更是一位名贤之君 胸怀大志 雄才大略 就算是昔日 唐太祖时期 也不过如此吧 庞原心中 很是自信 大唐帝国 会在这个时期 再度起飞 超越大唐的 巅峰时刻 行 那我便将军事那面 交给你 诸葛吴明 并未觉得有什么 反而 他同意 觉得挺不错的 两人一拍即合 随后 两人继续谈论着 嗯 现在 基本上都是 诸葛吴明说 庞原听了 诸葛吴明 都是在述说 关于如何揣测 皇帝意思的方法 庞原也是聪明人 很多地方都是一点就通 渐渐的 庞原也开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比如 他们两个人 现在谈论的 就是关于皇帝 此次出游的事情了 诸葛吴明 诸葛吴明猜不透皇帝的意思 但庞原 却看懂了 庞原眯着小眼睛 咧嘴笑道 伊某看 陛下此次外出 首要目的 便是将天下间 一些残余的隐患 全部驱除 比如 宜良地区内围 再者 陛下 怕是也是想要找出 隐藏于山林间的大贤 一旦陛下完成后 出游回来 怕是要准备 向其他国家发起战争了 在此之前 你我二人 理应替陛下 将一切都处理好 说着 他拿出一份羊皮地图 上面记载了整个大唐 以及周边国家 记录得很详细 比现有的地图 都要更加详细 诸葛吴明 看到这份地图 也是心底惊讶了一下 庞原笑着道 这份地图 是我托一份老友 记载下来的 信得过 来看看吧 他将地图放下 手指指着大洲帝国方向 庞原沉声道 某觉得 首要解决的 就是这个大洲帝国了 大洲帝国不比西域 大洲帝国面积大 而且国力不强 更好打一些 诸葛吴明文言 摇了摇头 将大洲皇帝 已经同意 将国家成为大唐附属的事情 说了出来 庞原这下是真的惊到了 没想到大洲 已经是大唐的附属国 随后 两人接着商谈 目标还是一致的 帮助皇帝李成 将国力变强 并且对外扩张 第87章 国之四驻 这一日 一早 李成便坐上了 打造好的四轮马车 队伍缓缓行动了 出了独阳城 随行的马车 也已经换成了四轮马车 比起刚刚出发那会儿 还多出了一辆四轮马车 是给那药铺老者华锦 以及孙子华阳做的 李成考虑到 他们一行人当中 没有医者 特意亮明身份 招募了这爷孙两人 华锦在得知李成是皇帝后 那吃惊的表情 让李成 现在都感到舒服 不出意外 在得知大唐皇帝招募后 华锦爷孙俩 欣然答应 直接就跟随了 此刻 四轮马车中 李成望着他面前的 湛蓝色荧幕 又是结算国力值的一天 面前的湛蓝色荧幕上正 浮现着一段段字 开始检测本周国力值 检测当前大唐帝国 国力值为 1658 奖励宿主受命50年 当前宿主受命 409年 国力提升具体来源 请宿主自行查看 啥玩意 这又50年 李成心头变得有些麻木 这加完又加 什么时候 才能是个头 不断增加寿命 他从最开始的内心暴怒 到充满悲哀 又到了如今的满心麻木 他发现 他无论怎么做 国力都很难掉 甚至根本掉不了 他都要感觉是 老天在玩它了 不 我刚刚招募了败国大财 绝不能放弃 我要完成我的败国大业 李成眼中闪烁着斗志 他点击了查看具体 面前占蓝色荧幕顿时一变 国力提升具体如下 五明星 五军事 四十成就 成就 成就是个啥玩意 李成一脸猛逼 成就是什么东西 这也算国力 他看见那个成就旁边有个查看按钮 他直接就点击了过去 一行字浮现 恭喜宿主 达成隐藏成就国之四主 成就奖励 国力值提升四十 国之四主 啥子东西 还有 你这东西不是单纯看国力的吗 还有成就这一说 你说你 成就就成就吧 我也不想说什么 为什么你成就还是加国力 加受命的 为什么不是减国力的 李成就差把系统 揪出来好好问问了 你说天天提升国力 也就算了 为什么你还要弄个成就出来 弄个成就 也就弄个成就 成就还会加国力 你这是要把我枉死里长 李成面若死灰 躺在马车上 任由身体颠簸着 他默默把湛蓝色荧幕关掉 他怕他看久了 要打人 在马车上躺了许久 他才爬起来 国之四主 估计又是这个关中地区 惹的锅 那个在和他作对的 别让他抓到 不然他非要诛了对方 九足不成 李成气愤不已 把车帘掀开 喊了张虎一声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不一会儿 张虎变策马 来到车窗旁边 公生询问道 陛下 怎么了 李成询问道 距离关中地区 还有多远 张虎心算了一下 这才回答道 启禀陛下 以我们如今的速度 到关中地区 还有三天的矫程 三天 还行 李成摆了摆手 到 嗯 加快速度吧 说完 他就把车帘拉上了 内心还是气愤不已 关中地区是吧 那个和他作对的人 可千万不要 被他带住 不然 与此同时 远在关中地区 一间房间内 黄培正在书写着什么东西 身后关中地区的 总兵周宁正看着 忽然 在书写的黄培猛地 打了个喷嚏 把手上廊好笔放下 不由摸了摸鼻子 莫来游的一阵心悸 黄大人 您怎么了 周宁连忙上前 他虽是关中地区 新任总兵 但是实际上 在关中地区 拥有绝对权力的 还是黄培 无他 黄培身后 站着大唐宰相诸葛无名 无事 也不知道是谁在叨了我 黄培摇了摇头 退后了一步 到 已经书写完了 关中地区下一步 便按照纸上所说的来 将关中地区的世家 再一步打压 将资源让给百姓 周宁点了点头 拿起这份草纸 看了起来 越看他眼睛越亮 不由大喊出声 好 有了这个计策 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 定会再次翻倍 他看向黄培的目光 都是带着敬佩的 不得不说 这位黄大人 真是真正的农业天才 在对方的代理下 关中地区 简直量产爆表了 对方的业绩拿出去 恐怕能横扫 绝大部分人了 但是对方 却选择隐姓埋名 这让他很不解 周宁犹豫着道 黄大人 您做出的成绩这么大 不如还是上报吧 黄培文言 瞬间翻脸了 瞪着周宁 道 我说了 我不能露面 我可以这么和你说 我所做的一切 都与陛下的交代有关 我不能露脸 也是陛下吩咐的 若是我消息真的泄露了 引得陛下知道 那你就完了 陛下 死 原来如此 他就说嘛 为什么会有人真的无视功名 原来一切都是陛下吩咐的 这就能理解了 周宁焕然大悟 心底也有一阵后怕 他差点就坏了陛下的布局 要是真的坏了 那怕是要被诛九卒的事情 就算不被诛九卒 那下场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比如调任一粮地区 惹不起惹不起 黄培看着周宁的模样 也是暗自发笑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暴露了他是陛下暗子的事情 有他在 大唐帝国便有源源不绝的粮食供应 若他为明面上的 恐怕很多人都会想要对他不利吧 光是他打压梁家的动作 便足以让他死个千万遍了 因为实在是动了太多人的利益了 这也难怪陛下会让成为暗子 来到关中地区 只有这样 才能让关中地区发展的同时 保全他的性命 陛下 真是将一切都算好了呀 黄培心里感慨着 对陛下的佩服更上一层楼 不过 他莫名就感到心静 还是先回去自己住处好 避免身份有可能暴露 想到这 黄培便和周宁告辞 返回自己住处了 陛下既然让他做案子 那他就绝不会暴露 第88章 找神秘人不是找黄培 第三个 一转眼 数日过去 关中地区独城 皇帝的队伍浩浩荡荡 进入了一家客栈 嗯 直接将这家客栈 以高金租下来 在休息了一天之后 李承便派人 去寻找了关中地区 那位 一直在和他作对的人的消息 李承悠哉悠哉 坐在椅子上 喝着茶 吃着小点心 静静等待 去调查的人回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 他也不着急 而是很有耐心地等着 他如今已经有 整整四百年的寿命了 不把这个罪恶源头干掉 他还怎么败国 要是放任这个 关中地区的 罪恶源头存在 改天指不定 要折腾出什么 这次弄出了个国之四柱 已经够让他头疼了 要是下次 弄个国之七八柱 他还回不回去了 这次说什么都要等 等个百八十年 他也要等 大概过去半个时辰 外边去打探消息的 几名护卫 终于回来了 这些护卫 是没资格 直接和李承面谈的 而是与许公公叔说 许公公全部知晓后 才来汇报给李承听 许公公走到李承面前 低声道 老爷 您可能要失望了 听到许公公这句话 李承心里 就咯噔了一下 他挑眉问道 难道没有消息 许公公苦着脸 点了点头 道 是的 老爷 打探得到的消息 的确在关中 地区有个神秘人 带领关中地区发展 但是关于那神秘人的消息 根本打探不到 无论如何 渠道都用上了办法 还是打探不到 打探不到 封锁得这么厉害 看来是有人铁了心 要和他作对了 李承皱紧了眉头 不断搜索着自己的记忆 在先帝时期 并没有说关中地区 留有什么大臣 关中地区 一直是被秦莫娜憋孙统治的 可是这憋孙连带自己儿子 都被他调去宜梁地区 帮助他大哥造反了 按理来说 关中地区 不可能有其他人了 唉 这也太难了 没听说先帝时期 有这么多花里胡哨的 都是国力 羞羞羞的往下降 难道他真的 要去先先帝的棺材板 唉 先帝怎么死得这么早 问都问不了 是怎么败国的 真的是应了一句话 先帝败国 为伴中道崩俗 许公公看到 李承皱眉 也是颇为苦恼 仔细思索了一番 接着道 不过老爷 老奴这还有一条消息 可能可以引出 那神秘人 李承闻言 差点没把桌子上的点心 拍到许公公脸上去 声音一下子就变冷了 有办法 你还不说老许 你是有点飘了呀 许公公背脊一凉 连忙挤出菊花笑容 道 老爷恕罪 老爷恕罪 老奴这就说 听说那神秘人极度重视关中地区的百姓 一旦有世家之人欺压百姓 大部分都会被神秘人处理了 老奴想 我们是不是借助这个 可以引出那神秘人 然后就好处理了 李承听完 眼睛一亮 可以啊 这个老许的头脑 有点东西啊 没想到啊 他的贴身太贱 还有这种头脑 可以的 带上几个人 跟我走 李承当即就想要去欺压百姓了 许公公愣了一下 连忙带人跟上了李承 城池街道中 比独阳城还要热闹的城市 到处都是人来人往 马车出入 小孩在街边奔跑 一切都呈现美好的现象发生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李承走在路上 摸着下额 眉头紧紧皱着 说实话 他对欺压百姓 不太熟悉 怎么欺压 他扫了一眼街道 抢劫 拉倒吧 调戏名女 算了吧 抢小孩子玩具 他还没那么缺的 李承细细思索着欺压百姓的方式 他一边思索一边走着 一路来到了一处市场 市场明显 比其他街道要更热闹 人流量更大 而且 各处都有人在卖东西 李承下意识 跨步走入了市场 空气中 弥漫着杂乱的味道 有血腥味 有臭味 有菜香味 各种味道 混合在一起 老爷 这种地方 您还是不要进去了 许公公 想要劝阻李承 李承乃是皇帝 一言九鼎 身份尊贵 进市场这种事情 犹如身份 无碍 李承并不在意 跨步走入了市场内 入目看到了很多人 在贩卖东西 积压鱼都有 其中最多的 还是卖粮的 李承稍微打听了 一番卖粮的价格 脸变得更黑了 关中地区的粮食 比其他地区的 还要便宜不少 那神秘人 真的是欠走 继续在市场前行 李承依旧在思索着 用什么方式 才能温和点的 欺压百姓 走着走着 他突然看到远处 有一道略微眼熟的身影 那身影 蹲在一家菜摊上 与人闲谈 李承皱了皱眉头 不由问道 许公公 前边那人 是不是有些眼熟 跟在身后的许公公 连忙上前 看了一眼 道 陛下 那是前任公部 尚书黄培 被陛下赐予 遗养天年的那位 黄培的家乡 好像就在关中地区 没想到 会被陛下碰见 黄培 李承终于记起来了 就是那个 因为研究出科技 提升了三点国力 被他丢回家 种田那个呀 他莫名想哭 以前他因为别人 给他提升了三点国力 就把人丢回家种田 现在每次一提升 就是几十点 他还找不到人报仇 天哪 他能不能把黄培 招回来 让国力不要再暴涨了 每周增长三点也行啊 那还有的救 他现在这个趋势 是完全没得救的呀 李承欲哭无泪 他甚至有点怀疑 是不是系统完不起 在暗中给他加国力了 一旁的许公公 轻声问道 老爷 要不要去叫黄培 过来面见老爷 李承闻言 摇了摇头 道 不必 我们是来找那个神秘人的 让黄培过来干什么 让他好好一养天年吧 说完 他便绕道行了 许公公也不敢 有任何意见 跟着李承离开 暗处的护卫 也紧紧跟着 生怕皇帝出了什么差错 在购买东西的黄培 忽然便抬起头 朝着李承先前 站过的方向看了看 什么也没有 摸了摸头 继续购买东西 第八十九章 秦月精通辞道 远在宜梁地区中 镇西王府邸 镇西王李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 来回渡部 急不可待 他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本来看秦末那些前任总兵过来宜梁地区 还没什么动作的 他还以为对方乖巧 没想到 那二十多位总兵 在和那些被调过来的忠臣 聊过天之后 居然一个个性子大变了 直接把他手底下 剩下的几座城 也给夺走 他如今就剩下一座 宜梁地区的都城 他堂堂镇西王 本来执掌 整个宜梁地区的 如今居然就剩下了一座城池 李明此刻很想哭 他为什么要心生反义 这是造了什么年 他好好当土霸主不好吗 心生反义 现在好了吧 几乎已经被完全架空了 简直无情 王爷 那如是郭许走了进来 看到李明 微微拱手 只是他语气中 也没存在多少敬意了 现在谁不知道 这个王爷 已经差不多被架空了 而且还是皇帝出的手 一步步架空的 李明并未注意到 郭许的语气 而是着急问道 郭许 你说 本王现在该怎么办 本王已经把大部分势力解散了 而且权力也被架空了 可皇帝还是不肯放过本王 他真的害怕 害怕权力被完全架空 更害怕等他权力被架空后 皇帝会亲自将他抹掉 郭许连连叹息 他也不好说些什么了 郑西王李明没有错 做的是当代皇帝会是如此雄才大略之人 不过 郑西王待他不薄 无论如何 他都该给郑西王想一条出路 他皱眉思索着 片刻后 他才缓缓地道 王爷 或许 我这里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王爷活命 郑西王李明文言 双眼一亮 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握住了郭许的肩膀 激动地道 郭许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只要有用 本王大大有讲 郭许叹息一声 道 王爷你如今被皇帝惦记上了 皇帝怕是想要你的命 一步步驾空王爷你 而王爷为什么会被皇帝惦记呢 因为王爷之前有反心 所以皇帝才会惦记上王爷 若是王爷想要活命 很简单 表现出王爷是忠君爱国的 便可以消除皇帝的惦记 从而活命了 他侃侃谈 从容不迫 大有名士的风范 李明听完 却是皱紧了眉头 道 表现出本王是忠君爱国的 如何表现 郭许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道 我这倒是有意计策 那便是眼 一眼 怎么说 李明疑惑地询问道 郭许眯着眼 继而说道 这是我与秦末之子秦月所学的 这小子别的不行 眼之一自上 却是精通 甚至可以说炉火纯青 如今 王爷要表现出忠君爱国 就必须拿出真的成绩 给皇帝看才行 比如西域的国家入侵 王爷装作艰苦地 将西域敌军打回去 这样皇帝肯定会消除 对王爷你的惦记的 李明迷茫了 呆呆地问道 西域 西域诸国怎么敢入侵大唐 他们不可能来攻打的 曾经唐太祖时期 便一手将西域诸国打废 哪怕到了如今 西域诸国 依旧对大唐感到畏惧 不敢入侵 郭许摇头说道 所以我说 要演 王爷你可以付出代价 请一西域国进来演 就是等于演给皇帝看的 问 李明脑袋瘟了一下 恍然大悟 双眼变得越来越亮 一拍大腿 道 好办法 不过这个演要怎么弄 本王没什么经验 郭许随意地道 王爷可以请秦末之子秦月来 此子精通此门道 可以帮到王爷 李明微微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他心里也在叹息 果然 皇帝是在架空他 各种人才都放到宜良地区来 各式各样的全都有 连这种演的人才都有 则则 皇帝还真是看得起他 李明悠悠叹息着 与此同时 关中地区那边 李成探寻了数日 关于那神秘人的信息 只不过都毫无效果 连一丝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他已经做到 欺压百姓了 嗯 他没抢小孩子玩具 也没抢劫 他只是让姬宁扮作名女 然后 他去抢了姬宁 在大庭广众之下 抢夺而已 可是即便这样 依旧摸不到 任何关于那神秘人的消息 几日下来 几乎把他的耐心 全部摸灭 这一日 依旧没有任何 关于那神秘人的消息 碰 李成已经十分不耐烦了 他一拍桌子 冷哼了一声 周围几名 护卫与许公公 连忙惶恐跪下 陛下息怒 李成脸色 依旧带着怒意 他实在想不到 那神秘人 到底会是谁 还有那个关中地区的 国之四主 这是不是证明 其实是有四个人 好啊 还是团队作案 简直是 不把他放在眼里 李成恨不得 把这个团伙 全部砍了 可他根本找不到人在哪里 在冷静了之后 他犹豫着 要不要先离开 一直待在关中地区 也毫无效果 根本找不到 那个神秘团伙 难道他就要就此离去 可是这个神秘团伙 在他背后 不断捅刀子 国力一直在疯狂增加 他 太难了 李成咬了咬牙 还是决定 先离开这里 他在关中地区 找不到那个神秘团伙 也没有任何办法 倒不如去其他地区 比如去其他地区 鼓励造反 又或者 等大周攻进来 若大周攻进来 那么任由关中地区如何做 都无法增加得了国力 事到如今 他也不好什么了 只能先走了 等大周兵犯大唐 他指定就能回去 大周皇帝 剩下的可就靠你了 李成无奈叹息了一声 宣布下去 让许公公收拾收拾 准备离开 许公公文言 联盟就下去吩咐了 将四轮马车 全都准备好 人员全部集结 以及粮食补给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准备的 全部结合起来 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 他们才能启程 李成走到门外 看着苍蓝的天空 他为什么有种 不太妙的感觉 第九十章 自言自语 宜良地区 遭遇西域国家入侵 陷入苦战中 镇西王李明 向朝堂求援 这一消息 在数日之后 传入了朝安城中 朝安城内顿时 如同炸开锅般 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 朝堂成员一个个 都很有目标性地 找上了宰相府 于是 五百官再次齐聚在了宰相府内 一如既往 那些老油条 都像是熟客般 自顾自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那些新人 一如既往地猛逼 两眼抓黑地站在原地 他们压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他们也没位置坐 只能站着 可是站着总感觉 有些尴尬 那些老油条 与从前一样 笑眯眯地喝着茶 打量着这些站着的人 来来来 那个御史大夫是吧 我让个位置给你坐 以后你不要盯着我 不值 你想想 这位置 以后也能坐 还不知道要在宰相府 开朝堂会议多久呢 你说不值 嗨嗨 我这个位置 不要九百九十九两 也不要九十九两 只要九十八两 你们谁要 你们这样 小心宰相 对你们不客气 嗯 卖这么贵 宰相自然会对你们不客气 我这边几十两就行了 不贵 嗯 真不贵 远处走来的诸葛无明 和旁元 都看着这一幕 旁元倒是笑盈盈地看着 诸葛无明倒是 脸色有些发黑了 这群人 这都什么时候来 西域国家都入侵了 居然还在谈这些 嗨嗨 他走了进去 轻轻咳嗽了两声 众多臣子 连忙看向诸葛无明 不敢再说什么 纷纷起身 齐刷刷地道 参见宰相 诸葛无明点了点头 走到最上面的 一张空下来的椅子上 犹豫了一下 吩咐一个下人 再去取一张椅子 摆放在他椅子的旁边 旁元按理来说 与他职位相同 坐的位置 自然等同于他 毕竟 这是陛下所吩咐的 让旁元位同宰相 也就是位同于他 吴百官看着旁元 坐到了诸葛无明旁边 也是微微赤惊 他们并不认识旁元 诸葛无明见状 也和吴百官介绍了起来 当吴百官听到 旁元位同宰相后 也是一个个心底 掀起了波涛汹涌 他们头顶 居然又多了一个人 原本以为诸葛无明 就是他们 除了陛下 外的顶头上死了 没想到 如今又多出了一位 他们除了惊讶之外 还有着浓浓的疑惑 这个旁元 到底何德何能 让陛下 对他如此看重 一上来便位同宰相 忽然 有一人惊讶地说出声 道 我记起来了 先帝时期 那个变法的狠人物 哗啦啦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旋即一个个瞳孔 猛地放大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他们全都想起来了 昔日奸臣当道时 还敢站出来 变法的狠人物 旁元 以前旁元被驱逐 久而久之 他们也就忘记了 没想到如今 居然又出现了 这个狠人物 旁元斯毫不在意 五百官的谈论 喝了口茶 淡淡地道 陛下赐某位同宰相的权利 但某余宰相 已经分工明确 某主兵士 此次西域帝国 入侵伊良地区 还望各位 多多指教 诸葛无明微微点头 算是认可了这一点 五百官见状 纷纷拱手作一 连说好话 旁元在与五百官 聊了一会儿后 便让五百官离开了 名言稍后 会有安排 五百官文言 只能纷纷离开 很快 场上就只剩下了 诸葛无明与旁元 两人还在喝着茶 片刻后 诸葛无明笑着道 怎么 旁兄 即将安出 若是平时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他来想办法的 但是 如今军事方面 交给旁元了 他也就轻松了很多 旁元将茶杯放下 笑呵呵地道 西域敌国平 他们也配称敌国 不过这个西域国 倒是有点用处 我打算写封信 以大唐名义 让大洲那边出兵 去击退西域之国 晾一晾大洲的忠心 而后 再令韩将军 率领东征郡 到大洲边境去驻扎 若是大洲那边 敢有其他一行 便让韩将军 率军直击大洲 再令曹统将军 率领大军 押送粮草 严明此战粮草 由我军发放 如此 也算掌控了 大洲军队的粮草 若是大洲 敢有如何其他行事 便让他体验一下 大唐的军威 他言语间 充满了傲气 完全不将大洲 还是西域敌国 放在眼中 诸葛无名听完 忍不住大赞一声 道 妙 一下将西域之国 大洲 越要造反的 镇西王都算上了 而且战线 始终限制在宜梁地区 将影响力 压制到了最低 旁兄大财 旁元还了一礼 道 宰相谬赞 你我所学不同罢了 论治国 某也是不及宰相 话说回来 宰相 此事我们如何 与陛下取得联系 按理来说 应当先说给陛下知道吧 诸葛无名皱了皱眉 他也不知道 陛下在哪里 不过 真的有必要去告知陛下吗 陛下暗面的力量 连他都只能看到冰山一角 陛下怎么可能会不清楚 他们的动作 或许在他们 谈论的这一刻 其实 也一直在陛下眼皮子底下 极有可能 诸葛无名念及 摇了摇头 道 不必 陛下之能 远非你我所能想象的 陛下估计 也知道了你我的想法了 再说也是枉然 旁缘见此 也不好再说什么 起身便离开 准备去调动各地人员了 宰相府大堂 一下子就剩下了 诸葛无名一人了 诸葛无名犹豫了一会儿 站起身 朝着四周 拱手作一道 敢问 可有陛下的使者在 若有使者在 可否现身一见 他的声音在空荡的大堂中回荡 过了一会儿 依旧无人响应 诸葛无名静静 站在原地 看着四周 发现许久没人回应 他也不在意 笑着道 倒是本相唐突了 您也是有自己的职业精神的 还望你回去后 可以和陛下述说 本相会替陛下 好好处理过事的 还请陛下 不用担心朝堂这边 说完 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大堂 第九十一章 我真的没眼 另一边 行驶在前往宜梁地区路上的一支数百人的队伍 数辆四轮马车 在无数好手的护卫下 前行着 其中一辆马车上 李承坐着 此刻李承手上拿着一封书信 上面写着的 正是关于宜梁地区被西域敌国入侵的消息 他得知后惊讶不已 但惊讶过后 便是一阵狂喜 西域入侵大堂 这比大洲还快 他只想说 干得漂亮 不对 他不该庆幸的这么快 关中地区可是还有国之四柱 万一这个四柱 有使什么妖蛾子 他可扛不住 不行 必须拦截住一切 算了 他亲自去一趟宜梁地区 阻止会发生的一切 另外 朝堂那边应该没什么动作吧 应该不会的 就那尘 怕不是还在贪污啥的吧 李承有些不放心 还是叫了张虎一声 让队伍停了下来 徐公公这次很有经验地 从一辆四轮马车中溜出 跑到李承的马车下 公升问道 陛下 有何吩咐 李承白手道 速度去探查一番 朝安城那边有没有什么指令下达 部队原地驻扎仙 他必须要搞清楚了这些事 他发现 现在越来越迷糊了 败国方案他已经立好 但是总会有意外发生 无论如何 这次 他绝不能再出错了 西域敌国入侵 那他就引导西域 敌国打进来 这次 他不容任何插持出现 要是特马还有插持 那他当场把这四轮马车的四个轮都给吃了 他说的 绝不反悔 李承哼了一声 悠哉悠哉看着部队 就地驻扎 他走去基宁的马车处 打算和基宁聊聊天 大概过去了一天 前去探查的人才返回来 还带回了情报 朝安城并没有任何动作 吴百官除了一次聚集之外 就再也没有聚在一起商量过 特别是其中个别大臣 还开过宴会 李承听到这些消息 不由笑了笑 欣慰点了点头 既然朝堂那边没动作 那他就放心了 接下来 他全心全意防备 关中地区 那边的国之四柱就好了 这个团伙作案的 绝不能让他们 再继续嚣张下去 必须打击 传我命令 启程前往宜梁地区 李承吩咐了一句 他要趁着时间还早 快速前往宜梁地区 这样才能掌控好一切 从而达到防备一切 嗯 他要防备的 可不是西域敌国 而是关中地区的人 对他来说 西域敌国 那就是友军 这是能帮到他的友军 这可都是队友 他这次绝对要 护好了这些队友 免得队友被干掉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轰隆隆 队伍缓缓行驶了起来 马蹄与车咕噜 踩在地上发出的轰隆声 在响起着 与此同时 远在宜梁地区 边境战场上 秦月统领着数千人 来到此地 他身穿铠甲 手持长枪 骑在一匹白色战马上 颇有少年勇将的模样 兄弟们 前方就是交战处了 此战记得 全部听我号令 秦月颇为意气风发 他此战 是被镇溪王高架 聘请过来演的 只许败 不许胜 论其言 他有那个自信 他称第一 无人能称第二 不对 上次在万山关前 被那个寒雨演的事情 还历历在目 比起他 那位才是狠人啊 看到敌军在几百米外 果断放剑 放完还大喊没剑了 这也就过分了 咯嘛的 他的部队人还没到 直接就放弃城关 说城关被攻破了 几百人攻破万山关 你咋不上天呢 他下次有机会 一定要去问问使官 对这场战斗的描述 到底是怎么样的 秦月摇了摇头 无论之前怎么样 他面前的这场战斗 他必须要演好了 将军 我们需要设下迎战 先休息一两天吗 一名副将询问道 秦月淡淡堵堵了那副将一眼 鼻孔抬得老高 说道 不必 我们的精神状态越差越好 这样才能本色发挥 要记住 我们这次来 不是打仗的 没有生命危险 你们放心好了 身旁的几位副将闻言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皆是满脸的奇异 他们都是奔着打仗来的 什么甲轴武器都准备好了 可是你现在和我说 我们不是来打仗的 虽然几位副将很想反驳 但是此行来之前 镇西王已经将他们 全部交给了秦月 秦月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一个个拱手称尊令 命令传下去 一个个士兵都脸色露出难看 他们早已经是疲惫之君 能强行稳住军容 就已经不错了 可这个主将 还传令不必休息 反正秦月并没有感觉到了什么 还乐哉乐哉地指着前方 到 前面就是与西域的交接处了 到了那里 本将允许你们休息一番 众多士兵听到可以休息 一个个都大松了口气 军队继续向前行驶 走着走着 在军队即将进城之际 在这座边境之城的前方 却是出现了一队队 骑着马的队伍 这些队伍身穿骑装一服 背后背着弓箭 手里拿着弯刀 明明毫无军机可言 却莫名有一种奇异之风 每个人的双眼都闪烁着绿光 犹如一匹饥饿的贪狼般 秦月本还没有发现这支队伍 直到赤后来报 说前方 出现其他国家的队伍 他才反应过来 他连忙调人来到城外 当他亲眼看到那支军队时 也不由感慨了一下 好一支精锐 看起来很凶的样子 这样的军队来配合我眼 秦月倍感荣幸 刚想上前去和那支队伍打个招呼 可他才刚刚骑马向前了一段距离 在靠近那支队伍一百多步时 突兀间 那支队伍很有默契地拿出了背上的弓箭 其在马上直接弯弓搭箭 迅速射出 羞羞羞 一支支羽箭飞射而出 远远望去 如同漫天见语 秦月瞳孔猛的一缩 尽全力向后奔逃 但他的双腿还是中了两支箭 他痛苦大吼 快来救我 我中箭了 我不是在演 我真的没演 第九十二章 你还想不想魂了 原东夷国都城内 韩宇率军再次与大洲皇帝 姬武所统帅的军团会合 时至今日 东夷国剩余的二十七座城池 已经尽数被大洲皇帝姬武所拿下 东夷王的那支军队 也被韩宇以计谋 伏计于山谷之中 以最小的代价 歼灭了东夷王的军队 可以说 如今 东夷国已经完全被打下来了 只是归属的 不是大唐 而是大洲 东夷国城池 全被大洲所纳入版图 对此 韩宇也没什么意见 毕竟 他得到的皇帝之令 是协助大洲皇帝 吞并东夷国 而不是争夺领土 韩宇此行前来 也正式提出告辞的 只不过 他刚刚来到这 才和姬武见面 两份军令便传了过来 正好递到了两人的手上 两人在一座宫殿 各自看着自己的军令 韩宇的军令 是前往大洲边境 等待命令 他看完 只是沉默了一会儿 想了很多东西 略微复杂地 看向大洲皇帝姬武 他也明白了 这份军令的意思了 提防大洲 他和大洲皇帝 也算并肩作战过了 彼此之间 多多少少都有些 战友之情 转眼间忽然有 要翻脸的趋势 这让他有些心情复杂 但他还是 坚决执行军令的 因为他效忠的是 大唐皇帝 此生绝不会有二心 碰 韩宇还在思索 大洲皇帝 姬武却愤怒地 一拍桌子 碰的一声巨响 他怒气冲冲地站起身 韩宇也跟着站起身 带着戒备之心 看着大洲皇帝 姬武完全没注意到这些 他满怀怒意 把那份军令 丢到桌岸上 咬牙道 区区一个西域小国 也敢犯大唐边境 真是该死 他完全不将西域那边 放在眼里 据他所知 大唐的西边 乃是西域 而西域 是由数十个 游牧小国家结合起来的 事实上 还是分散的 只是在唐太祖时期 这些游牧国家 都被打怕了 才被迫接受了 西域这个称呼 现在其中一个游牧国家 居然敢入侵 他皇兄的大唐 简直罪不可赦 皇兄这是 懒得搭理这个游牧国家 才让他出手的吧 嗯 一定是这样的 皇兄都替他如此 排忧解难了 他帮助皇兄 驱逐这种入侵者 也是应该的 另一边的韩宇 呆呆地看着姬武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姬武却是瞪念 哼了一声 旋即朝着 韩宇拱手道 韩将军 郑玉即刻起 起兵前往宜良地区 替大唐皇兄排游解难 还请韩将军 能多照顾一下 原先东夷的这27座城池 韩宇错愕地道 怎么了 难道姬皇 你不在这些城池上 留下驻军 姬武摇了摇头 道 郑玉调集所有兵力全去 替大唐皇兄 打出威风 这些城池 朕不打算留下兵力 还请韩将军多多帮忙了 韩宇也被微微打动 沉默了片刻 缓缓点了点头 道 好 姬武点头 便起身去调集军队 他的目光充满了火热 快步离开了殿堂内 韩宇愣愣地看着 对方离去的背影 为什么他感觉 这个大洲皇帝对陛下 如此热忱 搞得好像对方不是君王 而是一位普通的臣子一样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 韩宇有些发愣地想着 一辆地区的入口 一辆又一辆的马车再出去 前往其他地区 这些马车都驾驶得有些慌乱 毫无秩序可言 里城的队伍进入关道 迎面来的 便是一辆辆马车 其中不少马车后面 带着一车车珠宝财富的 领头的张虎见状 眉头一皱 向后招了招手 让整个队伍都停下来 他策马来到里城的马车前 公声道 陛下 前方出现大批出城的马车 我们是让道 还是什么 里城拉开车帘 扫视了前方眼 的确有很多车队在行驶 他深吸了一口气 道 进入宜梁地区 是否只有这一条通道 张虎思考了一下 拱手道 启禀陛下 宜梁地区 有很多条通道 可以进入 但是都需要经过 这座城池 经过这座城池之后 才有能选择走 其他路线 也就是说 这条通道 是必经之路 里城微微眯眼 声音低沉了不少 张虎点了点头 道 是的 陛下 里城闻言 将车帘拉下 没有开口 张虎骑着马在车边 也不敢说话 片刻后 里城的声音 悠悠地从马车内传出 全部赶走 若敢反抗 格杀勿论 他绝不容任何意外出现 这次 他要真正霸道起来 防止一切意外 要是这次还能有意外 那他可以不用玩了 啃四个车轮吧 他可是还记得呢 张虎愣了一下 旋即点头道 经遵陛下之令 他策马离开 带领队伍 再次行动起来 很快 他们迎面撞上了一支支队伍 张虎手持蛇毛 抱贺一声 不想死的 都给我滚 他直接加快速度 带领队伍冲上去 蛇毛开道 大有猛将之风 那一只只马车被吓到 不少人翻车 跌落关道 金银珠宝 更是洒落一地 这特么谁的队伍 还不快停下来赔钱 搞信号的 别让老子知道 你是哪家的 不然 非要助你九族 管你是谁 特么下 似别让老子遇到你 否则就是皇帝 老子也给你打断腿 我信号信号 你信号信号信号 不出意外 那群翻车的人 各个都口吐芬芳 就差把李成祖宗 全给骂上了 他们各个都是身份 尊贵之人 本来遭遇战乱 想要离开宜梁地区 没想到 被李成的队伍 撞了个人车辆翻天 不由得他们不弄 然而李成的队伍 却没有搭理这些人 横行霸道地 将道路清扫 若有阻挡 都会被张虎扫开 张虎猛将的风范 也被斩露出来 在他的带领着 仅仅数百人 都发挥出了 极度凶残的气势 一路锁过 根本无人能挡 城门士兵 看这支队伍这么凶 吓得有些慌神 立马就下令 关上城门 车队执行 来到了城门下 由于城门被关 无法继续前行 李成从马车上探头 一脸黑线地 看着关闭的城门 城头那小老弟 你还想不想魂了 第九十三章 空城记 数日之后 宜梁地区 防御西域 最重要的城关 楼兰关内 无数士兵 严阵以待 守卫着楼兰关 在城楼下方 秦月坐在 木制轮椅上 他的双腿 再次受伤 此刻 他脸色发黑地 望着正熙王李明 以及郭许 那么的 说好的眼呢 演个屁 这群人 有没有一点 职业精神的 上来就往死里打 要不是他跑得快 指定这会儿 尸体都凉了 郭许也是带着 用奇异的眼神 看着正熙王 这个锅他不备 这个是正熙王的锅 与他无关 正熙王李明摸了摸鼻子 尴尬地道 这也不能怪本王啊 本王已经给够好处了 谁知道西域国家 这么喜欢翻脸不认人 说起来 可能是本王 夹养着那条旺财的原因 西域使者来的时候 被那条旺财 吼了两声 说不定就是因此 西域使者产生不满 嗯 等本王回去 就把旺财宰了 到时候 请诸位赴宴啊 他表示 也不备这个锅 还是将这个锅 交给旺财吧 嗯 旺财 已经是一条成年的狗了 要学会自己背锅了 郭许脸色古怪地摇了摇头 到 王爷 当下之急 不是旺财 不旺财的问题了 当务之急 是如何守住楼兰关 若是楼兰关失了 宜梁地区 怕是要失守 到时候皇帝 他欲言又止 想要说什么 但又没说出来 意思已经非常清晰了 楼兰关失了 就等着皇帝弄死你吧 李明 也是浑身打了个寒战 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缓缓地道 派去联系那些忠臣的人 回来了没 他把忠臣两个字 咬得很重 满满的怨气 夹杂在其中 郭许沉吟了一下 道 王爷 那些人早就回来了 不过那些人 都不肯派人来支援 说是要王爷给钱 才肯派人来 给钱 李明气的身子 都在哆嗦 莫一口血吐出来 霸占了他的地盘 架空了他的势力 现在守卫一辆地区 居然还要他出钱 才请得动那些人 我 我能怪谁 怪那群名副其实的贪污大臣 可那些人 都是皇帝调人过来 架空他的呀 他难不成 还能怪皇帝 他是贤命长 李明胸口 上下起伏着 缓了好一会儿 才舒服了点 他绝望地坐在了地上 叹息连连 道 接下来要怎么办 靠着楼兰关五千士兵 怎么守 郭许沉吟了一番 道 或许王爷 你可以撑到皇帝的援军到来时 撑 怎么撑 朕西王李明略微绝望地道 本王手底下 根本就没有统兵之人 五千士兵阵守楼兰关 无人指挥 怕是没两三下就要被破了 郭许文言 也不再说话 事实 也的确是这样 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如今的楼兰关 的确没有什么防备的力量 场面突然寂静了下来 李明在沉默 郭许也在沉默 唯独秦月 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两个一点都不靠谱的人 在犹豫了片刻 他默默地道 或许 我有个退敌之界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明双眼一亮 连忙问宝 即将安出 他并不知道那么多 他只知道 眼前这个秦月 被郭许夸赞 为眼之一道的顶尖人物 而且 曾经有过光辉的战役 领几百士兵攻破万山关 逼退大唐 征东将军韩宇 于皇帝面前 亲手将三十万军队 交给皇帝 光是这两件事 便让李明感到惊叹了 嗯 他是属于 被蒙在鼓里的那种类型 秦月坐在墓制轮椅上 思索了一下 道 我觉得 此次战役 我们依旧要演 郭许和李明对视一眼 全都望向了秦月 秦月摸了摸下巴 戒而道 你们可曾听说过 诸葛宰相提出的 换位思考法 嗯 也就是 将自身位置 放到其他人身上 用其他人的目光去看待 郭许文言 咒没道 此方法我曾经听说过 不过 与守卫楼 南城有何关联 秦月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觉得 我们可以将这个方法 和演运用上 比如做出一些敌军 无法想象得到的措施 让敌军感到困惑 不敢攻城 啪 郭许双眼一亮 道 有了 王爷 不若我们将关门 直接打开 摆出一副 无人守城的模样 王爷再亲自去城楼 随意坐着 让敌军感到忌惮 直接将关门打开 让我亲自去城楼 李明想死的心 都有了 哭丧着脸道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万一敌军直接入城呢 郭许摇头道 王爷 这就是换位思考法的恐怖之处了 换作你是敌军 你觉得我们有可能无端端将城门打开吗 这根本不可能的 是吧 李明听完 感觉像是有那么点道理 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只能答应了下来 他迷糊着出去布置这一切 郭许也跟着走了出去 场上只剩下了秦悦一个人 秦悦一个人坐在轮椅上 眉头紧紧皱着 喃喃自语 为什么我总感觉不对 他摇了摇头 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哪有什么不对劲的 说起来 倒是有一点不对劲 对方好像是游牧国家 会玩这些虚实的东西吗 要是对方啥也不想 直接打进来呢 我靠 这就有点无情了呀 他是不是要去告诉郭许和正熙王 算了 这只是他的瞎尖想象而已 未必会是真的 秦悦自我安慰 在正熙王李明的调动下 楼兰关开始调动了起来 士兵都被调动到了后方 嗯 因为郭许的建议 不要让敌军看出破绽 郭许带领着大军去了后方 仅仅留下十多个士兵 以及城楼上的正熙王李明 此刻城门已经大开 在城楼上摆着椅子坐下的李明 感觉自己浑身都凉透的 冰冷刺骨 看着前方一片空地 生怕敌军会冲进来 他心里暗自给自己打气着 放心 放心 敌军不敢打进来的 敌军一定会感到忌惮 所以不敢进来的 一定会是这样的 今天我李明就赌了 赌敌军不敢进来 说了 说了会怎样 第九十四章 雾透的正熙王 楼兰关前 关门大开 没有任何士兵把守 城关大门静止大开 一切显得很冷清 呼呼 偶尔有微风吹过 将大门下的尘土卷起 在关内城楼处 两名士兵伺候着李明 而李明坐在正中央的椅子上 面容有些苍白 那是背下的 他目光一直盯着远方 就怕有敌军突然就冲上来了 你们说 敌军会不会过来 李明脸色苍白 咬着牙群问道 他抬头看向的两名士兵 想要靠着聊天 让自己注意力分散点 以不至于那么紧张 那两名士兵也是哭丧着脸 其中一人小声地道 王爷 我们这样不行的呀 人全部都跑了 要是敌军攻城 这连攻都不用攻了 李明狠狠瞪了那人 何斥道 你懂什么 这是攻心之计 今天本王就教你们两手 你们可以将自己的位置 换成敌军 你觉得 敌军看到我方城门大开 难道不会起疑 那两名士兵 被这话说得一愣一愣的 有些脑袋转不过弯来 李明见此 哼了一声 白手道 就你们这种脑袋 和你们说 你们也不懂 好好待在这里陪本王就行了 说完 他也不再说话 眼睛继续盯着前方 那两名士兵 却依旧迷糊着 其中一人低声道 王爷这个有什么好奇的 看到城门开了 打进来不就是了 李明又转头 瞪了那士兵一眼 道 你以为人人都和你这么蠢 他话还没有说完 便戛然而止 他眉头紧紧皱起 他们要面对的 不是别人 而是西域国家 西域国家的来头 都是游牧民族 这些人 好像的确没什么脑子 要是那些人 什么都不想 直接打进来呢 那就是咔嚓一声 他头没了 不行 他要跑 李明连忙站起身 想要跑下城楼 但他才刚刚走到城楼边上 还没下去 忽然跳出数名士兵 将他去路拦住 你们这是干什么 李明着急大喊 几名士兵面面相去 一人站出拱手道 王爷 郭先生那边说 您有可能会害怕逃跑 所以让我们来此 将您拦下 务必不能让您走了 李明脸色顿时轻朗 道 本王才是你们的主子 本王说要走 你们赶来 那士兵脸色带着难堪 犹豫着道 王爷 您先前 已经将军权 全部交给郭先生了 我们只服从军令 他将军权 全部交给郭许了 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天 我这是把自己坑了 李明咬着牙 白手道 那就快去通知郭许 让他速来见我 那士兵点头 拱手道 还请王爷 再次等待半天 郭先生率军到了 楼兰关外去了 要去通知 恐怕来回 至少要半天时间 说完 他就转身 欲要离开 李明却站在了原地 双眼猛地瞪大 特忙 率军到关外去了 这还是隐藏兵力 这分明是怕死了 狗东西 卖我 李明当即 想要强行闯出去 突兀间 一名士兵惊骇大喊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王爷 狄军 狄军来城外了 李明闻言 浑身颤了颤 连忙起身走到城楼处 观望着远方 只见远方一对对人马 在赶来 马蹄踩在沙场上 使得漫天的烟尘 都不断卷起着 这些人马 一个个全都穿着 弃装一服 背着大弓 手持弯道 正在快速冲向楼栏关 李明健壮 连忙跑到城楼 仔细看着 额头冒起了一滴滴冷汗 还真被他猜对了 这群人根本没什么脑子 居然连停都不停一下 直接就杀了过来 狗郭许 狗秦月 误我大事已 不对 李明忽然在这一刻 感觉脑袋轻鸣了起来 他为什么要去信任秦月 这家伙 可是皇帝派来的 信任秦月不是 等于找死吗 郭许却一直推举秦月 难道 郭许早就被皇帝买通了 所以在此刻选择 撤军关外 这一切都是皇帝的布局 皇帝想要他死 对 一定是这样的 李明感到了 心中一阵酸楚 扶着女强 眼眶一红 忍不住道 大家本是兄弟关系 何必如此算计 要置我于死地呢 在他说完这句话后 内心又变得有些动摇 将心比心 若是他真正谋反成功 他对皇帝会是什么态度 恐怕换作是他 也不会放过皇帝吧 错了 他从一开始就错了 他错在不该心生反意 或许先帝抉择时 真的不是老糊涂 手都写错了 而是看到了 皇帝的真正面目 才选择了 李承做皇帝 父皇啊 父皇 倒是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孩子这就要来见您了 李明眼中露出恍然 他在这一刻 没有恨算计他的皇帝 也没有恨任何人 有的仅仅是释然 他绝望地看着下方 那些西域游牧国家的兵马 根本没有任何停止 看到城门大开 一个个都跟贪狼一般 疯狂涌了进来 李明深吸了一口气 打算自裁 莫等他动手 身后那些同样绝望的士兵 却忽然间 像是看到了什么救星般 一个个变得激动了起来 王爷 快看 有援军过来了 一名士兵激动地 拍着李明的肩膀 李明双眼也是一亮 望向远方 远处一片黑海 在快速逼近这里 只见那全是一名 名身穿玄色盔甲的骑兵 万马奔腾之下 地面都在轻轻颤抖着 一支支刻画着 大周字的周字大旗 在随风飘荡 旗正中央处 还有一面 用大唐字写出来的 唐字大旗飘荡 唐字旗大过周字旗 这支队伍是属于大唐之下的 奉吾皇之令 前来绞杀西域蛮子 杀 这支骑兵的带头将军 怒声大喝着 这支骑兵 犹如一条长龙板 疯狂袭杀向了那些 游牧骑兵 经过了一场场战斗 变得锋芒毕露 对方那些游牧骑兵 虽然毫无纪律可言 但是却也丝毫不惧怕 反而一个个眼神 冒出绿光 反向杀了过去 两军在楼兰关前 大战了起来 第95章 战事结束了 转瞬间 又是数日过去 宜梁地区入口城市内 在张虎的代理下 那些护卫 都接替了把守城门的工作 在李成的吩咐下 让这些护卫 在这座入口之城城门处 将一切关中地区 前来的人 或者是车辆 全部拦截 但凡入城之人 都会被拦下来盘问 李成是铁了心要 阻止这次的意外 无论那关中地区的 神秘团伙 如何作妖 他都要防止了 这一拦截 就是数日 期间拦截了不少 来自关中地区的车辆 那些车辆 全被赶回关中地区了 也不出意外 李成的国力 再次得到提升 得到了十年寿命 如今 他的寿命 达到了419年 这让李成 一度感到郁闷 好几日都吃不下饭 需要靠机宁安慰 才吃得下 这一日 张虎一如既往 带着上百名护卫 把守着城门 与往日不同的是 这一日李成 也亲自来到了城门 这边看守 李成坐在一块石墩上 百无聊赖地 看着城门 身边张虎 严阵以带 守护着皇帝的安慰 他抬头看了看四周 确定没什么人后 才压低声音道 陛下 您其实可以不必来的 这些事情 让属下等人来就行了 李成摆手 站起身 拍了拍自己衣裳 随意地道 无碍 他也只是来看看而已 反正无论如何 他都不可能 让关中地区的人 跨越这座城池半步 他要确保 那个神秘团伙 不可能有现身的机会 不过 这都好几天了 西域那些人 这么凹吗 一点动静都没有 该不去 又发生什么意外了吧 李成心里 莫名有种不妙的感觉 他摇了摇头 这次肯定不会有 意外发生的 嗯 一定是他 讲太多了 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转头望向张虎 道 你确定 进入宜梁地区的 就这一个入口 没有其他的入口了 张虎摸着脑袋 细细思索了好一会儿 才道 陛下 的确就这一个入口 不过硬要说的话 从东夷国那边 可以绕远路 先搬入西域 再进入东夷 国楼栏关那边 但这根本不太可能办到 还有其他入口 李成心里咯噔了一下 感到有些慌乱 关中地区那国之四柱 会不会有可能 绕路去那边 给他导弹了 应该不会 只是他想多了而已 李成自我安慰着 哒哒哒 突然 一匹快马 从城外快奔而来 张虎见状 连忙向前一步 大声喝道 拦住此人 周遭护卫文言 纷纷取出自己的兵器 虎士单单望着 那匹奔来的快马 那匹快马 来到城门下 便停住了 一名护卫男子 跃马而下 快步跑到张虎面前 拱手道 张统领 宜梁地区战事 已经有结果了 我现在 正准备去见陛下 还请行个方便 在一旁的李成 听到宜梁地区 已经有了结果 脊椎都是宜梁 连忙向前一步 问道 朕便是皇帝 有事情就快说 扑通 那护卫看到李成 单膝跪地 道 陛下 天大的好事 宜梁地区的战争 已经结束了 西域敌军 进阶被歼灭于楼兰关前 如今我大唐兵马 已经屯在了西域边境 随时准备反打 那些西域国家 登登登 李成脚下一个不稳 连连退后了数步 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张虎 连忙扶住了李成 惊慌地道 陛下 您怎么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他转头 望向一名护卫 何斥道 傻站着干什么 还不去把华先生找过来 李成 却完全没管张虎的动作 他的目光死死 盯着那名护卫 声音变得很沙哑地道 告诉朕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心底愤怒之下 周身气质 也跟着一遍 那种平易近人的气质 进阶变成了浓浓的帝王之威 特别是 他自称朕的时候 那种帝王威严 更是达到了极致 那名正面 对着他的护卫 更是感觉胸口被压上了一座巨山 呼吸都变得困难了起来 周遭的护卫同样如此 一个个都有些惶恐 双腿都有些发不上力气 那是一种心灵上的威压 说 李成目光依旧盯着那护卫 冰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他要搞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在这里拦截了数日 关中地区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 至于绕路西域 不可能 从关中地区到西域 至少要十几天 时间点上根本对不上 绝对有其他源头 难道是朝堂那边 应该不太可能 就那些奸臣 能有什么作用 他目光盯着那护卫 只有从那护卫的口中 他才能得到答案 那护卫在他的注视下 战战利利地道 启禀 启禀陛下 是大洲皇帝 大洲皇帝亲自率领大军 从东夷到宜梁地区 直面击退了西域敌国 另外 大洲皇帝亲自写下了国书 昭告大洲 从此附属大唐 成为大唐的附属国 附属国 附属 大洲皇帝 你特娘害我 混账 混账啊 李承弃的胸口上下起伏 两眼一翻 意识昏迷了过去 张虎金恐大喊 陛下昏了 快 开道 回客栈 赶拦路者 杀 杀 那些护卫们 纷纷拔出刀剑 一个个齐声大鹤 目光带着杀意 皇帝开给他们的俸禄 可不低 而且比之当 很多富贵人家的护卫 待遇都要好了很多 至少皇帝 把他们当人了 他们潜意识之下 已经彻底效忠了皇帝 赶拦路者 死 在众多护卫的保护下 带着昏缺的皇帝 向着客栈处走去 另一边 西域边境 大洲营寨处 旗帜飘荡 战鼓之声还在响起 最上方 一杆写着 堂子的大旗飘斩着 姬武身穿甲咒 在营寨处走出 眺望着大唐朝安城方向 目光闪烁着火热 他喃喃自语着 皇兄啊 皇兄 虽然朕现在 并没有彻底将大洲那边扫平 但是也快了 现在就宣告附属大唐 也是希望皇兄能满意 他抬头看去 像是在与他的大唐 皇兄对视 啊 我仿佛看到了大唐皇兄的笑容 第九十六章 我特么心态崩了 我 我这是在哪里 李承悠悠地醒来 抬头看了一眼四周 他在他的请殿床上 嗯 请殿 嗯 请殿 他不是在宜良地区吗 来人 李承朝着外边 呼喊了一声 许公公连忙走了进来 低声道 陛下 您醒了 龙体无碍吧 老奴这就去叫太医们进来看看 停下 李承摆手 让许公公停下 扶着床站起身 询问道 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在宜良地区 怎么回来皇宫了 许公公恭敬地回答道 启禀陛下 当日您莫名昏雀过去 华先生替您检查身体 说您身体有些虚 只需要静养多补补就行 我们几个想着 还是把陛下 您送回皇宫比较好 在寝室了姬娘娘后 我们便回来了 另外 陛下 您已经昏雀五天了 身体有些虚 李承莫名心生尴尬 但是 很快就被他压下了情绪 从床上站起来 沉声问道 宜良地区的战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公公文言愣了一下 随即道 陛下 宜良地区的战事 已经结束了 有一段时间了 大洲国书 已经递上来了 朕希望李明 也到了朝安城 等待陛下旨意 大洲国书 大洲成为大唐附属国 不 这不是真的 李承不敢相信 压着声音道 走 去太极殿 把大洲国书 拿给朕看 说完 他快步走了出去 许公公愣了一下 没回过神来 等他反应过来 皇帝早已经走远 他连忙追了上去 陛下 陛下 多穿件衣服啊 您身体有点虚 太极殿内 李承望着面前的大洲国书 这是一份全部用大洲字写成的 下方还有一个大洲皇帝的印喜概章 在一旁放着一份翻译版的 当他看完翻译版的之后 整个人都陷入了石化之中 大洲皇帝 真的把整个大洲国家都变成了大唐的附属国 一个国家的附属 还是一个土地面积不亚于大唐的 李承念急 差点没一口血吐了出来 脸色再次变得苍白 大洲皇帝激舞 此仇 不共戴天 我真的很想问候你 整个大洲皇室 上至你家皇陵 下至你未出生的子嗣 李承咬牙切齿 把手上的纸团都给握成了一团 一个附属国的增加 他的寿命会增加多少 几百年 上千年 这下真的要长生不死了 激舞激舞 你他妈就是个傻信号 李承控制不住地抱粗口 他胸口上下起伏着 要是激舞此刻在他面前 他恨不得直接把桌子搬起来 砸到对方头上去 老子这么辛苦 让你兵犯大唐 你居然转眼卖我 直接把大洲变成了大唐的附属国 简直混账 不过 他能趁着还没检测国力 直接把附属关系解除吗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李承便收到了系统的警告 这属于非法败国 不能这样做 李承顿食烟了 这是要他亲自接受了这个大洲 李承两眼一番 差点又没晕过去 内心郁闷无比 他深呼吸了好几口 才感觉舒服了点 不行 他不能在这个时候慌了 他必须要冷静下来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嗯 他的败国方案 还有好几个 可特么好几个 也败不起来啊 这不说不定 他的寿命 就要往几千年加了 我特么心太崩了呀 李承 直接趴在了桌子上 许公公看到这一幕 连忙走了过来 道 陛下 您可是身体不舒服 可需要宣太医 李承这才抬起头 双眼泛着冷意 道 去给朕把郑熙王叫过来 他记得 刚刚许公公说过 郑熙王李明 已经来到了朝安城 他要好好问问 这个郑熙王 特么脑袋 是怎么长的 居然能蠢成这个样子 是 陛下 许公公连忙点头 旋即转身 向着殿外走去 另一边 一处驿站内 朕熙王李明 整个人颓废地坐在椅子上 他的头发散乱披着 看起来很是狼狈 完了这一切都完了 不过 现在在朝安城中死 至少能死后 入皇陵吧 李明叹息着 他缓缓抬头望向皇宫方向 眼中露出不舍与回忆 昔日的种种都浮现而起 曾经 他也是叱咤朝安城的人物 大唐帝国大皇子 以前无数臣子都支持他 认为他能够成为下一任皇帝 事实也是如此 他无论任何方面 多玩暴身为二皇子的李承 所以他压根也没将李承 当作竞争对手过 可惜 天不遂人愿 在先帝临终前 写一诏传位时 写的是李承的名字 以前的他 还感觉很荒谬 可迫于朝堂压力 他只能前往宜梁地区 当个镇西王 本以为能在宜梁地区起兵 却没想到 这个二皇子李承 一直以来都在伴猪吃老虎 真实面目从来没有暴露过 若是李承能早点展露自己的才能 或许他也会吸了竞争的心思 可惜啊 世上没有后悔药 李明摇了摇头 他来朝安城 就没有想着活着回去 可能他死了 才能给这件事画上句话 李明已经放弃了一切 怕大 忽然 外面的大门被推开 一名太监跨步走路 随行的 还有数名羽林军士兵 那太监扯着嗓子 到 奉陛下旨意 请镇西王 即刻入宫觐见陛下 不得拖延 身边那数名羽林军士兵 齐齐跨步而出 意思很明显 要是李明不肯走 那他们直接用墙的 将李明带走 这也代表了皇帝的态度 李明见此 什么也没说 只是摇了摇头 终于来了 罢了罢了 他虽然马上就要死了 但他也满足了 等他下阴间 念见诸位先帝 也有交代了 至少 他见证了大唐的 再一次崛起 他见证了大唐的千古遗地 走吧 李明深吸一口气 起身走了过去 那太监点了点头 给几名羽林军士兵 使了个眼色 几名羽林军士兵纷纷明白 围绕着李明 既是守卫李明的安全 也是防止对方逃离 第97章 四个车轮子 第三个 太极殿前 李明走到了殿中央 直面面对皇帝 殿内诡异的寂静 皇帝也没开口 就那么坐在上方 目光盯着李明 皇帝不说话 李明哪敢说话 只能低头站着 不知道过去多久 皇帝里程悠悠开口 到 皇兄 你的脑子 怎么 长的 嗯 李明有些发愣 抬头看向坐在上方的李成 碰 忽然 一大堆奏折飞了过来 砸到了李明头上 吓得他连连后退 原本很平静的李成 猛地站了起来 暴怒呵斥道 你告诉朕 你脑子怎么长大 他暴怒瞪着李明 造个反还很难了 这边拖一下 那边拖一下 给你多少时间了 而且 他给伊良地区 送了多少人才 他自己都算不清了 可即便这样 这个李明 居然还没造反 甚至到了这种地步 他真的怀疑这个皇兄 是不是脑子里都装满石头了 李明退后了数步 望着暴怒的皇帝 陷入了沉默 没有说话 李成怒气冲冲地道 不说话 不说话就完事了 你告诉朕 你到底怎么想的 李明还是不说话 李成一直李明 怒声道 还不说话 信不信朕诸你九族 李明突然就瞪大了双眼 看着皇帝 诸我九族 我九族 我九族 不就是你九族 李成也像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动作猛地一将 表情也变得怪异 压下心里的怒意 白手插开话题 道 你可知 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 李明双眼黯淡 叹息了一声 道 已知 知道 知道 你还这么做 你这是想要把朕气死 李成怒哼一声 差点忍不住 把奏折拿起来丢过去 这个朕熙王 可是他败国方案之一 包括大洲皇帝 纪武也是 现在一个个全都在演一样 李明听到皇帝的话 略微无奈地道 皇帝 一切是非 想必皇帝都已知晓 我已知罪 无论任何罪罚 还请皇帝进阶落下来 我绝无任何怨言 斩了这个王八蛋 李成心头微微触动 怀着怒意之下 他还真有那么一丝冲动 想要下令斩了朕熙王 但他又犹豫了起来 能败国的人 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特别是在最近 还有那个关中地区 国之四主存在的情况下 他败国是越来越艰难了 像朕熙王这种 有反心的人 也变得稀少了起来 或许 留对方一条性命 再指派去其他地区 让对方继续造反 会不会更好 为了大局考虑 只能这样 李成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一点 他这才开口道 朕熙王李明 朕念在你我皆为皇室 如今皇室人丁稀少 免你一死 但你这宜良地区 也不用去了 朕则日会派你去其他地区 在你未被调任期间 去跟着旁渊和诸葛无明 好好学学 旁渊乃是败国大财 肯定可以交一些什么给李明的 诸葛无明自身也是 一只超级吸血虫 也可以教一下这个 如何快速吸血发育 李明错愕站在原地 有些不敢相信 皇帝真的放过了他 他可是干得造反大罪啊 皇帝真的就这样放过了他 这也太不真实了吧 若无事 便退下吧 李成揉了揉眉头 懒得再看到李明 白手让对方退下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李明文言 从恍惚中惊醒 深深看了一眼皇帝 对着皇帝鞠了一躬 缓缓退出殿外 李成坐在桌子上 吩咐许公公 去把那些奏折捡起来 靠在椅上 颇为烦恼 郑熙王这事 算是解决了 郑熙王的这个败国方案 勉强还能用 可是他最觉得 能用的败国方案 大洲皇帝那边 却不好搞了 这多出一个强大附属国 他完全搞不定 不行 无论怎么样 他必须把大洲这个 神特么的附属国给处理了 李成皱紧了眉头 握紧了桌案上的 一只狼毫笔 目光悠悠看着面前 再次变得空荡的殿堂 他沉默了起来 大洲不能断绝 附属关系 那就只能拉着大洲 一起败国了 可他连大洲 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怎么办 如果能搞到 大洲里面的情况 就好说了 李成念急 转头看向许公公 问道 你可知道 大洲情况内部消息 许公公愣住 随即从一堆奏折里面 取出一封类似于信件的 公声道 陛下 这是大洲皇帝 连同国书一起送来的 说是大洲现在的情况 只是因为时间不允许 还没翻译 所以 老奴也没和陛下说 有大洲的情况 你怎么不早说 李成狠狠瞪了 一言许公公 白首道 还不去翻译 许公公连忙陪笑着 接过信件 道 还请陛下稍等 老奴 这才差人去翻译 他连忙退了下去 李成也没等着 而是去准备用膳 午后 李成用完午膳后 便回到太极殿 不出意外 一切已经翻译出来 李成坐在椅子上 望着手上的信纸 一目十行地浏览而过 再看完后 他大概也明白了 心里舒服了很多 大洲帝国并没有他想象的恐怖 其实 也是内乱不止 外敌环绕 大洲朝堂 奸臣乱武 外边将军夺权 周边许多国家 对大洲虎视眈眈 随时有可能入侵 这么看来 其实大洲帝国这个 看似庞大的国家 其实也早已经腐败不堪 这就好败了 而且 加国力 应该也加不了多少 想到这 李成大大松了口气 接下来 一步步来吧 最好能一步 把两个国家都败了 实在不行 一个一个败也可以 嗯 所以下一步 他该如何做 这有点麻烦 李成皱紧了眉头思索 大唐这边有关中地区的国之四柱在 实在很难有所作为 既然如此 那他倒是可以先从大洲下手 加快大洲的败国 然后再转战大唐 不过 具体的倒是不知道要怎么办 李成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绞尽脑汁思索着方法 败国败国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成功败国 他心里莫名有 生起一个念头 会不会败着败着 把大洲整活了 他浑身打了个寒颤 不会的 肯定不会 要是这次还会 那他 他四个车轮子 好像还没吃 第98章 我是石头生的 距离李成回皇宫 已经过去足足四天 不出意外 明天便是李成 再一次检测国力的日子 李成也变得越发紧张 毕竟这是大洲附属后的 第一次检测国力 他还不知道 到底会增加多少国力呢 不由得他不紧张 此刻 李成深在基宁的静岳宫中 喝着一些补品汤 嗯 养身铁 这华锦所交代的 李成也跟着照办 至于镇西王李明 在两天前 就被他调去岭南地区了 岭南地区 是大唐所有地区中 明峰最为彪悍的地区 也是朝唐 掌控力最弱的一个地区 他将这个地区 交给了镇西王李明 这次 他没有再调 什么人过去了 他相信 单凭李明一个人 应该可以搞得定了 只是要造反叙事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而已 最主要的是 听说 李明跟在诸葛无名 和旁渊身边 学习了两天 估计能学习不少东西 这才是让他最放心的一点 李成躺在一张椅子上 悠哉悠哉地想着 身旁坐着的机宁 一如既往 再看一些大唐的传记 看到精彩处 还会忍不住扑斥一声 笑出来 这把李成 看得一愣一愣的 尽管他早已经得到姬宁 但是 姬宁的魅力 还是让他无法产生抵抗力 实在是对方太美了 反正他觉得 自己后宫之中 还没有一个人 能比得上姬宁的美丽 李成摇了摇头 回过神来 笑着问道 怎么了 什么传记这么好看 姬宁放下手上的书籍 轻笑道 陛下 臣妾偶然间 发现了一本关于陛下的传记 只是好看有趣之处 才忍不住笑出声 哦 关于朕的 给朕看看 李成这就好奇了起来 居然有人写他的传记 他心里也大概知道 这是民间瞎扯淡的 但还是忍不住好奇 金宁将手上书籍递给李成 李成接过 懒洋洋地看了起来 不过这一开头 就把他看猛逼了 传说 盘古开天之际 有一颗神石 坠落世界 在天地间孕育千年 直到当代太后 意外得重病 有神人寻来神石 磨制成粉 与太后服用 将病磨铲除 当代太后服用后 隔天立即怀孕 这一孕就是三年 直到三年后 当代皇帝 唐九世李成出世 传言唐九世之皇 李成出世之计 天地无光 日月暗淡 龙凤咆哮 更是有人在神山上 看到盘古神隐 对朝安城方向拱手作败 这特么不是瞎扯淡吗 我还是一颗石头变成的 为什么我姓脸 而不是姓孙 那要不要干脆 把大唐改国号 变成花果山帝国 李成看得 是一愣一愣的 他知道民间扯淡 可是这特么 也太扯了 还盘古 你咋不上天 金宁像 是也看出了什么 妩媚一笑 玉手靠在李成肩膀上 道 陛下 民间就是这样的 将就着看着吧 其实还挺好玩的 李成文言 点了点头 道 朕只是 感觉有些诧异而已 这倒是没什么大碍 说完 他继续看了起来 他掠过了那段 对他进行神话的 看向其他的地方 这本传记 从他继位之后 就变得更加浮夸了 超级吸血鬼 诸葛无名摇身一变 变成了屈心下凡 才华洋溢 替他治理国家 稳住了帝国大后方 这不是扯淡吗 那可是他的大唐 好战友 怎么可能出卖他 这都是假的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管这么多干什么 李成摇了摇头 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的 也很是奇怪 那个从小兵 就被他提拔 而起得寒语 其实 在天上的神将下凡 三头六臂 那三个头啊 一撞之下 就算十座朝安城城墙 都扛不住 铁头娃在世 这把李成逗乐了 好一个铁头娃 要是韩宇看到这些 怕是要哭死吧 好好一个将军 就这样变成了铁头娃 李成继续观看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临近黄昏 李成还在看着手上的传记 不得不说 这本东西写得非常不错 在这种极度无聊的环境下 有这么一本神话看 还真挺不错 就是内容主角是他 让他感觉有些尴尬 看着看着 直到外头的许公公 走进来叫他 他才回过神来 陛下 诸葛宰相在宫外求见陛下 陛下您看 事件不见 许公公走近 公生说道 李成将手上的传记放下 轻轻挑了挑眉 诸葛无明想要见他 这倒是要去见一下 毕竟诸葛无明不比其他人 这可是他的战友 他身边最能干的人之一 左手诸葛无明 右手旁圆 其事浪得虚名 李成想到这 缓缓开口道 去吧 宣诸葛无明到太极殿见阵 许公公听完 应了一声便退下去了 李成将手上那本传记放下 站起身正准备离开 像是想到什么 回头看了一眼姬宁 道 爱妃稍等 晚点阵便回来 姬宁像是想到了什么 那张绝美的脸蛋上 露出一抹红韵 起身形礼道 臣妾恭送陛下 李成点了点头 带着门外一大帮子 与林军士兵 朝着太极殿走去 他心里也有些好奇 诸葛无明会有什么事情找他 他都已经允许 诸葛无明调用国库了 还能有什么事情不成 怀着满满的疑惑 他向着朝安城内走去 太极殿内 皇帝与宰相见面 君臣相见 又是一番寒暄 李成可关心他 这个战友的身体了 东问西问 各种关心 搞得诸葛无明 感到有些无奈之外 又有格外的感动 果然 无论如何 他在陛下心里的地位 都无法动摇 他与陛下可是知己 就算旁渊来了 那又如何 旁渊始终不能做到 如他这般 与陛下心意相通 那是属于他们 顶尖聪明人的事件 爱卿 最近天气 有些变冷了 要记得多穿件衣裳 另外爱卿 你来寻朕 是否有什么要急的事情 与朕说 李成笑着询问诸葛无明 他倒是想要看看 他的这位好战友 到底有什么事情 诸葛无明闻言 微微回神 整理了一下衣裳 拱手作一道 第九十九章 科举致 诸葛无明拱手作一道 陛下 臣此次前来 共有两件事 欲要启奏陛下 第一件事 便是臣想要让陛下 将宜梁地区交给臣 由臣来为陛下整治 说完 他目光看着皇帝 充满了自信 他与陛下乃是知己 他敢相信 陛下会将整个宜梁地区 交给他的 因为他在自己府邸里 已经说了一番 关于如何整治 宜梁地区的方法 如果他猜得不错 陛下暗中的力量 早已经遍布整个朝安城 朝安城的一举一动 都在陛下的眼皮子底下 他的那一番言语 自然也被陛下听到了 他此次前来 也是向李承放出信号 表示已经知道了 皇帝的暗中力量 反正坐在太极殿上方的李承 不知道那么多有的没的 他听完 眉头挑了挑 略微诧异地看着诸葛无名 你想要宜梁地区 想贪污 行 就怕你不贪污 你喜欢贪污 我还乐意至极呢 不愧是他的好战友 他大手一挥 道 行 宜梁地区便交给爱卿 你处理 朕绝不过问 晚些时候 朕在下一道圣旨通告下去 爱卿大可放手为之 果然 诸葛无名心里 暗道一声 低着头道 那陛下 陈那番言论 陛下没什么意见吗 言论 什么言论 李承迷茫着 他也懒得多问 道 朕无意见 一切照着 爱卿你的意思来就行 也希望爱卿 不要辜负朕的信任 闻言 诸葛无名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深吸一口气 道 陛下大恩臣 永不相忘 爱卿 你这是作甚 礼成健壮 不由站起身 从上方走了下去 来到诸葛无名面前 将对方扶起 他沉着声音道 爱卿 五百官之中 当属爱卿你 最让朕放心 也是最让朕信任的 千万磨动不动 就下跪 若是礼仪如此 那朕可赐你 见地不跪的特许 最让皇帝放心 最让皇帝信任 得此君王 他诸葛无名上辈子 究竟积了何德 虽死无憾义 诸葛无名眼眶一红 再次拱手作一 道 陛下 李承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笑道 爱卿不必多说 若是想要报答阵 只要将爱卿手上的事情 做好就行了 陛下之恩 他无以为报 他只能竭尽他所学之能 替陛下 将整个帝国整理好 诸葛无名 深深吸了一口气 将心头的波涛汹涌 全部压了下去 道 锦尊陛下旨意 李承满一点头 反身重新走回了 上方坐椅上坐下 他目光带着善意 看向 诸葛无名 继而道 爱卿 你所说的第二件事 是什么 第二件事 诸葛无名闻言 脸上露出了凝重 再次对李承 深深一拜 道 陛下 这第二件事成不才 想学昔日旁原 变动律法 所以 提前询问一番陛下 变法 变法代表什么 成功那就是 国力蹭蹭地往上涨 失败那就是和旁原那样 弄得全民暴动什么的 国力蹭蹭地往下掉 李承脸色 也变得变了变 紧张地看向 诸葛无名 只不过 他看到诸葛无名后 脑袋一个恍乎 我在怕什么 这是我大堂 好战友啊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又不是关中地区的国之四主 变法就变法呗 有可能成功吗 哈 要是他这个好战友 还能变法成功 那他当场把这个太极殿 从上到下都给啃光 这么一想 李承顿时轻松了起来 他松了口气 道 爱卿 又要变动和律法 诸葛无名看李承 脸色还算正常 继续说道 还请陛下放心 臣并非大幅度 变动律法 而是想要 改掉查举制 如今各地 托一举人才 都需要靠上级汇报 然而 如今世家当道 查举制 倒是成了他们手中的工具 致使很多人才 皆被埋没 臣愈要改掉此制度 不知陛下以为如何 查举制 就类似于某某人 想要出头 就必须要让上级 推举对方 才有一个平台 施展才华 无端端改查 举制干什么 不对 李承想着想着 脸色忽然一变 关中地区国之四主 会不会也是从 查举制走出来的 查举制再怎么说 都能为大唐园园 不决提供人才 而这些人才 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又在帮助他提升国力 如此下去 他怎能回去 李承双眼一眯 他似乎找到了源头 查举制 这个东西 肯定要改 至于怎么改 李承看向 诸葛无明 问道 爱卿想要改查举制 不知可有何方法 诸葛无明摇了摇头 道 臣只是来与陛下知会一声 具体的 臣正在努力思考 等到完善之后 再说与陛下知道 李承本想点头 他皱眉思考了一会儿 查举制要改 或许可以改成 科举制这种 类似于古代考试的 所有试题 由他来出 那么就可以杜绝 有才之士的加入 或许可以行 李承念急 开口和诸葛无明 述说了关于科举制的方法 他记得 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一个大概框架 但是他框架说完后 诸葛无明整个人都激动了 脸色变得潮红不已 呼吸加快 陛下大才 陈佩服 李承点头道 你觉得可行 诸葛无明双眼闪烁着金光 道 可行 不过 具体的一些东西 陈余要询问一番陛下 李承自然点头答应 君臣两人便在太极殿上 谈论了起来 在外头的许公公见词 很有眼力近地 让几名雨林卫都往外走了几步 免得打扰到了 李承和诸葛无明 殿内这一场 关于变法查举制的谈论 足足谈了半个时辰有余 最后李承露出疲惫之色 才忍不住把人赶走了 他害怕继续谈下去 这个诸葛无明能和他扯一晚上 而诸葛无明 只能一犹未尽地离开皇宫 这次商谈 他们也确定了 新版科举制的出现 具体完善是交由 诸葛无明来完成 李承亲自负责出题 嗯 至于李承会出个什么题 那就难说了 第100章 千年寿命 一转眼 又是几天过去 这天 终于来到了 了李承的国力检测值 湛蓝色荧幕还没跳出来 李承便很严振以待了 他坐在床上 双拳紧握着 掌心中满是汗水 呼呼 他深深吸了几口气 将心头的情绪稳住 再过了一会之后 他面前一道湛蓝色荧幕 缓缓凝聚而成 来了 李承突然瞪大了双眼 他真的是第一次感到 这种紧张 以前国力检测 他再怎么样 也能稳住情绪 可是这次 直接多出了一个附属国 让他根本稳不住 面前的湛蓝色荧幕 在凝聚完成后 一道道字 从荧幕上浮现了出来 开始检测 本周国力值 检测当前 大唐帝国 国力值位 2670 奖励宿主受命 1002年 当前宿主受命 1421年 国力提升具体来源 请宿主自行查看 111002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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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李承完全傻眼了 整个人愣在原地 嘴巴长得老大 回不过神来 他 他拥有一千多年的寿命 一千年 这要怎么办 足足缓和了数十分钟 李承才勉强回神 他双目中 仍然有挥散不去的震惊 他颤抖着手 缓缓抬起 去点击那个查看 当他点击查看之后 面前占蓝色荧幕 再次一遍 国力提升具体如下 一军事 一明星 一千大洲附属 这一段段字 在显示之后 占蓝色荧幕 又是一跳 一道提示 框跳出来 恭喜宿主 国力值达到2000以上 从即刻起 一周检测一次国力 更改为 一月检测一次国力 里承面色灰白地 看着这一段段字 感到内心冰凉无比 莫大的悲哀环绕 一千年 他这要拜到猴年马月 特别是还有那 关中地区的国之四主 在和他作对 天哪 这事 把他往活里整 不弄得长生不死 是真的是不罢休了是吧 李承沉着张脸 他怀念 他怀念曾经逝去的日子 那时候 他就三十多年寿命 随时都可以拜完 如今 这败国 跟滚雪球一样 越败寿命越多 这还能不能讲点道理了 难不成他认真治国 或许能败国 别扯淡了 就他还治国呢 先不说能不能成功治国 就是成功了 那他直接弄个几万年寿命 这简直都不是人玩的 呼 李承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将自己的情绪压住 以不至于心态爆炸 我要稳住 稳住 最主要的 就是稳住 我问你个星号星号星号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我这还怎么问 特马德关中国之四主 大洲皇帝鸡舞 此仇 我记住了 若有机会 劳资 把你家族星号 都给你拆了 暴怒的李承 在心里疯狂咆哮着 在心里宣泄了半个多时辰 他才将怒气 稍微压了下去 呼呼 李承气喘吁吁地 将面前的湛蓝色光幕关掉 站起身 将衣裳穿上 跨步走了出去 打开门 外边天色 还是昏暗的 冷风吹过 带着些许寒意 在他门外 一眼望去 便能见到 有一名名羽林卫士兵站着 守卫十分三严 李承跨步走出 这些士兵 无不恭声呼喊 参见陛下 这一声 也惊动了 在熟睡的许公公 许公公也连忙 披着衣服走出来 说道 陛下 时候还早 陛下 怎么突然出来了 李承多了一眼许公公 阴沉着脸 说道 去太极殿 反正 他现在毫无睡意了 倒不如去太极殿 把第一次科举的考题 全都给做好 然后 拿去给诸葛无名 也好替换了查举制 他如今 算是看明白了 大唐帝国 想要速败 是不太可能的了 必须一步步来 一点点侵蚀 调国之根本 他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国之人才 只要每年得到提拔的 都是庸才 他相信早晚国力 会开始衰竭的 谨遵陛下旨意 百驾太极殿 许公公像是也看出了皇帝 心情不太美妙 连忙低声吩咐其他 百驾太极殿 与此同时 在宰相府中 一间香房内 微弱的烛光 在左右摇曳 房内旁原 与诸葛无名 还在夜谈着 他们谈论至今 已有一两个时辰 他们在谈论的 自然是这个科举制 在聊完最后一个细节 他们两人才松了口气 两人对视一眼 皆是松了口气 旋即喝了口茶 旁原感慨一声 道 陛下也是的 居然直接留了个框架给我们 其他变什么也没有了 细节全都要靠我们自己补全 这倒是让某挺累的 只留一个框架 其他全无 也亏他与诸葛无名 才华够强 否则 根本无法做到 将细节全部弥补 不过 他倒是蛮享受 这种生活的 比他以前那种 混吃等死的生活好多了 至少 他的才华 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诸葛无名 把手上的茶杯放下 轻笑道 旁兄 你可别抱怨了 嘴上抱怨着 你脸上 可都写满了高兴了 况且 陛下能想出框架 又如何想不出细节呢 陛下 让我等下 其实也不过是给我们机会罢了 以陛下之志 要补全科举致 有何难度 陛下给我们表现的机会 我们倒是要抓住才是 旁援听完 微微点头 大笑道 宰相说得不错 倒是某说错话了 诸葛无名 也是笑着点头 道 好了 时候已晚 就不和你再多说什么了 科举致剩下的一些细节 等完点 你我再将之补完吧 好 不过时候已晚 某刀是不好回去 想在宰相这叨唠一晚上 宰相觉得如何 旁援没有想要回去的意思 反而是想要 在宰相府住下来 哈哈 谁不知道你旁援现在 还没有府邸 想住就直说 跟我客气什么 诸葛无名笑着 白手 让一个下人 带旁援去厢房 房内 一下子就剩下了 诸葛无名一个人 诸葛无名 没有去睡觉 而是目光闪烁地 看着他房外的空院 拱手作一 道 多谢阁下今晚的护卫 倒是麻烦你了 让你也这么晚 都没休息 他搬起一张椅子坐下来 念叨了起来 阁下 你我也算相识颇久了 不如出来见见 他的声音传出 在院内回荡 但院内许久都没有动静 只有风声在呼啸着 诸葛无名也并不在意 反而像是早有所料一样 笑道 算了 我也知道 阁下 你不可能出来的 毕竟你是陛下的人 既然暗中有阁下保护 那从明日开始 我便不再带护卫 还要劳烦阁下 以后多多关照了 第101章 皇帝的态度 四日一早 李承还在继续写着考题 诸葛无名旁援 以及五百官 却匆匆而来 说是要请皇帝 重新执行朝政 让早朝再次举行 但李承 却坚持不再进行朝政 理由是没空 五百官再三劝阻 李承 还是咬紧了牙 不可能早朝 继续让他的大唐 好战友 诸葛无名代为领导 五百官无奈之下 只能放弃 最后 又离开了皇宫 匆匆而来 又匆匆而走 倒是诸葛无名 在五百官离开后 还留在了太极殿内 李承抬眼 看着诸葛无名 随意地道 爱卿总不会是留下来 继续劝朕的吧 诸葛无名摇头 微微苦笑 道 陛下多虑了 既然明知 劝陛下无用 臣怎会觉得 留下来单独 劝会有用呢 臣此次前来 事欲要告知陛下 关于科举之的事情 已经处理得七七八八了 这是近些日子 旁先生与陈毅同处理的 还请陛下过目 说着 他从他那宽松的衣袖 取出一封指信 做出递上去的样子 李承点了点头 微微摆手 一旁的许公公会议 使了个眼色 一边站着的小太监 只能苦巴巴地上去 把指信接过 上帝给许公公 许公公不动声色 检查了一下 旋即递给皇帝 李承倒是不在意 接过来打开一看 这一看 把他看得眼花缭乱 密密麻麻的字 还不带标点符号的 全部就堆成了一张纸 他差点没把手上的纸 给撕了 但考虑到 这是他的好战友送来的 才忍住了 这特么写的什么玩意 看个鬼 李承深吸了一口气 稍微平复了心情 挤出一抹微笑 到 诸葛爱卿写得不错 这个字很好 嗯 你写的内容也不错 那陛下 就这样敲定了刻举致 诸葛无名脸上 露出一抹笑意 拱手作医地说道 能得到皇帝说好 他也感到了 深深的满足 一种莫大的荣幸感 充斥在他心头 李承点了点头 深吸一口气道 就这样敲定了 关于考题的 朕也已经全部写完 你可以拿去看看 但切记保密 除了你与旁渊之外 其余人皆不可观看 只能等地方举行考试时 才可观看第一份 他将一张张纸递给许公公 让许公公拿下去 诸葛无名将纸全都接住 本想直接观看 但忽然想到了什么 抬头道 陛下 臣还有一事 又要请教陛下一番 李承挑了挑眉 问道 还有什么事 诸葛无名犹豫了一下 缓缓说道 陛下 将茶举致改成科举致 事关重大 更是碰到了 许多世家的利益 尘怕此次会引起 世家反弹 华 场面突然 寂静了一下 许公公和诸葛无名 以及其他一些小太监 却猛地感受到了 一股压迫感 仿佛一位亡者 正在发怒 下一刻 碰 一声巨响 李承面前的桌案 被掀翻 他站了起来 一指地面 怒声道 这件事 谁敢凑热闹 那就打谁 世家敢凑热闹 那就打 朕说的 派遣天下军队 哪里敢反弹 就往哪里打 让东征郡全都回来 一群亡八犊子 还翻了天 他歇斯底里地嘶吼着 那么的 每次是到关头 就有人出来捣弹 这次他绝不允许 再有什么差错 哪里敢闹事 他就往哪里打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关中四处敢闹事 他就派遣全天下军队 骑到关中地区 挖第三尺 也给他挖出来 这次他摆明了 谁也不许闹事 皇帝强硬的态度 也让殿内的人 感到了震惊 诸葛无名 也瞬间明白了 皇帝的意思 朝着皇帝 微微拱手 道 陛下 臣 明白了 李承深呼吸了一口 把心底的怒意 给压了下去 这才道 嗯 如果没什么事 爱卿 你就先下去吧 诸葛无名像是 被李承的发怒 搞得有些回不过神 愣了一会儿 才缓缓拱手 说道 仅遵陛下之令 他握着手上 那一份份试题 内心感到沉重无比 这次的变法改革 陛下 已经将态度摆明了 要是还无法完成 那要他们存在 还有什么意义 这件事 他诸葛无名放话了 必为陛下 办得实权实美 李承目送 诸葛无名退出殿外 摆了摆手 心底怒意残存 他将狼毫笔握住 拿出一份圣旨 书写了起来 正当他开玩笑的 不 他这次认真了 他要调动天下 全部军队 进入备战状态 这次改革科举致 谁敢闹事 他就打谁 绝不是开玩笑的 他败国之路 以前来说 还是太柔软了 现在的他 要变得强硬起来 另一边 诸葛无名 刚刚走出皇宫 便碰到了旁渊 旁渊扭头 刚才和诸葛无名 打个招呼 突然愣住 问道 宰相 你的护卫们呢 某还想搭你的轿子 一起走呢 诸葛无名摇了摇头 道 我这次出门 可没带护卫 没带护卫 你一个宰相出门 没带护卫 你逗我完呢 旁渊脸色奇怪地 看着诸葛无名 诸葛无名 像是看出对方的心思 摇头笑着道 放心 我没带护卫 是因为 暗中有人在保护我 他说着 目光看向一片空荡的四周 微微点头 像是在和别人打招呼 旁渊也表情怪异地 看向四周 暗中有人 在保护诸葛无名 什么人 他怎么一点风声 都受不到 犹豫了一会儿 旁渊也朝着 四周点了点头 嗯 再和暗中的人 打个招呼 既然如此 那宰相 你我一同走 旁渊邀请到 诸葛无名闻言 点了点头 将手上的指信拿出来 到 也好 陛下将颗举致的考题 交给我了 我们也好先看看 另外 陛下的一些态度之类的 我也要与你述说一二 好 那便走吧 旁渊愣愣愣 看向诸葛无名 手上的指信 也是带上了 浓浓的兴趣之意 他很好奇 陛下亲自出题 到底会出什么样的题目 第102章 昭告天下 宰相府中 旁渊与诸葛无名 都目瞪口呆地 看着面前的一份份考题 他们感觉脑袋 有些不够用 根本想不到皇帝 会出这种考题 旁渊揪了一把头发 深吸一口气 看向诸葛无名 问道 宰相 你确定你没有拿错 诸葛无名 也是苦笑不已 道 没拿错 就是这些指示 我也想不到 陛下居然会出这些考题 旁渊将一份份考题 都放了下来 陷入了沉默 眉头紧紧皱着 似乎在揣测皇帝的意图 诸葛无名见状 也迅速调整状态 思考了起来 他可是陛下 唯一的知己 在揣测陛下 圣意这方面 他必须要当第一 只是旁渊 也是个聪明人 恐怕他稍微松懈 对方都有可能 取代了他的位置 不行 他一定不能让旁渊超越了 任何方面 他都可以让别人超越 唯独揣测陛下 圣意这方面 他不能让 诸葛无名较劲 脑汁思考着 他目光一直看着 那一份份考题 那些考题上 有很多份 内容也全是不一样的 比如他面前那一张 用来现实的考题 上面写着一句话 假如你是一地县令 你需要在一个月内 令整个县城 民不聊生 请问你会怎么做 又有一张纸上面写着 假如你是一方地区总兵 你心怀反意 你如何隐藏反意 令朝堂部发现 同时积攒力量 还有些稀奇古怪的考题 如果你父亲 与你母亲 同时掉河里 你会先救谁 此题会公诸于事 谨慎发言 如何另一个国家表面上 是增强国力 实际上是衰败国力 结合自我理解 写一篇不少于一万字的章 如何给一头母猪 做产后护理 假设你是一名青楼女子 需要接待三千名客人 才能离开 请问你如何安排时间接客 这些考题 别说是考生 就是他诸葛无名 都有些不会回答 难 难到了极点 可陛下有怎么可能 会出这些考题 又是败国 又是母猪产后护理的 提拔人才是这样提拔的 诸葛无名眉头紧紧皱着 陛下的意思 真的是越来越难揣测了 这些考题 究竟有什么意思 不对 诸葛无名突然颤抖了一下身躯 他似乎太过惯性思维去想了 这些考题 难是难 但是如果有考生 真的能答出呢 那必然是一方领域的顶尖人才 而且 就算大部分考生 答不出的 也可以根据才能 将之分配到全国各地 这才陛下的意思 我懂了 诸葛无名双眼一亮 看向庞原 略微激动地道 庞兄 别想了 我已经明白陛下的意思了 你明白了 庞原挑眉 站起身 拱手作一道 还望宰相赐教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诸葛无名和庞原细细说来 当庞原听完后 也是忍不住喝彩 宰相高明 一席话说完 让某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论其揣测陛下胜意 某中纠差了宰相你太多 庞原叹息连连 他与诸葛无名 算是互补的类型 一个长于军略 一个长于治国 可他却没有 诸葛无名会揣测胜意 比起来 他还是比诸葛无名 稍训了一筹 你我皆为陛下效力 有什么差不差的 若是无事 那我们这就将科举之昭告天下 然后 第一场相试 也可以举行起来了 诸葛无名摇头一笑 显得风轻云淡 只是他的眼眸之中 还是有着几分骄傲 论揣测胜意 普天之下 他就是第一人 他也是和陛下 一个世界的人 庞原文言 微微皱了皱眉 到 宰相 虽说如今 你我对各个地区 掌控力都很强 可是 毕竟这触及了 太多世家的利益了 是不是在缓缓 诸葛无名摇了摇头 到 陛下调全天下军队了 这是在证明陛下的决心了 你我拖延 岂不是误了陛下的大事 放心吧 陛下可不止明面上的力量 更有暗面上的力量 这一切 都在陛下的布局之中 若是世家不敢动你就算了 要是敢动 他话语一顿 语气突然变了 接着到 要是世家敢动 那陛下 也正好将这些世家一起收拾了 旁渊健壮 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点头答应 全力调动军队 一旦世家有变动 便直接镇压那些世家 朝安城内 一道道命令 发向天下各地 当命令传达到了天下 各个地区时 天下各地 都沸腾了起来 无数百姓在欢呼 高喊陛下万岁 可举致的出现 纵然是比较忙的百姓 也看得懂 不论身份 只要能考中 便有机会一飞冲天 这是皇帝 给予平民百姓 崛起的机会 整个天下 都在欢呼 特别是寒门世子 心中 对皇帝的感激 达到了一种 无以伦比的层次 他们寒门之人 本就示威 以往要出头 都需要贵族世家 来帮忙 可如今科举之一出 简直就是给寒门 摆出了舞台 许多胸怀大志的寒门世子 在得知科举致之后 全都跪在了地上 不断高呼 陛下万岁 当然了 寒门的高兴 付出的代价 自然是世家的愤母 世家得知 科举致要取代查举致时 一个个都气得暴跳如雷 其中当属 河中地区的世家 最为甚 河中地区 全是最大的世家富家 此刻 富家大堂内 一名名掌权人 全都脸色阴沉地坐着 对皇帝此次的动作 感到了很不满 其中一人 冷声道 皇帝怕是顺风顺水多了 忽略了我们这些世家的影响力 我提议 该让皇帝感到恐惧一下了 其余人闻言 全都附和 我也同意 我们富家 世代名门 礼堂 江山 有多少官员 出自我富家 如今皇帝居然感动我们富家利益 这绝不能忍 对 家主 你一句话 我们富家 绝对要让皇帝付出代价 这群人左一眼 右一语 但坐在富家大堂中央的那人 却始终没说话 只是 脸色阴沉地看着面前一张纸 那是朝安城传来的消息 第103章 司马懿 富家大堂 富家家主妇青红 脸色阴沉地看着他手上的一张纸 朝安城内传来消息 当今皇帝 极度重视这一次科举志 举天下之兵 欲要镇压天下世家 若是世家 胆反对这次科举志 就要面对整个大堂 皇帝 这是疯了吗 富家红手掌都在颤抖 莫名有股寒意 在他背后涌动 皇帝 居然完全无视世家了 铁了心要完成科举志 面对天下世家 有可能暴动 皇帝的选择 居然是铁血镇压 堂九世皇帝 好疯狂 富青红内心陷入了无穷纠结 难道他们就要放任皇帝动作 查举志被更改 那他们世家 简直是被重重削了一刀啊 可选择反抗 没看到现在还没有世家 选择出头吗 他不确定皇帝是摆样子 还是真的下狠手 但是他知道 第一个出头的 肯定要挨打 算了 静静等待吧 等有人出头先 他们富家虽强 但也强不过大唐皇室 必须等 等到有人掀起大旗 他们再跟上就好 富青红如此笑着 心里冷笑 皇帝啊 皇帝 给你好日子 你不想要 那我们只能给你找点麻烦了 他心里正想着 突然有名家 丁快步跑路 那家丁脸色 充满了焦急 家主 家主 事情有些不妙 那家丁 很匆忙地大喊着 富青红看了一眼家丁 冷哼一声道 天塌下来 我替你撑着 有什么事那么慌 那家丁稳住情绪 贵福在地 到 家主 不是我着急 是事情实在太急了 关中地区那边来报 皇帝调遣东征郡 将关中地区全部包围 无人可出 无人可进 关中地区的那些世家 我们这边全都联系不上了 哗啦啦 场上众人都瞪大了眼睛 有些回不过神来 皇帝玩真的 东征郡谁不知道 全都是精锐 居然全被调去 还把关中地区 全都围了 这是打算把关中地区的世家 全都跟出了 还是说 想要以此警告 他们这些世家 敢动弹一下 就要想想他皇帝的军队 在场诸多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有些迷茫 最后琪琪 把目光落到了 傅清红身上 傅清红皱紧了眉头 她在思考着 只是无论她怎么思考 都想不出什么 难道皇帝真的是玩真的 去请司马先生过来 傅清红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摆了摆手 吩咐了一句 或许 这个人 能帮助他们 看清眼前的局势 场上众人听到 司马先生 这四个字 都不由眼神一鸣 显然他们都听说过这个名号 大概过了一会儿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那家丁再次回来 还带着一名士 那是看起来 大概三十多岁 身穿灰色衣袍 一头黑发散乱披着 面容很平凡 但那双眼睛 却闪烁着一种异样精光 司马先生 场上诸人 在看到了这事时 齐刷刷站起来 朝着是稍微拱手 事也不敢拖大 一一还礼 傅清红快步 走到了事的面前 扶住了对方的双臂 到 司马先生 你终于来了 是司马一面无表情 朝着傅清红拱手作一道 敢问傅家主请我来 有何事 他乃是河中地区 有名低事 自身才华横溢 却不狂妄 在河中一带 是公认的人物 名声很高 敢问柯举之的事情 先生是否已经全部知道了 傅清红装作皱皱地问道 司马一点了点头 到 自然知道 说起科举致 那我也大概知道了 傅家主请我来干嘛的了 想必是询问一番 关于科举致影响世家的事情吧 傅清红点了点头 承认了下来 他没有什么诧异 以对方的才能 要是猜不到这些 那他才诧异呢 司马一见状 接着道 那在下劝傅家主 不要轻举妄动 当今陛下颁布此制度 怎么可能 想不到世家会有所动作 根据诸葛思想来说 恐怕这是 当今陛下的布的一个局 等的就是诸多世家 自己跳进来 况且 科举致 是以考试为目的 终者可进及 只是等同于 给了寒门一个机会罢了 至于这个机会 寒门能不能争取到 这就难说了 难道傅家主认为 世家培养之人 还不如寒门不成 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 其实科举致 对世家的影响 并不算大的 但若是世家 敢有任何动作 却是恰恰中了 当今陛下的布局了 他侃侃谈 语气很是平淡 既不狂妄 也不过分低调 一切显得很平淡 他的言语 却帮住场上诸人 都分析了当前局势 一个个听完 都不禁心底一沉 这是皇帝的布局 皇帝有可能 不这种局吗 还真可能 从皇帝的动作来看 每一次布都是一场布局 更何况 如今皇帝 身边可不止诸葛无明一个人 而是还有一个狠人旁缘在 这个狠人 可是敢变法的人 而且 当今的皇帝 西域那边有大洲军队 在驻守 东边是大洲这个附属国 根本完全无压力 不搞他们世家 那还能搞谁 想到这 一个个人都沉默了 最后 把目光堵落到了 父亲红身上 这个他们做不了决定 还是由家主来吧 父亲红看到 所有目光聚集在他身上时 他脸色就变了 一瞪眼 到 都看我干什么 除了狗诈 你们还有什么办法 众人闻言 一阵沉默 也只能选择这个办法 司马懿见状 站出来道 父家主 既然无其他事 那在下 便先告辞了 另外 父家主也可以准备一下 家族内要考试的人了 听说和中地区的相识 快要开始了 说完 他便起身朝着 外边走了出去 他对这次相识 充满了自信 当今天下有多少人 才能超过他 恐怕根本不足一手之数 所以这些人出的题目 又怎么可能拦得住他 对他而言 说是考试 倒不如说是一场玩笑而已 司马懿表面上平淡 实际上却对自己的才华 充满了坚定 这次考题 他 不放在眼里 第104章 卖东西的皇帝 第三个 南木地区 其最大的家族 周家之中 周家家主周来世 同样得知了 关于科举制 是皇帝布局的消息 只是他的选择 和河中地区 父亲红的狗不同 他的选择较为伶俐 他不打算搞反对 但他要给皇帝一点教训 比如把那个科举 治完善人之一的 诸葛无名给干掉 周来世为此 请了江湖上 赫赫有名的杀手 李丘然前来 在一座院落内 周来世在见杀手李丘然 一千两 干掉大唐宰相 诸葛无名 周来世 是一名胖子 看起来极具富态 眯一着眼 白手说道 而李丘然是一名 穿着黑衣 戴着斗笠 手持常见的女子 整个人站在那 隐隐约约 有种杀气环绕 一万两 李丘然很平淡地说道 她的声音很清零 月儿 十分动听 九千两 周来世不肯松口 身为一家家主 她当然秉承着 能省一点 是一点的原则 一万两 再多说一句 我可以亲自出嫁 买你人头 然后我来杀你 李丘然 那双藏着斗笠之下的美眸 闪烁着冷意 将手上的长剑 稍微拿了起来 威胁之意 不加掩饰 好 一万两 周来世 吓得够呛 擦着额头的汗水 吞了口吐沫 心里在怒骂 给她找这个杀手的人 有你这么请杀手的吗 居然动不动 就想要杀雇主 这特么是人干的事情吗 李丘然闻言 多了一眼周来世 到 今天之内 把一万两 送到月来客栈 不然 你就等着给自己收尸 说完 她脚下连点 身影迅速消失在院落内 我特么 这谁请的杀手 周来世气的脸 都有些白了 但她还是没什么动作 莫必要 和一个亡命之徒较劲 来人 送一万两 去月来客栈 她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 她要的只是 大唐宰相诸葛无名的人头 这个皇帝 真是当得太顺风顺水了 她不给点教训 这个皇帝明年 是不是要把他们 都给抄家了 另一边 朝安城内 一辆马车 从皇宫而出 带着几十名护卫 由张虎统领着 保护马车 马车很顺利地来到了城内 并且停在一间客栈前 马车内的人还没出来 张虎却很识相地进去 将整间客栈 都给清空了 然后出钱 将客栈都包了起来 马车内的人 这才走出来 赫然是李承 以及姬宁 姬宁陪着李承下马车 不禁问道 陛下 我们出来朝安城 是来干嘛的 李承握着对方的御手 走进客栈内 一边走一边道 出来随便逛逛啊 反正闲着 也是闲着 姬宁翻了个白眼 她差点就信了皇帝的话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闲着也是闲着 说其他人 她可能相信 但是 说她的皇帝夫君 她是打死不相信的 因为她知道 皇帝其实无时不刻 都在思考着国家大事 只是表面上 才装作无所事事而已 李承带着姬宁进客栈 整顿一番 便出去朝安城 街道上线逛起来 她明面上 只带着张虎保护 暗面上 她也不知道 张虎安排了多少人保护着 反正 她感觉她安全得很 光是这个张虎 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敌的了 那恐怖的力量 她至今还记得呢 所以她一直都对自己 这个护卫 非常自信 李承陪着姬宁 走在街道上 两人闲聊 一边聊一边走 犹如一对世家出来的夫妻般 任人都不会想到 这两人 一个是宫内嫔妃 一个是当代皇帝 两人一路走着 张虎跟在身后 跟电灯泡一样 忽然 有一名中年小贩 跑了过来 咧嘴笑道 老爷 老爷 我这里有秦朝时期 留下来的铜钱 家传之宝 老爷 你要不要买没 回去收藏 张虎见状 皱了皱眉 还想要上去 将这小贩拎走 李承却摆了摆手 到 秦朝的铜钱 拿来看看 那小贩见状 咧嘴笑了笑 把一枚生锈的铜钱 递给了李承 李承接过看了一眼 这枚铜钱 和大唐的没什么区别 就是生锈了些 然后铜钱上面的 开通元宝 四个字没了 换成了大秦两个字 他嘴角疯狂抽搐着 这特么骗白痴呢 大秦的字和大唐 可不一样 你这用大唐字 写的大秦 你和我说是 秦朝时的铜钱 李承脸色怪异 看了一眼那中年小贩 道 莫人和你说过 大秦的字和大唐不一样 为什么我看得懂 这上面的字 你就算作假 好歹也弄几个 让我看不懂的字 那中年小贩 脸色一僵 连忙跪地道 老爷 我也只是想要 浑口饭吃老爷 念在我上游小夏 游老的份上 放过我吧 如今 朝安城的治安 一直在整治中 要是被拉去报关 那他就完了 李承静静 听着对方的话语 深深吸了一口气 上游小夏游老 这是什么操作 你想要学 怎么把这些铜钱 卖出去吗 李承忽然心生兴趣 看向这中年小贩问道 中年小贩愣了一下 有些没有回过神 你这没铜钱 卖多少钱 李承掂量了 一下手上生锈的铜钱 问道 中年小贩有些猛逼的道 卖酒钱 你还有多少枚 李承又问道 还有几百枚 中年小贩声音 有些小的道 跟着我 然后看好了 我教你 什么才叫做卖东西 李承笑了笑 握着那枚铜钱 走到比较热闹的地方 机宁和张虎都跟上了他 那小贩愣了愣 还是选择跟上李承 前方 李承走到了一处 人流量比较高的地方 和张虎嘀咕了几声 张虎脸色变得怪异 但还是点了点头 走到一旁 扯着嗓子大喊了起来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祖传的铜钱 源自秦朝时期 现金出售 只卖九百钱 绝对是真的 假一赔十哈 扑 一旁跟着的小贩 差点没吐血 九百钱 你这要是能卖出去 劳资当场道理拉锡 并且在锡上面洗头 第105章 假一赔十 张虎的吆喝 一下子就引起了 许多百姓的注意 百姓的本质 都是喜欢看热闹的 纷纷围了上来 看向李承这边 一个个都在述说 或是谈论着话语 假一赔十 真的假的 敢说假一赔十 应该是真的 秦朝的铜钱 遗传下来 很值钱呀 可是我现在没有九百 不如大伙借我一点 拉倒吧 你个臭毒鬼 欠我家几头鸡 还没还呢 嘿嘿 过几天就还 唉 不是兄弟 我说你 你有时间赌 还不如待在家里 你不在家 你家里 可就剩下你媳妇一个人了 剩下我媳妇 一个人怎么了 没事 多吃点菜 隔壁老王送来的 多吃点 张虎看到这么多百姓围过来 脸色也是 变得有些凝重 对暗处的护卫们 使了个眼色 暗处的护卫们会议 全都摸了上来 待在那些百姓们的身边 确保 一旦皇帝有任何危险 他们就直接出手 营救皇帝 李承倒是不在意 他走到张虎身边 吩咐了几句 张虎点了点头 接过一枚 生锈铜钱 抬手拿起来 高声道 这便是大秦的铜钱 只要九百钱 先买先得 假一赔十 假一赔十 这句话还是另一些人 有些心动 其中一名富商健壮 跳了出来 到 我买了 这是九百钱 你可以数一下 他取出腰间一个钱袋 递给张虎 张虎接过 看了一眼李承 像是询问下一步 李承走出一步 将钱袋接过 丢给那小贩 同时和小贩说道 再拿十枚铜钱给我 那中年小贩愣了一下 看了看手上 沉甸甸的钱袋 将十枚铜钱取出 递给李承 李承将十一枚铜钱 递给那富商 笑道 不拖不欠 已经出售盖部退换 再也不见 告辞 说完 他带着基宁 以及张虎离开 那中年小贩 也连忙跟上了李承 原地那富商脑袋 转不过弯 呆呆看着手上十一枚铜钱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另一边 李承等人走远 那中年小贩走到他旁边 有些惶恐的道 我们这是在骗人 假意赔十 直接拿十一枚给对方 这可不就是在骗人吗 李承感到好笑 站住脚 回头看了一眼 那中年贩子 道 你刚刚难道不是在骗我 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你管这么多干嘛 反正钱在你手上 这个锅我背 你怕什么 真的是 好了 别跟着我了 自己去玩吧 他只是偶然起义 才想着玩一下 现在兴趣过去了 自然进入了闲者模式 至于骗人的代价 他是皇帝 他怕谁 中年小贩 看着手上的钱袋子 咬牙道 阁下可否告知姓名 阁下好歹也是帮了我 若是以后有机会 我必定报答阁下 李承文言 顿了一下脚步 笑道 以后如果有机会 你自然会知道我的 再会 好好回去养你的 上有小下有老吧 他压根不放在心上 快步离开了这里 那中年人小贩 愣愣看着李承离去的背影 握紧了钱袋 喃喃自语 此 我迷郎记下了 未来有机会 必会报答你 他注视了许久后 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在宰相府内 诸葛无名正 在院子内看书 目光一直盯着书籍 没有注意到四周 而在院落之外 一处屋顶上 李丘然悄然而至 身形如鬼魅 毫无任何动静 他斗立下的双眸 一直盯着下方的诸葛无名 默认护卫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院子外 他目光扫过院子外 还是没人护卫 李丘然看了一眼 双方距离 大概在十秒内 他能直接将诸葛无名 刺个透心凉 可是 不可能这么简单吧 对方可是一代宰相 怎么可能没人护卫 要是没人护卫 那这个刺杀任务 也轮不到他来 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一种可能性 诸葛无名的护卫 一直躲在了暗处 而躲在暗处 他发现不了 就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便是对方武功 还要在他之上 第二个 便是对方 擅长隐秘这方面 无论哪个方面 他觉得 在没有查清楚之前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先隐藏着吧 最好能等到 在暗处的那护卫出现 不然不好动手 李秋然选择折服了下来 他整个身子都趴在屋顶上 像是与周围融为一体 一动不动 连呼吸都变得很轻 他很清楚 这次的一万两 肯定很不好拿 说不定 一不小心 他也要搭上自己的性命 必须稳中求稳才行 李秋然将心静稳住 目光一边看着下方的诸葛无名 一边思考着 等这次一万两拿完了 他就可以经分洗手了吧 嗯 一万两 足够他未来开销的了 等这笔钱完事了 他就可以远离一切纷争了 想到未来远离纷争的生活 他的美眸中 闪烁起了另类的光芒 而在院落内的诸葛无名 并没有注意到 依旧在翻看着书籍 他这一看就是半天 直到天色渐渐漆黑 管家来提醒 他才回神 诸葛无名将书籍放下 转身又去吃了顿饭 然后去房间披改宫 直到深夜 还没入睡 在屋顶的李秋然 一直看着这一切 美眸闪烁着光芒 这个在暗中守卫 有点东西啊 居然耐性这么强 会不会 其实根本没人 在暗处保护诸葛无名 一切都是他想多了 还真有可能 要不要出手试试 李秋然美眸 看了一眼四周 以自己的身手 要是一击不成 逃跑的几率 还是蛮大的 除非真的有暗处的护卫在 并且那护卫武功 比他还高 才有可能缠住他 这时 他被抓 只是这样的几率 应该不大 他还是很想试试的 指不定根本没什么护卫 那他就可以直接杀完走人 远离朝安城 这个是非之地了 说实话 在皇帝眼皮子底下 杀宰相 还是很有心理压力的 所以还是快点走了比较好 李秋然想着 将一柄匕首拿起 准备发起攻击 下方房间内 诸葛无明却突然 第106章 暗中护卫 房间内 诸葛无明像是将弓 全部批改完了一般 将手上的狼毫比放下 本想入睡 忽然之间 他看了一眼窗外 诸葛无明将一张凳子 搬到了院落 坐了下来 目光扫视着四周空荡荡的院落 他直觉告诉他 附近是有人的 以前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今晚的感觉 特别的强烈 暗中的护卫 应该放松了不少警惕 才会让他有这种感觉吧 嗯 一定是这样的 看来这些日子 他天天陪着 那暗中的护卫聊天 是有效果的 老伙计 我又来烦你了 哈哈 诸葛无明 很是轻松地开口说话 声音在院内响彻 他说话的同时 目光也看着四周围 但四周无任何声音回应他 他也见怪不怪 心中感慨着 陛下给他派来的护卫高手 实在是敬念 哪怕到了这种时候 依旧不肯露出一点马脚 或许 这便是陛下的暗中力量之一吧 身为暗中的力量 无论任何情况 都不会暴露 拥有绝对的职业精神 真不知道 陛下的暗中力量 究竟有多么恐怖 他知道 他看到的 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老伙计 也不知道 你长什么样子 不过 你这隐秘的功夫 也算了得了 哪怕到了今天 我依旧发现不了你 诸葛无明 继续自言自语着 他看着四周 继续道 不过 我倒是很好奇 陛下到底安排了多少 暗中的高手在守护我 应该不止一个人吧 暗中的老伙计 可否告知我一二 他说完 再次看着四周 可四周依旧无人回应 只有风声在呼啸 诸葛无明 看到无人回应 叹息了一声 随即道 无论如何 还是要多谢 暗中的老伙计 陪我到深夜 我这就打算入睡了 暗中的老伙计们 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说完 他转身返回了屋子内 呼呼 微风吹过院落 卷起不少尘土 在一间屋顶上的李秋然 却浑身紧绷了起来 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 刚刚诸葛无明说的话 让他瞬间明白了 有很多人在暗处 保护着诸葛无明 还是当代皇帝派来的 而且根本不止一人 他刚刚居然想要发起攻击 要是他真的发起攻击 那他恐怕现在都遭殃了吧 面对一个护卫 他可能有几率逃跑 可要是面对数个武功 都算不错的护卫 那他绝对撑不住 他 刚刚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李秋然现在想的 不是怎么刺杀诸葛无明 而是想着 怎么样才能不动声色地离开这里 他怕起身离开 闹出的动静太大 会被发现 等 等到深夜 人最放松的时候 他在静悄悄离开 李秋然咬牙 继续潜伏着 他就知道 这一万两 不会那么容易拿到 果然如此 大唐宰相 不是那么容易刺杀的 时间一点点流逝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直到夜深人静之时 李秋然才动了起来 他很小心地从屋顶上缓缓退去 动作很轻 生怕引起暗中护卫的注意 当他耗费九牛二虎之力 离开宰相府后 整个人都好像虚脱了一样 靠在墙上 气喘吁吁 一身黑衣 都被冷汗打湿了 该死有暗处的护卫在 我根本不能轻易得手 李秋然有些后悔了 他为什么要盲目来刺杀大唐宰相 以如今大唐的影响力 一旦他得手 恐怕大唐境内 他独无处可逃 恐怕就是大洲那边 他也不能逃进去 唯一的生路 就是西域 这样真的值吗 不管值不值 既然已经接下了 那我就要完成了 李秋然咬着阴牙 看向静谧的宰相府内 转身离去 他要制定一系列计划 等到他下一次来的时候 定要只取诸葛无明的人头 四日一早 庞原带着大队人马赶来 那些人马 全是朝安城内的守军 庞原急匆匆而来 不顾家丁阻拦 直接就冲入了 诸葛无明所住的厢房内 诸葛无明刚刚起床出来 也是被庞原这动静吓了一跳 庞兄 这么早你带这么多人来 想干什么 诸葛无明表情略微怪异地说道 庞原看到诸葛无明 却是大大松了口气 他也不顾任何形象 坐在了石墩上 道 看到你这家伙 没事 我就放心了 就在之前 我被刺杀 心亏护卫来得及时 不然我的人头可就不保了 我猜测 既然有人刺杀我 按照那群世家的尿性 肯定也有人刺杀你的 这才火急火燎地赶来 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他气喘吁吁 可见 他的确是很匆忙赶路而来的 诸葛无明倒是感到诧异 庞原被刺杀了 因为科举制动了 世家利益的事情 可是庞原终究只是主谋人之一 算起来 他比庞原还要贡献更大 要是有人刺杀庞原 那肯定也有人会刺杀他的 可他压根没见到 什么刺杀的影子 难道是被暗中的护卫挡住了 可这也没道理啊 他诸葛无明有暗中护卫 庞原肯定也有 那庞原为什么会遭遇刺杀 难不成 陛下因为和他是知己的原因 顽天心 对他的护卫人数加多了 所以才无形中瓦解了刺杀 还真有可能 想到这里 诸葛无明内心划过一阵阵暖流 对皇帝的感激 已经无以伦比了 这便是知己啊 庞兄没事就好 我这边也没什么事 诸葛无明当然不能将这些说出来 免得庞原想太多 庞原点了点头 目光闪过灵力 道 不过这次事情 却不能这么轻易算了 世家既然敢这样出手 不仅仅是要来你我之性命 更是在挑衅陛下的威严 绝不能这样算术了 走 诸葛兄 你我一同进攻 面见陛下 诸葛无明自无不语 两人在大队守军的护卫下 向着皇宫方向走去 只是诸葛无明 在临走前 还是偷偷地向着四周围拱手作医 算是谢过那些暗中护卫的保护了 第107章 去青楼考试 什么 有人刺杀你们 谁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 朕的人也敢动 太极殿内 李承的咆哮声传出 李承坐在椅子上 气喘吁吁 胸口上下起伏 就差再把桌子给掀了 他的两位败国主力 居然有人敢刺杀 这是在打他这个皇帝的脸 他左手旁圆 右手诸葛无明 这可是他败国的根本 要是折算了一尾 他都要感到绝望 如今居然遭到刺杀 李承因沉着脸 望着殿内的旁圆 与诸葛无明 刀 你们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旁圆与诸葛无明对视一眼 旁圆站了出来 拱手作一道 启禀陛下 如果臣所料不错 是天下那些世家干的 至于是哪个世家 这就不太清楚了 世家 李承双眼微微瞪大 这些世家 是和他盪上了是吧 铁了心阻挡他败国 关中地区的国之四主 指不定 就是世家出来的人 他心里默默给世家 打上了敌人的烙印 以后有机会 他要把这群世家 全给铲除了 不过 敢刺杀他的人 不付出代价 是绝对不可能的 查 两位爱卿 此事还要麻烦你们了 把与此事有关的世家 全给朕揪出来 李承眼中闪烁着寒意 他最讨厌的 就是这种挡路石了 有一个 他绝对要灭一个 就和被他调去 宜梁地区的那些忠臣一样 全特么都是挡路石 要不是有这些人 他至于寿命 达到了一千多年 庞原和诸葛无名 也被皇帝的语气 吓到了 在稍微一愣神之后 他们齐齐拱手道 谨遵陛下旨意 李承微微点头 平息着心中的怒火 深吸一口气 道 若是无事 两位爱卿便退下吧 他觉得 他该去找一下 姬宁清树心事 谢一下怒意 诸葛无名却站了出来 开口道 陛下 臣这里还有一事 科举制如今已经颁布下去 相事也快要开始了 会试的事情 臣觉得也该进行准备了 李承制定的科举制 和其他的不一样 公分为相事 会试 电视 相事既是各个地区进行考试 前三者 可以晋级 来到朝安城进行会试 再前三者 则是可以入宫 面见皇帝 进行电视 里承文言 挑了挑眉 道 这些事情 尔等准备即可 无需禀告于朕 他的意思是 你们随便玩 怎么贪污都行 我都不管 也的确如此 他的目的只是将国之人才 全部取代成贪官 至于其他的 他表示随便这些大臣玩 越败国他越开心 诸葛无名劲儿笑道 陛下 会试的地方 只是定在朝安城 可是具体的 臣不知道定在哪里 还请陛下指示 会试地点安排在哪里好 会试地点 里承皱眉 他手掌摸了摸面前的桌案 在思考着朝安城内的各个地点 最后双眼一亮 他想到了个好地方 春风院 一个神秘的地方 俗称青楼 他觉得 把会试地点 安排在这里 那么就算 乡市有什么才干超强的 漏网之余 进入会试 他也能将之淘汰了 在这种封月场所考试 他打死不相信那些 才能强大的人 能安心考试 就把地点 定在春风院吧 里承十分满意地说道 他话音落下 诸葛无名整个人 愣在当场 他没听错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春风院 青楼 去青楼考试 旁渊刚来 朝安城不算久 也不知道 春风院是什么 他倒是没觉得有什么 而是拱手作一道 仅遵陛下旨意 诸葛无名瞪大了眼睛 看着对方 你 嗯 那这事 就这样敲定了 好了 没事 你们就出宫去吧 里承摆手 懒得和这两人 继续磨叽 跨步便朝着殿外走去 他可没啥心思 陪这两个扯 他觉得 后宫比较适合他 百驾进月宫 徐公公看了一眼两人 摆手高声喊了一句 皇帝离去 原地诸葛无名 与旁渊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眼瞪小眼 大概过了一会儿 诸葛无名悠悠地道 旁兄 你可知道 春风院是什么地方 旁渊一脸茫然 道 春风院 春风院 还能是什么地方 应该是客栈吧 诸葛无名摇了摇头 叹息一声道 春风院是青楼 也就说 会市的考场 定在了青楼 他是打心底没想到 陛下会将考场 定在青楼的 或许在青楼考试 更能磨练 各类人才的心性 可这传出去 也不好听啊 我今天去考试 嗯 会市 去哪里 去青楼啊 旁渊文言 也是愣在原地 春风院是青楼 这两人在一阵 错愕之中 走出宫外 诸葛无名 在出宫之后 便与旁渊分道扬镳了 他独自走回宰相府 也不担心自己的安危 因为他知道 他的身边 有数位老伙计 隐藏在暗处保护着他 一般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 有什么人能刺杀得了他 想到这 他步伐都嚣张了许多 在大街上走着 在一处屋檐上 李秋然偷偷摸摸地 跟着诸葛无名 他是打算摸清 诸葛无名的动向 并且将对方身边的 护卫隐藏处 全部搞清楚 等一切都搞清楚了 他才能准备动手 只是 李秋然一边移动 一边观察着 诸葛无名的四周围 并没有发现有人跟着 可诸葛无名 那么嚣张的步伐 明显是有底气的 难不成 对方身边的护卫 武功都高了这种地步 即便在行走中 也不露任何动静 这特么还是人 是鬼吧 李秋然吞了口吐沫 额头相悍淋漓 他有些感到害怕 皇帝身边的人 都是这么恐怖的 他也听说过 曾经那个以一敌百 有万夫莫敌之勇的张虎 被皇帝招募了 可他没听说过 皇帝身边 还有一堆武功 如此的得人存在 不能动 绝对不能动 必须将一切摸清楚 再动手 哪怕时间九点也没关系 李秋然深深吸了一口气 继续潜伏着 跟随诸葛无名 第108章 他司马一臂过相识 永乐宫前 陛下驾到 一名小太监尖锐的声音 响彻整个永乐宫内外 李成走到永乐宫前 阴沉着的脸 努力转换成笑脸中 他才在静月宫待了没多久 啥事都没干 甚至连话都没和基宁 多说几句 就有人传话 说太后 请他来永乐宫 本来李成还不想去的 可是在基宁的劝告下 他还是听话 来了永乐宫 只是心情不怎么样美妙 李成跨步 走入永乐宫 摆了摆手 身后许公公等人驻步 把守在宫外 守护着永乐宫 李成进入永乐宫 目光扫膳过 一眼便看到了坐在不远处的太后 她走了过去 太后也站起身 点了点头 到 皇帝 来了 李成虽然心情不好 但还是选择将情绪稳住 声音不冷不热地道 嗯 母后 朕来了 太后露出一抹微笑 一纸下面一张椅子 到 坐吧 皇帝 来人 还不给皇帝倒茶 一名宫女闻言 连忙上来 帮皇帝倒了杯茶 李成坐下来 看了看那杯茶 并无任何动作 而是淡淡看着太后 问到 母后 传唤阵来 是有何要事吗 太后也坐了下来 轻轻点头 到 这次主要是想要询问一下皇帝 为何后宫那么多人 却独宠大舟公主一个的哀家觉得 皇帝应该多在其他人那边入侵 这样也好 为大唐皇室开支散业 嗯 嗯 李成挑了挑眉 是这是啊 难道他独宠机宁 已经导致后宫已经乱起来了 太后看不下去 所以来和他述说 还真有可能 看来 他的败国 也不算完全失败 至少后宫这边 他成功了 嗯 母后 朕明白了 李成想到这 心情也好了不少 语气变得轻快了 太后听到皇帝答应 也是松了口气 他还真怕皇帝不答应呢 他摇了摇头 道 皇帝 你的功绩 哀家 也是有所耳闻 唐历久世至今 到了你这一时 也的确是再次光辉了 但你却要早日诞生子嗣 否则 一旦出现什么差池 恐怕皇帝你稳固的江山 就要再次动摇了 差池 就是说 我有可能挂掉 如果没有子嗣纪尾 大唐会乱 我还真希望挂掉 可是这个千年寿命 他想着要败掉都头疼 李成无奈地摇了摇头 玄疾道 母后 朕都明白 既然明白 那皇帝若是有事 也可先离去 若是无事 倒是可以留在永乐宫 陪哀家用善 太后轻声说道 李成犹豫了一下 选择起身告辞 重新返回靖月宫那边 在皇帝离开后不久 林轻一才从一旁出来 走到椅子上坐了下来 长长松了口气 太后看着林轻一 略微心疼地道 也是难为你了 一个人管了这么大的后宫 林轻一却是露出一抹明媚的笑容 道 这不正是陛下 说我入后宫的原因吗 替陛下将后宫稳住 是我的职责 只是最近有很多人 有些忍不住了 想要对姬妹妹动手 我怕我有些控制不住 才叫姑母 请陛下过来的 既然陛下答应了 想必一切都迎刃解了 她那张小脸上 露出了疲惫 太后心疼地摸了摸 林轻一的脑袋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她对后宫也是 有所耳闻的 皇帝独宠鸣 导致很多选事 都有些不耐烦了 虽然在林轻一的调解下 很多人都压住了一切 等待皇帝恩宠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 忍耐不住 想要搞事情 也亏林轻一本事颇高 将那些人都镇住了 说起来 这也皇帝 手段高超吧 按照林轻一所说 皇帝当初 正是看到了对方的才能 才收对方入宫了 她生的这个皇帝啊 她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论功绩 别说先帝 就是其余几位皇帝都比不上 已经直追唐太祖了 真不知道 在皇帝的带领下 大唐会走向哪一步 转瞬间 又是数日过去 天下各地的乡士 已经在准备开始中 无数才子都不断背着书籍 大多数背的 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 想着能在这次乡士中 展露头角 获得机会 一飞冲天 不过 毕竟这次相识 每个地区只有三个名额过关 才子们 还是非常紧张的 就连世家的才子 也不例外 一个地区有多少人参加 数不胜数 但晋级的名额 实在太少 谁能有这个信心 说自己避过的 当然了 天下间 还真有人拥有这个信心 例如河中地区的司马懿 此刻 司马懿在河中的中央城池上 准备着乡士的事情 他站在一张公告前 望着上面 关于乡士的事情 他的周围 还有不少才子在谈论 也不知道 我们河中地区 会有哪三位能晋级 去朝安城会似的 感觉河中的徐先生 倒是挺有可能 听说徐先生精通战阵之术 拥有帅才 我倒是感觉 河中司马先生更有可能 为啥你们不说自己 难道一点信心都没有 喂喂喂 你小子就过分了 我们读书人 要懂得谦虚 难道你还天天张着嘴 说自己毕中 你们都是渣渣 你这样说 不怕出门 被人打断腿 连相识都去不了 有点道理 司马懿听着这些人的谈论 笑了笑 这三个名额 他司马懿 肯定要了一个的 不吹不黑 他司马懿的才华 自认不弱于那诸葛无名 与旁原 并且比起那两人 他的才能更全面 区区一份相识 还不是手到擒来 司马懿充满了自信 他看着另一边 再不断 复习的才子们 更是感到好笑 忽然 公告栏旁边 一名官差走来 对着诸多才子道 明日五更天 相识正式开始 还请诸位明日准点到来 过时不后 五更天吗 司马懿按字点头 他倒是要看看 区区一个相识 会出些什么提 他自己估摸着 也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题目 等到了会识 估计难度会提升 嗯 他可以先去揣测 一下会识的题目了 至于相识 相识有什么好猜的 他司马懿闭过相识 第110章 如何给母猪做产后护理 第一更 求守定 四日五更天 天色还呈现一片漆黑 夜风中带着些许寒意 但各个地区的相识地点 却已经人山人海了 许多才子都早早来到了这里等候 生怕误了时辰 其中 河中地区的都城下 相识地点是在成竹府 河中地区总兵为了响应 朝唐政令 直接把成竹府给清空 用来给才子们考试 而成竹府前 也是人山人海 才子都在等待相识开始 然后入场考试 在等待的过程中 难免有些紧迫 当然了 也有不少人 是自信满满的 比如河中徐先生 又比如司马懿 此时 在一棵树下 司马懿正站在下面 手里拿着个肉包子吃着 不慌不忙 细嚼慢咽 根本不像是来考试的 而是来游玩的 他的目光也一直望着远方 像是在思考其他事情 在思考了许久后 手上的包子也吃完了 司马懿略微皱眉地看着成竹府紧闭的大门 难难自语 怎么还没开始 我还有些赶时间呢 听说考题开始 一柱箱内 若是做完就可以出来 最迟是一天 就必须要出来 争取一柱箱内做完出来吧 他在想着出来后 要去干什么 去复习 看书籍 等会试 别开玩笑了 他司马懿何等人物 区区一个会试 还不用他复习 看书更是不可能的 他就放话了 电视之前 他 那他把他家书籍全给吃了 轰隆隆 终于 在万众瞩目之中 城主府的大门缓缓打开 沉重的大门被推开 发出一阵震龙玉耳的轰隆声 一名名官差走出 守护着四周围的安全 一名看起来官职比较大的官差走出 面向诸多人才 运足了气 高声道 诸位考生才子 相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还请诸位排好队入内 会有官差领你们到对应考场的 考试期间 还请不要训私舞弊 已经发现 那将是犯了天大的罪 他开始念叨了起来 下方才子们也不再言语 专心听着这官差说话 祖族说了好一会儿 官差才说完 放才子们进入城主府 城主府的大门算是挺大的了 即便五人并肩入内 也不感觉狭窄 才子们也算是很有风度的 并没有发生什么践踏事件 井然有序地进入城主府内 在一名名官差的带领下 向着各自考场走去 司马懿倒是很淡定 等到才子们进去得差不多了 他才慢悠悠地走进里面 他跨步走路 周围官差都认出了他 官差们纷纷拱手道 司马先生 嗯 敢问诸位 我的考场是在哪边 司马懿表面上 还是装作一副和蔼的模样 一切骄傲锋芒 进阶隐藏 一名官插笑着道 司马先生 跟我来吧 我这边闲着 也是闲着 带您过去考场吧 司马懿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 没有拒绝 官差领着司马懿离开 场上诸多观察 看着司马懿离开 也是笑着谈论 我们和中地区 相视名额 应该有司马先生一个了吧 司马先生得高望重 自然有司马先生的一个位置 不过我们和中徐先生 那战阵之术 也不是吹的 总之 我们和中地区 真是人才积极啊 其他地区的人 也不是吹出来的 比如那银川地区的郭先生 谋术诡异 自创了一型兵法 让当代诸多兵法 大家都感到惊叹呢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唉 谈这么多干什么 我们还不如谈谈 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攒够钱 送我们的子嗣 去读书 以后 也能让他们参加科举 另一边 一座考场内 官差将司马懿 带到了这里 司马先生 这便是您的考场 还请您尽快进去吧 官差拱手说道 有劳了 司马懿笑着还礼 递给了对方一些钱财 玄机跨步走入考场 进入考场后 他在签完名字之后 便领到了一张纸卷 玄机被分配到了 考场后边的一间厢房 在他进入厢房后 门便被关上了 除非做完 否则不能出来 厢房内 有桌有床 房四宝都配备齐全 还有夜壶之类的 该有的都有 不该有的 一个也没有 至于饭菜什么的 到了点数 便会有人送进来的 司马懿也不紧张 将手上写着题目的纸卷 放到了桌子上 看也不看一眼 很是轻松地坐在椅子上 时间还长 如果没事 倒是可以等晚点 再做这个考题 不过 有些赶时间 只能先做题了 司马懿拿起考题 又拿起狼豪笔 准备看题 然后快点写完 他还没看到题目 碰 忽然 隔壁一声巨响 吓得司马懿 连忙抬头望向窗户 只见隔壁 一间厢房内 一名不一男子 脸色苍白 眼眶通红地跑了出来 一边跑一边大喊着 不考了 我不考了 我再也不客绝了 我要回去卖猪肉 这都不是人考的题目 几名官差见状 连忙将那人压住 捂住嘴巴 以免影响他人考试 司马懿皱了皱眉头 看着那人 渐渐被拉走 有这么难 这才多久 就把心态弄崩了 真是无知之辈 真的是不知道 这人为什么能够报名相识的 难道报名的时候 默然检查一下吗 连这种人都能放进来 司马懿叹息了一声 他抬头看了一眼 其他房子 才子们都在观望着 被押走的那人 只是那些才子们 脸色都有些苍白 不知道是为什么 看这么多干嘛 早点做完 早点走人吧 司马懿将诸多念头都去掉 低头看起来他手上的考卷 扫了一眼题目 嗯 如何给母猪做产后护理 就这个题目啊 有什么难度的 真的是 不过就这一题嘛 那他很快就做好了呀呀 等一下 这什么题目 司马懿瞪大了眼睛 把整张考卷都拿了起来 细细观看 他没拿错 还是说他眼花了 给母猪做产后护理 啥玩意 他内心除了问号 再也没有其他东西 第111章 崩溃的司马懿第二个 那个 兄弟 你确定考卷没拿错了 司马懿发出了人生第一个疑惑 和一名官差招了招书 递了一些银子 那官差摸了摸头 接过银子 看了一眼考卷 点头道 没错的 下面有官印 这就是考卷 没拿错 快点作答吧 我不能和您多说 不然会记作您训私舞弊的 说完 他就走远了一些 生怕惹上麻烦 司马懿站在原地 愣了许久 又重新走到了猪岸边坐下 他眼睛瞪得极大 看着手上的那张考卷 下边那个官印 不像是作假的 这就是朝堂出的题目 朝堂出个题目 问你母猪 是怎么做产后护理的 司马懿脸色都白了一下 他本来想着朝堂 会重归重矩 出一些名言名句的问题 谁会想到 朝堂那边 居然不按规矩来 连如何给母猪 做产后护理这种题 都能拿来用 他怎么可能知道 母猪是怎么做产后护理 他又没养过猪 这特么是人出的题 司马懿欲哭无泪 恨不得把这张纸卷给撕了 他是读书人 他是君子 他怎么能回答这种问题 可是他要相识 一定要回答呀 问题是 这 这怎么回答 司马懿脸色都白了下来 他握着纸卷 手臂都在颤抖着 母猪是怎么产后护理的 母猪是怎么护理的 母猪怎么生的宰子 他都不知道 他怎么知道 母猪是怎么做产后护理的 他严重怀疑 出题人在刁难他 司马懿绞尽脑汁 思索着 只是怎么想 他都想不出 母猪是怎么做产后护理的 这完全触及到了他的知识盲区 你要说什么战阵之术 治国之法 他分分钟能扯出一大堆来 可是 你说母猪的产后护理 他真的搞不懂啊 难不成天要往我司马懿 第一轮相识 就要跪下了 这要传出去 他司马懿还有脸在 堂堂河中 地区知名人物 司马先生 在科举至第一轮相识 直接跪下 这要是说出去 他自己都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不行 怎么样 他都要扯出一片道理来 司马懿 脸色惨白地拿起狼毫笔 在颤抖之中 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了起来 与此同时 在城主府大堂内 许多河中地区 德高望重的老一辈 都被请到了这里 帮忙批改试卷 只是如今这些老者 脸色都有些难看 这才考试多久了 这么多人闹事 足足二三十人 撑不住 跑了出来 选择弃权 甚至还有一个哭着找妈 说不考了 这让他们这些 老一辈的人 都有些心里不舒服 其中一人冷哼一声 倒 这群小辈 肚子没点墨水 也就算了 居然连科举这种机会 都不知道珍惜 其余人也全都脸色难看 他们这些人 当初活在先帝的下面 根本无法出头 如今当代皇帝贤明 创办科举制 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出头 可是这群小辈 居然不知道珍惜 真是气煞他们眼 来来来 考题就在这里 我们来看看 到底有多难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外面有一名老者 跨步走路 将几份考题纸卷 放在了桌子上 其余老者闻言 也是一个个眼睛 闪烁着好奇之意 都上前来 将纸卷拿起来观看 他们拿起纸卷观看 在他们看的第一眼时 目光就一步开了 这这这真的是 朝堂那边出的铁 为首的那名老者 看着手上的直卷 胸口上下起伏 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这特么写的什么玩意 论如何贪污 不被发现的一百种方法 假设当今皇帝 帅得让人极度 你因为极度皇帝帅气 想要把皇帝的国家败掉 你会怎么做 如何给母猪 做产后护理 一匹汉鞋宝马 身上有多少条毛 这都是什么东西 那老者看的心脏病 都快突发了 碰 这老者一拍桌子 怒声呵斥 简直有乳丝 这些考题都是谁出的 诸葛无名 还是庞原 老夫一把年纪了 最见不得这些 有乳丝的人 别让老夫知道 这些考题是谁出的 否则 老夫就是清净家产 也要诸了他九族 他这话说的 那是一番正气凛然 周围老者 无不鼓掌附和 说得好 这才是人该有的正气 出这些题的 简直是个畜生 诸狗不如 有乳丝 不错 我等人 自然不可能 去答这些题 这特么 都出的什么题 这些人你一句 我一句的 热火朝天 就差来个揭竿起义了 忽然 有一个躲在角落的中年人 有些瑟瑟发抖的道 那个 那个啥 诸位 我这边有听过消息 这些题 好像都是当今皇帝陛下 亲自出的 华 场上瞬间寂静了下来 为首那老者 也是瞪大了眼睛 片刻后 他捂住胸口 身体疯狂颤抖 大声地喊着 啊 老夫失心风发作了 老夫刚刚说的话都不算数 老夫要去看病 说完 他以一种飞快的速度 朝着城主府外跑去 那速度 就算一般健全的人都 不一定跑得出来 其余人对视一眼 全都很有默契地 一步步走了出去 他们什么都没说过 刚刚都是幻听 他们集体都犯了失心风 嗯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剩下一个中年人站在原地 不知所措 你们都走了 谁来改考卷 他一个人搞定 过分了呀 这么多 他一个人怎么搞得定 他也偷偷溜走 不行啊 他是吃公家饭的 那些老头可以走 他不可以 他要是走了 怕是饭都没得吃了 中年人欲哭无泪 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 他为什么要无端端 把事情说出来 让那群老头 继续嚷嚷着 等考卷全部改完再说 不好吗 而且 这还是不是主要的 最为主要的 他也不知道 这些考卷要怎么改啊 中年人细细思考了一会儿 对外面的官差 吩咐道 你们去找一个接生婆过来 他觉得 他需要向接生婆 请教一些问题 外面官差领命而出 很快便找来了一个接生婆 接生婆见面便咧嘴道 老爷 您要生吗 中年人 这一天没法聊了 这考卷劳资不改了 饭碗劳资 不要了 告辞 第112章 多喝热水 第3更 求月票 又是一日过去 咚咚咚 在考试时辰满了一天之后 锣鼓声如约响起 一名名官差都进行收卷 收卷完了之后 才子们才被放行 允许走出厢房内 只是那些才子们 一个个都脸色惨白 精神还在恍惚着 其中一名才子 跨步走了出来 一把扶住身边的同伴 双眼不满血丝 歇斯底里地问道 你说 这个世界 是仙有鸡还是仙有蛋 身边同伴 直接揪起对方衣领 暴怒问道 你问劳资 劳资还想问你 母猪是怎么做产后护理的呢 到底是仙有鸡 还是仙有蛋 别给劳资叨叨了 再叨叨 劳资就是不要这君子的风范 也要揍你压的 仙有鸡还是仙有蛋 你再说 仙有鸡还是仙有蛋 那么的 劳资先揍你 揍完回去 把你家族拆了 两人扭打成一团 像这样的例子 比比皆是 这场科举相试 把大多数才子都给考猛逼了 就算是那些智慧超群的人 也是有些失神 诸如刚刚从厢房中走出来的司马懿 司马懿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城主府 城主府有一辆马车在等待着司马懿 马车边上一名家 盯在看到司马懿后 连忙走过来 轻声道 先生 是否打到回府 司马懿没有回答 整个人还是处于失神状态 愣愣地走上了马车 那家丁猛了一下 还是坐上了马车 开始驾车回府 马车在街道上行驶 一路无声 就在快要回府时 马车内一道声音响起 停车 家丁被吓了一跳 连忙拉住缰绳停车 转头问道 先生 怎么了 司马懿拉开车帘 目光闪烁着光芒 质问家丁道 你可是从村落出来的 家丁点了点头 如实回答 先生 小的从小在村里长大的 后来因为家中贫寒 才到了城里打工 阴差阳错之下 成为了先生府中家丁 司马懿目光死死盯着家丁 问道 那你可知 母主产后护理怎么做 家丁一脸猛逼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神来 小心翼翼地道 先生 小的家境贫寒 墨前养猪 所以不知道这个 这个什么 母主产后护理 司马懿目光一灵 紧皱着的眉头 没有松开 他摆了摆手 道 走 去一个村落 帮我买一头 刚刚生产完的母猪 我要亲自给他做护理 家丁又猛了 可看着在沉思在司马懿 又不敢打扰 只能驱车前往村落 马车上 司马懿情绪万千 他要亲自动手 看看他填的答案 究竟有没有错 他在考卷上填的答案 主题是多喝热水 他觉得 给母住一个舒适的环境 多喂食 多喝热水 就能够完成产后护理 但是他只是纸上谈兵 根本没有实验过 所以 他要亲自前往村落 亲自动手实验 看看他的答案 究竟有没有错 司马懿 深深吸了一口气 继续思索着 另一边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朝安城 近些日子 朝安城也有不少变化 比如皇帝设立了 左右宰相之位 左宰相给予了庞原 右宰相给予了诸葛无名 又比如姬宁 被封为了贵妃 与林卿一同位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事情 左宰相府中 庞原开府 自然得到了很多大臣的拜见 这也让庞原忙得不可开交 足足应付了一天时间 才缓和了下来 虽然忙 但庞原更多的是开心 他庞原也能有这一天 成为了大唐的左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在先帝时期 他是根本不敢相信的 如今却实现了 这也让他更加敬佩礼成 此时 左宰相府中 再次迎来了一人 那人赫然是诸葛无名 诸葛无名 在大唐内与庞原相会 庞原看着诸葛无名 孤零零一人走来 不由皱眉 到 诸葛兄 怎么说 你都是宰相之身 怎么能天天一个人跑来跑去 最少你也要坐马车 带你过来啊 诸葛无名摇了摇头 却是没有说话 他觉得一个人走着挺好的 毕竟他也想要 多照顾一下暗中保护他的那些护卫 要是他坐马车 那些护卫赶路 肯定很累 他走路过来 既能交流一下双方感情 也能多看看朝安城的势容 早晚有一天 他要让那些护卫老伙计们 全都出来和他见面 旁边看诸葛无名不适合 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叹息一声道 无论怎么样 你要注意你的安全 大唐帝国的后方 全都交给你稳固着 若是你出了什么差错 陛下也会感到很麻烦的 诸葛无名摇头一笑 道 知道了 知道了 好了 这次我来 可不是和旁兄你说这些的 这次主要是想要说一下 相识的事情的 如今相识的题目 已经全都公布出去了 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都在怒骂陛下 我前来 是想要让旁兄 你出一下手 把这些声音压下去的 要是被陛下听到了 这些人可就惨了 旁原文言 愣了一下 旋即点了点头 道 最近还真没注意国内的事情 行 晚些时候我压一下 倒是我最近从西域那边 打听到了一些不太妙的消息 不太美妙的消息 诸葛无名 脸色微微凝重 他知道旁原一直在扩展对外交际 比如对大洲的援助 对西域的探查等等 从这个人口中说出不太妙 多半消息可以威胁到大唐了 什么消息 诸葛无名宁声问道 旁原喝了口茶 沉声道 听说西域西边不少国家 再遭受攻打 一座名为古罗帝国的国家 再向着西域这边推进来 我观其趋势 恐怕很有可能会与大唐接壤 古罗帝国 诸葛无名一眯眼 道 对方实力如何 旁原摇了摇头 道 不知道 不过对方全都起兵 若是对大唐有恶意 恐怕会很麻烦 诸葛无名陷入了沉思 这种情况 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加紧练兵 做好防备了 不过 说不定 陛下那里 会有布局 第113章 先有弹第四更 求月票 数日之后 河中地区 一座村落猪圈内 我的答案是没错的 一道大喊声在猪圈中响起 只见司马懿从猪圈中爬出来 浑身都脏兮兮的 不少头发上还沾着污秽之物 他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狼狈 但那双眼中 却闪烁着一样金光 他看着猪圈上 那头精神状态十分不错的母猪 眼神变得温柔了下来 仿佛在看自己的孩子 他的理论 是正确的 这些日子 他都在为这头母猪 制造良好的休息环境 在食材上选取少喂多餐 将饮水改成热水 母猪产后状态十分不错 所以他得出了 他的理论是正确 相识我过定了 司马懿激动不已 他不用丢人了 就冲着他能打出来 第一肯定是他的 要是这还不是他的 那他当场 把外面那一堆堆的猪粪 全给吃了 来人 来人 百道回府 司马懿冲着外面大喊 不一会儿 一名家丁冲了进来 看了一眼司马懿的样子 以及那一阵阵恶臭味 憋住了呼吸道 先生 有何吩咐 司马懿摆手 一挥衣袖道 准备车辆 回府 另外 距离考试结果出来 还有多久 那家丁一拱手 道 先生 距离考试结果出来 还有一天 明天就是考试结果出来的日子 明天 司马懿摆手 让家丁去准备车辆 家丁领命 退了下去 司马懿转头望着猪圈内 那只神采奕奕的肥猪 眼中闪烁着一样光芒 他刚开始 仅仅只是想要证明 他的理论没错 可是等到了真正动手 去证明理论时 他才能明白 那份辛苦 特别是当得知自己的理论 完全正确后 那份成就感 更是无法言语 这 便是出题者的目的吗 出了一些涉及他们知识盲区的题目 让他们自己 为了自己的理论 去实践 去明白 这也是想要他们明白 光靠理论 只是指上谈兵 要实践之后 你才有资本说 这是真的 而不是照搬着书 说书里面有 这就是真的 出题者 真的是妙人眼 司马懿微微感慨着 他都不得不佩服这个出题人 而后 他走到母猪旁边 轻轻拍了拍母猪的脑袋 十分温柔地道 我已经花钱买下你了 以后你就待在这里 会有人一直照顾你 直到你寿命终点的 这也算你我这几天相处 他一个人 站在母猪前念叨了起来 足足念叨了半个小时 才起身乘坐马车 返回城内 次日 考试结果出来 同样是在城主府门前 公告栏颁布的 但是这次来的人 却寥寥无几 大部分都在恐惧上次的题目中 根本不敢来 生怕回忆起什么 敢来的 都是心理素质过硬的 其中司马懿意气风发 站在最前面 丝毫不惧 仿佛第一 现在已经是他的了一样 身边家丁跟着 看着自家先生 这么开心 也是忍不住道 先生 您觉得 您这次能高中低级 司马懿回头看了一眼家丁 笑道 第一 必然是我的 要是第一不是我的 那请你监督 让我回去 把满屋子书都吃了 家丁闻言 眉头一喜 到 那我先恭贺先生 高中第一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司马懿听完 脸色也是露出笑意 点了点头 摆手道 等会回去领赏钱 家丁连忙道谢 心里美滋滋 不一会儿 城主府的大门便打开了 一名官叉手 持一份直卷走出 目光扫视了一眼场上诛人 拿着直卷 高声说道 成德利两年 奉陛下之令 在河中地区举行科举相试 高中前三甲者 可入朝安城进行会试 得三甲者 魏司马懿 徐侄 田丰 第三者 魏田丰 第二者 魏司马懿 第一者 魏徐侄 此三人 即日起当前往朝安城 准备会试 不得有误 问 司马懿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他不是第一 他是第二 徐侄 他的目光迅速扫过场上 找到了一名穿着布衣 面容显得正直的年轻人 他快步走了过去 拱手道 徐先生 徐侄抬了抬头 转头看了过来 拱手还礼道 司马先生 有何事吗 他看向司马懿 目光也是带着思思疑惑 他出自寒门 司马懿 却是世家的出身 两人平时井水不犯河水 如今 这个司马懿无端端来找他干什么 徐先生 是这样的 我很好奇 你相识时 题目是什么 我想看看 和我是不是一样的 司马懿并没有做出什么不规矩的动作 而是很温和地说道 徐侄听完 心底也松了口气 道 是这样啊 这个司马先生倒是要放心了 我们每个人的题目都是不一样的 我得到的题目是假设你是一方县令 你会如何不动声色地将县成治理的名不聊生 这是什么题目 司马懿挑眉 十分不解这道题目有什么意思 难不成这也算让他们实践 拿一方县城去实践 搞得民不聊生 不现实 他犹豫了一下 将他的题目 以及他的猜测等等 全都说了出来 并且还有他的观点也说出来了 他认为 每道题目虽然不同 但是都是有内涵意义在的 否则 朝堂出题人不可能无缘无故 出些题来刁难他们 总是有深层意思的 听完 徐职也陷入了沉默 司马懿同样没说话 也在思索着题目中的意思 片刻后 司马懿突然道 会不会这是出题人 在警示我们 既然知道这道题 要怎么做才能致使一方县城名不聊生 那么以后若是为官 便不可如此做 要避开让县城陷入危机 徐职闻言 双眼猛的一亮 朝着司马懿行礼道 司马先生大财 徐职受教 司马懿连忙避开 不敢受礼 不远处 田峰也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不由得走过来 道 那敢问二位 我这题目是和深意 题目写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这算是和用意 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这句话一出 司马懿和徐职都愣在了原地 苦思许久 都没有说话 最后两人都得不出答案 司马懿反问道 既然田兄你高中第三 那么一定有答案了 敢问田兄 此题答案为何 田峰白手道 我答的是先有蛋 因为当今陛下提倡 大唐以右为尊 鸡字在左 蛋字在右 所以先有蛋 司马懿 徐职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第114章 机宁游戏第五更 大唐 朝安城 皇宫太极殿内 李承坐在上位 十分不耐烦地看着不远处 缓缓走进殿来的旁渊 与诸葛无名 这两人又来求见他了 烦不烦 隔三差五就来求见他 明明他都给了他们权利了 这些人 非要来求见他 而且每次来 都是询问一些意见而已 他能有啥意见 指导你败国 贪污就好好贪污 别整这么多有的没的 当然了 这些都是李承的心里话 他表面上还是没有说出来的 他已经尽力在维持形象 强忍住怒骂这两人的心思了 李承很是勉强地挤出一谋笑容 道 两位爱卿 你们此次前来 又有什么事 旁渊与诸葛无名来到殿中央 先是行了一礼 而后才将一份纸卷递了出来 诸葛无名功声道 启禀陛下 这是此次科举相识的结果名单 包括宜良地区在内的24个地区 共72人 相识结果 听到这个词 他还是稍微提了点神 相识出来的这些人 大多数都是他未来的朝堂动量 为他败国的精英骨干 倒是值得看看 李承微微点头 给了一旁许公公一个眼色 许公公会议 让小太监将纸卷递了上来 很快 纸卷得到了李承面前 李承看着纸卷上的一个个名字 河中地区 一甲徐植 二甲司马懿 三甲田丰 银川地区 一甲郭孝 二甲寻弱 三甲 淮北地区 一甲鲁明 二甲 京都地区 宜良地区 足足二十四个地区 七十二个人 李承大概扫视一遍 便停止了继续观看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看这些名字的时候 心里总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就好像 好像每次败国失败时的那种感觉 不可能 这次 他都亲自出题 将那些大财者打下去了 总不可能 这次又出现什么意外了吧 应该是他最近没睡好 嗯 一定是这样的 李承揉了揉太阳穴 靠在椅子上 说道 嗯 这些朕都知道了 两位爱卿可还有其他事 若无其他事 可先行退下 旁渊思索了一下 跨步走出 拱手作一道 祈禀陛下 还有一事 是关于西域那边的陛下可知道 若是知道了 纳臣就不必述说了 西域 西域那边又有什么事了 李承挑眉 他对西域那边的事 一直都是半知半解 唯一一点知道的 就是西域那边的美女 都是黑皮肤的 这点倒是和他前世那边的非洲 差不多 不过 说起西域 似乎他前世的古代 也有西域 那他这个大唐 就是前世古代的中原 不会这么碰巧吧 李承默然吓了一跳 但仔细思索 他又否决了自己的念头 大唐帝国东面和西面 有疆土而已 南面北面都是汪洋 和前世中原根本不像 他自己想太多了而已 李承这么想 才松了口气 他再次看向旁原 道 西域有何事 旁原道 陛下 西域那边正在遭受一座 名为古罗帝国的入侵 恐怕未来会与大唐国土接壤 还请陛下早做准备 古罗帝国 李承双眼一亮 又发现新的帝国了 他觉得可以谋划一波了 说实话 至始至终 他都觉得 最为简单的败国 便是让敌国攻打进来 只是有时候 总有意外发生 才会让他想要一步步来 慢慢将国败掉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比如先从国之人才开始 让全国庸才都出来 真正的人才 全部打压下去 这样也能杜绝 关中国之四柱的事情 再次发生 嗯 朕已知道 若是那个什么古罗帝国 与大唐国土接壤了 再来告知朕 李承摆了摆手 现在古罗帝国 还没和大唐接壤 他也不用这么早做什么动作 先把柯举致贯彻到底 将全国顶尖庸才 全都搜罗出来 冲入朝堂先 谨遵陛下旨意 旁原点头说道 李承还想吩咐些什么 忽然 太极殿外 一名小太监匆忙走路 把守在殿门前的两名羽灵军 眼神一灵 当即将那太监打倒在地 举起刀剑架 在小太监的脖子上 为得皇帝命令 进入太极殿 视为不尊皇帝 身为羽灵军 自然要将人拿下 李承与旁原诸葛无名 也注意到了门口的动静 李承当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快速走下台阶 不向殿门口处 他走出门口 便看到了 那被羽灵军士兵 压住的小太监 是那名喜欢说实话 夸他帅的小太监 那小太监看到皇帝 惊慌失措地道 陛下 陛下 奴才是爱报喜的 太过激动 忘记先求见陛下了 报喜 报什么喜 李承白手 丝毫不在意地道 郑恕你无罪 说吧 报什么喜 他百无聊赖地抬头 望着晴空万里 对他来说 什么喜值得他动心 除非你说大洲突然谋反 兵进大堂了 现在快要打进朝安城 他可能会欣喜 不然 什么消息 也别想乱他心境 两名羽灵军 松开小太监 小太监揉了揉手臂 欣喜得到 陛下 大喜 鸡贵妃有喜了 前些时候 鸡贵妃经常干呕 所以请来了华太医 华太医亲自诊断 鸡贵妃怀有笼子了 鸡宁怀孕了 李承脑袋都温了一下 心底有些不敢相信 他不是刻意控制好了吗 不对 最近一段时间 他好像因为烦心事太多 并没有刻意控制 特别是 他得到千年寿命时 更是忘记了这事 时间上 还真差不多对上了 他有子嗣了 李承还是有些感到不现实 晃了晃脑袋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神来 这真的是意外之事 鸡宁居然怀孕了 难不成他真的要上演 一个父子大战 他用着千年寿命 硬生生熬到太子忍不住 然后造反 摊上他这么个爹 他那位来子四怕 是在哭吧 李承心中五味巨杂 不管怎么样 先去看看鸡宁再说 他刚准备走人 突然想到什么 看了一眼身后 庞原和诸葛无名 这两人同样愣住了 他挑了挑眉 老子有孩子了 又不是你们有孩子了 你们愣个什么 两位爱卿 若是无事 你们便先出宫吧 说完 李承果断向着 靖越宫方向走去 原地 庞原和诸葛无名对视一眼 不由大笑出声 陛下有后 这代表大唐江山 将会变得更加稳固 大唐帝国会 变得越来越强 特别是当今陛下贤明 只要用心培育子四 等到百年之后 下一代君王 必然也可以保 大唐江山一代无忧 第115章 饱受折磨的刺客 第一更 数日之后 朝安城 皇宫内 御花园 一座凉亭之中 秋风吹过凉亭外的湖泊水面 引起点点涟漪 哗啦啦 一株株树木不断抖动 淡黄色的叶子 脱落而下 漂浮至水面上 爱妃 你真的不再多吃一点 一道声音 从凉亭中传出 凉亭上 李承和姬宁坐 在一张石桌前 在姬宁面前 摆放着一碗补汤 李承正在劝姬宁多喝一点 姬宁那张绝美的脸上 满是无奈 道 陛下 臣妾真的饱了 而且 这是补汤 多喝了也不好 李承只能点头 目光看着姬宁的小腹处 内心在思索着 他心里有个疑惑 若是未来 太子真的逼宫 将他皇位夺走 那算不算是国力 直接归零 毕竟他都不算是皇帝了 等同于属于他的大唐 已经亡了 一招皇帝 一招臣 这个他也有些 不敢确信 但他一般情况下 不能询问系统 自从系统说过 一月检测一次国力之后 他就叫不出系统了 必须等一月之期到来才行 看来 只能等下次再问了 李承思索着 姬宁看着李承 在盯着自己 小腹思索 脸蛋一红 道 陛下 你在看什么呢 皇子现在才多大 根本看不出什么的 李承回过神 笑了笑道 朕知道 他不再盯着 机灵的小腹 看了一眼桌上的那汤 道 来人 去帮朕 也剩碗汤过来 不得不说 这汤是个好东西 他虽然不知道 具体材料是什么 但是他知道 这汤很补 每次他喝完这汤后 都会感到神清气爽 很快 一名小太监 将一碗补汤端上来 李承接过 便喝了起来 机灵静静看着 喝汤的李承 笑了笑 美眸弯的和月牙一样 很享受两人 待在一起的这种时刻 李承倒是没有注意这些 继续大口喝汤着 过了一会儿 机灵拿起一张丝巾 帮李承擦了擦嘴 轻笑道 陛下 最近几天 倒是很少见到 左右宰相 两人来求见你了 他可是记得很清楚 有好几次 他和皇帝在聊天 就被人告知 左右宰相来求见 最近 倒是没有什么消息了 李承点了点头 道 这两人还算识相 没有天天来打扰 他说着 不由抬头望向皇宫外方向 不知道为什么 提起那两位宰相 他心中那种不安的感觉 变得更加强烈了 去宰相府看看 算了 他没这么无聊 肯定是他想多了而已 那两位可是他的败国 主要站立 怎么可能会做一些强国的事情 一定是他想多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李承将所有想法抛之脑后 他开始想起 如何败国的事情来 与此同时 幼崽相府中 此刻府门大开 一名名家 丁都在管家的带领着 站在门前 四在等候着什么 大堂内 诸葛无名 与旁援坐着 两人都望着一份纸卷 上面写着的 是乡市各个地区的 前三甲名单 旁援看了一会儿名单 拿起茶杯 喝了口茶 悠哉悠哉地道 这些人 应该全都到 炒安城了吧 诸葛无名笑着点了点头 把名单放下来 转头看了一眼 明媚的天空 说道 昨天就到齐了 今天我已经派人去 通知他们 全都过来了 待会 倒是要麻烦你了 一起看看这些 才人们的本领 到底如何 这样也好根据 他们各自的本领 将他们投入 不同的领域 替陛下将大堂 变得更强 旁援听完 也是点了点头 抬头问道 这七十多个人 是由我们审核 但是 天下其余的才子呢 不知诸葛兄 你做好安排了没有 旁兄你放心吧 一切皆已安排好 只要真的已经打铁 并且得到成绩的 都有当地总兵 会安排他们的 要是这点工作 都做不好 那我诸葛无明 还弹劾当这个幼宰相 诸葛无明风轻云淡地笑着 他的双眼闪烁着 智慧的光芒 论军略之事 他的确不如旁援 就像前些天 庞原主动将施后派入西域内 这才打探到了 古罗帝国的事情 要不然 等到古罗帝国和大唐接壤才发现 便会处于被动 而如今 他们是处于主动的 相反 古罗帝国是处于被动 换作是他 可能不会做到这么多 可若是论治国之事 他却是比庞原 做得更加全面多了 这便是这两人的长处 与短处 刚刚好 两人是互补的 想必 这也是陛下 设立左右宰相的原因 让他们互补 共同让大唐变得更强 哒哒哒 一名肚子远古的管家 屁颠屁颠跑来 大声地道 宰相老爷 人已经全部到齐了 就在府外 老爷 您看接下来是 诸葛无名 与庞原对视一眼 点头道 让人依次进来吧 庞兄 你我各去一间 厢房内考核吧 这样也能节约 不少速度 庞原道 正该如此 两人又聊了几句之后 便离开了大唐 各自前往一间厢房 诸葛无名 走进一间厢房内 他并没有注意到 有一人如影随形般 跟在他附近 那人赫然是李秋然 李秋然落在一处 极其隐蔽的屋顶 美眸看着 进入厢房内的诸葛无名 他握着匕首的手 都在颤抖 第几天了 第七天 还是第八天了 他已经跟了 诸葛无名 不知道多少天了 吃喝拉撒住 全都在两个时辰内搞定 其余全部跟着 诸葛无名 他要找出 诸葛无名身边的 暗卫所在处 可是跟了这么多天 他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你说对方轻功高吧 也不可能不用 吃喝拉撒睡吧 难道是换班制度 可你换班 也不至于一点声音 都没发出吧 这些天他可是 饱受折磨 不仅仅吃喝拉撒 睡不舒服 就连精神也 每时每刻都紧绷着 生怕松懈一下被发现 更要命的是 诸葛无名 做一些事情 也是让他扛不住 比如诸葛无名沐浴 上厕所等等 这些事情 全都落下来 他感觉 他整个人都疯了 李秋然 恨不得山自己挤巴掌 为什么要接这个单子 我们快快乐乐地混日子 他不香吗 偏要来遭受 这种非人般的折磨 第116章 诸葛思想第二个 香房内 诸葛无名坐在椅子上 等待着那些 相识通过者的到来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他的一举一动 正在被人观看着 他静静等待着 那些才子们的到来 大概过了一会儿 他的房门被敲响 咚咚咚 一道声音 从房外传来 学生司马懿 特来拜见诸葛宰相 司马懿 河中地区那个二甲 诸葛无名微微挑眉 开口道 进来吧 搁支 香房门被推开 司马懿走入内 低着头 静止走到了 诸葛无名面前 双手作一道 学生司马懿 拜见诸葛宰相 诸葛无名轻轻点了点头 面无表情 不负先前和蔼的模样 变得威严至极 双目扫视着司马懿 道 抬起头来 让本相看看 司马懿文言 果断抬头 与诸葛无名对视 两人的视线在半空中对视 不知道为什么 两人心里都生起了一个念头 好像曾经在哪里见过对方 特别是诸葛无名 在看到司马懿的时候 莫名新生了一种厌恶之情 好像此人会是他的大敌一般 诸葛无名强压下 心里这种古怪的感觉 道 司马懿 河中地区人士 自幼宝读诗书 在河中一带 拥有极高的名气 可有错 司马懿收回视线 低头拱手道 宰相说得不错 不过 比起宰相名满天下 学生是远远比不上的 他说的也是实话 大唐宰相之名 只在皇帝之下 在民间神话之下 诸葛无名俨然成为了 神一般的存在 你这嘴 倒是挺会拍马屁的 诸葛无名摇头笑了笑 旋即喝了口茶 问道 你有何才能 或者说 你考题时 答的是何题 司马懿恭恭敬敬地道 回宰相 学生答的乃是 如何给母猪 做产后护理此题 噗 诸葛无名一口茶水 直接喷出来 心亏及时往旁边喷 否则肯定要喷司马懿一脸 如何给母猪 做产后护理 他知道有这题 但是他并不觉得 有人能够答出 这个司马懿 居然真的答出了 还成功晋级会试了 这个司马懿难道专门养猪的 不过 大唐 关于序幕这方面 的确缺少一名顶尖人才 这个司马懿 可以拿来一用 诸葛无名思索着 拿起丝巾擦了擦嘴 咳嗽几声道 本相失态了 只是没想到 你居然能答出这种题 司马懿闻言 愣了一下 问道 学生一直有个疑惑 想要请教宰相 此题是何人所出 诸葛无名犹豫了一下 还是道 此题 乃是当今陛下 亲自所出 你别看这些题 毫无厘头 其实都内涵 他还想帮陛下 解释两句 却不想司马懿开口道 宰相大人 不必多说什么 学生早已经猜到了 每道题中的意思 宰相所提出的诸葛思想 学生也是多有研究 所以明白 题中意思的 他虽然心中 隐隐约约对出题者有所猜测了 但是此刻知道 真的是陛下所出之题 他还是忍不住的惊讶 当今雄才大略的陛下 亲自出题 可见 当今陛下有多么重视 这次课举致 说不定陛下此刻 就在关注着这一场面试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想到那位千古一帝 有可能在关注 司马懿就忍不住有些略微激动 好像遇到自己喜欢的明星一般 诸葛无明没注意到这些 他皱眉 问道 什么是诸葛思想 司马懿拱手作一道 此乃我们是眷流传出来的 听说 乃是出自宰相宁之手 诸葛思想 共分为三种 主要意图 是揣测深意用的 特别是 揣测陛下的意思 碰 诸葛无明一拍桌子 瞪大了眼睛 怒斥道 这是谁传出去的 糊涂啊 他胸口上下起伏 显然 他极度生气 他根本没有想到过 居然有人将他 平时所说的那些 整理成了那个什么诸葛思想 还流传出去了 这要是被敌国所知 敌国研究透彻了 每次都会去揣测陛下的深意 那陛下的布局 岂不是有危险了 若真的因此 让大唐国力受损 那他诸葛无明 就是千古罪人 宰相息怒学生意识不知道 具体是由谁流传出来的 学生也是从好友那听来的 司马懿连忙拱手说道 诸葛无明深深吸了一口气 白手道 好了 本相已经全部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让下一个人来 司马懿猛了一下 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 转身向着厢房外走去 诸葛无明坐在原地 眉头紧紧皱着 他在想 要不要写封奏折 和陛下 告知这些事情 还是写一下吧 不过陛下 会不会不看奏折 应该不会 陛下表面上 说不理朝政 奏折应该多多少少 是会看的 嗯 肯定会的 诸葛无明想着 心里暗下决定 等完点 他就写封奏折给陛下 让陛下早做准备 他思索着 咚咚咚 大概过了一会儿 房门再次被敲响 诸葛宰相 可在 学生郭孝求见 一道略显虚弱的声音传出 诸葛无明道了一声 便让对方进来 这次走进来的 是一名双并微白的男子 明明看起来很年轻 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 但头发 却有不少已经白了 穿着一身 破旧不一 步伐略微虚服 郭孝 诸葛无明 微微皱眉 说道 他闻得到一股酒气 这人来之前 喝过酒 学生正是郭孝 郭孝坐到了桌椅上 态度略显不羁 但言语中 却有着那份尊敬 诸葛无明眉头 骤然一松 深吸一口气 道 你可知 本相是谁 在本相面前 你居然这么放荡 郭孝却突然一笑 道 学生效忠的是陛下 在陛下面前 自然需要保持礼仪 但是学生觉得 与宰相算是同僚 同僚之间 不用那么严肃 诸葛无明面无表情 看了郭孝许久 随即一笑 这人 有趣 说说吧 你的才能 迎穿鬼才郭孝之名 本相还是听过的 他摇了摇头 说道 郭孝也不在意 你一着眼 慢悠悠地述说了起来 第117章 老火即现身 第三个 夜幕降临 诸葛无明 总算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 他将三十多个人 全都见了一遍 大概情况也有所了解 至于另外三十多个人 自然是交给 旁渊去见了 相防外 诸葛无明伸了身懒腰 看了一眼 满天星辰 他喃喃自语 也不知道 旁兄那边怎么样了 该去大唐 与他会合了 他想着 朝着大唐方向走去 在他屋顶上 李秋然看着这一切 他看到 诸葛无明再次行动 想要站起身 可浑身肌肉的酸痛 让他无法行动 不行 必须跟上 他要将 诸葛无明身边的护卫 全都找出来 李秋然强忍着 浑身各处的疼痛 紧绷精神 悄然地跟上了诸葛无明 他的动作很轻 几乎没有任何动静 跟在诸葛无明身边 潜伏这么久 每天都跟在超强度训练一样 他的轻功都变强了不少 他都有些怀疑 他要是一直潜伏着 过段日子 他会不会轻功天下无双 不可能不可能 诸葛无明身边那些暗卫的轻功 可比他强太多了 否则 他怎么可能至始至终 都发现不了 李秋然前行着 心里也在思索着 暗中保护大唐宰相的人 轻功如此之高 绝对不可能是江湖中无明的 肯定是江湖中 出名的角色在保护着 江湖上 轻功绝顶的不多 传说中建圣王祖的儿子王坚 轻功 在江湖中绝顶 有飞毛腿之称 会不会是他 又或是是那个飞天大道无才 也没听说过他归顺朝堂啊 亦或是什么未知的人 他细细思索着 大唐内 诸葛无明与庞原碰面 两人交谈了起来 聊的东西 没有其他 赫然是关于这次人才们的事情 庞原一脸惊叹 感慨道 我是真的没想到 大唐内 还有这么多 在隐藏的大才之人 那个徐直 能能武 其能之高 就算我都感到惊叹 其他人进阶不是庸才 他是真的感到恐怖 那一个个人 竟然没有一个庸才 全都是身负各种才华的存在 若是都为大唐效忠 那大唐会变得多强 大唐的国力 怕是得要蹭蹭蹭地往上涨吧 陛下知道了 肯定会乐死 不过 陛下都提出科举制了 怎么可能没有想到这些 或许这些东西 早就在陛下的预料之中了 他暗自想着 一旁的诸葛无名 也是身以为然 他点头道 的确 大唐内的人 才真的多得过分了 就那个郭孝 用兵如鬼 让人防不胜防 还有那个寻弱 治理国家能力 绝不比我弱 加上朝堂之中 那有万人敌之称的张虎 还有那东征军的主将韩宇 真的想不到 这么多人才 会在一个时代诞生 当真是众星璀璨的时代 也窥视陛下为皇帝 若是换作其他人 驾驭不住这些人 那后果 说着说着 他戛然而止 漠然瞪大了双眼 旁渊同样忍不住 皱了皱眉 若是当今皇帝 不是如今的李承皇帝 而是其他人 会是何等场景 大唐崩塌 唐师齐路 天下共逐之 亦如同当初的秦朝那般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最主要的是 这一切都如同当年一样 一样的人才积极 众星璀璨 若不是李承陛下 横空出世 恐怕天下要乱吧 旁渊摇了摇头 沉生道 好了 这个话题 就到此为止吧 反正如今陛下出世 大这一世必然无忧 而且会超越巅峰 诸葛无名点了点头 笑道 旁兄所言极是 陛下乃是千古一帝 大唐这一世 必超越巅峰 而且 你我二人 与众多大财的出现 难道还不能保大唐三世吗 下一代国君 在陛下的教导下 必然是优秀的 哪怕下下代 再平庸 有如此大的根基在 也不是能随意动摇的 旁渊赞同地点了点头 忽然又想到什么 说道 不过 这一切都要取决于 陛下的身体啊 听说陛下 现在身体 破为空虚 倒是要多提醒陛下 注意身体啊 诸葛无名也摆手 十分无奈 陛下如此空虚 想必是日夜操劳果实 至于在后宫花费太多精力 别开玩笑了 据他所知 陛下在后宫 就宠幸过金宁一个 其他人根本没有宠幸过 就连他女儿 陛下都没有宠幸过 光一个人 怎么可能让陛下虚 肯定是陛下 日夜操劳果实的 唉 陛下的辛苦 那些天天满嘴乱喷陛下的人 又怎么知道 诸葛无名叹息连连 两人继续交谈了一会儿 而后旁渊便有事离开了 诸葛无名本打算去批改一番功 再用膳入睡 还莫等他走出大堂 突然移出屋顶上 一道身影坠落了下来 诸葛无名被吓了一跳 望向那道坠落下来的人影 一身黑衣 戴着斗笠 手里握着匕首 刺客 这个念头刚刚浮起 他就否决了 他身边可是有老伙计保护的 莫非 这就是他的老伙计 诸葛无名念及 连忙走近那人 将对方的斗笠取下 入目便是一张俏丽的脸颊 女的 他整个人愣了一下 旋即他回过神来 低头继续看去 这名女子的脸色极度苍白 浑身似乎在抽搐 嘴唇更是甘烈无比 来人 却要不请一名郎中过来 诸葛无名将女子扶起来 大声喊了一句 宰相命令吩咐 整座宰相府顿时热闹了起来 树名家丁也顾不得夜色 匆忙便出府去请郎中 在一番折腾之后 财色安定了下来 那黑衣女子李秋然 被放到了一间香房的床上 诸葛无名 刚刚招呼郎中离开 走到窗边 望着李秋然 郎中说的话 还在她耳边响彻 这姑娘只是身体虚了些 因为身体和精神一直紧绷着 得不到放松 饮食方面也跟不上 所以导致昏迷 要多注意身体保养 她的老伙计 为了保护她 日夜不停 所以才导致连饮食都没顾得上 甚至身体和精神都一直紧绷着 就是为了保护她 诸葛无名露出了一抹无奈的笑容 看来 她不带护卫 倒是使得人家更加麻烦了 她不带护卫 这老伙计 只是更加用心地保护她的安全 才不能好好地休息 这倒是她的错 第118章 青楼考试第四更 科举的会事并没有需要等待 很长时间 李成的吩咐是越快越好 按照李成的观念 反正她提拔的 全是庸才 奸臣 所以也不用顾虑这么多 所以 会是在左右宰相面试过后的第二天 便开始了 各个地区的才子们都或三或两 结伴行 其中和中地区的三人 也因为家乡一样 选择一起走 天色还没亮 他们三人便行走了街道上 街道上个处档口都没有开店 显得冷迹无比 特别是那一阵阵吹过的风流 更是冰冷刺骨 在街道走着的司马懿三人也是感到一阵阵寒意 不由哆嗦了一下身子 他们三人一边走 一边还在交谈着 徐侄双臂抱住 呼了口气 笑着看向两位老乡 道 话说 你们觉得左右宰相如何 先前见面的时候 应该都有个印象了吧 田风看起来很正直 点头道 与我见面的是左宰相 怎么说呢 左宰相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其本身 却的确拥有大财 特别是在对外军掠上 犹如一匹贪狼 时时刻刻都盯着外方 一旦有机会 恨不得立马将外方敌国扯下一块肉来 贪狼 这个比喻倒是形象 贴切 徐侄点了点头 笑着看向司马懿 道 我与田兄 都是与左宰相见面的 道是司马兄 与右宰相见面 不知对右宰相有何评价 他们皆是心高气傲之辈 平时别说谈论宰相 就是皇帝都敢谈论 更何况附近街道都没什么人 他们当然是随意谈论了 原本在想事情的司马懿被惊醒 抬头看了一眼两人 缓过神来 笑道 能流传出诸葛思想的这等人物 又何必过多谈论 田丰笑出声 道 哈哈 司马兄此言有理 不错 如今诸葛思想开始向全国各地普及 此等人物 又何必过多谈论 徐侄也是笑了笑 玄疾他道 好了 我们也别过多谈论了 时间快要到了 快去春风院吧 田兄带路 我们也不知道春风院在哪里 田丰摇了摇头 道 我也没来过呀 只知道 在这条街这边 春风院 春风院 名字这么雅趣 看看有没有 比较有气点的地方 就是春风院了 春天之风 代表一切生机 听名字 我就对这地方感兴趣了 徐侄听完一笑 扫视了一眼四周 发现不远处 有个早早出来卖菜的大妈 那大妈顿时变脸了 狠狠地道 我呸 三个读书人 这么早去春风院 老娘看你们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滚滚滚 免得把老娘 这摊子弄脏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这感人的语气 瞬间让河中三人足耸了 三人连连退后 对视野 都是猛逼的 徐侄 春风院咋了 司马懿 你问我 我咋知道 田丰 春风院不是雅阁吗 为什么这么遭人恨 三人除了猛逼 还是猛逼 在一番琢磨后 找到一名同样是去会试的人 才了解了春风院的位置 不过 当他们得知春风院 是青楼后 三个人差点没尴尬死 特别是一直说春风院 是雅阁的田丰 眼皮子直跳 深深吸了一口气 勉强将心态稳住 这次考试地点 居然是在青楼 司马懿 也是被这波 操作给嗅到了 他根本想不到 会试地点 会在青楼 谁家考试 会在青楼考 这和司 完全沾不上半点关系好吧 好了 别想这么多 我们时间不多了 一起去青楼考试 徐子很快就回过神来了 身体颤抖着 和其余两人说 他从小到大 被母亲管得烟 还没去过青楼 这种地方 如今第一次去 居然是去考试 他也谈不上 是开心 还是悲哀 司马懿和田丰 也没再说什么 三人一同朝着 春风院方向走去 这次他们找到了目标 一家走到门前 就热闹非凡的楼院 一名名穿着 颇为暴露的女子 站在门前招喝着 再看到徐子司马懿三人后 这些女子 都好像看到雾板 一个个都围了上来 公子 走走走 让小女子 陪你进去喝一杯 公子 你还羞什么 怎么身体这么僵硬 该不会动着了吧 快进去 让小女子帮你暖暖 公子是来考试的 考试的就对了 今天 咱们这春风院 不招待其他人 就招待考试的 在一群姑娘的招待下 将三人 送入了春风院内 其中当属徐子 最为尴尬 她从来没有来过 这种风月场所 在那一名名女子的招待下 她几乎感觉身体 都不属于自己了 僵硬无比 脸色更是潮红 那是害羞的 这也惹得那些 风月女子们 嘻嘻大笑 觉得徐子很好玩 不仅仅和中地区的 三人如此 其他地区的众多才子 再来到这里后 也是一阵尴尬 想要离开 却不知道要怎么做 毕竟还要参加会试 不过 倒是有一人例外 那人便是郭孝 她不仅不尴尬 相反 还玩得极度开心 与其他人 完全是相反的样子 第119章 奇葩考题 第一更 春风院内 大厅之中 一张张桌子摆放着 桌子上有酒肉 也有房四宝 搭配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 十分奇怪的状况 特别是空气中 那种味道 有书香之味 更有酒肉之味 夹杂在一起 十分复杂 公子 别这么拘束 公子 你这是不是第一次来 吴家在这里待了好几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 像公子这样羞涩的男人呢 公子们倒是看书呀 你们是来考试的 别看我们这些姐妹了 大厅之中 女子的嬉笑声在响起着 一名名来自各个地区的 财子都有些拘束 有些人 是真的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有些是因为 在皇帝脚下城池 想要给皇帝好印象 所以不敢造次 但有一人 是真的放荡 比如郭校 左拥一个 右抱一个 还在喝着酒 那样子要多潇洒 有多潇洒 看得其他地区的财子们 眼皮子直跳 他们是来考试的 不是来玩的 忍住 忍住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姑娘们 可还会什么才艺 给郭某表示 考试 现在还没开始 急什么 郭某都不急 姑娘们急什么 郭校笑着 和一群姑娘 在聊天 十分开心的样子 一边同样来自 银川地区的 寻弱看不下去 忍不住走了过来 揪了揪郭校的袖子 低声道 郭兄 我们是来考试的 别玩得太过分了 郭校转头 看了寻弱一眼 却是摇头笑道 寻兄 郭某早就和你说过 要多读诸葛思想了 此次考题的安排 以及地点的安排 都是出自当今陛下的手笔 陛下 会无端端安排 我们到青楼来考试 还不是陛下 想要考验 我们的心性 与其拘谨 倒不如放开 显得自然点 他说完 转头继续自己的玩乐 这一番话 自然也落入了众人耳中 众人心中 恍然大悟 不错 在这种场所 让他们根本不能及时思考 这才会有些猛逼 如今郭校这一番话 如同一柄铁锤般 狠狠地将他们敲醒 当今陛下手段 不能以寻常手段横置 将考试的点定 在春风院 恐怕其中 也有要考验 他们心性的意思 而且 更是要在他们之中 选出最优秀的三人 进行电视 想通了这点 众人的拘谨 开始消除 场上那种凝固的气氛 也是突然一松 许多经常来这种场所的才子 开始放开来 与姑娘们聊天 顿时 原本颇为冷气的场面 变得热闹 这次监考会试的人 是礼部尚书廖云 廖云带着十几人 刚刚走入春风院 便看到了这些才子 脸色不由一黑 原本觉得这些才子 能把守内心 是这些女子 为红粉骷髅的 没想到这些才子 玩得这么害 简直有辱司 有辱司啊 他一定要阻止 这些私情兽 进入朝堂 连行为举止都如此 又弹劾为陛下效力 他待会 一定要写封家 即兴进宫 务必交给陛下看 让陛下好好看看 这群私情兽的德行 廖云冷哼一声 在门口匆匆写完 派人去交给陛下 这才带人走入春风院内 他是凤诸隔宰相之命前来的 就是再怎么看不下去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这事也必须完成了 这是一种任务 他走境内 冷声和赤道 全部肃静 考试马上开始 全部回自己座位 一人一桌 相互间隔五米 不许做什么动作 否则是为迅思舞弊 永远不得再次刻决 他的声音响起 原本那些嬉笑的才子们 一个个浑身一抖 看了一眼廖云 听完话之后 都按照吩咐 各自走回了位置上 廖云将考卷下发过去 语气冰冷地道 一天时间 一天后 你们才能离开 期间不得离开春风院 若是要如策 可去外面 但只需一个人 一个人去 他将规矩全部交代下去 旋即坐在了一张椅子上 目光紧紧盯着这些人 不要让他发现 这些人训思舞弊 不然 他可不会留情 一名名才子都 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考卷 虽然才子们 早就预料到了 考题会很奇葩 但真的拿到考题时 也是愣了好一下子 其中当属司马懿 两眼一片黑 感觉有些怀疑人生了 他拿到的题目 是假设你是一名青楼女子 需要接待三千名客人 才能离开 请问你如何安排时间接客 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我是来考试的呀 怎么会有这种题目 假设我是一名青楼女子 我一个男的 你和我说 我是女的 还是一名青楼女子 最让司马懿 接受不了的是 需要接待三千名客人 才能离开 还特么问如何安排时间 这是人出的题 呸呸呸 他侮辱皇帝 怕是在找死 换一个 这特么是人做的题 司马懿整个人 都趴在了桌子上 他感觉他心态崩了 这怎么玩 这道题 让他感到绝望 他真的很想问问 怎么会有这种题 又为什么偏偏 被他抽到 他没有得罪人吧 不然 怎么可能运气差得 碰到这种题目 他入朝安城来 见过的朝堂官员 就只有诸葛宰相 一人而已啊 以诸葛宰相那等人物 又怎么可能 无端端针对他 除此之外 他根本没有碰到过 任何朝堂官员 难道真的是他运气差 噗 司马懿愈 闷得差点一口牢血吐出来 天度他才华横溢不成 先前给他一个 母猪产后护理的题 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给他一个 更加奇葩的题 他艰难地抬起头 看向一旁的一名名女子 他现在能去问这些姑娘 他们平时接客 一次多久吗 司马懿看了一眼 冰着脸的撂云 重重叹息了一声 这个铁面尖烤在 是问不了了 这道题特命要怎么做 要不是出题人是皇帝 他都要怀疑 这是别人出这道题 来刁难他的了 太难了吧 电视就这样 与他司马懿插尖过不成 天哪 到底是谁在针对我 第120章 美妙的误会第二更 又宰相府呢 一间厢房呢 李秋然悠悠醒来 他意识刚刚清醒 心底突然便咯噔了一下 他这是在哪里 宰相府 他好像意识 突然感到很沉重 然后就昏迷了过去 他一个刺客 在宰相府中昏迷了过去 这等于找死啊 可是 他现在居然半点事情都没有 李秋然猛地坐了起来 美眸凌厉地看了一眼四面八方 厢房内没有什么危险 他的身体 没有什么异样 除了肌肉有些疼痛之外 没有其他的感觉了 他没有被抓 李秋然站起来 纸也本能让他想要迅速离开 先躲到阴暗处 但他走了没几步 目光看到了一张桌子上的纸卷 那纸卷用一块石头压着 被风吹拂而过 也不会掉落 更不会被吹飞 李秋然柳眉一条 走到了那张纸卷上 拿下来看了起来 纸卷上一行行字书写着 自己很潦草 却别有一番韵味 李秋然默默看了下去 纸卷上写着的 是诸葛无名留下的 姑娘 我已知姑娘身份 也知姑娘身份不好暴露 所以并没有留在这里 姑娘若是醒了 可自行离去 我当作没有看到姑娘 只是姑娘 需要多注意身体 不必跟得那么紧 话到这里 姑娘也可离去了 另外桌上有一些银子 姑娘可去买些吃的 补一下身体 留笔 诸葛无名 这个诸葛无名 早就知道我身份了 也知道我在跟着对方 李秋然心中大害 握着纸卷的手 都忍不住微微颤抖 她从一开始 就被人家发现了 难怪 难怪她跟了这么久的时间 保护对方的那些护卫 都没有出手 原来是早就知道 她的存在了 也是诸葛无名下令 才没有将她逮出来 可笑她 居然一直全力潜伏 没想到她的动作 一直都在人家 眼皮子底下 这么一想 她就好像 那跳梁小丑般 一切都在别人掌控之中 李秋然嘴角勾起一抹 苦涩无比的笑容 她转头看了一眼 桌子另一旁的一个钱袋 她握紧了手上的纸卷 拿起那个钱袋 转身离开了厢房内 与此同时 在李秋然离开了半个小时后 在一间书房内 处理工的诸葛无名也知道了 诸葛无名 放下手中狼好笔 叹息了一声 倒 我这老伙计也是不容易啊 保护得我这么全面 倒是我思虑不周了 不用护卫 反而是给她增加了工作量 想到这里 她将面前的工整理好 白手叫来了管家 吩咐道 从明日开始 替我挑选几十名护卫 一切规模都和以前一样 那肚子远古的管家 连忙点头 道 好的 老爷 诸葛无名轻轻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一旁的屋顶上 她又问道 会是开始了吧 那管家连忙低声回答道 老爷 早已经开始了 有礼部尚书廖云在坐镇 一切应该无碍的 礼部尚书廖云 这个老顽固 应该是旁渊派去的吧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看来旁渊也是有幸刁难一下这些才子 诸葛无名轻轻一笑 没怎么在意 其实会是 只是走个过程而已 这些人的才能 他们大概也知道了 晚点和旁渊磨合一下 就能得出前三甲的位置了 之所以这样 她才没亲自出手管会试 不过 这些才子在青楼考试的场景 一定蛮好看的吧 诸葛无名念急 又是一笑 白手让管家退下去 很快 书房内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诸葛无名走到书房窗户边 看着外边空荡荡的院子 她忽然试探着道 姑娘 可在 她的声音在院内回荡 无人回应 见到这一幕 诸葛无名松了一口气 难难自语 还真怕你 一醒就继续充当护卫呢 既然你不在 那我就放心了 真的不必一直守护着她 她看到李秋然 因为一直保护她 而导致昏缺过去 内心也有些过意不去的 毕竟李秋然是陛下派来的护卫 她这样肆意挥霍 总感觉不太舒服 算了 想这么多干什么 诸葛无名摇了摇头 将一切念头都抛之脑后 她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批改起了宫 时间一点点流逝 很快 一天时间过去了 春风院前 咚咚咚 锣鼓声如约响起 锣鼓声再响起 也预示着会事结束 一名名才子都 脸色有些发白地走出了春风院 明显都是被考题秀得不轻 其中和中三人 也是互相搀扶着走出来 最惨的 当属司马懿 双眼不满血丝 说不出的惨 徐侄深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田锋与司马懿两人 问道 田兄 司马兄 此次考试 你们有多少成把握 可有信心晋级电视 我倒是没什么信心 实在是这个 体太过另类了 田锋扶着司马懿 摇头道 没有半点把握 其他地区的人 都不是什么善类 我觉得电视 应该没希望了 他很清楚自己的才能 的确是拥有自己的本事的 但是 比起其他地区的一些人 他却是弱了一等 比如他们河中地区的司马懿 他就自叹不如 又比如 银川地区的郭孝 寻弱 还有一些 都是他自觉不如对方的 这次电视 他自己都觉得没希望 须直点了点头 看向司马懿 道 司马兄 你的才能可以说 是我们三个中最高的了 不知你可有把握 司马懿闻言 缓缓抬起了头 声音沙哑地道 我不会有机会的 那道考题 让我绝望了 所以我乱写了 他心太崩了 反正他已经知道 电视没他的份了 让司马兄都绝望地提 是什么 徐直皱眉 好奇地问道 对方的才能 他可是知道的 能让对方都绝望 那该有多难 司马懿低着头 道 我的考题 是假设你是一名青楼女子 需要接待三千名客人 才能离开 请问你如何安排时间接客 我随便填了 所以此次电视 与我绝对无缘 扑 不远处 郭笑才刚刚走出来 恰好听到了司马懿的话 不由扑吃笑出声 司马懿脸色顿时 变得难看至极 第121章 一起上第三个 春风院前 郭笑笑出声 司马懿与徐直田丰三人目光 都不约而同 落到了郭笑身上 我们在聊天 你偷听也就算了 你还笑得这么开心 郭笑婷住脚步 将笑意收敛 咳嗽了几声 一百一嗅道 几位继续 我刚刚什么也没听到 只不过回忆起 先前考题之时的题目 感到有趣 这才忍不住笑出声 此话一出 司马懿等三人 这才收回目光 徐直看向司马懿 这我没道 这道题的确是刁钻 还不知道司马兄是如何作答的 司马懿回头看了一眼郭笑 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道 当时我苦思了一天 还是没有结果 在最后半个时辰 才随便答了 须知追问道 司马兄 别卖关子了 你答的是什么 司马懿那张脸 变得有些潮红 那是尴尬的 他支支吾吾地道 嗯 当时我脑袋一热 觉得没希望 就随便写了 恼怒之下 就写了三个字一起上 这 徐直和田 疯愣了原地 考题假设你是一名青楼女子 需要接待三千名客人 才能离开 请问你如何安排时间接客 回答一起上 这也太 徐直和田疯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或者说 两人根本都没回过神来 噗 不远处的郭笑 却突然又笑喷了 他看着司马懿 大笑着 那笑声就算那些走远的才子们 都能听得到 妙 妙极了 如何接待三千名客人 安排个什么时间 一起上就是了 真是妙极了 哈哈 他的笑声实在憋不住 干脆不憋了 开怀大笑 司马一整张脸都黑了 指着郭笑 猛地咆哮起来 迎穿郭笑 我与你不死不休 拿命来 他把鞋给脱了 朝着郭笑的方向 就扑了过去 咦 司马兄 郭某只是感觉 司马兄这个答案 别具一格而已啊 没嘲笑司马的意思 扑 真的 郭某没笑 与此同时 皇宫内 李承自己的请殿中 李承坐在床边 望着他手上的夹急信 是李部尚书 廖云派人送来的 原本他还打算 去后宫瞧瞧 在机宁怀孕的这一段日子 可以多在后宫逛逛的 还莫等他去 这封信就送过来了 这个廖云 到底有什么事 李承摸了摸鼻子 打开来细细观看 一如既往 一堆字密密麻麻 堆在一起 让他完全没有看下去的心思 这也是他现在 懒得去奏折的原因 只不过 这种夹急的信 他却是需要看一下 强忍着不是 他大概看了一遍 信上写的都是廖云 对那各个地区 才子们的抱怨 说各个地区的才子 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都是说 那些才子差的 词语太多 他看不清 在看了一半之后 他就果断 把书信给放了下来 丢到桌子边 揉了揉眼睛 他也大概明白了 这个廖云 在述说这些各个地区 提拔出来的才子们坏话 这一点 倒是让他感到古怪了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你说 一个奸臣 无端端说一群 未来的奸臣坏话 这算是什么事 李承摇了摇头 表示他不明白 这算是什么事 这算是什么事